那东西难道是毛利小五郎顿了一下 没再说下去 不过其他人都猜到了 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宾客为了这两个突然的访客争论不休 但很快 情况一下子改观了 有一个男人突然发出一声 犹如见了鬼般的尖叫 抱着自己静拍下来的美术品 在屋里狂奔 而有个女人 好像在祈求什么人的原谅 眼泪夺眶而出 怎么都停不下来 浑厚的声音在餐厅里缓缓回响 还有一个男人 一脸兴奋地拿着一支钢笔 往自己手腕上猛刺 没多久 来宾开始争夺屋里的艺术品 他们拿起拍卖的鸣刀和宝剑 互相砍杀 整个会场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宛如噩梦一般的一夜过后 据说拍卖会场上 只剩下八名死者 和十多名呈现昏睡状态的宾客 而那两个男人 已经不知所踪 跟他们一起消失的 还有会场内的艺术品 可是 当年这么大的一宗案件 为什么新闻上完全没有报道呢 黑羽快豆 用毛利小五郎的身份 提出疑问 可能是因为身份特殊的关系吧 大上祝善道 当时受邀的 都是财经界的名流 原来如此 千尖降带一脸了然 缓缓道 他们被两个来历不明的家伙摆了一道 在这个地方互相厮杀 与其让世人知道这件事 白马探摸着下巴思索 比起大费周章 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不如把整件事情压下来 还能保留他们 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声 哼 茂木摇石冷笑一声 那两个男人 早就想到 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女佣敲了敲门 端着红茶进屋 看来这件陈年往事 才是真正的开胃菜嘛 腔田玉美悠然道 现在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会以这座别馆 当做这次的舞台了吧 扩音器里 依旧在传出声音 因为我想请各位侦探先生 女士 重演四十年前那场惨剧 演出在这栋别馆内 为了宝物 而你争我夺 自相残杀的丑态 哼 大上祝善冷哼道 真无聊 不过 要在这么大一栋别墅里寻宝 犹如大海捞针 那声音传出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提示 柯南等人 名神看向假人 池飞池端起女佣 倒好红茶的茶杯 垂眸抿了一口 紫色眼里一片深邃 让人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两名旅人仰望天际之夜 恶魔降临城堡 国王邪宝潜逃 王妃泪圣杯 祈求原谅 士兵挥剑自裁 血染遍野 那道声音说出提示后 又道 这可是我仿照别馆里 曾经发生的惨剧 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 你们不觉得这些句子 跟接下来别馆里将要发生的事 很相衬吗 飞翅躲在池飞池衣服底下 无语叹了口气 人类真是太复杂了 真蠢 腔田玉美双手拖着下巴 悠悠道 一个巴掌可拍不响 我对自相残杀 一点兴趣都没有 各位谁都别想退出这场游戏里 假人头上的扩音器里 声音语调更加诉讼 因为你们已经陷入 我所示的魔法当中了 池飞池喝着红茶 点评一句 中二 其他人听不懂 不过不妨碍他们猜到 那不是什么好话 柯南来不及问 那声音继续响起 就像四十年前的那场惨剧一样 在你们中的某个人 发出第一声惨叫的时候 这场智慧禁忌 就正式揭开序幕了 听好了 找到宝藏的人 请到中央塔楼的房间 将宝藏位置输入电脑内 我会遵守诺言 将一半的宝藏分给他 并给他提供逃离这里的方法 啊 茂木摇屎突然站了起来 一脸痛苦地用手捂住脖子 好像呼吸不过来 在其他人看去时 才放下手 轻松笑了笑 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开个玩笑 很抱歉 我要退出 我对寻宝游戏 一点都不感兴趣 这里又不是大海中的小孤岛 只要在山上转几圈 总会找到下山的路的 不等茂木摇屎出门 大上助扇重复演绎了 刚才茂木摇屎的反应 不过这一次 却不是玩笑 白马探上前探了探脉搏 拿出怀表看时间 沉重到 晚上22点34分51秒 心脏停止跳动 照这种情况看 不可能会活过来了 在场的都是侦探 很快调查起 大上助扇的死因来 情酸假中毒 不过 千千酱带用手帕垫着手 拿起大上助扇的茶杯 再用硬币放进茶水里试了试 硬币并没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主座上的假人又发出声音 看来头子已经投出去了 为了报答大上侦探 牺牲自己的生命 让这场智慧竞赛 得以热闹的开场 请大家努力将宝藏找出来吧 混蛋 茂木摇屎暴脾气地走上前 抓住假人的衣领 将假人提起来 别开玩笑了 假人的头掉到了地上 露出下面连接着扩音器的录音带 还连接着定时器 录音带还在播放着 趁你们还活着的时候 白马探立刻向女佣确认 连上菜时间也是事先决定好的吗 女佣惊魂未定 是 是的 从前菜到汤 煮菜 点心等上菜时间 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既然凶手不是一边观察他们一边说话 而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这下子 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 柯南正神色严肃 第一 凶手一开始冲着大上先生来的 第二 或许凶手 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 静了一瞬 毛利小五郎惊恶 你说犯人就在我们当中 实非是总觉得 黑与快痘的演技过于浮夸了 吵得很 事先录下录音带 就可以跟我们一边吃饭 一边听录音 白马探接过话 接着 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再想办法让大上先生喝下禽酸甲 毒死了他 嗯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六个侦探面前 茂木咬屎之前 脸上的轻松 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而且 录音带是事先准备好的 千尖降带道 好像凶手连大上什么时候会死都知道 持非持选择沉默 这些侦探都什么毛病 喜欢接话 还是一人一句的接 问题是 羌田玉美看着红茶杯 戴上手套 死者之前 喝的这杯红茶里 没有任何禽酸化合物的反应 难道凶手没有将禽酸夹下在红茶里 而是涂在了杯子边缘 毛利小五郎猜想到 不 那是不可能的 羌田玉美分析到 因为他大带喝了两三口 如果涂在边缘 茶杯入口的时候 就应该会中毒了 茂木咬屎剑商量来商量去也没结果 提一去看看 车子到底有没有被炸毁 其他人没有反对 在其他人陆陆续续动身往外走时 柯南还留在尸体旁 盯着死者大上助扇 右手大拇指的指甲看了看 转头 看到池飞池也在看 心里顿时呵呵 双手放在裤子口袋里 酷酷地走到池飞池面前 你还是一样敏锐啊 你也不差 池飞池转身朝门口走 你真的是一个七岁的小鬼吗 柯南一将 随即额头上伸出一丝冷汗 盲挠头笑着跟上去 哈哈 我是不是很厉害 长大以后 肯定能成为福尔摩斯一样的大侦探的吧 嗯 池飞池应了一声 他是提醒柯南 在他面前就算了 他假装不知道 但有其他人的时候 记得收连点 要是他一直不怀疑柯南 也挺可疑的 找个契机 最好故意查一下柯南 还不能把这小子查漏底了 柯南见池飞池不追问 心里松了口气 还好池飞池追究身边的人的秘密 没什么兴趣 不然还真的瞒不住 一群人到别馆外面看了情况 停在停车处的五辆车子 被大火笼罩 已经烧成了废铁 对了 池哥哥 我之前没在停车场里 看到你的雷克萨斯 SC 柯南一放心 又忍不住东问西问了 你没有开车过来吗 我之前也说过了 昨晚没休息好 所以今天没开车 时飞迟到 我和白马是让人开车送我们来的 黑羽快逗没吭声 这两个奸诈的家伙 要不是他亲自吭过 不 亲眼看到白马探开车去加油站 他都快信了 嗯 羌田玉美疑惑 法拉利是我的 艾快罗密欧是茂木先生的 保时捷是死去的大尚先生的 再加上毛利先生开来的车 还剩下一辆奔驰 不是你们开来的吗 那个 女佣十元亚绩 咬着右手大拇指的指甲 我想 那辆车应该是主人的吧 我早上来的时候 那辆奔驰就已经停在那里了 也不知道我停在后面的车 有没有被炸 你的车停在后面 羌田玉美追问 嗯 女佣点了点头 我家主人教我把车子停在后门 一群人又去后门查看 发现车子没有被炸之后 千尖降带提出他开车去看看 吊桥有没有被炸毁 其他人考虑到落单不安全 自然不可能让千尖降带一个人去 不过全部去也不方便 没法决定谁去 谁留下 那就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 怎么样 柯南用口袋里拿出硬币 放到车盖上 不过 我这里只带了五枚硬币 持飞持苗柯南 柯南接收到冷冷的视线 有点猛 请带点情绪好吗 这么冷冷淡淡的一眼 他怎么能明白 持飞持是什么意思 算了 他来推理一下 以持飞持的性格 应该不喜欢去凑热闹 之前持飞持也没有争着去 再加上 如果持飞持的意思是想去 那就只能去抛硬币决定 看他也没用 他虽然提供了硬币 但没法帮忙作弊啊 就算想帮忙作弊 硬币都拿出去了 根本没办法动手脚 如果持飞持不想去 总结一下 懂了 答案是 持飞持不想去 那么看他那眼的意思是 那 羌田玉美刚想从口袋里找硬币 就被柯南打断 持哥哥不去 柯南直接伸手 抱 够不到持飞持的胳膊啊 算了 抱大腿 同意卖萌 别管里刚死了人 我才不要跟其他人留在别管里 其实持飞持就是打算 把他拿来这么用的吧 羌田玉美顿时失效 好吧 我差点忘了 持先生还要照顾这孩子 毛利先生 你家的小男孩 跟徒弟关系还真不错哦 那是 毛利小五郎笑道 那就我们五个来抛硬币决定吧 千尖匠带 特地第一个伸手 拿了离自己最远的铜制硬币 五个人抛硬币后 去的人是千尖匠带 毛利小五郎 茂木摇屎 留下的是白马炭 和羌田玉美 另外 持飞持 柯南 女佣十元亚记内定留守别管 等车子离开后 柯南走到护栏边 看到尹在丛林间的浅绿色车子 愣了一下 看向白马炭和持飞持 那辆车该不会是 白马炭走到持飞持 打算说悄悄话 发现持飞持一直盯着之前车子 停留附近的草地 将原本想说的话先压下 低声问道 飞持哥 怎么了 柯南走上前 挤进两人的悄悄话小队 抬手拉拉拉持飞持的衣角 半月眼提醒持飞持 留意自己的存在 我帮你留下来 你们做什么 可不能撇开我 你们还不打算进去吗 门口 羌田玉美转头 韩笑注视着三人 顿了顿 还是说 你们发现了什么呢 白马炭还没留意到 大上助扇的指甲 目前对除持飞持和柯南 这个小孩子之外的人 都抱有警惕 当即皱了皱眉 如果羌田玉美是凶手 他们贸然掀开底牌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持飞持全程盯着草丛 从口袋里拿出手帕 走上前蹲下 将一件东西捡起来后 用手帕包好 放进口袋里 才转身往别馆走 听说侦探好奇心都很强 柯南在持飞持捡东西时 隐约捕捉到一抹金色 顿时明白 持飞持刚才在找什么了 立刻跟了上去 持哥哥 我想问你的是 等持飞持进了别馆之后 才反应过来 双手暴毙 无奈看向白马探 他是打算让我们 一直被好奇心困扰下去吗 不 应该只有你 白马探微笑着 路过羌田玉美身边 进了别馆 对走在前面的持飞持道 不过飞持哥 我想问你的 也不是这个 虽然这算是意外收获 羌田玉美 什么这件事 那件事 这三个人说话 能不能说清楚 这种被吊胃口的感觉 太难受了 哼 他可以自己去查 黄昏之馆 羌田玉美回到大厅后 发现只有持飞持和柯南 站在楼梯旁 持飞持低头 在记事本上写着什么 而柯南立刻抬头看着他 顿时明白 柯南这是有话要跟他说 你们不是怀疑 我是凶手吗 对了 亚继小姐和白马少爷呢 亚继小姐去煮咖啡了 白马哥哥去了餐厅 他要验证一下 持哥哥的想法 柯南解释着 抬眼注视着羌田玉美 脸上带着微笑 正好相反 如果持哥哥的推理正确的话 羌田小姐就不可能是凶手了 哦 羌田玉美垂谋思索 回想着之前整个经过 想找到自己遗落的线索 看样子 持飞持最先得到了答案 随后这个小弟弟和白马 他也明白了 他没理由反应不过来啊 至于我想问持哥哥的另一件事 柯南又仰头看旁边的持飞持 有些无语道 我是想问 你已经解开了多少谜题 凶手 毒杀大上先生的方法 暗号 算了 你直接告诉我 还有什么没解开 持飞持沉默了一下 一提到暗号 他就想起 柯南上次抱着头 在车子滚来滚去的样子 他提前知道了剧情 真要公平竞争 他也不确定自己可以解到哪一步 直接说出来 会不会打击到柯南 柯南一看持飞持突然迟疑了一下 顿时明白了 不等持飞持开口 就直接到 全部解开了 对吧 至于我想问飞持哥的另一件事 白马探从餐厅里走出来 是想问问他 离开的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羌田玉美 这群人很过分 特别是持飞持 从大上先生倒下到现在 也才二十多分钟吧 还得算上检查尸体 中途出去看车子等时间 这就明白了凶手 手法 暗号 要是连离开的办法都 持飞持将记事本上 写好求助信息的一页撕下来 将记事本装进外套口袋的时候 顺便召唤出一只乌鸦 看起来 就像从口袋里 拿出了乌鸦的魔术表演 哦 羌田玉美 看着飞起 停在持飞持肩膀上的乌鸦 猜到持飞持 是想让乌鸦飞出去送信 若有所思到 很娴熟的魔术手法呢 持哥哥不是怪盗基德哦 柯南解释到 他也是魔术爱好者 还有一个魔术师 作为老师 羌田玉美 被戳破心思 有点尴尬 不过随即又笑道 小弟弟 话可不能说得这么自信 基德是可以拥有 千万种容貌的神秘怪盗 我之前确认过了 柯南笃定到 就是在打牌的时候 我说持哥哥 在北斗星号上说 自己不喜欢打牌 持哥哥说是在海上 也确实是在海上 我想那个时候 持哥哥是故意在接触你们 想看看 你们是不是怪盗基德假扮的吧 持飞持美解释 将纸条折起来 从口袋里 翻出一个透明的小号证物袋 又拿出之前 捡东西用的手帕 将手帕里的东西 连通纸条放进去 封口 防止雨水打湿纸条 羌田玉美 看到证物袋里 和纸条放在一起的东西 愣了一下 立刻明白过来 那是一枚五元硬币 联想到之前 千尖匠带 特地选择离自己比较远的五元硬币 晚餐时 大上筑膳的一举一动 所有线索 快速串联成一条线 看来我也得去餐厅确认一下 羌田玉美神色认真起来 跟池飞持等人说了一声后 急匆匆往餐厅去 看来他也明白了 白马探幕送羌田玉美离开 收回视线 不过飞持哥 你打算让他将信送到哪里去 他会不会迷路 我想知道你有把握 如果不够稳妥 我们最好还是 再想想别的办法 多做两手准备 乌鸦很聪明 池飞持用绳子将正物带绑好 记在乌鸦脚上 他知道警局的樱花标志 除非中途被人打下来 不然一定可以送到 直接送到警局吗 还真是不错 白马探幕着下巴 看来以后可以教华生 认一认那些标志 只是可惜 老鹰的归巢能力不强 我不确定 他能不能准确将信送到 嗯 以后多训练一下吧 华生 柯南疑惑 他养得一只老鹰 池飞持说着 走到窗户前打开窗户 仰手让乌鸦飞出去 柯南 这是自诩福尔摩斯 有个华生当助手的意思吗 这家伙还真是自怜 如果说他们之中 谁最接近福尔摩斯的话 除了池飞持 他谁都不认 这次原本是打算带他过来的 白马探心里轻松下来 笑着道 不过前两天 飞沫突然跑到我家 跟他打了一架 他们都受伤了 飞沫受伤了 难怪刚才那只乌鸦 不是红眼睛的 柯南突然有点小担心 人家看到的院子 转头看白马探 表情像是个天真直率的小孩子 很认真地问道 白马哥哥 你家的院子还好吗 让这家伙自恋 白马探想到 自家被毁的乱糟糟的院子 有点扎心 瞥了柯南一眼 没事 让庸人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就重新移栽 这小鬼 故意幸灾乐祸吧 原来如此 羌田玉美从餐厅过来 及时制止要生腾起的硝烟味 一边摘下手套 一边道 凶手是在所有人的茶杯握柄上 三甲 我们的也一样 不过大上先生 有咬右手大拇指的习惯 先碰过有毒的茶杯握柄 再咬手指 想不中毒都难 凶手之所以可以确定 大上先生死亡的时间 白马探接过话 轻声道 是算好了 红茶端上来的时间 正在播放录音的谜题 引导大上先生思考 咬手指 柯南的神色 也认真了起来 而且 女佣亚继小姐说 她早上来的时候 已经有一辆奔驰停在那里了 想要一个人将车子 开上来并下山 走路下山是根本不可能的 凶手还有一个同伙 两个人一同开了两辆车上山 将奔驰停在那里之后 又由其中一人开车 再另一个人下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凶手的那个同伙 就是大上先生 还没有开始针对侦探动手 就开始的自相残杀吗 枪田玉美感慨 摸着下巴继续道 这么看 谁都可以做到 不过千奸大姐之前 特地选了离自己最远的五元硬币 是因为担心其他人拿了那枚硬币 让硬币产生氧化还原反应吧 所有人的茶杯握柄上 都涂了禽酸甲 他自己知道 可以避开 但我们手指上都沾到了毒 要是有人拿了五元硬币 发现自己手指上有毒素反应 那么就会猜到这个手法 他拿了硬币之后 将事先准备好的硬币 放在手背上 假装将那枚柯南提供的硬币抛起来 实则让其掉到草丛里 再露出手背上的硬币 白马探也摸着下巴 突然皱了皱眉 这么说 他早就用作弊手法 确定自己可以去看吊桥 那么 不会 时飞迟到 他还想要那个暗号的答案 他搭毛利叔叔的车 再三强调 自己讨厌烟味 而茂木先生早就知道这一点 时哥哥自己看出来了 柯南道 这样一来 大家一起在餐厅用餐的时候 这三个会抽烟的人 就不会当着他的面抽烟 而中途离席 去抽烟又不太礼貌 就可以只读害大上先生一个 我也觉得 他还想借大家的智慧 解开那个暗号 也就是说 他跟过去 是担心茂木先生和毛利先生 不小心用沾了情酸钾的手指 拿烟后 放进嘴里 至于池先生 其实他不怎么抽烟 而且要带着小孩子 也不方便抽烟吧 羌田玉美猜测 很快又自己否认掉这个猜测 不 除了他 其他人的去留 都由抛硬币决定 选中谁应该是随机的 先不说那个 白马探问池飞池 飞池哥 你洗手了吗 还没有 池飞池往洗手间里走 大家可以先把那些房间再看一遍 注意二楼的钢琴房 白马探伸出右手扶住额头 无奈笑道 你算不算是 直接给了答案 我从以前当检察官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 跟着别人的推理走 羌田玉美笑道 虽然心里不太痛快 但我还是选择 先去钢琴房看看 跟上进度才能超越 虽然也没什么可比试的了 只是不知道 毛利先生和茂木先生 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进度 对了 池哥哥 那个暗号 柯南顿住了 跟羌田玉美 白马探一起道 不许说 羌田玉美 见其他两人跟自己反应一样 没忍住扑斥一下笑出声 看来大家都一样 对被剧透这种事 深恶痛绝 我还是比较想自己 整个别馆里 只有餐厅里有时钟 两名旅人仰望天际之夜 是指时钟的时针和纷针 同时指向上方的零点 池飞池已经进了洗手间 不过还是 很恶劣地选择解答 早知道结果的案子 他实在不想拖下去 对 他就是自己知道了答案 突然觉得无聊 不想玩下去了 所以就直接掀桌子 强行结束这一局 国王 王妃 士兵 是扑克牌里的K Q J 宝藏是指方块 圣杯是指红星 剑是指黑桃 也就是方块K 红星Q 黑桃J 按照扑克牌上的人脸朝向 再将指针往左转到13格 再往左转12格 再往右转11格 柯南 白马炭 羌田玉美 都说别直接告诉他们了 还说 故意的吧 真恶劣 持飞时洗手出来的时候 女佣已经将咖啡煮好端上来了 干脆就去了餐厅 一边喝咖啡 一边等 没多久 去了楼上的三人走出房间 在楼梯口碰面 相视一眼 一起下楼 羌田玉美探道 只是去确认一下 还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呢 是啊 不过在丢安排的 那个房间里 我从枕头下 找到了一件危险的东西 白马炭道 巧了 羌田玉美玩味道 我那边也是 看来对方 还为我们自相残杀 提供了工具 那个 站在一旁的女佣 十元亚绩弱落道 房间里有危险的东西 啊 没什么 羌田玉美左右看看 池先生呢 在餐厅 女佣道 餐厅里 大上筑膳的尸体 假人的身体 还连接着录音带的头部 都还倒在地上 餐桌上 摆了放咖啡壶 咖啡杯的托盘 桌旁 一身黑衣年轻人 敲着二郎腿 坐在椅子上 神色镇静地喝着咖啡 柯南三人过来后 一到餐厅门口 就看到这一幕 奇奇无语 不过作为侦探 看到有人对着尸体喝咖啡 倒不至于大惊小怪 也就是持飞池身上 透出的那种悠闲 结合这场景 实在太为和 无语一下就完了 看来应该找点什么 帮大上先生盖一下尸体 白马炭感慨着 走到持飞池身旁 拖了一把椅子坐下 这么说也对 羌田玉美也上前倒咖啡 转头问柯南 小朋友 要不要也喝一杯提提神 嗯 柯南点头 很自觉地去持飞池 另一边坐好 你们洗手了吗 持飞池问道 当然 羌田玉美道 我去楼上的时候洗过了 白马炭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不知道他们回来了没有 我有点好奇想试试 那个答案 他说的是 暗号提示的答案 不行不行 羌田玉美 把倒好的咖啡端给柯南 笑道 怎么也要等主角 登场才行啊 女佣见其他人都聚集在这里 也就跟进了餐厅 站在一旁 看着这些人若无其事的样子 心里憨了一下 其实 侦探都不是什么正常人吧 剩下的时间 白马炭 羌田玉美 柯南都无所事事 只能跟着持飞池喝咖啡 等着去看吊桥的人回来 女佣 见三人一杯接一杯 怎么都无聊 中途离开 去厨房继续帮忙咖啡 无聊了将近半个小时 茂木摇屎和毛利小五郎才回来 顺便带来了一个消息 什么 羌田玉美惊讶 千尖大姐死了 两个人联手把他们一群侦探叫过来 其中一个杀了另一个 自己也死了 这算什么 用生命挑战他们吗 白马炭有些意外 不过随即反应过来 千尖降带 还要他们破解那个暗号 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那么 羌田玉美也反应过来 垂了垂眸 打算假死躲在暗处 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吗 嗯 茂木摇屎神色沉重道 车子被做了手脚 只要一调整 车灯就会爆炸 白马炭和羌田玉美相视一眼 羌田玉美 含笑看着茂木摇屎 茂木先生 毛利桑 白马炭也微笑 对毛利小五郎道 茂木摇屎 黑羽快逗 喂喂 怎么感觉这两人笑得不怀好意 很诡异啊 这些人留在别馆里的时候 是发生了什么吗 柯南一看 两人那笑容就懂了 心里呵呵 自己被剧透答案 没得推理 也打算让剩下的两个人没得完 不过这两个人笑容里的恶意 是不是太多了 多得有点鬼畜 恭喜池飞池啊 又逼疯两个 这么一想 他活在池飞池的阴影下这么久 也就是崩溃过那么一两次 心态依旧健康 还真是坚强 作案手法是 白马炭直接开始剧透 简单粗暴 等白马炭说完 不给两人说话的机会 羌田玉美紧接着道 这么一来 凶手就只有 见这两个人玩得这么开心 柯南觉得自己心里的郁闷 也需要排解一下 那个暗号的话 就是 等柯南说完 白马炭想了想 又低声补充到 飞池哥已经让乌鸦送信 去警局球员了 也就是说 连离开这里的办法都不用担心了 茂木摇屎下意识地想抽支烟 拿烟的动作 却在中途顿煮 差点忘了 他还没洗手 又郁闷把烟收起来 我说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我跟毛利先生之前离开 去看吊桥了 你们就算有什么发现 至少也要等 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大家再一起核对一下推理的答案吧 那还真是抱歉 羌田玉美笑着 侧目看池飞池 是池先生直接跟我们说答案 先让我们没得完 我总觉得 要拉上你们才行 哦 茂木摇屎 立刻看向池飞池 找到了 这就是破坏侦探们相处规则的根源 池飞池面不改色道 不告诉你 你又觉得我白马 柯南都在怀疑你是凶手 羌田玉美 这么说也对 她突然有点后悔 那个时候 就不该好奇吃飞池发现了什么 搞得最后所有好奇心 都被终结掉了 不过 现在的问题是 白马探目光认真了一些 千尖女士假死隐藏起来了 我们是等警方到了之后搜查 把她找出来 还是 直接引出来吧 茂木摇屎 看向餐厅里挂钟 鱼耳这不是已经有了吗 那么 谁来做钓鱼那个人呢 白马探目光扫过其他人 谁也不敢保证 千尖女士在知道答案后 会不会对所有人下手 特别是 想将她引出来的话 那个人肯定要做点什么 让她迫不及待地出来 再加上需要面对她 那么 引出她的那个人 是最危险的 池飞池不由看柯南 柯南被一道凉凉的视线盯上 抬头 乌宇 为什么你总是让我引凶手 哦 白马探有些意外 飞池哥经常让你引凶手吗 真是残忍啊 这么说的话 我听说连续枪击警察的犯人 在被逮捕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小孩子 吸引注意力 然后子童的年轻人突然偷袭 腔田玉美玩味道 池先生 让一个小孩子面对凶手 真是太残忍了 小孩子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池飞池冷冷盯着柯南 剧情里 本来也是柯南去引人的 这小子 现在是在矫情什么 柯南 他怀疑池飞池在用目光威胁他答应 他很掀桌子 说不陪池飞池玩的 不过 飞池哥说的有道理 白马探道 面对小孩子 确实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到时候 柯南把人引过来 我们在门外躲着 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说不定 还能从千千女士那里 问出离开的方法 腔田玉美也赞同 那么 小弟弟 茂木摇屎看向柯南 想问柯南有没有把握 怕不怕之类的 我知道了 柯南一脸无语 这些人上一秒还说 池飞池残忍 下一秒 就加入压迫他的大军 不要脸 比池飞池还残忍 悠悠道 我去引试没问题了 不过你们活着 千千女士肯定会有所防备 那就请你们 按照假人所说的 那个剧本走 全部都先死一下吧 自相残杀吗 那得先将亚绩小姐解决吧 她可不适合 看到那种画面 腔田玉美说着 又看向池飞池 之后的目标 我选择池先生 不巧 白马探也看向池飞池 我也想先把飞池哥干掉 茂木摇屎失笑 看来大家的想法差不多 我也想把池先生 当成目标 那么 我们是一起上 还是个平本事 柯南干笑 看向池飞池 这是成真探功敌了呀 池飞池神色没什么变化 将咖啡杯放回桌上 提醒到 个平本事不行 要先准备好剧本 不能乱 其他人 能不能配合大家开个玩笑 突然这么冷淡的谈正事 真是不可爱 算了 他们玩 腔田玉美 白马探 茂木摇屎 到一旁划拳 来决定由谁 获得弄死池飞池的名额 毛利小五郎 也就是黑羽快动 无论哪个身份 都不适合掺和 只能在一旁做隐形人 柯南要做最后 引出千尖将带的小孩子 也不能掺和 有些遗憾 他应该是最该得到 那个名额的人 划拳用不了多少时间 腔田玉美 朝其他两人 扬了扬笔出剪刀的手 转头对池飞池笑道 我赢了 池先生 我可以允许你 安排一下自己的剧本哦 还是可惜 白马探笑道 明明飞池哥是我带来的 应该我送走才对 腔田小姐 池飞池对腔田玉美道 我去解决亚纪小姐 你找机会过来 对了 顺便把白马送走 用同伙那个理由 白马探脸上的笑意 有点僵 池飞池又看向白马探 一起来的 一起走 白马探 黑羽快逗在一旁偷了 看来白马还是不够了解 飞池哥呀 作为一起来的人 不站飞池哥那边 反而跟着上蹿下跳 那是很容易被飞池哥恶意报复的 茂木摇时考虑了一下 看向毛利小五郎笑道 那我和毛利先生一组 一起去看吊桥 一起走 怎么样 易容成毛利小五郎的黑羽快逗 自无不可 点头道 那就请茂木先生多多关照了呀 柯南 死也要组队一起死吗 这群逗逼 突然好想一起玩 腔田玉美摊手 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落单 那么 我之前发现了一个机关 在解决掉池先生和白马先生之后 我就自己走吧 剧本安排好 准备做好 开演 池飞池去厨房 找女佣十元亚绩 池先生 十元亚绩疑惑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想让你帮我找点砂糖 池飞池目光在十元亚绩脸颊的雀斑上停了停 雀斑 那张易容脸用多了 他现在看着雀斑 都很有清净感 砂糖吗 请稍等 十元亚绩转身抬头 看着墙上的挂架 突然被一块手帕捂住口鼻 吸入麻醉季后 失去了意识 池飞池把昏迷的十元亚绩 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 关了热水器的电源 走出厨房 转角处 腔田玉美拿着一把手枪走出来 指着池飞池 你果然有问题 无论听到暗号 还是大上先生中毒 你的反应都太平静了 池飞池没有妄动 腔田小姐 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 是啊 不知道是什么人 把他放到了又房间的枕头底下 腔田玉美盯着池飞池 大概是想在事情结束后 让我背黑锅吧 腔田玉美身边 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池飞池在腔田玉美一愣的时候 上前企图夺枪 夺枪失败 腔田玉美 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 平 看到池飞池被自己击杀 腔田玉美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紧接着转身 将枪口对准了后方走来的白马探 白马探手里同样拿枪指着腔田玉美 瞥了一眼 那边倒在血泊中的池飞池 脸色有些难看 腔田小姐 没想到你 居然已经开始动手了 既然那辆车子有问题 那么凶手就不会坐上去 留下来的人只有我 飞池哥 你 那个男孩 还有亚继小姐 平 腔田玉美一言不合就开枪 似乎是觉得 已经杀了一个 再杀一个罪犯同伙也没关系 是啊 不是亚继小姐 不可能是那个男孩 也不是我的话 那就只有你们两个人了 而且 凶手想将奔驰开到山上来 再下山离开 肯定还有一个同伙 一起过来赴宴 同样没有开车的你和池先生 又同时留在别馆里 该怎么解释呢 你 白马探武着心脏 一脸惊恶地倒地 把死于话多眼的淋漓尽致 腔田玉美 看着白马探 渐渐不动了 这才收起枪离开 抱歉啊 我本来不想杀人的 不过刚才我要是不开枪的话 被前后包围的 我可就危险了 片刻后 茂木摇屎和毛利小五郎 跑来 看到倒地的两人身下 蔓延出鲜红的血迹 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茂木摇屎探了探白马探的侧颈 无视了跳动和温热 睁眼说瞎话 神色沉重道 不行 心脏已经停跳了 这边也是 黑羽快痘伪装的毛利小五郎 检查了池飞池的心跳 还给自己加了戏 露出痛失爱徒后的悲愤神色 咬牙道 可恶 旁边楼道突然传来急切的脚步声 两人立刻追了上去 被放在一旁 脸朝下的白马探 一动不动 低声道 感觉先死有点亏啊 要躺很久 只能希望他们快点 嗯 池飞池滴滴应了一声 柯南仗着自己身体小 又是小孩子 不会被注意到 躲在转角后 从阴影里走上前 作为两具尸体 你们就不要再说话了好不好 白马探继续躺尸 低声道 别磨蹭 赶紧去断了监控的电源 柯南在离池飞池不远的角落里蹲下 幸灾乐祸道 其实我还蛮想看你们多躺一会儿的 你想看我诈尸吗 池飞池反问 柯南嘴角微微一抽 等池飞池诈尸 估计他要被捶 当即站起身 从两人身边跑过 不过还是正式要紧 白马探 这小鬼还有点节操吗 迟飞池 柯南有时候是自带隐身技能的吧 枪田玉梅跑上楼后 进了有电脑的房间 刚扭动房间的门把手 打算从里面降门锁上 突然一震 神色惊恐地亮腔着后退 双眼直勾勾盯着门把手上弹出的毒针 倒地没了声息 另一个布满监控器的房间里 千尖降带注意力集中在这里 完全没有注意到 监控中有个小鬼哒哒哒地跑过走廊 毛利小五郎已经跑上楼 看到了倒地的枪田玉梅 吓了一跳 枪田小姐 门霸做过特殊设计 后面跟上去的毛利小五郎 转了转门把手 露出上面安装的毒针 神色严肃地看着毛利小五郎道 只要一转动内侧的把手 针就会露出来 凶手的计谋式 即使有人将答案输进电脑里 走出房间的时候 还是会被堵死的 毛利小五郎疑惑 可是 凶手到底在什么地方 走进屋里的毛利小五郎 手中的枪子弹上膛 猛然转身将枪口对准毛利小五郎 你不用装了 啊 毛利小五郎 惊讶后退一步 靠到墙上 枪田小姐不可能掉进自己所设的陷阱里 如果之前的枪声是假的 那么能杀人的 就只有我和你两个人 不是我的话 茂木摇屎盯着毛利小五郎 扣动枪的扳机 那就只会是你了 毛利小五郎 伸手捂住胸口 低头看着 从衣服下渗出指缝的鲜红 靠着墙 慢慢倒地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茂木摇屎监毛利小五郎不动之后 放下枪 用手拿出烟 塞进嘴里 点了火 可别怪我啊 沉睡的小五郎 下一秒 茂木摇屎假装手指上 还沾有禽酸甲 并且不小心粘带到烟上 送进了嘴里 伸手捂住喉咙 轰然倒地 怎么 会这样 监视气候 千尖降带看着视频里倒了一地的尸体 愣了一下 无力伸手扶额 这是什么鬼 找了这么多侦探过来 结果还是 突然间 监控器中的视频被全部切断 电脑显示器上 也陆陆续续被打出一行字 我已经解开了宝藏的谜底 我想亲口告诉你 请一家餐厅 千尖降带跑出监控室 一路经过走廊 赶往餐厅 过了一会儿 池飞池和白马探算的时间 相继起身 片刻后 毛利小五郎 腔田玉美 茂木摇屎 也一起下来 番茄酱沾了一衣服 还真是麻烦 白马探低头看衣服上的鲜红 你们两个还好 脸朝下倒下的 腔田玉美道 我之前可是脸朝上倒下的 茂木先生点烟的时候 我差点没忍住眨了眼睛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茂木摇屎 笑着往餐厅走去 一群人没在说话 悄悄摸到餐厅门口 餐厅里 千尖降带的声音隐隐传出 我父亲过去是个考古学家 四十年前 他被邀请前来这座黄昏之馆 据说 那是一位年过百岁的大富翁 想找出他母亲 遗留在这栋别馆里的宝藏 因为他想在临终之前 看看那些宝藏 所以才邀请我父亲来帮他寻找 这个工作看起来很不错 因为我和母亲 每天都会收到父亲寄来的信和一大笔钱 我们还很高兴 可是半年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我父亲的信和钱 我父亲也没告诉我们他的行踪 就此消失了踪影 直到我把我父亲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放在灯光下看的时候 才发现 我父亲在那信纸上面 用针刺了密密麻麻的字 信上提到 有关藏宝地点的提示 以及除了我父亲以外 还有其他的学者在那里 信上还说 乌丸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心急如焚的乌丸为了杀鸡儆猴 竟然把那些学者一个一个杀掉 而且我父亲还说 就算他找到了宝藏 也难逃一死 你知道这件事后 没有报警吗 柯南问道 没有 因为我是在二十年后 才发现 信上有针刺出来的那些字 千尖降代探道 那个时候 乌丸也已经死了 乌丸家家道中落 这栋别馆也被变卖 辗转经过多人之手 一直到我两年前 将这件事说漏嘴 被大上知道后 他找到这栋别馆并买下来 开始疯狂地寻宝 可是始终一无所获 他为了收购别馆 在外面借了一大笔的贷款 在没有头绪的情况下 他有一天突然说 就请那些名侦探过来解密好了 大上祝善提议 用怪盗积德的名义 吸引目前有名的名侦探 在找到宝藏后 再跟乌丸连夜一样 把所有人都杀掉 在茶杯握柄上下毒 也是大上祝善 看到同样会摇手指甲的女佣后 想到的杀人手法 一开始大上祝善 是打算杀害女佣 来让一群侦探明白 这是一场玩命的游戏 为了阻止 大上祝善那个疯狂的想法 千尖祥带 才将大上祝善 先一步杀害 柯南听千尖降带这么说之后 下意识地怀疑了一下 千尖祥带 是不是故意推脱 随即一证 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无语 都是持飞持那家伙的锅 前有加纳美放夫人 将犯罪原因推给其他人 后有前两天连续袭击女性的警卫的病态心理 如果是以前 他根本不会去想 凶手最后的忏悔有没有问题 可自从认识持飞持之后 他才明白 原来不是所有的犯人忏悔 都那么真心实意 而有的或许是真心实意 但已经在本身不知情的情况下 陷入了如同恶魔一般的心境之中 他辨别出来之后 不会对警方说什么 看得清楚 也未必会有以前快乐 有时候 他自己就会郁闷很久 但他就是觉得 以前的自己是傻瓜 下意识地 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哎 再这么下去 有点担心 他迟早会变成持飞持的病扭 千尖降带 不知道柯南走神了一下 惆怅道 只是没想到 最终还是没能解开那个谜题 不 谜题其实你父亲已经解开了 柯南收回思绪 就目前来看 千尖降带 确实没有必要对杀人动机说谎 不不不 他不能再怀疑了 要控制住自己 随着柯南说着谜题答案 将时钟指针旋转 挂在餐厅墙上的钟松洞 啪哒掉在地上 磕掉上面的漆 边缘露出金色 柯南跳下桌面 弯腰捡起地上的石钟 漆下露出了黄金 从这个钟的重量来看 应该是纯金制造的 千尖降带神情复杂 没想到我父亲就为了这么个东西 命丧黄泉 真相还真是残酷 门外 池飞池突然想起一句话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嗯 白马探听见身边的低男 疑惑转头看向池飞池 没什么 池飞池轻声道 用黄金做钟 意思大概是这个 也就是提醒后人珍惜时间 白马探点了点头 低声回道 确实有寓意 不过对于千尖女士的父亲来说 为了这个丧命 确实太冤了 好了 你曾经说过的 餐厅里 柯南问道 千尖女士 你说 只要有人解答谜题 就可以把离开这里的办法说出来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这从一开始 就是我骗你们的 千尖降带坦白道 我早就打算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 只不过大上对我会在晚餐之后 将逃生之路告诉她的这个说法 似乎信以为真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 茂木摇屎推开门 千尖大捡 这可是我最贵的一套衣服 毛利小五郎 看着西装上的血迹 一脸头疼 你怎么陪我了 我早想说了 白马探用手帕擦掉嘴角的鲜红 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 根本没有意义 哎呀 强田玉美不给面子的揭穿 可是我看你玩的 很开心啊 白马探一叶 总之 把藏起来的千尖女士引出来 就算成功了吧 千尖将带转头 惊讶看着诈尸的一群人 你们 是茂木先生说 将你引出来的 腔田玉美直接卖人 至于让小弟弟 做引你出来的人 是池先生提议的 而我们装死的建议 是小弟弟提出来的 那你们 什么时候注意到 凶手是我的 千尖将带问道 在你选择哪里你 最远的五元硬币时 茂木摇屎听到直升机的声音 时间刚刚好 千尖大姐引出来 池先生叫来的直升机也到了 看来可以趁早回去洗个热水澡 好好睡一觉 直升机 千尖将带 惊讶看吃飞驰 你是什么时候联络外界的 飞驰哥养了两只乌鸦 他们一路跟着 白马探道 在你们 去看吊桥的时候 他就让其中一只 带着写了事情经过的纸条 去了山下的警局 警方看到之后 应该会立刻让人去确认吊桥的情况 并安排警用直升机 进行救援吧 还有你丢在草丛里的那枚硬币 枪田玉莓补充 虽然只有你和那个小弟弟的指纹 并不能说明什么 柯南昼没听着外面的轰隆声 不 除了直升机的声音之外 好像还有别的声音 半个小时后 天刚破晓 仅用直升机 载着一群人升空 千尖大姐 想用心理战术逼迫我们的 不是大上那个老头子吗 茂木摇屎疑惑问道 为什么在他死后 你还要假死呢 因为我无论如何 也想要知道那个谜题答案 否则我会死不明目的 千尖祥带看着窗外 慢慢被曙光照亮的天空 轻声喃喃道 现在看来 被乌完连夜附身的人 反而是我这个仇人之女才对啊 后方座位上 毛利小五郎正一脸唏嘘 忽然发现 肩膀上搭了一只手 疑惑转头 看向坐在自己右边的池飞池 池飞池微微侧头 看着侧面的鸡舱 细碎刘海 在双眼附近 头下一层阴影 百木燃烧有百香味 南木燃烧有青香味 化木燃烧有青凉油味 八角树燃烧有茴香味 沉香木燃烧有沉香味 檀香木燃烧有檀香味 都是不错的木料 你喜欢哪一种 黑羽快豆想到之前 池飞池说的 抓住积德审判之类的话 再一听这堆木材 顿时明白了 将在座椅上 焊了又焊 池飞池身旁的座椅上 柯南侧着身 手表型麻醉针 已经对准了黑羽快豆 脸上带着恶意的笑 我觉得南木不错哦 还是八角树比较好 白马探坐在黑羽快豆左手边 点着下巴 故意摆出一幅认真分析的神情 只要烧熟 香料就可以入味了 哦 对了 我都差点忘了 还有一个人 毛利先生 你好像 从进了别馆之后 就没再抽过烟了 前方的茂木摇石转回头 打亮着黑羽快豆那张一容脸 笑着道 不过刚一起脱离困境 就把你打成一端进行审判 好像有点残忍了 这样 我头八角树一票 后面 腔田玉美玩味笑着 注视着黑羽快豆的后背 我比较喜欢 沉香木燃烧之后的气味 黑羽快豆 现在他前后左右都是侦探 在直升机上 场地狭窄 人又少 想制造混都不可能 他还怎么跑 再加上被麻醉针瞄着 还被飞驰哥搭住了肩膀 估计飞驰哥也不会放水太明显 他还能怎么跑 千尖降带 心里叹了口气 趁其他人不注意 拉开直升机的机舱门 跳了出去 其他人听到拉门声 就立刻转头看去 在看到千尖降带跳出去后 脸色奇奇大变 千尖大姐 茂木摇石想上前 却已经来不及了 让开 黑羽快豆 立刻从池飞池手下溜出去 冲出机舱 跟着跳下直升机 在坠落到千尖降带身侧时 伸手接住千尖降带 弹出华祥翼 身上的尾桩 也喷一声 被静风甩到身后 直升机上 冲到舱门边的柯南松了口气 放下了手表型麻醉针 这家伙 现在华祥翼就靠积德操纵 要是他一麻醉针过去 那两个人往下坠落 两个人都得死 算了 放这家伙一次 看来这次又被他跑了 白马叹笑着 剑池飞池也跟到旁边来 心里遗憾 嗯 飞池哥应该不知道积德的身份 而且好像有什么过节 某人也不敢说吧 不 不单是不敢说 还得小心把身份藏好 有这么个老哥 真的太惨了 空中 黑羽快豆等华祥一平稳下来后 松了口气 低头看自己 接住的千尖降带 你不会是故意帮我吧 千尖降带神色如常 依旧不急不缓道 我冒用了你的名字 设宴邀请了他们 总要想办法向你道歉才行 如果我不这么做 你根本没法脱身的吧 黑羽快斗 嘴角扬起微笑 那还真是谢了 这是够分量的道歉 千尖降带 看向上面直升机舱门旁的三个人 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 应该说是我最不想见到的 化身怪到积德的黑羽快豆 风度翩翩 缓声笑道 情人吧 那你可要小心了 你的这些情人很危险 特别是池先生 千尖降带感慨道 在直升机还没降落之前 那个小弟弟 已经用麻醉针描过你一次 不过池先生制止了他 还看了直升机一眼 我就猜到他们会在直升机上 对你下手了 你跟他真的没有什么 深仇大恨吗 飞池哥这个大坑货 飞羽快豆脸上的笑意有点僵 脑海里快速闪过一连串词 断绝关系 分崩离析 反目成仇 兄弟细强 同事操割 骨肉相残 这些想法有点危险 不过还真是个可怕的人呢 最先看破我的手法 解开谜题的也是他吧 千尖降带感慨一声 又问道 你是冲宝藏来的吗 这么走了 是不是有点可惜 嗯 本来是这样的 不过 我想还是算了吧 飞羽快豆 低头看了看黄昏志管所在的位置 把千尖降带绑在直升机锤下的绳子上 松开手 控制滑翔一往远处飞去 朝千尖降带挥了挥手 我那小贼哭可放不下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又不能拿来扑大到家的地板 还不如去偷吃飞食那家伙的宝物 还说没仇 这都盯上人家的东西了 千尖降带正无语着 看向黄昏志管的位置 瞬间愣住 轰隆声中 黄昏志管的墙漆渐渐脱落 露出下方金色的墙体 清晨的阳光照射下 反射起耀眼的金芒 连周围的天空 树木都被映得一片璀璨 直升机上 茂木摇始惊讶 墙漆脱落之后 里面居然全是金子 那个时钟 恐怕就是让墙壁崩塌的一个影子吧 白马探感慨 黄昏志管还真是名不虚传 腔田玉美也趴在座椅上往下看 这一下可不止几千亿了 白马探忍不住看向身旁的池飞池 笑道 全部都是华贵的金色呀 没有比这更巴洛克风格了吧 池飞池点头 有点窝心 几个小时前 他主动放弃了至少一千亿 虽然大上祝膳 抱着一夜暴富的念头 他就算出高价 也不一定能把黄昏志管买下来 他出的价格越高 就越证明黄昏志管有隐藏的巨大财富 而他绝对知道什么 到时候别好处站不到 还惹一身麻烦 柯南 嗯 柯南疑惑 仰头看吃飞池 你没觉得少了点什么 池飞池问道 柯南思索着 有吗 池飞池转身回了自己座位上 我的老师丢哪了 毛利兰没来 他担心自己 要是不帮忙提醒 可能等回到东京 他老师也未必能被人想起来 这 柯南汉 他完全把大叔忘了 应该 是在加油站吧 东京 双毛挺一条巷子中 一片片鸟雨慢慢飘落 落到浑浊的积水中 随即 一只只灰麻雀坠落 狼狈铺着翅膀 落在积水附近 一只翅膀和微雨漆黑 身上一片白绷带的怪鸟 落在墙头 星红眼睛阴沉地盯着群鸟 我再问一遍 家不加入我们 另一只身上同样包裹了绷带的老鹰 落在另一边 理了理翅膀上的毛 不加入就抓死吧 居然说我们丑 这群麻雀 真是太放肆了 他和飞沫好好待在家里 女佣看清晨 太阳不热又温暖 正待他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呢 结果这群家伙飞过 一只一句 真丑 这果断不能忍 一群灰麻雀耸了 叽叽喳喳叫了一通 飞沫让一旁的乌鸦将麻雀带走 等其他鸟都飞走后 转头看华生 一背上的伤口好像崩了呀 血都渗出沙不来了 华生也转头看飞沫 你的也是 沉默 一只乌鸦和一只鹰蹲在墙头 静静地看着前方 架也打完了 现在要考虑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们可都是有主人的鸟 在受伤 被勒令待在家的情况下 背着主人跑出来打架 伤口还崩了 现在 突然就有点不敢回去了呢 华生沉默了一会儿 要不我们离家出走吧 让他们担心两天 弄得脏兮兮地回去 他们心疼 不可能急着惩罚我们 等过一段时间 他们说不定就没那么生气了 我觉得你在找死 飞沫用看白痴的目光看华生 你主人我不清楚 我主人的话 他心疼完了 就会心里憋糊 默默记下 多久他都记得 不过离家出走也不是不行 如果他生气 我就说这是你的提议 反正他能听懂我们说话 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你身上 我的下场可能会好一点 别 我开玩笑的 华生遗憾 认真思索 等我主人心疼完了 估计也会有很多惩罚的 我再想想 趁早回去认错 别急 我们先分析一下 飞沫拢了拢翅膀 首先 早点回去 肯定比离家出走下场好 但是伤口崩了 他们肯定会生气 只是比离家出走好一点 没错 华生认可 你可以跟你主人解释一下 是那群小不点先骂我们的 解释是必要的 飞沫继续道 不过 我们还需要一个转环的契机 特别是我主人那里 这个你也清楚吧 华生点头 那个家伙特别坑 连剪光毛都能想出来 还怂恿他主人顿了他 一想到白马探那个时候 居然咽口水 他就一阵悲伤 然后呢 我们的伤要处理一下 要是让他们担心 意识轻松 但后果越严重 而且留下后遗症的话 以后就打不赢其他鸟了 飞沫表示 要爱护自己 思索了一下 朝一个方向飞去 有了 跟我来 早上八点多 阿里博士家 不是 走 会员哀穿着睡衣晃到大厅 打了个哈欠 刚打算去准备早餐 抬眼看到站在窗外的两只鸟 愣了一下 仔细辨认其中一只眼睛是如血一样心红的 有些意外 上前打开窗户 飞沫 飞沫嘎了一声 带着华生蹦进窗户 飞沫 阿里博士 疑惑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 手上还拿着一个 拆开一半的侦探笔章 应该是他没错 会员哀看着飞沫 脖子上挂的项链 因为缠了白色绷带 看起来特别显眼 真的呢 阿里博士走上前看着 仔细辨认了一下 只有翅膀羽毛和尾羽的华生 另外 这一直是老鹰吧 飞沫的朋友吗 不清楚 不过他们好像之前受伤了 背上的伤有点崩裂 会员哀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过还是转身道 我去拿药箱 华生好奇打量着周围 你主人的朋友家 是啊 博士性格好 飞沫朝华生 嘎嘎嘎 小艾可以处理好伤口 而且很喜欢动物 他们跟我主人交情很深 我主人的朋友里 森云局人那些家伙 肯定拦不住我主人 不过博士和小艾说情的话 应该有用 阿丽博士观察着两只鸟 小艾 要不要打电话 跟飞沉说一声 他们之前就受过伤 突然不见了 飞沉应该会担心的吧 会员哀拿了医药箱出来 放到桌上 翻找着适合动物用的药 嗯 是该跟他说一声 不过他好像受邀 去什么地方复宴了 不在东京 飞沫大概是因为伤口崩了 找不到他 所以才找到我们这里来的吧 阿丽博士起身 去给池飞池打了电话 由于池飞池还没离开黄昏之馆那一带 信号不加 没能打通 不行 电话打不通 这么说起来 心仪的手机从昨晚到现在也打不通 他们该不会是去了一个地方吧 或许是吧 会员哀找好了药和绷带 怕惊动飞沫和华生 先伸手轻轻帮两只鸟顺了顺毛 目光柔和惩挚 不要紧张 我帮你们重新包扎一下 好吗 见两只鸟都没有过激反应 会员哀才试着慢慢去解两只鸟身上的绷带 动作很轻巧 我喜欢温柔的女佣小姐 我喜欢温柔的小妹妹 华生嘀咕着 心里泪流满面 所以 她为什么会选择那么一个主人 一想到那晚 被一个人按着 一个人剪毛的经历 她至今都觉得 往事不堪回首 同样是人类 区别怎么这么大呢 我还是很喜欢我主人的 飞沫反驳 可以玩电脑 玩手机 饿了有地方吃东西 能自由自在地飞 主人还会陪我玩游戏 特别是跟主人一起行动 我能帮上忙的时候 感觉超有劲 那还要啥自行车 坐鸟不能太贪心 华生想了一下 觉得有道理 那我也是 挺喜欢我主人的 辉元哀还以为 两只鸟不停地叫是觉得疼 安抚道 好了 再忍耐一下 很快就好了 飞沫果断不再吭声 乖乖等着辉元哀上药 阿力博士坐到一旁 疑惑道 这只老鹰也很亲近人类 应该是有人饲养的 飞池又养了一只老鹰当宠物吗 看包扎手法 是同一个人包扎的 很专业 应该是飞池哥包扎的 至少飞池哥认识这只老鹰 辉元哀帮两只鸟重新包扎 想起之前 想要个养只小飞沫的念头 脑洞开了一下 是飞沫找的女朋友吗 嗯 找老鹰的话 好像有点奇怪 飞沫 不是 别乱说 看翅膀上的羽毛光泽和微雨 应该是雄鹰 不过身上的羽毛被剪掉了 不太好分辨 辉元哀伸手摸了摸卸直枪 一脸淡然 与其还有些惋惜 熊的 华生猛在原地 人类真是太可怕了 一言不合就动手 阿里博士找了两个苹果 洗干净后 放到两只鸟面前 等了一会儿 又给吃飞池打电话 这次接通了 飞池 是我呀 阿里博士 飞沫跑到我家来了 还带了一只老鹰 他们好像之前受过伤 博士 看着两只鸟吃东西的辉元哀转头 帮我问问飞池哥 飞沫这两天 可不可以留在我这里 啊 好 阿里博士转告电话那边 小爱说 持飞池没多考虑就答应了 会员哀一直挺喜欢小动物的 有飞沫 陪着玩两天也好 那么 那只老鹰 那是我朋友的 稍等 那边停了一会儿 隐约能听到两个年轻男性交谈的声音 随后 电话里又传来持飞池的声音 他说 如果飞走了就不用管 他会自己回家 如果没飞走 就麻烦博士帮忙照顾一下 昨晚发生了案件 我们没怎么休息 回去之后 应该要先休息 明天他再跟我过去接华生 就是那只老鹰 没问题 那就一起放在我这里吧 阿里博士答应下来 等挂了电话 又跟辉云哀重复了一下 吃过午饭 辉云哀用电脑查了一点资料 换了持飞池买的小红帽外套 将钱包装进口袋 抱起飞沫 觉得不能偏心 又抱起华生 带你们出去玩 你们不要乱跑 博士 我出门一趟 啊 阿里博士意外 打算去哪 要我送你过去吗 不用 就在附近 走路一会儿就到了 辉云哀带着飞沫和华生出门 步行十多分钟 到了米花综合商城 拉上帽子 无视路人的视线 去了商城六楼的宠物售卖楼层 抬头看了看 找到一家卖鸟类宠物的店铺 走了进去 欢迎光临 女店员笑着迎上前 小妹妹 是要带你的宠物来美容吗 我们有专门为鸟类服务的美容师哦 飞沫 美容 不会吧 难道小艾嫌她丑 还是想把她 染得花花绿绿的 不用 灰云哀悼 飞沫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请问 这里有乌鸦麦吗 灰云哀仰头看女店员 词乌鸦 一定要身体健康 飞沫 等等 小艾到底想干嘛 她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女店员遗憾 这孩子说话语气还真是够成熟的 不过看到 灰云哀怀里的飞沫 在一听指定要词的 顿时懂了 笑着引路 跟我来吧 我们这里确实有乌鸦麦 都是性格温顺又健康的乌鸦哦 小妹妹是打算帮自己的宠物 买一只伴侣吧 可以让她看看 喜欢哪一只 这边 女店员引路到后面货架间 看向右边货架 笑道 这边的十一只都是雌乌鸦 因为很少有人养乌鸦 所以卖乌鸦的地方并不多 我们这里也只有这十一只 都很漂亮 对吧 货架上 一个个透明箱中 摆放了人工鸟巢 装清水的盒子 装穀物的石盆等东西 每只乌鸦单独在一格 看起来干净整洁 羽毛乌黑发亮 会员挨点了点头 看起来是挺好看的 飞沫 我们先看一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 另一个女店员 拿来一个人工鸟巢 看起来做工粗糙了一点 不过也算很贴心了 小妹妹 另一只 是老鹰吧 很少会有人养老鹰呢 可以把他先放到这里来哦 会员挨转头 就看到人工鸟巢侧面 真持宠物的字样 心里感慨 真持集团的动作还真快 将华生放到巢里 抱着飞沫去玻璃箱前 飞沫 这只喜欢吗 没错 他就是打算给飞沫买个老婆 等飞沫找了伴侣 有了孩子 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听飞驰哥说 飞沫好像还没那个意思 不如主动出击 带飞沫来看看 万一有看对眼的 他就可以买下来 反正上次跟飞驰哥打赏金 他还有一大笔零花钱 挑中 再贵的他都可以买了 飞沫跟玻璃箱里的乌鸦对望 心里还有些猛 给他买伴侣 小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 他要找老婆 还用买吗 会员哀低头看飞沫的反应 发现飞沫没什么表示 又往左走了一点 那这只呢 飞沫继续搭拉着脑袋 这只 旁边 华生蹲在巢里看热闹 见会员哀在所有雌鸦面前停了一圈 飞沫也没半点表示 幸灾乐祸地叫了一声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的 飞沫转头撇华生 这家伙不懂 会员哀也转头看了看华生 又抬头问女店员 有老鹰卖吗 也要辞的 华生 片刻后 辉原哀带着飞沫和华生出门 淡定离开商城 下一个地方 他已经做好了 打场酒战的准备 没见他 连帽子都拉起来戴上了吗 今天他就打算在外面晃上一整天 至于店员说的 先买一只回去培养感情 也不完全是忽悠 其他乌鸦或许可行 不过他觉得 对于飞沫来说 培养感情未必可行 否则飞沫天天在外溜达 早就找到伴侣了 下一个地方 鸟类市场 比起商城里的店铺 这里的鸟更自然一些 虽然还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居多 但至少能扎堆鸣叫 还有的只是在脚上拴了环 可以扑腾翅膀飞两下 华生看得一阵难受 哎 突然觉得自家主人和大魔王池飞池 都挺好的 飞沫突然惊上了 等等 他眼前这是什么 宠物鸟 不 不 这是卧底啊 可以卧底进千家万户中 窃听情报的卧底啊 嗯 灰原哀发觉飞沫有反应 正疑惑低头 手一松 飞沫直接挣脱怀抱 飞上了空中 一阵嘎嘎叫 各位同类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飞沫 或许我们不是同族 但同为情类 我们的追求永远只有一个 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 鸟类市场里 有灵性的鸟都听懂了 忍不住叽叽喳喳叫了起来 其他鸟一看 也懵懵懂懂地跟着叫 在其他人看来 就是有个小女孩带来的乌鸦 飞上去叫了两声 饮得其他鸟叫了 跟狗成群吠叫一样 不奇怪 事实上 飞沫正语气沉重地 进行着自己的讲话 可是呢 大家或许因为这样 那样的原因 只能被困在笼子里 不过就算是这样 大家也要振作起来 只有聪明地学会人类相处 才能获得一定的自由 看到我和那边那只老鹰了吗 对 首先 要调教一下这些鸟 让它们意识到 要去学着听懂人类的话 学着主动归巢 学着讨好人类 让人类放心地 让它们出去溜达 或许只有一部分鸟能听懂 这部分鸟之中的一小部分才能做到 但或许就是这一部分鸟 能在某个时候 给它提供某些关键情报 说了这么多 我却不是这么做的 我找到了一个能懂我们的人类 是的 它是我的主人 然后给主人刷一波神圣的威望 告诉这些鸟 有一个人类不一样 甚至可能比同类更能理解它们鸣叫出来的意思 也很尊重动物的习性 很遗憾 它也没法拯救所有鸟类 动物 这也是自然的一环 不过 我们始终是一体的 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飞禽组织 下一步 改变这些鸟类的观念 告诉它们 我们这个团体 才是真正的自己鸟 是能理解你们的同类 那些饲养它们 却无法理解 它们的人类 只是工具人 最后 再介绍一下 它的飞沫军团 有多少耀眼的战绩 有多少互相取暖的鸟类 明确严格的规矩 让那些鸟明白 加入它们的 至少都是有脑子 会思考的鸟类 而且还能掌握更多的东西 变得更优秀 整个市场里 有灵性的鸟类 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这类鸟是孤独的 其他同类一天天 只追求吃喝不愁的时候 它们在思考 它们在向往天空 它们有了一些更深的想法 偏偏身边 只凭本能生存的同类 大多数无法理解它们 愚笨的鸟 不懂飞沫在说些什么 飞沫也不指望那些鸟 能帮上什么忙 而对于可以思考的鸟而言 飞沫所说的自由 同伴 理解 也望 无疑不再触动着它们的心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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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需要理解 需要真正的同类 需要一个可以容纳它们的团体 需要一个可以让它们追寻的目标 那些严苛的规矩 反而让飞沫军团的格调 拔高再拔高 在一群没有生活目标 却又意识到自我的鸟类心理 这才显得认真而庄重 能加入 就是荣耀与认可 飞沫一通鼓动之后 就落了下来 理解 存在于是的目标 它最能明白 拥有这两种东西之后的美好 火种它已经洒下 之后只要让这些鸟 感觉到被理解的 有目标 只要是 喜欢群居的鸟 基本就可以套住了 会员挨猜想 飞沫是因为看到这么多同类 所以突然有点激动 没多想 带着飞沫继续往里走 给飞沫挑老婆 飞沫 刚嚷嚷着目标是世界 结果下一秒就被迫相亲 有点小窘迫 算了 以后宠物市场这方面 还是找一对乌鸦过来演讲好了 有愿意加入的 还可以登记一下情况 宠物街 宠物商店 鸟类养殖场 会员挨带着飞沫和华生逛了一圈 一无所获 中途华生倒是忍不住跑去聊一只词鹰 不过眼看会员挨要找人问假 立刻用翅膀将对方扇走了 不能撩 撩不起 一撩就得买下来带回家 飞沫之后没再进行演讲 不过夜里偷偷飞出窗户 找到了一对手下 把去宠物市场发展成员的任务交代下去 第二天一早 辉原哀带着飞沫和华生出门 继续相亲 一直到中午 辉原哀才带着飞沫和华生回来 没有收获 不过不要紧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飞沫跳到桌上 看着辉原哀去拿了一张大地图过来 一边用电脑查有卖鸟类宠物的地方 一边在地图上标注 主人怎么还不来 大概十多分钟 池飞池带着白马探到阿丽博士家 我叫白马探 请多多指教 白马探微笑着朝阿丽博士打招呼 请进 阿丽博士侧身 说到白马 难道警示厅的白马警示总监 没错 正是家父 白马探无奈笑道 虽然我更希望有人见到我 最先把我当成一个高中生侦探 又一个高中生侦探 屋里 辉原哀好奇转头看了看 又收回视线 阿丽博士引白马探到沙发旁 呃 抱歉啊 没事 我开玩笑的 白马探说话 好像永远不急不缓 礼貌客气 到沙发上坐下 其实我已经不在意了 池飞池没急着坐 到辉原哀那边 检查飞沫和华生伤口的恢复情况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日本警衔等级中 最低的是巡查 网上是巡查部长 高木舍 千叶都在这一等级 再网上是警部部 也就是左腾美和子的警衔 警部部再网上是警部 木木十三 中森银三 都在这一等级 再网上是警示 松本清长就是这一警衔 再网上是警示正 警示长 小田切敏也的老爸 小田切敏郎 远山河也的老爸 远山银私郎 就是这一等级 再网上是警示间 福布评次的老爸 福布屏葬 就是警示间 一共只有38个 作为以后警示总监的候选人 再网上 就是警示总监 由白马探的老爸担任 整个警示厅的最高长官 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 如果非要说在网上一级的上司 那大概就是警察厅长官了 所以说 作为警示厅最高长官 只要关注警戒情况的人 都不会不知道白马探的老爸 哪怕没见过 哪怕是普通人 至少都会在警戒 正方的新闻报道中听说过 一提到白马这个姓氏 其他人就想到白马警示总监 还真不奇怪 白马探也算是慢慢戏意为常了 没什么好闹情绪的 剑池飞池去查看飞沫和华生的伤 转头看着 怎么样 女佣说他们追着一群麻雀飞走了 伤有没有崩裂 飞沫解释 主人 是那群麻雀先骂我们丑 我忍不了 华生也跟着叫了一声 没错 不能忍 大概是那群麻雀看他们形象奇怪 做了什么挑衅行为 时飞时查看之后 一边跟白马探说明情况 一边重新上药 包扎 昨天他们估计是追上去打架了 伤口有崩裂过 还好处理得比较及时 影响不大 之后注意一点 不会有什么事 白马探点了点头 没多指责 做一只鹰 有点傲气才对 飞沫偷偷留意了一下 池飞池的脸色 感觉池飞池不像生气的样子 心里松了口气 果然 迂回转环一下 是有用的 在池飞池帮飞沫 华生重新包扎的时候 辉原哀去看了冰箱回来 冰箱里有南瓜 池飞池懂了 这是想吃南瓜饭了吧 考虑了一下 尝尝南瓜馒头 好 辉原哀乖巧点头 他算是明白了 池飞池不太喜欢做重复的菜 简直是个行走的移动食谱 每次都能吃到不同的菜 太幸福了 白马探失笑 早知道过来拜访 能尝到飞池哥做的菜 我早就过来打扰了 阿力博士笑眯眯问道 白马先生也吃过吗 白马探点头 是啊 中华料理的川味火锅 一开始感觉很辣 不过越吃越觉得好吃 我之后去中华街找过中华火锅店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那个配料配方 红子那里有 那天他就问我要了 你要的话 可以去找他抄一份 池飞池帮两只鸟包扎完 起身洗了手去看冰箱 又转头道 南瓜馒头 留着喝下午茶怎么样 中午吃热菜 下午茶吃点心 三个人齐刷刷点头 又多一顿点心 美滋滋 中午菜 池飞池就选了偏辣味的菜 麻辣自然排骨 麻婆豆腐 酸辣莲藕片 木耳炒杂书 海带萝卜汤 辉原哀 看到几盘放了大量辣椒的菜 猛猛地帮忙盛饭 这 吃下去 不会辣得喷火吗 白马炭倒是习惯病 期待已久 池飞池看到辣椒 就想起小圈红子 对辉原哀道 红子就是魔法美少女 他说想跟你见一见 不过你一直拒绝 辉原哀迟了一下 我不太想出门 没事 什么时候想见再说 池飞池没有勉强 这是要讲缘分 辉原哀点了点头 虽然知道 那是池飞池认识的一个高中女生 在游戏里也聊得来 但真要到见面的时候 他还是觉得 那是个陌生人 红子 魔法美少女 白马炭疑惑 他在游戏里的昵称 池飞池到 白马炭没忍住扑斥一下笑出声 又忍住笑 抱歉 我有点意外 毕竟他那个性格 嗯 魔法美少女 吃过饭 池飞池又着手准备下午茶的点心 十二重办局形态的南瓜馒头 冰糖炖雪梨 紫米椰香芒果球 樱花水性玄饼 柠檬芝士蛋糕 椰汁桂花糕 百香果木丝 一样一小碟 加上红茶 白马炭也来了兴趣 撸起袖子 做了几分蛋挞 我一直觉得 没有五种以上点心的下午茶 不叫下午茶 实在忍受不了 只有一两种点心的下午茶 阿丽博士干笑 其实是大少爷做久了吧 算了 他也学着英国人 悠闲轻松地享受一下 有下午茶的下午 慧原哀早就收拾好靠窗的桌椅 拿好一本时尚杂志 很专业地准备闲鱼 不 准备享受了 我也有这个习惯 池飞池认可 他也觉得 要么就简单泡杯茶 要么就正式一点 又提醒到 不要做太甜 白马炭疑惑 会破坏其他点心的口感吗 池飞池 我不喜欢太甜的东西 他做的点心 包括蛋糕 都不会太甜 白马炭 好吧好吧 迁就一下最辛苦的大佬 一个悠闲的下午过去 白马炭原本还想问问 池飞池之不知道世界顶尖杀手蜘蛛 毕竟那是冲记得来的杀手 不过考虑到蜘蛛 这个人的危险性 担心池飞池跑去调查 遇到危险 最后还是没提 带着华生先告辞离开了 池飞池原本是打算 留在阿里博士家 一起吃了晚饭再回去的 不过中途 收到一封邮件 也带着飞沫离开了 回来了吗 这一次宴会怎么样 那一位发来的 池飞池离开阿里博士家 开车到了一条 街口停下 才开始回复 很有趣 黄昏之馆是外墙7脱落之后 可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之馆 大概说了一下事情经过 没什么好隐瞒的 包括他接触了 当下有名的侦探们 了解对方的性格 还有一起炸死的事 那还真是一次 有趣的宴会 送你的礼物拿到了吗 拿到了 飞池很喜欢监狱 Ricky 那一位没再回复 也不知道是不是无语 池飞池收起手机 开车回家 他说的是实话 今天飞池没跟他 去阿里博士家 就是待在家里玩监狱 等把飞沫带回去 就变成了飞沫 和飞池轮流玩监狱 池飞池回家吃了晚饭 就上了阳台喝酒 跟认识的人发着邮件 黑羽快豆 飞池哥 你家有值钱的宝石吗 我要给你发预告函 池飞池 没有 黑羽快豆 那你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池飞池 飞池和飞沫 黑羽快豆 偷飞沫 他还没接近 飞沫就叫出声 引起池飞池注意了吧 偷飞池 能接近 因为飞池可能就等着他接近 准备咬他两口呢 要不要考虑用催眠瓦斯 先把他们放倒 池飞池 千尖降带的心思 我早看出来了 也是故意给他暗示 要在直升机上动手 你能脱身 而且 就算你被抓住了 也没关系 在他们 看到你真面目之后 我会将嫌疑引到 宫腾新衣身上 你们长得那么像 只要你中途脱逃 他们也没法确认 是不是宫腾新衣 那边 黑羽快豆一愣 好吧 这次就算了 我坑你一次 你坑我一次 都不严重 扯平 不过 外面大概就会有人传 名侦探闲暇时 是罪犯小偷之类的闲话吧 会不会不太好 池飞池 没事 他人格分裂 这可是柯南自己承认的 黑羽快豆 那小子得罪你了 池飞池 不算得罪 不过他也是个 该烧死的一端 黑羽快豆 咱能不能别提一端 池飞池 也不单跟黑羽快豆聊 还要回复发简讯的 福布评次 用组织平台和邮件的 贝尔摩德 琴久 弗兰特 几个页面换个不停 简讯和组织平台还好 能看到之前的信息 不用去找之前对方说了什么 而回复邮件 就只能返回 看日期看时间 让他看日期 池飞池除了沉默 只能沉默 9月29日 琴久发了最近的一些情报 顺便问他 要关于程序设计师的调查进度 三封邮件 当天他去了黄昏之馆 手机没信号 第二天 回来休息 就给绿川沙西发邮件问情况 不过日期是 8月21日 由于邮箱的邮件按时间排序 等绿川沙西回复他 他又要回去翻前面的邮件 在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已读邮件中 找到那封回复的新邮件 转发给琴久 当天 贝尔摩德发来邮件 说闲话聊天 他刚习惯翻到8月份的邮件堆里 找未读邮件 一过凌晨 今天到了11月12日 这还算好 至少新邮件又排到前面去了 不用再往后翻 而在11月12日的今天 弗兰特发了最近的情报汇总 两封邮件 池飞池跟黑羽快抖发着邮件 凌晨一过 新邮件的显示日期 1月3日 好吧 这次依旧不用往后翻 新邮件就在最上面 不过 他算是发现了 要是有邮件超过两天没及时回复 特别是对方说 明天怎么怎么样这种话的邮件 对他一点都不友好 在完全错乱的日期里 跳来跳去 太伤脑子 池飞池把邮件回复完 清空邮箱 以免以后翻得头疼 也是为了防止一些 带着秘密的邮件被人看到 然后默默起身 回屋 加外套 刚才凌晨一过的瞬间 气温从17 18度 一瞬间只降到12度 降得他猝不及防 毫无准备 贼老天真的欺负人 1月3日 大清早 慧云艾就用电脑上了游戏 玩了一会儿 套上后外套出门 博士 我出去一下 哎 阿丽博士意外挠了挠头 小艾最近很喜欢出门啊 不过多出去走走也好 以前太宅了 他还担心会不会闷出病来 半个小时候 米花挺一家咖啡厅里 小泉红子进门后 看了看 走到辉原哀座的一桌坐下 含笑看着辉原哀 小喵 不会是 吃了池飞池那家伙 做的辣味中华料理吧 辉原哀无语点了点头 是的 他上火了 早上就感觉不太舒服 想到魔法美少女 前段时间说找到专制上火的秘方 不得已 同意了面解 这个送给你 小泉红子 把一个像是御手一样的护身符 递给辉原哀 神秘笑道 熬夜不脱发 吃辣不上火 我早就想送你一个了 记得随身携带哦 辉原哀 考虑到之前跟魔法美少女聊天的经历 他同意见面的时候就猜到 事情可能不会太正常 算了 体谅病人 谢谢 不客气 小泉红子又站起身 连咖啡都没点 又朝门口走去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他就是单纯地想见见游戏里聊得来的人 顺便送个礼物而已 人已经见了 东西也送了 那自然就散了呀 没毛病 服务生刚上前想问问小泉红子要点什么 结果就看到小泉红子越过他 毫不眷恋地离开了咖啡厅 愣在原地 这 会员哀也呆了一下 随即神色恢复平静 默默把护身符收好 低头把果汁喝完 转头对服务生道 结账 警号 是的 他的第一次面积就这么结束了 没有一起逛街 连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都没有 与此同时 背护挺 池飞池正跟飞翅 飞沫聊着天 记不记得 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冬天了 去年冬天吗 飞翅蹦着接见语 疑惑问道 不过去年 我还不认识主人吧 上一个冬天 冬眠了 池飞池提醒 我借助在皮斯克那里 还长出了毒芽 那不是上周的事吗 飞沫忍不住道 池飞池 好好说 他什么时候加入组织的 他加入组织多久了 飞池也道 那是上周吧 不是上一个冬天 主人 一年只有一个冬天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池飞池叹了口气 认真看着飞沫和飞池 好好捋一捋 我借助皮斯克那里之后 才加入了组织 借助时间是上周 也就是我加入组织才一周 不是啊 飞沫小心翼翼地提醒 主人 加入组织已经两三个月了 是不是忘了去过伦敦 回来之后 还跟勤九做了好多坏事呢 池飞池 不行 思绪有点混乱 不能再跟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物旅了 他想静静 别问静静是谁 飞沫目光微妙了一下 心里叹了口气 他有点担心 这么下去 主人说不定会连一年 只有一个冬天 这种常识都否认掉 虽然有他们帮忙 主人礼不清日期也没关系 但这可是常识啊 连常识都不理解 那状态实在是太可怕了 嗡 嗡 手机来电 池飞池接听 喂 听着那阴沉冷冽的声音 打电话的福布评刺打了个冷战 感觉飞池哥说话又变冷了 是错觉吧 嗯 大概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冷 飞池哥 我前天说放寒假 打算去找人鱼 问去不去 答应一起去的 我们已经放寒假了 我跟何叶 还有半个小时到东京 要不要来接我们啊 池飞池回想了一下 福布评刺确实说过这事 只不过福布评刺口中的前天 不是他刚从黄昏之馆回来那天 应该是警方抓捕连续袭击女性的警卫那一天 好 能坐列车过来吗 是啊 我们乘东海到新干县过来 半个小时后会在秋叶园站下车 那我过去接闷 再一起去吃午饭 好的 新弹线上 福布评刺看着挂断的电话思索 怎么了吗 旁边 穿着和服的福布净华侧头 出声问道 那孩子不打算过来接我们吗 不是 他说会来接我们 到时候一起去吃饭 福布评刺收起手机 神色依旧带着一丝疑惑 不过总觉得 飞池哥今天说话的语气有点 嗯 阴沉 反正就是很奇怪了 评刺 福布净华换道 嗯 福布评刺疑惑 看向福布净华 福布净华笑眯了眼 语气却很认真 不可以在背后这么说朋友 上次那孩子 被寄得一容顶替 没能赶上林木家的船 被迫留在大阪 把他的宠物带回家帮忙照顾 之后他过去的时候 我也见过了 看起来是个很冷静 沉稳的人 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做大事的气度呢 阴沉这种不好的字眼 是不应该用来形容朋友的 我 福布净刺一时语色 他说的是实话好不好 没说阴森恐怖 已经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了 对啊 对啊 远山和叶一脸认同 飞驰哥性格就是那样吗 说什么阴沉 真是太失礼了 福布净刺 的性格我最了解 有时候心里没什么 说话听起来却很失礼 福布净华缓声道 我只是想告诉 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不觉得 我家孩子的性格有什么不好 但我更希望可以跟朋友好好相处 说话的时候 要顾虑一下朋友的感受 不是了 福布净刺抓狂 伸手抱住脑阔一阵脑 算了 等我们 见到他就明白了 他今天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吗 而另一边 池飞驰挂断电话后 调整了一下心态 不管其他生物 能不能理解他眼里的世界 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不去想 最省心 飞驰 还冬眠吗 飞驰纠结了一下 看看剑狱 又看看屋里的空调 不了吧 我待在家里 应该没事 持飞驰点头 虽然飞驰冬眠 或许能触发三无金手指的升级 但也可能一年就只有一次 不一定有 冬眠就看飞驰的意愿好了 而且 今年又不止一个冬天 不缺那么一次 以后可以再看 那还要不要跟我去接福布 我守家 出去太冷了 飞沫 我也不去了 玩会儿见语 再看看东京其他地方的扩张情况 那么乖乖待在家里 持飞驰穿上外套出门 开车去新干县车站 刚离开停车场没多久 福布平次 远山荷叶和福布敬华也出来了 敬华阿姨 福布 荷叶 日常打招呼 还要来接我们 真是不好意思啊 福布敬华笑咪咪道 没什么 之前福布跟荷叶来东京 我就没有时间好好招待 这次正好没什么事 持飞驰转身去停车场 只是没想到你也过来了 我过来是有事要确认一下 福布敬华笑着跟上去 偷偷瞥了福布平次一眼 看吧 持飞驰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冷静沉稳又有礼貌 语气只是淡定了点 那里阴沉了 福布平次无语又疑惑 低头看了看拿在手里的手机 之前通电话 他听着持飞驰的声音 确实阴沉沉的 难道是他的手机出故障了 把飞驰哥的声音音声化了 持飞驰找了家寿司店 请三个大板来客吃饭 在等着上菜的时候 四个人也聊起了正事 飞驰哥就不好奇 要去哪里找人鱼吗 福布平次神秘兮兮兮道 持飞驰不好奇 福布平次 这话让人怎么接 除非忍着不说 否则迟早能知道 持飞驰又解释了一句 还不如不解释 福布平次一头黑线 不过 非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忍住不告诉了 持飞驰提醒 等出发的时候 一样能知道 福布平次 他 他 他 福布敬华在一旁笑眯眯看热闹 也没打算帮福布平次解围 自家儿子有这么个朋友 真的很被克制呢 也不知道以后 能不能受点影响 别老是忙忙壮壮的 远山和夜见福布平次黑脸 都快憋得黑里透红了 干笑着出声 我们是要去人鱼岛了 就是那个传说 有着人鱼出没的岛屿 评刺他收到一封奇怪的委托信 要去调查 我也想去看看 说到委托信 福布平次果断忘了之前的郁闷 从口袋里找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递给持飞驰 他真的是太久 没见飞驰哥 都差点忘了面对飞驰哥这种性格 就该淡定淡定再淡定 有事说是就对了 就是这封委托信 与其说是委托信 不如说是求救的书信吧 不过内容很奇怪就是了 持飞驰展开纸张 功腾心一 我会被人鱼杀死 请救救我 电话 门鞋杀枝 就这么一句话 笔记上断点很多 书写的时候很紧张 也可以说是恐惧 持飞驰把信地还给福布平次 断点和散落的末点没有破绽 不像是假装写出这种字迹的 福布平次正色点头 我也觉得对方在写信的时候 应该很恐惧 不过 持飞驰问道 为什么信的抬头会是功腾心一 嗯 福布平次挠头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最奇怪的是 信封上的地址和名字又是我的 平次在家里还嚷嚷着 这一次可以带上功腾一起去呢 福布静华道 我也很好奇 那个和平次一样 是高中生侦探的功腾心一 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知道 这次能不能见到 福布平次遗憾 持飞驰可不知道柯南的身份啊 忙道 见不到的啦 那家伙大概会在忙什么案子 都已经失联很久了 哎 福布静华疑惑 之前好像有说过 要去毛利侦探事务所找他什么的 难道他不是 经常出入毛利侦探事务所吗 持飞驰 这么泄露消息 真的好吗 总觉得老天在安排他 去查功腾心一 不是 不是 福布平次笑眯眯道 我是觉得 那家伙的女朋友 在毛利侦探事务所 去了说不定能见到那家伙 是这样吗 福布静华疑惑 可 福布平次轻了轻嗓子 看着吃飞驰 总之 那个姓的抬头不重要了 我之后 有打电话过去问情况 第一次电话接通了 那边隐约传来海浪声 和女性痛苦的身影 又很快 被挂断 之后再打过去 就一直打不通 所以我才决定去看看 因为平次说 这次要叫上和毛利侦探一起去 我合适认识了 不过对毛利侦探完不了解 福布静华一脸苦恼地摸着下巴 闷着两个孩子 真是太冒实了 每次都弄得自己受伤 之前在大阪 平次就因为追怪到 记得扭伤了脚 之后听说闷去海上 又一样 被袭击落水 虽然被救上来 却因为在冰冷的海水里 抛了很久 又感冒了 迟飞迟 这么说的话 福布平次 确实挺多灾多难的 福布静华继续道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才对 听平次说 毛利先生是的老师 明明那几次他也在 却感觉 他一点都照顾后辈 再加上他上次去大阪 也拒绝了去我家做客 所以我在想 他会不会是个冷血无情 磕带后辈 不负责任的男人 那倒不是 迟飞迟 忍不住替毛利小五郎说句话 大叔挺冤的 就是平时迷糊了点 没能跟上他们搞事的节奏 要是看到 我们有危险 毛利老师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是这样吗 福布静华迟疑了一下 又很快笑道 不过既然来了 我还是去拜访一下吧 顺便也领略一下 毛利先生的风采和能力 福布平次 一手放在桌上 撑着下巴 无语道 你就直接说 想去试探一下就好了吗 平次 福布静华笑咪咪转头 看福布平次 福布平次 好好好 他不说了 还不行吗 迟飞迟看向福布平次 那么出发的时间是 今天晚上的客船 我们去静当的码头搭船 就在船上住一晚 大概明天就能到了 福布平次到 啊 对了 飞迟冬眠了吗 这次要不要带他过去 没有 他好像不太想冬眠 不过也不想出门 持飞时解释 家里有空调 这次他大概也不会去了 飞迟最近沉迷监狱 估计不会想跟他顶着寒风 跑到一个小岛上去 而且 飞沫也要养伤 等着羽毛长出来 不能随便乱跑 一起留在家里 也有个照应 留他在家没关系吗 福布静华问道 没事 持飞迟到 他不会乱跑 把清水和食物 给他准备好就行了 吃过午饭 福布静华 就去了毛利侦探事务所 持飞迟带着福布平次 远山荷叶 在东京逛逛 顺便回了一下 勤酒的邮件 绿川的情报搜集得很详细 过段时间 就应该可以开始 针对那个程序设计师行动了 要不要我这边找人配合 Jim 就是找人去恐吓 收买 威胁什么的吧 不用费事 我有办法 等我过两天回东京再说 Rookie 知道了 整个组织 就只有你一天天到处乱跑 这次又出远门 能不能联系上 Jim 去人鱼岛 有信号 Rookie 什么时候出发 方便的话 顺便帮我个忙 一会碰个面 Jim 持飞持看着邮件 沉默 在福布屏次身边 跟勤酒发邮件 已经够浪的了 临出发前 再跟勤酒碰面 总觉得有掉马甲的危险 不过也不是没机会 今天晚上去金刚码头登船 我现在跟其他人在一起 不过等会儿 应该有时间单独活动 到时候联系你 Rookie 方便吗 Jim 这就是问他 会不会被人发现异常 没事 Rookie 一旁 福布屏次打完电话回来 我老妈打过来的电话 说他要跟毛利大叔 去一趟金刚 我打算跟过去看看 到时候 在一起坐车去码头 飞驰哥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我回家安置一下 飞驰和飞沫 时飞驰很自然道 顺便收拾一下东西 就不过去了 到时候码头见 看吧 落单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 绝对符合逻辑 不留破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柯南 毛利小五郎 福布屏次过去金刚那边 又会有案子拖住那群人 一直到登船前 他都有时间一个人活动 也对 你一大早就来接我们 又带着我们逛了半天 连东西都没收拾呢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 福布屏次没有多想 转头队还在店里 挑东西的远山和夜道 和夜 走了 我们去找我老妈 目送两人离开 吃飞吃进了洗手间 没急着打电话 今天这节奏 真的不太对劲 总觉得老天爷 要坑他暴露组织成员的身份 如果他急着联系秦九 在跟秦九打电话的时候 福布屏次突然有什么事 杀个回马枪 正好听到 没多久 隔间外隐隐传来脚步声 水龙头被打开的声音 片刻后 远山和夜的声音传来 屏次 你好了没有啊 好了 隔间外 是某黑皮渐渐离远的声音 真是的 要不是你 突然把冰淇淋掉在我鞋子上 我也不用还要转回来清理啊 吃飞吃站在隔间里 等洗手间里彻底静下来 才打开隔间的门出去 还真是老天的套路 其实 他目前最大的破绽 恐怕还是在黑皮屏次那里 夜财三那次事件 他跟福布屏次 在邮轮上住了一个房间 也是那个时候 那一位第一次联系他 当时他没想过 自己会这么加入了组织 发现邮件地址的案件音问题后 特地调大案件音量 反复几次确认了 那是七个孩子的曲调 从而知道 给他发邮件的是谁 那个时候 福布屏次虽然睡着了 他也在全程关注 可以确定 福布屏次不是装睡 中途也没有清醒过 但谁知道 福布屏次迷糊间 会不会留下什么印象 那一次破绽 不太可能让柯南 或者福布屏次锁定他 但如果老天要坑他的话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迟飞迟回了家 没急着给勤酒打电话 安顿了飞翅和飞沫 收拾好东西 先给小泉红子打了电话 红子 我觉得我被老天针对了 老天针对你 你已经到了 跟世界意志对抗的程度了 不过 世界意志 应该也不会针对你才对 我眼里的世界 时间是错乱的 今年已经第二个冬天了 如果不是你自身的精神疾病问题 那大概是世界意志 对你影响不大 我这么说吧 世界意志 按照某个规则运行 我们 应该有三类人 一类是普通人 他们只能按照世界意志的规则而活着 眼里的世界是世界意志构建的世界 命运也在世界意志的规则之中 就决定好了 无法跳出来 而我这类 站不就是窥探世界意志的规则 窥探命运未来的发展线路 并且可以适当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加以扭转 改变 至于你 可能是第三类人 我也不太了解 那我明白了 谢谢 简单来说 就是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持非持绝的 小拳虹子这话说得很能安慰人 至少他在想起那些 因为时间问题造成的不便 感觉都没那么烦躁了 当然 要无视如果不是你自身的精神疾病问题这一句 他真的没病 不过 小拳虹子也指出了一个可能 老天爷的套路 是一个在运行的程序 没有针对他 而是针对所有遇到柯南的组织成员 不过他可以跳出这个套路 这么说也对 只要警觉一点 提前察觉套路要来了的迹象 他今天就避开了一次 不客气 对了 今天我和小喵见面了 小拳虹子道 跟我在魔法球里看到的一样 你们聊什么了 持非持随口问道 没聊什么 亲自见了面 把礼物给他 我就走了 小拳虹子理所当然道 持非持 突然想知道 小爱当时有多猛 我也没办法 他是你和光之魔人那边的人 小拳虹子道 你们很麻烦 持非持没法反驳 柯南的死神光环是真的会传染 就是感觉 他被小拳虹子归入柯南的同类的 挺无辜的 你送他什么了 熬夜不脱发的符咒 他早上打完游戏 还要去研究一堆资料 我早就想把这个送给他了 小拳虹子道 不过我之后又给福咒 加了吃辣不上火的祝福 你以后做辣味的料理 他也可以随便吃 以后有空 还可以请他吃火锅 吃非吃 要他说什么好呢 小拳虹子这礼物 确实实际又有用 不过 作为魔女 惦记了这么久的见网友 送礼物 就只是这个 总觉得不太正常 算了 小拳虹子本身就不太正常 对了 白马问我 要你那个火锅配方 我发给他了 没关系吧 小拳虹子问道 没关系 没事那我先挂了 好 挂了电话 迟非迟才拨通 请酒的号码 约定见面地点 还有 易容脸要套上 一个小时后 双宝挺的一个公园外 请酒靠在车门旁抽烟 听到脚步声后 转头看了一眼 收回视线 怎么易容过来了 时间不多 我要一会儿 还要去静刚跟其他人会合 易容过来方便一点 省得我路上转车 迟非迟到 我的车停在出东京的路口附近 等会儿方便的话 你送我去附近 一般来说 除非一会儿有行动 会接触其他组织成员 或者要长时间待在一起 他单独见请酒 或者福特加的时候 都不会易容 反正这两人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请酒是个对任何一样 都很敏锐的人 发现他易容的规律也不奇怪 估计刚才那一秒 请酒就脑补了 他的真实身份 是不是被盯上了 这次碰面会不会不稳妥 后面会不会有尾巴 等等可能 送你过去是没问题 不过要等一会儿 请酒拿出手机看时间 转身回了车里 我让福特加去拿东西了 大概还要十多分钟才能回来 那我等等 至少比转车方便多了 池飞池开了车门 上了副驾驶坐 福布平次和毛利小五郎 先去了静岗 那边又有人死了 估计他们得把事件解决了才行 这是他过来的路上 福布平次打电话过来告诉他的 估计警方 现在才刚赶到案发现场 还真是一动的温神小五郎 请酒语气冷淡之余 还带着一丝看热闹的玩味 对了 请酒 池飞池转头看着请酒 你知不知道宫藤新一 宫藤新一 请酒也转头看池飞池 他在aptx4869的服用者名单上 池飞池提醒 请酒收回视线 看着前车窗外路灯下无人的街道 回想了一下 才到 有点印象 池飞池 请酒这反应 真的很对不起 某个对他念念不忘的死神小学生 人家可是一遇到穿黑衣服的人 脑海里就自动浮现 请酒和福特加的身影 就算没遇到穿黑衣服的人 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 也要想念一遍 遇到组织成员 请酒的身影 必然又在脑海里晃一遍 这边请酒却完全丢到脑后去了 大概是他问的时间还比较早 游乐园事件不算太久 请酒还能说出个有点印象 等过段时间 请酒的反应估计就会是 宫藤新一 谁 高中生侦探宫藤新一 请酒想了想 又补充道 应该是我和福特加一起干掉的 这个人怎么了 说了等于没说 没什么 今天福布评刺的母亲也来了 他说福布之前还念叨着 这次要叫上宫藤新一一起去 迟飞迟道 我想到宫藤新一的名字 在确认死亡的名单上 所以想问问你知不知道 请酒冷冷一笑 他想带上宫藤新一 恐怕只能去另一个世界找了 他还说 福布评刺之前好像说过 要去毛利侦探事务所找宫藤新一 迟飞迟轻声继续道 福布评刺的解释是 他猜测宫藤新一在忙什么案子 不过宫藤新一跟我老师的女儿关系要好 说不定能在毛利侦探事务所遇到 宫藤新一的死好像出于什么原因 没有被公布出去 福布评刺这么猜测 也说得过去 你在毛利侦探事务所 见到过宫藤新一吗 请酒直接问道 没有 要是见到过 我现在 也不会这么悠哉悠哉地坐在这跟你聊了 吃飞吃顿了顿 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大概是我最近神经太敏感了 一个死掉的人的名字 老是在身边被提起 好像其他人都觉得他没有死一样 让我听得烦躁 不过既然是你和福特加解决的人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不是要卖柯南 只不过在毛利小五郎这群人身边待久了 以他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敏锐 真要一点怀疑都没有 他本身会显得很可疑 请酒完全不记得宫藤新一 有这个可能 毕竟请酒狂傲起来是真的傲 但也不妨碍他阴谋论一下 比如 请酒觉得这个失误丢脸 假装不记得 隐藏住这个失误 打算将人找出来之后 偷偷解决掉 比如 请酒或许有所察觉 只是在利用这件事钓鱼执法 辨别一些组织成员的心思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世界意志的影响 强行让请酒面对柯南占不到便宜 具体是什么情况 很难辨别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有所动作 趁早提出疑虑 以后宫藤新一的事 惊动到组织 他也能减轻被怀疑的可能 之后再出于对请酒能力的信任 将之丢到一边 不要再追查下去 以免触发剧情杀 以后要是被郎母 问到宫藤新一 也可以有理由 以前好像问过 没功夫 据留意一个死人 具体的我没注意 这么一套下来 足以避开大部分人为的陷阱 或者阴谋 也能避免突然触发 世界意志的某个规则 还有 他要假装没在意 贝尔摩德一荣成功藤新一的事 忘了跟请酒提 要是他提了 等会儿请酒突然打电话问 贝尔摩德知不知道功藤新一 贝尔摩德一下子 没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来去不知道 那他就把贝尔摩德坑惨了 你今晚的状态确实不对劲 就像发觉自己 被什么尖刺对准了一样 突然把所有尖顿都竖起来了 请酒与其漫不经心 你该不会又觉得自己摸不透你那位老师 突然敏感过头了吧 实在不放心的话 现在我们就过去静刚 把让你不安的因素解决掉 也比你在这儿胡思乱想强 迟飞迟看着车窗外沉默 好像真的在考虑请酒的提议 实则是在分析请酒到底怎么想的 不过分析失败直接放弃 你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也别找什么理由 让请酒知道自己有顾虑 请酒会自己在心里帮他把理由补充上的 比方说 考虑到毛利小五郎和警方的关系 考虑到他会不会因此惹上什么麻烦 你维持这种神经敏感的状态下去 也不是什么好事 请酒收回视线 重新点了支烟 懒得去看吃飞迟 知道不是什么好主意还考虑 我知道 我会调整一下 吃飞时说回正事 你之前说的事是什么 几本荣誉 请酒说了一个名字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最近呼声很高的议员候选人 吃飞迟到 男 32岁 原级静刚 十年前毕业于东都大学后 留在东京 最近的新闻报道 很多有关于他热心教育的信息 这是一个很会钻营的人 请酒眼里一丝讥讽 冷声道 昨天他偷偷跑到人鱼岛去了 还谎称 自己近期会去九州考察 他才32岁 可没有必要急着去找什么长生不老的传说 吃飞迟懂了 几本荣又是组织的人 帮忙观察一下他的情况 如果他过去是为了联系不该联系的人 即是通知我 请酒把两个发信器递给吃飞迟 如果方便的话 把这个放进他的随身物品里 吃飞迟接过请酒递来的发信器 行 这是不麻烦 就是去确认某个人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当旅游过程中找点事做 出了问题 就帮请酒放的定位装置 让请酒能锁定对方的动向 之后找人或者清理都方便一点 等福特加回来 请酒送池飞迟到东京市区边缘 池飞迟下车后 进了街边百货大楼 出来时已经换了一张脸 也换了件咖啡色的外套 顺便买了个小型的照相机 再经另一个人流量不小的酒吧 出来又换了一张脸 和一身夸张的装束 等经过一条巷子后 换回了自己的脸和日常装扮 找到自己的车 持飞迟检查车里没问题后 开车前往静岗 顺便让飞沫确认一下 安氏透的情况 一个人在住处 吃晚饭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可以直接打电话过去 其实他理解那天安氏透 为什么火气那么大 他们之间的联络 确实不公平 他可以确认安氏透身边的情况 并加以联络 但安氏透没法确认他这边的情况 不敢贸然联系他 电话很快接通 安氏透认出了号码 有些疑惑 顾问 吉本荣又是公安的人吗 持飞迟 声音放得很轻 那个议员候选人 应该不是 安氏透道 我没听说过 那个家伙被组织盯上了 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组织的人 背着组织偷偷行动 持飞迟道 我要去确认他那边的情况 他是不是在跟公安接触 不是 我这边没有消息 那就别管他了 安氏透目光灰暗了一下 这么说有点凉薄 不过 如果吉本荣又是因为掌握了某个信息 会被组织清除 或者不想被组织控制 而联络了公安 那他说不定会搭把手 把人救下来 毕竟 吉本荣又现在表现的 像是个为大众发光发热的议员候选人 但吉本荣又 本身是组织的钉子 表里不一 当上了议员 才是真的麻烦 这个人的安全 不值得持飞迟 冒着被组织怀疑的风险 去做手脚 小心组织的试探 迟飞迟小心这是个考验陷阱 我知道了 我在开车 改天再联系 等迟飞迟赶到静刚 跟福布评刺联络之后 这边发生的案子 也被解决得差不多了 一栋住户楼被警方封锁 拉上了隔离带 还有两个警察守在大门处 看到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走来 疑惑了一下 准备拦人 我是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弟子 横沟警官也是知道的 迟飞迟打着电话 跨过隔离带 留下一句话 就直接往里走 两个警察听到毛利小五郎 和横沟警官 下意识地一愣之后 发现人已经从他们旁边过去了 嗯 那个 飞食哥 这边 楼梯口 福布评刺朝驰飞迟挥了挥手机 两个警察无语收回视线 好吧 不用确认了 看样子 确实是他们横沟警官认识的人 既然是毛利小五郎的弟子 估计又是一个侦探吧 他们横沟警官 跟这些侦探的关系 还真是要好 这一晚前前后后都来了三个了 池飞迟挂断电话 收好手机 走向福布评刺 你来晚了 推力已经开始了 福布评刺带路往楼上走 不过我们也刚到没多久 都怪荷叶要去买吃的 害得我都没来得及弄懂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事情就被那家伙解决了 等在楼梯间的远山荷叶 听到这句埋怨 不满道 大家都没吃晚饭 我给大家买点东西路上吃 不可以吗 我又没说不可以 福布评刺反驳 远山荷叶低头 翻了翻手里拎的塑料袋 拿出一个盒子 递给池飞迟 飞迟哥 我买了不少铜锣烧 给 这份是你的 谢谢 池飞迟接过盒子 虽然他不怎么喜欢铜锣烧那种甜 但他赶着过来 也没吃晚饭 福布评刺刚要自己去拿一份 就被远山荷叶派一下把手打开 不行 我才不给遇到案子 就什么都忘了 还要埋怨 有帮忙准备食物的家伙吃 喂喂 池飞迟没有等在楼梯间 打得闹闹的两人 先一步往楼上走 这又是杀狗的一对 发生案件的人家大门敞开 还隐约传来说话声 很好辨认 池飞迟直接走了进去 发现客厅里没人 一个房间里闹哄哄的 过去就看到福布静华 用手里的扇子 架住了一个女人手里的长刀 福布静华用扇子 夹住刀刃一袋 栖身上前 手里的扇子 又打在女人手上 将长刀打落在地 才收好扇子 蹲下身捡起长刀 怎么 难道你还想杀人不成 我 我没有 女人声音颤抖道 我只是想自杀而已 躲在墙角后的柯南 没注意到门外的池飞迟 默默理了一下头绪 看着女人一开始 是用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这应该是实话 嗯 等等 她怎么又怀疑 犯人在故意 为自己开脱 都是池飞迟的错 笨蛋 生命是没有我之分的 任何一条生命都很珍贵 绝对不能轻易被夺走 只要是夺走生命的笨蛋 都是杀人凶手 即使是夺走自己的生命 也一样 伏部静华神情严厉地 捡起刀鞘后起身 刷拉一下 将长刀入鞘 这一点要记住 门口 池飞迟静静看戏 伏部平次悄悄走到一旁 转头看了看 凑近池飞迟 刚想问问池飞迟 有没有被他老妈的表现震惊到 靠近的脸 就被一只手挡住 推开 池飞迟全程看着屋里 没有转头 一个大男人 别突然凑他那么近 伏部平次 他只是想凑近点说句悄悄话 飞迟哥这冷漠丑剧的态度 有点伤人了呀 屋里 伏部静华转身 一身强势的气场收敛 笑眯眯地将刀递给 还没有回神的横沟参悟 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吧 警官 呃 嗯 横沟参悟下意识地接住刀 还有些猛 池波女士请留步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 叫住伏部静华 是不是该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说那四个谎言了 说自己的支气管不好 却喜欢编织毛衣 这一点实在可疑 只看到鱼片就知道鱼的种类 说明不是对做菜一窍不通 而且已经结婚了 这一点从左手无名指的戒指 痕迹上能够看出 还有 因为戴戒指的手指血液循环不好 那根手指会特别细 伏部静华抬起自己的左手看了看 好吧 是比右手手指细一点 再来是 Ryko 说的那本人哲理 根本没有这个名字 在咖啡厅时说的 Ryko 到底是什么意思 柯南质问 Ryko就是冰咖啡 评刺忍了被丑惧的郁闷 语气散漫地解释道 在大阪都把冰咖啡叫做Ryko 他原本是想点冰咖啡 后来害怕自己是大阪人的身份曝光 才连忙停下来 改口说些是人哲理的名字 是不是啊 大神 柯南看了过去 Sigma 为什么这三个人会同时出现在这里 这里可是静刚啊 跟东京 大阪都离着不远的距离 嗯 不过 上次去的黄昏之馆 离东京也很远 他刚在心里默默吐槽过吃飞池 这次也是一样 他才刚在心里吐槽了一下吃飞池 结果吃飞池又突然冒出来了 太吓人了 人家说说曹操曹操道 吃飞池这家伙 是心里吐槽 就能召唤道场吧 不仅无敌于限制 这一次还把福布 何叶都带上了 毛利兰注意到了门口的三人 也愣住了 福布 何叶 飞池哥 喂 我说大神 福布平次上前 拉福布进华 嫌弃道 这工作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赶紧回大阪去吧 柯南收回差点飘到天上的思绪 心里呵呵干笑 他在想什么呀 看样子 这个女人应该是福布和持飞池 那两个家伙认识的人 这两个家伙出现在这里 也不奇怪 至于他心里刚好吐槽过持飞池 绝对是巧合了 嗯 毛利小五郎迷迷糊糊醒过来 就看到福布平次对福布进华的无礼 立刻上前抓住福布平次的衣领 赤则道 喂 这臭小子 欧巴桑 欧巴桑的叫 对持博女士 真是太没礼貌了 我怎么叫她都没关系吧 福布平次无语道 因为她是我老妈呀 毛利小五郎 柯南 毛利兰 横钩餐物 顿时一脸惊恐 愣愣看着福布进华 和福布平次 福布进华有些不好意思 对一群人迷眼笑了笑 也是默认了 骗 骗人 毛利兰后退了一步 忍不住指着福布平次道 的皮肤明明那么黑 这么说太伤人了吧 我的肤色 是遗传我老爸的了 福布平次 一头黑线的咆哮 今天怎么回事吗 一个个都来伤害 她的小心灵 福布进华下楼后 跟毛利小五郎 解释了她隐藏身份 去毛利侦探事务所的原因 什么 毛利小五郎意外 试探我吗 是啊 因为平次总是冒冒失失的受伤 之后还和飞驰 一起被袭击的落进大海里 感冒了 福布进华解释道 上次来大阪 也没同意去我家做客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 毛利先生是遗老卖老 磕带后辈 不通情理 冷漠无情的臭男人 毛利小五郎 所以我才想亲自来看看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这次见过之后 我就明白了 福布进华对毛利小五郎笑咪咪道 毛利先生 您人好 头脑又聪明 难怪我家平次那么钦佩您 飞驰也说 您是个靠得住的人呢 您 您过奖了 毛利小五郎干笑 心里乐滋滋 原来自家弟子对外说 自己是个靠得住的人啊 识飞驰这小子没白收 还有福布那小子也很不错啊 这两个孩子 还真是怎么看都可 毛利小五郎抬眼 看到驰飞驰面 无表情的冷漠脸 默默收起之前的评价 可爱就算了 挺好的吧 虽然很遗憾 柴田先生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 但总算把这张照片找回来了 福布进华看了看手里的照片 又对毛利小五郎笑道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放心 把他们托付给您了 托付 毛利小五郎疑惑 毛利兰也疑惑道 对了 为什么飞驰哥和福布 荷叶都带着行李箱 池飞驰转头问福布评次 还没跟他们说 说了呀 福布评次指着柯南解释道 我之前打电话跟柯南说过了 问他放寒假 要不要一起去找人鱼 我还跟他说过 也答应了一起去 他也答应了呀 柯南 喂喂 那个电话不是开玩笑的吗 这两个人还嫌得无聊 打算跑去找什么人鱼 一日 海上天色暗沉 海鸥低飞 鸣叫个不停 李克在吃过早餐后 就纷纷去了客船甲板上 吹海风 看海景 臭小子 可要好好感谢我啊 毛利小五郎趴在护栏边 抽着烟对福布评次道 冒冒失失跑过来说 有什么案子 要去辅警调查 我会跟过来 可不代表我 没有别的事要去做 石飞石站在一旁 低头点了支烟 心里庆幸自己马二十岁了 不然别说烟 连酒都没得喝 有吗 毛利小五郎 作为弟子 怎么能拆他 这个老实的台 妈 反正也没什么事做 福布评次立刻懂了 心里感谢持飞石的助攻 而且过来的费用 都有我负责 也没什么损失啊 好了 毛利小五郎 一头黑线地打断 转移话题 我们要去的岛屿 到底在哪里 现在总该告诉我了吧 它是个位于 若霞海湾上的小孤岛 名叫美国岛 住在附近的居民 好像都说它是 人于居住的岛屿 福布评次转头看了看 已经进入视线中的孤岛 跟其他人说起了 求助性的事 持飞驰静静静 看着大海抽烟 若霞 刘美 等船靠了岸 一群人去了 福布评次之前 订好的旅馆 原本的安排是 毛利兰 远山荷叶一个房间 柯南跟毛利小五郎 一个房间 剩下池飞池 就跟福布评次 一个房间 不过 嘿嘿 柯南带着自己的小行李包 站在池飞池 和福布评次面前 笑咪咪 哈 要跟我们一个房间 福布评次嫌弃 拜托 跟大叔一起不行吗 非要和我们姐 大叔睡觉打呼喽 有时候半夜被吵醒 就根本睡不着吗 柯南解释着 把自己的行李包放到一边 而且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 有什么关于 人鱼杀人的线索 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池飞池没说什么 依旧盯着手机看 今晚还想睡觉 不存在的 好吧 好吧 福布评次 一脸勉强同意的傲娇模样 我们就暂时收留一晚好了 评次 飞池哥 柯南 门那边收拾好了吗 门外传来远山荷叶的声音 快一点啦 不是还要去找委托人吗 知道啦 马上来 福布评次应了一声 你们先去 持飞持头也不太到 我有份公司最近的活动企划 要看完 能了解情况之后再告诉我就可以了 出来旅行 还得忙公司的事啊 福布评次无奈 挠了挠头发 又打起精神来 抬手笑眯眯拍了拍柯南的脑阔 好吧 那我就带这个小鬼先过去 走吧 小鬼 柯南半月眼瞥福布评次 好好说话 不要动手动脚的 两个人离开房间 持飞持听着外面的谈话声远离 又等了一会儿 才起身背上电脑包出门 没有特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一路往海滩去 有两个高中生侦探在身边 他要接触什么人都不方便 不过 人与岛附近这么多海鸥 要做什么 还真不用他亲自去做 海岸边 一身黑衣的年轻男人 坐在一块大礁石上 看着远处阴沉沉的大海 一群海鸥在附近盘旋 不时有一两只从远处飞来 名叫着落在男人身边 我猜不会下雨 那边也没找到人 没关系 我那边没有适合 你们生活的地方 对 在海另一边的大岛上 你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吗 天冷的时候才过来 以前是不是有个穿着黑色衣服 留着银色长发的男人 来过这里 嗯 确实是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的家伙 那个时候 男人神色冷淡 看着昏沉大海的眼里 也没什么情绪 轻声低语 像急了一个对着大海 喃喃自语的蛇精病 又有一只海鸥飞了过来 落在池飞池身边 鸣叫了两声 找到了 窃听器和发心器呢 海鸥拉长着声音鸣叫 在昏沉天色下 显得有些诡异 池飞池将放在一旁的 笔记本电脑拿过来 放在腿上 开机 同时用手机拨了电话 是我 我到地方了 电话那边 秦九直接问道 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 带了一个助理 两个人都戴着口罩和围巾 沾了假胡子 要找到还真不容易 池飞池左手拿着手机 右手将一个长盒状的监听设备 链接到电脑上 又控制着笔记本电脑 打开一个软件 发信器已经放到他旅行袋里了 另外 我在他房间窗户口 沾了窃听器 具体的窃听情况 我会用电脑里的软件 自动录下来 再从网络上传到你那边去 电话那边静了一会儿 麻烦你了 没事 挂断电话 池飞池也用电脑 播放了一下窃听器那边的动静 吉本先生 如果被其他人发现的话 恐怕会说您过于迷信 那只是对手的一种攻击手段 不用放在心上 如果被其他人发现 就说 我们是来考察美国岛的环境 打算在这里投资一所学校 神社那边怎么说 巫女小姐说 他们不会私自出售如更之剑 请按规矩抽取 如果没有抽中的话 到时候可以向抽中的人购买 吉本先生 其实 就算把如更之剑送给三井一元 他的身体也未必会好起来 不管有没有用 只要让他看到我的心意就行了 池飞池按下了暂停播放 录音还在继续 这么看的话 吉本荣又是为了讨好某个人 才到人鱼岛来 想拿到一只如更之剑 至于为什么瞒着组织偷偷行动 他就无法判断了 或许是觉得翅膀硬了 想脱离组织自己飞 需不需要清除由勤酒判断 不需要他操心 看了一下电池电量 还有99% 这台笔记本电脑还是阿力博士帮忙组装的 在续航方面也有过加强 虽然后台运行那个录音传送软件很耗电 但大概还可以维持五六个小时 池飞池坐着跟海鸥谈了一会儿 没多久 又接到了福布评次的电话 飞池哥 村里的人说 门鞋杀之三天前就失踪了 村里有人说他 可能是搭船去本岛了 不过如果那封求助信 不是恶作剧的话 他恐怕凶多吉少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街角他工作的特产店看看 你要过来的话 直接到这里就可以了 嗯 知道了 池飞池挂断电话 起身将电脑放进包里 对一群海鸥道 我先回去了 没有灵性的海鸥 占了大多数 说了也没个回应 只是跟着同伴交换 不过一只海鸥扇了扇翅膀 开始了恶劣的剧透行为 对了 岛上的长寿婆 是巫女小姐假扮的 那个祭典活动 根本没什么用 不对 不对 以前的长寿婆是巫女小姐的母亲假扮的 巫女小姐的妈妈 被他的朋友们害死了 他的朋友以为长寿婆是真的 为了长生疯了 想袭击他妈妈 结果害他妈妈 被关在仓库里烧死了 对 那也是三年前的事 仓库生起了好大的火 我们都过去偷偷看了 池飞池 本来他就记得这个案子 对调查兴趣缺缺 结果这群海鸥还要提醒他一下 讨厌的剧透 在去找其他人会合之前 池飞池去了一趟门邪杀之家 如果之前积极地答应过来 过来之后又当咸鱼 会被柯南和福布评刺 怀疑自己过来 是为了别的的事 所以 对调查再怎么不感兴趣 他也得做做样子 门被敲响 开门的男人一身酒气 红着眯眼 盯着池飞池 似乎在辨认 好一会儿才到 你是什么人 不会是杀之那野丫头 在外面找的男人吧 您好 我只是 他在东京认识的朋友 池飞池将手里买的酒递过去 语气淡膜道 这次过来人与岛参加祭典 想顺便 来探望一下他 请问他在家吗 门邪变葬 感觉被冷气冻了一下 清醒了不守 看了看手里 接住的酒 刚想热情地拉池飞池进去 不过抬眼 看着池飞池一身黑衣 气质沉静的阴郁 还是作罢了 在门口让开路 笑道 请进来坐坐吧 杀之那孩子不在家 他四五天前就出门了 还没回来 不过我看他 也快回家了 池飞池盯着门邪变葬 您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门邪变葬 听着池飞池客气的话 还是周围觉得挺冷的 敢笑道 我也不清楚 他这个孩子 从小就待不住 喜欢到处乱跑 池飞池看了一眼屋里 窗帘拉着 十分昏暗 地面有些凌乱 还弥漫着浓郁的烟酒味 既然他不在 那我明天再过来拜访 见对方转身就走 门邪变葬愣了一下 随即也不知该遗憾 还是该松口气 算了 走了也好 他喝酒去 池飞池离开之后 又跟周围人 打听了一下 门邪杀枝的情况 接到了服部评刺的电话后 才去神社找一群人会合 池飞池进了神社后 一眼就看到了 跟穿着巫女服的女孩子 站在一起的 服部评刺一行人 走了过去 我祖奶奶的年龄 巫女导带军会 手里拿着巫女 用来祈祷和清洁的玉璧 声音温柔又认真 其实没有人家说的二百岁 她今年刚满一百三十岁 只要去户籍所查查就知道了 她不过 是比别人活得久了一点 就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啊 这是当然了 毛利蓝汉 毛利小五郎也汉道 能活到一百三十岁 本身就已经是 见构轰动的事了吧 池飞池走到几人身后 出声问道 你们是在调查 还是在八卦 嗯 飞池哥 你来了 服部评刺遗憾 又强行辩解道 调查 也应该循序渐进嘛 那个 远山河叶忍不住问道 你那位祖奶奶人呢 导带军会好奇地 看了看池飞池 又对远山河叶道 他现在正在房间里 准备将魔力赋予到 那三只一会儿 会赐给人家的剑上 那 那个老奶奶 真的吃过人鱼肉吗 毛利小五郎 忍不住凑近问道 服部评刺一头黑线 好吧 他承认池飞池没乱说 这么一看 他们还像是来八卦的 咦 导带军会一愣 随即扑斥一下笑出声 哈哈哈哈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人鱼骂 那是骗人的啦 嗯 毛利小五郎 被导带军会笑猛了 可 可是如根之剑 导带军会止住了笑 认真解释道 我过世的妈妈说过 那只剑 原本应该是代表 实施了驱魔辟邪的静咒之剑 后来 因为我祖奶奶非常长寿 岛上的人就将 只跟人鱼扯上了关系 将它擅自改成了 栖息在海里的如根 传承了如根之剑 原来你的妈妈 已经过世了呀 毛利兰轻声道 服部评刺发觉 驰飞驰朝自己看来 无语蹲下身 伸手挠头发 好吧好吧 他承认 他们就是来八卦的 对 五年前他和家父葬身在海里 岛代军会道 就连我的祖父母 也在我出生之前 一次坐船出海的时候 就失去了踪影 你的家人 竟然全都死在海上了 远山河夜忍不住道 会不会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事 比如 吃过人鱼肉 会被诅咒之类的 不可能啦 岛代军会笑道 之前我也跟沙芝一起 坐船去过本岛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服部评刺一下子站了起来 追问道 你跟沙芝小姐一起去说本岛 什么时候 就在四天前啊 岛代军会道 我说要去看牙医 所以他陪我去了 因为这个岛上没有牙医 那个时候 沙芝的情绪状态稳定吗 毛利小五郎问道 岛代军会回想着 沙芝因为把如根之间弄丢了 所以很害怕 还让我问问祖奶奶有没有办法 就算我告诉他诅咒是假的 他还是不相信 一直说他 一定是被人鱼诅咒了 大概是因为转交如根之箭时 我会跟他们说 那个传说吧 哦 毛利小五郎探究地看着岛代军会 岛代军会低下头 我担心让那些求剑的人 因为没有长寿而跑来抱怨 所以 在把剑给他们的时候 都会告诉他们 要是把剑弄丢了 或是不相信剑的力量 人鱼就会降灾 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 军会 你太傻了 一个穿着紫色连衣裙的女人走上前 你会这么说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命样的力量 岛代军会惊讶转头 瘦美 持飞持抬眼 看了看神社的环境 命样 是对神货贵族的尊称 不过 他还真没发现 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他是真的吃过人鱼肉 也真的身有法力 海老袁瘦美摸着下巴道 也应该知道 三年前发现的 那具人鱼的尸体 柯南和腹部评刺惊讶 人 人鱼的尸体 毛利兰回想起来了 说的是不是三年前报道过的 这么说的话 三年前好像是 有过类似的报道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回想 好像是在一个仓库里 发现了一具奇怪的交尸 其实那只是电视节目 夸大其词了 导带军会连忙道 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是也看见了吗 海老袁瘦美的神情 变得有些阴森 那条人鱼的骨头破碎的情况 那种诡异的 瘦美 别说了 一个男人伸手搭上 海老袁瘦美的肩膀 制止道 海老袁瘦美惊讶转头 陆郎 那些话不方便当着外人 在场的时候说 福山陆郎说着 又看了看驰飞驰一群人 转身离开 听说满是东京来的侦探 如果要去找沙芝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还是去沙芝家了解情况吧 不过 前提必须是 他那个酒鬼老爸 欢迎闷去才可以 海老袁瘦美也跟了上去 还真是奇怪 福布平次半月眼 看着两人离开 明明有个人已经失踪了 但居然没有一个人 担心他的安危 驰飞驰收回 打量神社的目光 因为门鞋 沙芝小姐和他父亲经常吵架 一吵架就离家出走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啊 导带军会本来打算解释的 没想到被驰飞驰抢先了一步 福布平次等人 也默默将视线转向驰飞驰 来之前我打听过他家的位置 并且去他家里看过 驰飞驰解释 他父亲在家 喝了不少酒 说他从四五天前 就没再回去过 不清楚他去了哪里 看他面部表情变化 不像是说谎 之后 我又去向周围邻居打听过 门鞋杀枝的父亲 门鞋变葬先生嗜酒 父女俩关系不好 经常吵架 每次吵架 门鞋杀枝小姐 就会离家出走 所以 其他人也没怎么留意 门鞋杀枝小姐 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福布平次干笑着挠头 原来来之前已经调查过了 确实是这样 我也觉得 杀枝可能是跟他老爸吵过架 去某个地方散心了吧 导带军会说着 又对吃飞是孝道 不过真没想到他会欢迎过去 有时候 就算是我们这些朋友去找杀枝 他也会显得很不耐烦呢 我自称是门鞋小姐 在东京认识的朋友 买了一瓶酒带过去 池飞池道 对于酒鬼 送酒就行了 毛利小五郎突然想起 池飞池第一次去他家吃饭 也带了酒 总感觉自家徒弟是在吐槽自己 嘴角微微一抽 不过还是忍不住问道 买了什么酒过去 能让那种人欢迎 茅台 池飞池道 岛上好像只有这种中华的酒 挺香的 那可是跟苏格兰威世纪 法国柯涅克白兰地齐名的 三大蒸留名酒之一夜 毛利小五郎一脸心疼 价格还高得离谱 我都没喝过 就这么送出去了 池飞池面不改色道 我包里还有一瓶 特地给您留的 毛利小五郎一愣 顿时挠头笑 哎呀 还给我留了一瓶啊 那怎么好意思呢 真是让破费了 毛利兰无语符额 心累 有个酒鬼老爸 真的是分分钟想离家出走 福布平次半月眼 瞥了毛利小五郎一眼 又继续问池飞池正事 然后呢 和沙芝小姐那个酒鬼老爸 还谈了什么 没谈 我没进门 只是往屋里看了一眼 池飞池解释道 客厅角落里 堆了至少十个酒瓶 很散乱 地上有不规则散落的烟蒂 烟灰 沙发底下也有酒瓶和烟蒂 桌上有至少三天以上的酒字 拉着窗帘 窗帘下角已经泛黑 另外从桌腿 桌下的情况来看 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打扫过 看得出来 门邪小姐平时在家 经常是在自己房间里 在自己房间以外的地方 待的时间不多 留下的痕迹也很少 如果要调查 必须进她的房间 不过一个年轻男人 突然到人家家里 在一个年轻女孩 不在家的情况下 对人家父亲说 能不能让我去女儿的房间 看一看 会显得很流氓 动机不纯 就算我说是为了调查 门邪小姐的行踪 去的 别人也不一定相信 导带军会愣愣 看着眼前的男人 平静又有条不紊的分析 东京来的侦探 好像真的很厉害 那她的犯罪计划 会不会被识破 服不评刺汗了汗 这么说也对 还是大家比较一起 过去比较好吧 特别是有女孩子 在场的话 多少也方便一点 或者趁她父亲 不在家的时候 潜入调查 持飞驰补充 服不评刺 柯南 这是犯罪行为 知不知道 就算心里是这么想的 必要时也不是不能考虑 也别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来嘛 毛力兰有些 不好意思地笑着 转头看向导带军会 发现导带军会 看着池飞池走神 咦 导带军会回过神 笑道 那等祭典结束之后 我带门去杀之家看看吧 虽然是祭典 但其实只是个抽签大会 如果客人事先购买的号码牌 跟祖奶奶在门上 烧出的数字一样的话 就可以得到如更之鉴 说着 拿出两块写了数字的木牌 笑着对毛力兰和远山和夜道 门要不要试一试 早上正好有一对老夫妇 临时取消 所以现在多了两块号码牌 占卜之言是不足为信的 但说不定就像人家说的 可以获得永远的年轻与美丽呢 啊 谢谢啊 远山和夜接过号码牌 谢谢 毛力兰接过号码牌 突然转头问池飞池 飞池哥 要不要试试 要的话 我的号码牌可以给 嗯 柯南来了精神 疑惑地盯着两个人 为什么小兰这么多人不问 偏偏要问池飞池 要说最需要年轻的人 大叔比池飞池更需要吧 很奇怪 太奇怪了 我不需要 池飞池转身先一步 朝神社门口走去 语气冷淡到 妄想获得神明力量的人 最终都会化为恶魔 嗯 远山和夜 跟毛力兰面面相去 毛力兰干笑 对有点发猛的导带军会道 飞池哥就是这个样子了 柯南半月眼 好吧 他明白 小兰之前为什么问池飞池 要不要号码牌了 搞不明白女人 为什么一有八卦就来劲 还要试着乱拉红线 是啊 那我也要忙着去准备了 各位请便 导带军会笑了笑 目送一群人离开神社 才苦笑着低下头去 入夜 村子的木屋外 火炬上跳动着红色火焰 三个村民敲着整齐 急促的古典 其他村民和观光客 也低声说笑着 从四面八方朝木屋前汇聚 迟飞池再去之前 先回旅馆 把笔记本电脑送回去充电 不过有毛力兰等人帮忙占位置 还是能站在最前方看热闹 背对众人的矮小老妇人 拿起木架上的长杆 转身朝门外走 是长寿婆 长寿婆出来了 周围有村民窃窃私语 这就是长寿婆呀 柯南无语打量着 还真是小 毛力小五郎也低声吐槽 福布平刺半月眼 就是个化了浓妆的老太婆嘛 刚侧头 就发现旁边池飞池 专心盯着火炬 飞池搁着目光 冷得像是能把火焰叮熄一样 池飞池静静静静着火焰走神 在他一个寿命不知多长的人面前 玩什么长寿套路 他心情挺微妙的 就连飞沫都至少一百八十岁了好吗 之前在神社说那句话 纯粹是心里有点感触 不然他根本不会废话 木屋台阶上 长寿婆伸手将长寿婆探到火炬上 准备引火 下一秒 火焰突然熄灭 喧闹的人群一静 愣愣看着玄亭在熄灭火炬上的长寿 祭典的负责人遗憾 这么大的火焰 突然就熄了 什么情况 福布平刺 忍不住堪持飞池 不是吧 他就是吐槽 驰飞池一整天冷着张脸而已 呃 不过有人把火焰钉熄 怎么可能 他最近想象力还真丰富 长寿婆还算淡定 又将长寒移向右边的火炬 驰飞池下意识地跟其他人一样 转头看右边的火炬 长寿归他管吗 他也不清楚 不过心里总有种来自于 奇异人士的抑制不住的傲慢 下一秒 右边的火炬也熄灭了 围观的人 静静看着玄亭在熄灭火炬上的长寒 静 活动负责人坐不住了 连忙对旁边的村民而鱼两句 村民上去 恭恭敬敬地 重新将火炬点燃 长寿婆没再把长肝往左边挪 只是等人点燃火炬后 默默将长肝凑向火焰 还真是被红子传染了 持飞持闭了闭眼 又看向火炬 傲慢要不得 不过他和小泉红子 都没敢说自己是什么命娘 居然有人敢用尊称神明的命娘 心里不太舒服 下一秒 在长肝接触到火焰的一瞬间 火炬又熄灭了 木屋前 已经有人焦头接耳 窃窃私语 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活动负责人 今晚还能不能好好过了 长寿婆依旧面无表情 将长肝往左边火炬移 池飞池也看了过去 别熄了 再熄下去 为了别破坏人家的祭典 我就得考虑提前离场了 平时盯着蜡烛 也不见蜡烛熄火 今晚这三无金手指 就别触发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了 这一次 点火成功 长寿婆心里也松了口气 继续淡定地 用着火的长杆 点燃门上的纸 火焰中 纸上陆续出现了三个燃烧的数字 三 百七 十八 后方 还老元寿命一脸喜悦 太好了 笑 小兰 旁边 远山荷叶 也激动地握紧牌子 我抽中了眼 随着长寿婆进了屋里 屋门关闭没多久 导带军会出来 神色严肃到 那么 接下来请大家前往人鱼瀑布 如更之剑将会在那里发放 一个小时后 人鱼瀑布前的乱石摊上 搭起的架子里 点了四个火炬 去年不是两个火炬的吗 呃 会不会是怕火炬吸了 你懂什么 之前 长寿婆是在向众人展示她的法力 听着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远山荷叶紧张又激动 握紧手里的木牌 瓶刺 该不会真的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吧 那么大的火焰 就算有风吹过去 也不会熄灭吧 可是刚才真的一瞬间完全熄掉了 笨蛋 符布评刺一头黑线 怎么可能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我看八成是提前动了手脚 就像门上燃烧的字一样 加入了一些化学物品的画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是这样吗 远山和夜脸上迟疑 心里已经信了 当然了 符布评刺突然想到什么 笑着损持飞驰 与其想着什么神奇力量 还不如觉得 是飞驰跟目光太冷 把火焰洞悉的还差不多 你太黑了 暗处只能看到眼白 火是被你下吸的 持飞驰语气平淡地反对一句 符布评刺 听听 听听 这是人话吗 柯南在一旁偷笑 不要看持飞驰平时一本正经 有时说是 就不要以为 人家不会对人 某黑屁吃亏了吧 那么 接下来请抽中 号码的三位上前 导带军会 站在火炬中间出声 啊 好 远山和夜笑着钻筋拉起线绳后 笑着打招呼 我要去拿喽 一旁 一脸冷淡的短发女人 也拉了一下线绳 双手插都走了过去 嗯 导带军会看了看 大声问道 还有一位 最后一位不在场吗 门鞋变葬拉了线绳走进去 脸上依旧带着醉意 是我了 咦 符布评刺疑惑 奇怪了 我还以为那位寿美抽中了呢 柯南左右看看 周围也没有他的人影 那个大叔 就是门鞋小姐的父亲 池飞池看着场间 随着三只如根之剑发放完 有村民点燃了烟花 烟花升空 照亮了垂直落下的瀑布 也照亮了被吊在瀑布中 被水冲刷的 如同一条向逆流而上的人鱼的 海老原寿美 柯南一惊 立刻上前 拉住倒带军会的巫女扶袖脚 姐姐 你对这座山里的环境 很熟悉对不对 能不能带我们过去那里 啊 请等一下 之前抽中如根之剑的短发女人 也跟了过去 军会 发生了什么事 人群中的福山路郎也问道 最终 一起去瀑布上方山林间的人 除了柯南 福布平次 毛利小五郎 还有导带军会 福山路郎和短发女人 黑江奈婿子 三个本地人 池飞池没去 站在一旁点了支烟 拿出手机 低头看手机 咦 远山河叶这才注意到 池飞池还站在旁边 飞池哥 你不去看看吗 反正他们会把尸体搬下来的 池飞池说着 默默搜着三年前的报道 虽然记得凶手是谁 但一些细节部分 他还是要在脑海里完善一下 比如说具体的手法 他还真有些记不太清楚了 毛利兰打了报警电话回来 突然想起 上次叶财三的事件 笑道 其实飞池哥可以直接说 我跟何叶 不敢跟上去看尸体 担心人都走了 我们会觉得害怕 所以特地留下来 陪我们 心仪曾经说过 第一现场 会留下有很多线索的 不是吗 远山河叶一愣 看向池飞池 是这样吗 小兰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喜欢拆穿人了 池飞池头也不抬道 毛利兰笑咪咪道 对于飞池哥这种人 就一定要果断 直接地拆穿你才行 远山河叶感动 又有点不好意思 谢谢你啊 飞池哥 不过你想去的话 就跟上去看看吧 我会和气道 小兰也是空手到高手 绝对不会让人欺负的 如果这会影响 浮不在你心里的地位的话 我立刻就跟上去 池飞池把报道粗略地看了一下 没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单脆收起手机 他只是觉得认识一场 刚死了人 留两个女孩子 面对大群陌生人不太好 他在这里 多少能让他们安心点 这是出于朋友的角度考虑 他自己 又不想跟上去折腾 如果会影响人家 情侣冤家的感情 他以后绝对拉开距离 毕竟浮不平次 和柯南小鬼 也是他的朋友嘛 他又是没妹子喜欢 干嘛去挖朋友的墙角 哪有 远山和叶红着脸道 那家伙在我心里 一点地位都没有 而且 我也不想你输给他 看他臭屁的样子 毛利兰扑斥一笑 何叶 你的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 爷 才没有 远山和叶修脑反驳 怎么可能跟你和你家心意比吗 池飞池 没有掺和两个女孩子的打闹 默默抽烟 他还考虑两人的感受 结果两人还在他面前杀狗 不带这样的 果然 还是跟安是透 请久待一起 比较有意身心健康 至少大家明面上都是单身狗 其实白马探也行 将近两个小时后 海老原瘦美的尸体 被福山路郎抱了下来 倒带军会 黑江奈婿子 毛利小五郎跟在一旁 没看到福布屏刺 和柯南的人影 一个男人扑上去 抱着海老原瘦美的尸体痛哭 从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中听出 应该是海老原瘦美的父亲 小兰 你打电话报警了没有 毛利小五郎严肃问道 警方怎么说 毛利兰连忙上前道 他们说海上的风浪太大 船只没法出航 所以暂时没办法过来 那边 福布屏刺抱着一个游泳圈 和柯南心满意足地往回走 好 一个关键线索到手 柯南理着头绪 抬眼 看到跟毛利兰 远山和夜站在一起的持飞驰 愣了一下 停下脚步 那个 福布 嗯 福布屏刺疑惑 也跟着停下脚步 怎么了 刚才持飞驰那家伙 没有跟上去 对吧 柯南见福布屏刺 还是一脸茫然 索性挑明了说 我想 他是担心小兰跟荷叶留在下面会害怕 所以特地留下来的 是吗 飞驰哥还真是体贴爱 福布屏刺感慨 柯南 福布这家伙 神经太大条了吧 就不担心自家妹子 被持飞驰拐跑了吗 反正他是挺担心的 因为 如果他是女孩子的话 大概也会觉得 持飞驰是个很靠得住 温柔又体贴的人 是个好选择 可是一看到有尸体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嘛 当柯南的时候 大概没关系 可以任性一点 等以后便回去了 一定要注意 不过 当前还是要解决危机 何叶很感动 然后就决定 柯南没有明说 悠悠提醒 福布屏刺愣了愣 懂了 转头看持飞驰 持飞驰发现 有人盯自己 转头看到 两人在看他 主动走过去 福布屏刺 等持飞驰走到旁边 才紧了 紧怀里抱的游泳圈 一脸别扭 不过还是直视着持飞驰 那个 飞驰哥 你可不能喜欢荷叶啊 如果你误会了 以后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留下来了 持飞驰到 嗯 福布屏刺一愣 听懂了持飞驰的意思 一手拿着泳圈 腾出右手 尴尬挠头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其实你留下来 也挺好的 柯南也无话可说 他早就 问过持飞驰 确认过持飞驰 没那个意思 都是他自己 愧疚造成的不安 不该找持飞驰 他有罪 他忏悔 不过 大家都是男的 比较好说话 他总不能跑去 跟毛利兰说 你不许移情别恋 不许喜欢持飞驰吧 挺不好意思的 那么 情况调查得怎么样 持飞驰说回正题 说到案子 福布评刺神色认真起来 海老元小姐 是被绳子勒住 压迫颈部至已死亡 绳子一端系在 他脖子上 另一端系在 河岸边 防止人落水 拉起的绳子的木桩上 毛利大叔觉得 是寿美小姐 在黑暗中落水 老实地推理 不 猜测就不用说了 持飞驰打断 柯南顿时甘笑 在背后持飞驰 真是现实地可以爱 一点面子 都不给 福布评刺神色 也复杂了一下 似是想笑 又似是无语 缓了一下 也觉得大叔的猜测 说出来也没用 黑江奈婿子小姐猜测 寿美小姐 之所以去那么漆黑的森林里 是去找人于坟墓 三年前 神社的仓库失火 警方在挪开倒塌的柱子后 发现了一具尸体 因为被两三根倒塌的柱子 压住 尸体的骨头被压得粉碎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那具尸体没有脚 柯南收回思绪 也认真道 警方的判断是 那是一具中年女性的尸体 再加上有蜡烛燃烧的痕迹 警方的判断是 在祭典结束后 有人因为没有抽到如根之剑 想偷偷去仓库里 找找有没有被用在仓库的如根之剑 结果蜡烛点燃了仓库 造成了火灾 不过尸骨没有脚一点 确实匪夷所思 伏不平次 思索着道 原本尸骨被收敛之后埋葬了 但因为有观光客去挖那个墓 想把尸骨偷走 觉得吃了人鱼的骨头跟肉一样 能长生不老 所以 长寿婆委托一个信得过的人 将那具尸骨挪到了森林中 具体在哪 军会小姐也不清楚 另外 柯南看向那边跟倒带军会 站在一起的福山路郎 福山路郎先生 是死者寿美小姐的未婚夫 不过他好像并不喜欢寿美小姐 说这是父母决定的婚事 而且他妇女也早就死了 如果他不愿意跟寿美小姐结婚 而寿美小姐又在纠缠他的话 他也是有可能杀人的 柯南的目光 和那边毛利小五郎 悠悠的目光对上了 毛利小五郎 半月眼盯着三个人 我说你们三个跑到那边 偷偷摸摸地说些什么啊 然后就是这个泳圈了 福布平次杨了杨手里的泳圈 走上前 大叔 我和柯南发现了这个泳圈 就挂在瀑布水潭 和海上河流连接的途中 柯南补充道 之前我们也问了岛上的人 他们之前并没有见到这个泳圈 你们刚才就在偷偷摸讨论这个吗 毛利小五郎一脸无语 什么啊 大叔 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有人在瀑布上 将寿美小姐勒死 在她脖子上挂上绳圈 将她放在泳圈上漂流的话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 把她吊在瀑布上 福布平次低头 将帽子转到前面 目光认真而锐利 也就是说 无论凶手是男是女 都有可能 而要是海上风大 无法出船的话 那么凶手也会被困在这个岛上 现在就在这个岛上的某个角落 怎 怎么可能 倒带军会汉 东京来的侦探 真的够厉害的 好像每一个都不能小看 福布平次转头 跟持飞持低声说话 没有注意到 后面远山和叶和毛利兰 窃窃私语 飞持哥 我记得杀之小姐的 如更之剑也丢了 对吧 持飞持听懂了 你是怀疑门鞋变葬先生 他为了得到如更之剑 去卖给别人 换取财富而杀人 也不是不可能啊 因为之前寿美小姐 应该有 抽到如更之剑才对 不过她的号码牌 被某个人 福布平次摸着下巴思索 短发女人黑江奈婿子 突然凑了过来 低声道 你们最好盯着杀之 又直接离开 喂 奈婿子 福山路狼道 你回家的路上小心一点 知道了 反正我有如更之剑护身 非将奈婿子头也不回地离开 不会有事的 嗯 导带军会上前 我们不是约好了 要去杀之家吗 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毛利小五郎 看向那边喝得醉熏熏 还在喝得门鞋变葬 看他那个样子 估计跟他说了也没用吧 飞迟 要不然你去动他一下 帮他醒醒久好了 持飞迟转头看毛利小五郎 老师 做人不能学情酒那样 损人不留情面 身上没枪的话 是会被打的 毛利小五郎 一不小心 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对 就是这种幽冷的眼神 每次他喝得不清醒的时候 被盯着 都能清醒不少 我看 我们还是去找命要马 柯南甘笑着打圆场 我有问题想问问他 一群人改变了原本的计划 去了长寿婆的住处 导带军会说 长寿婆今天已经很累了 帮他们问问 能不能见一下 让一群人先在屋里等 池飞池听着一群人讨论如更之见 眼观鼻 鼻观心 把无聊当成人生的一种修行 喀啦 身后的门被拉开 矮小 头发稀疏 又一脸皱纹的老妇人站在门口 整个人感觉阴沉沉的 慢吞吞倒 听说你们找我有事 其他人吓了一跳 这形象 这形象完全就是幻想中 山腰婆婆的样子 请 请问 柯南也汗了汗 老婆婆 你是怎么决定 抽取如更之见的号码的 我随便决定的呀 长寿婆 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啊 柯南一猛 长寿婆突然笑眯了眼 有时候 我也会用赛马抽奖 十重的号码 柯南 那为什么 一年只送三支箭 福布评次干笑着问道 多送几支 不是很好吗 这可不行 长寿婆伸手抓起 自己雪白的发丝看了看 我用来绑在 如更之见上的头发有限 而且已经不多了 门外传来倒带军会的声音 祖奶奶 你的洗澡水 我已经放好了哦 很抱歉 长寿婆转身要离开 如果你们没什么重要的事 我要去洗澡 睡觉了 等 等一下 柯南忙到 我还有问题 那边那个女孩 长寿婆压根没搭理柯南 转头看远山河叶 绑马尾的那一个 持飞师抬眼看了看 她觉得 这一次的犯人 能晚那么久被识破 不搭理柯南的十万个 为什么占了很大的原因 啊 远山河叶疑或指着自己 我吗 静咒之剑 原本是除妖斩魔之剑 如果让她离开身边 恶魔就会开始筑巢 男人会回归尘土 化为无心肝的恶鬼 而女人则会回归于水 化作无法说话的人鱼 长寿婆悠悠说着 转身走向走廊尽头的转角 所以 一定不能让如更之剑 离开你的身边啊 伏不平次 毛利小五郎 柯南趴在门口看 伏不平次忍不住道 声音沙哑 脸色苍白 看起来随时可能归系的老太婆 看起来实在不像拥有 长生不老之躯的人 毛利小五郎接过话 有点失礼 池飞驰提醒 哼 毛利小五郎立刻退了回来 坐直了身 对伏不平次道 是啊 真是太失礼了 对了 飞驰 我们回去就喝一杯怎么样 这个还不到法定 饮酒年龄的臭小子 和柯南小鬼头 就由他们去好了 伏不平次 大叔 脸呢 明明刚才还认可来着 飞驰哥 一定要节制一点 毛利兰正色提醒 不然变成 我爸爸和沙之爸爸 那样的酒鬼就糟了 喂 毛利小五郎无语 能不能别把我跟那个 连自己女儿都不管的男人 混为一谈 你喝多了 有管过什么吗 毛利兰偏 毛利小五郎 抱歉 导带军会走到门口 打断父女俩斗嘴 刚才忙着照顾我足奶奶 怠慢各位了 啊 没事 毛利小五郎忙笑道 我们也该告辞了 就不打扰你们了 那我送各位出去 导带军会道 一群人出了 长寿婆祖孙俩的住处 明天应该会帮寿美守灵 导带军会轻声道 你们要去了解情况的话 可以去看看 时飞驰回头 看到那边亮着灯的浴室 目光顿了顿 看了导带军会一眼 收回视线 好像又发现某个线索了 他是说呢 还是帮导带军会蛮 嗯 等等 这个案子知道了结局 其实也挺无聊的 不如把自己安排掉 导带军会被池飞驰那一眼 看得有些心慌 完全不知道自己 哪里露出了破绽 在一群人将要离开的时候 忍不住出声 那个 池先生 池飞驰转头看了看 导带军会 走上前 毛利兰眨了眨眼 果断拉住好奇 要上前毛利小五郎 爸爸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了 毛利小五郎郁闷 什么呀 门口 导带军会抬头看着池飞驰 真离近了面对 突然发现 无论身高还是气质 池飞驰给他的压力都很大 会下意识地紧张 关键是他一时冲动 叫了池飞驰 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池飞驰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跟导带小姐谈谈 我明天早上过来 怎么样 导带军会心里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好 那个 池先生 明天见 池飞驰说完 转身离开 看到腹部平次和柯南 都伸长脖子 侧着耳朵 一副努力偷听的模样 有些无语 走了 一个个都这么八卦 咸的吧 哼哼 腹部平次笑 嘿嘿 柯南笑 池飞驰挺脚 侧身 一拳横出 砸在腹部平次身侧的电线杆上 咔 水泥汁的电线杆 发出一声脆响 裂开一道珠网裂纹 随即咔啦咔啦几声 裂纹越裂越多 轰 电线杆彻底碎裂 崩塌成一堆碎块 只有上方 因为被电线拉着 零零碎碎地挂了断口 参差不齐的一节水泥柱 吊在上面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 好像随时会砸下来 池飞驰收回手 拿出纸巾 擦了擦手背 纸关节上的擦痕和尘土 来 再笑一个他看看 重拳警告 腹部平次将在原地 看着池飞驰 乃至皮肤白皙 骨节分明的手 咽了咽唾沫 呃 好恐怖 柯南脸上的笑也僵住了 差点忘了 这是个打架至今没输过 跟林木原子家那个空手 倒全国冠军五五开 两个人可以扫一片树林的怪物 池飞驰擦好了手 转头看毛利小五郎 语气平静如初 老师 明天麻烦您带我跟村里 谈一下损坏赔偿的事 具体需要多少钱 我到时候转账给您 嗯 好 毛利小五郎汉 比小兰还恐怖 身边这些后辈 都有点惹不起 远山河叶也是第一次 看到池飞驰动手 半天没反应过来 默默把腹部平次 跟电线杆做了个对比 嗯 以后要让平次别惹飞驰哥 后方 又看看那边一堆水泥碎块 沉默 可怕 毛利兰最先回过神 飞驰哥 这是怎么做到的 碎成这样 不单是力量吧 不然应该只会打出一个洞 要一拳打到电线杆断裂的程度 手上的骨头能承受得了吗 可难 小兰一拳 把电线杆砸一个洞 就已经够恐怖了 就不用再学了吧 用一般的方式打过去 要达到这种程度 骨头肯定会折断 手法 角度 尽力都有讲究 先絮后发 先松后紧 要找准镜比较难 至少要练上两三年 会耽误你空手刀的练习进度 不过你想好 要学的话 改天 池飞驰没有转头 去看导带军会 警告他已经给了 希望明天 妹子不要冲上来 跟他硬碰硬 不然他放水 都放不过去 最好迂回一点 用点诡计 一日 天空越发阴沉 让人分不清白天黑夜 雷声阵阵轰隆 雨却迟迟不下 一大清早 池飞驰没有惊动熟睡的 柯南和福布屏次 拿着电脑包和手机走人 大概是天色太暗 路上没有多少行人 一路到了导带军会家 敲响门没一会儿 院子里亮起灯 导带军会出声问道 请问是哪位 我 池飞驰 池飞驰到 片刻 导带军会开门 探头看了看 让开路 请进 池先生来得真早 已经快八点了 池飞驰提醒 不过早上八点跟夜里八点一样 今天的天色确实古怪 好像大多数跟组织扯上关系的事件 天气都不会太好 是吗 我还以为还没到天亮的时候呢 导带军会关上大门 带路往里走 沉默下来 能不能带我去浴室看看 池飞驰突然问道 导带军会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带路去浴室 池飞驰进门后看了看 果然 跟他昨晚想的一样 而且还有更多痕迹 导带军会站在门口 池先生没有带其他人过来吗 没有 只是有点是不明白 想问问导带小姐 在弄清楚之前 我没打算告诉他们 或许 池飞驰转身出了浴室 这是导带小姐 由于什么苦衷 而想守住的秘密 导带军会带池飞驰到了一个房间 到了热茶 在对面跪坐下 才问道 池先生发现了什么 在此之前 我想问导带小姐一个问题 池飞驰指示着导带军会 你的祖奶奶 一直是你在照顾吗 嗯 导带军会垂谋 他大概猜到 池飞驰发现什么了 没有发现他是凶手 而应该是 浴室通风性较差 温度 湿度过高 会造成空气中氧气含量过低 老年人身体虚弱 在那种浴室里洗澡 哪怕是身体好 也没有心脏病 高血压等病症的老年人 也有可能会出现目眩 心悸 胸闷等情况 不小心就会猝死 很危险 池飞是平静到 导带小姐家的浴室设计 只有上方有栅栏式的通风窗 我昨晚看到热气的排出量 就觉得不对劲 热气太少了 浴室里应该是处于 热气弥漫的状态 一个130岁的老人 在这种浴室里洗澡 第一次可以活着出来 第二次可未必 导带军会沉默着 没法反驳 他之前在浴室洗澡 也会觉得闷 但因为家里 没有真正的老年人 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 其实 昨晚导带小姐 没有照顾你祖奶奶洗澡 出来送我们 本身也很奇怪 上了年纪的老人独自洗澡 是最让家里人 不放心的一种情况 一个130岁的老年人 曾孙女看起来又很孝顺 在他洗澡的时候 不可能不担心 他在浴室里滑倒 在浴室里突然不舒服 不说在浴室里陪着 至少也不会离浴室门太远 以便应付各种突发情况 更不会送客人到大门口那边去 食飞吃喝了口茶 平静看着导带军会 继续道 而且刚才我看过了 一个老年人会去洗澡的浴室 却没有防滑垫 还是那种洒了水容易滑倒的墓地板 本身也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 这个家里并没有生活着一个130岁的老人 长寿婆不存在 导带军会深呼一口气 点了点头 您说的没错 你家里只有这么一个浴室 看起来保持那个设计 已经很久了 食飞食顿了顿 不只是最近 应该说 长寿婆已经不存在很久了 不然家里人早就发觉不方便 并且重建浴室了 您还真是个厉害的人呢 导带军会垂谋苦笑 只来过一次 就发现了我们家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没错 其实早在好几年前 长寿婆就不曾真的存在 从我祖母开始 就在扮演命样 之后是我母亲 再之后又是我 茶杯扫落 茶水扫了一地 在地上咕噜咕噜滚了几圈 闯进导带军会的视线中 很感谢您在发现之后 没有贸然传出去 而是来找我询问我的苦衷 导带军会抬头 看着趴倒在桌上的男人 叹了口气 虽然真的 很抱歉 持飞驰只看出了长寿婆背后的秘密 没看出他是杀人凶手 没有防备也正常 他昨晚纠结了一晚没睡 担心持飞驰发现了他是凶手 也想过持飞驰只是发现 他祖奶奶并不存在 他考虑过最坏的结果 也想过把持飞驰也给杀掉 不过也就是想想 他只是想替母亲报仇而已 不想杀了持飞驰 特别是在今天早上 知道持飞驰只是看破了长寿婆的事 又看到持飞驰毫不防备 他就更不想伤害持飞驰了 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睡一会儿 导带军会笑了笑 收回视线 起身从持飞驰外衣口袋里拿出手机 将电池拆了 拿着电池出门 将门用锁锁上 才转身离开 等一切结束了 要是他是凶手的事没有揭穿 那他会来跟持飞驰解释 只说长寿婆的事 要是被其他那几个侦探调查出 他是凶手 那他至少报仇了 在此之前 他不希望有个这么敏锐的人在外面晃悠 连他报仇的计划也破坏掉 还有一个 只剩一个了 随着房门被锁上 门外的脚步声走远 房间里一片安静 漆黑 片刻后 持飞驰睁开眼 坐直了身 拿出手帕 将口中的茶水吐出来 在进入这个房间时 他就明白 导带军会 是把动手地点选在这里 窗户很高 很窄小 以前应该是储物室 看屋里地板上的痕迹 估计是昨晚才把东西搬走 摆上桌椅 和简单的摆件 伪装成普通休息室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下药 他昨晚给的警告 有点吓人 导带军会 不可能再选择近身袭击 而如果导带军会 选择下药的话 只要他有所准备 完全可以避开 茶水他含了大半 咽了一小部分 从自身感觉来 分别是致死昏迷的药物 还是毒素 然后再根据 自身感受的强弱 计算茶水里的药物含量 演出发作时间 发作效果最真实的场面 就算是毒素也没关系 他自身有不少毒素抗体 只咽一点点死不了 不过如果是毒的话 他会考虑站起来 把导带军会放倒 强行结束这一案 要是导带军会 在他昏迷后 选择杀害他 那么结果也是一样 不过现在看来 导带军会不想伤害其他人 那他就不管了 按作案时间来看 在他们来之前 导带军会就已经杀了门邪杀枝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管 既然复仇已经开始 那就让那姑娘把仇报完 如果他的母亲被害死了 他可不会轻轻放过那些人 更不需要法律制裁 他只想看对方死得惨 越惨越好 当然 他也不会帮导带军会脱罪 柯南和服部评刺不好糊弄 哪怕目前有的证据和线索 全部被销毁 恐怕也会有其他线索 做了就会留痕迹 越想消除痕迹 留下的错漏就会越多 其实要是再早一点 他会建议导带军会 别搞什么谋杀 等那几个人凑一堆的时候 安排安排全炸了 这么做 连锁定动机都难 意外成了替死鬼 再接下来 只调查那几个人的人际关系 都要查很久 当年导带军会母亲被害死的是 那几个人不敢往外说 知情人只剩自己 被查出来的可能性很低 导带军会就永远是这几个人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就算几人之间的过节被查出来 只要再获取炸药 安置前小心一点 也很难被找出证据 甚至还可以说 不好意思啊 这件事我不知情 真是没想到我母亲当年 是被他们几个关在仓库里烧死的 最后这个案子就只能不了了之 就像福尔摩斯探案系列 红发会的那句话 不寻常的现象 总能给人提供一些线索 而没有什么特征的案子 却是难以侦破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导带军会真这么做 他又会觉得 这个女人可怕 天生混组织的料 迟非迟感觉 血运感彻底消失后 才翻出笔记本电脑 开机 所以说 还是笨一点比较好 导带军会大概是深信 他已经被放倒了 只拿走了他的手机电池 以免别人打电话给他 被人顺着手机铃声找过来 却没想过 他会自己爬起来 所以压根没搜他包里的东西 如果知道 他手机从来不射铃声 都是震动 恐怕连手机电池 都不会拿走旅馆 二楼一个房间里 福布屏次和柯南相继醒来 福布屏次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打来的哈欠 拿出手机一看时间 顿时精神了 已经早上九点了呀 嗯 九点了 揉眼睛的柯南 也瞬间清醒 看看外面的天色 又看了看旁边空了的榻榻米 那池哥哥 应该早就起来了 这个时候 说不定已经晨练完 去餐厅吃早饭了 那我们也赶紧过去吧 他精力还真是旺盛啊 福布屏次感慨着 去洗手间刷牙洗脸 两个人忙活着 去了楼下餐厅 发现毛利兰 远山荷叶已经到了 飞池哥还没醒吗 远山荷叶意外 他还觉得 男生那边 也会扎堆下来的 昨晚跟我爸爸 喝酒喝到凌晨两点多 大概还没醒吧 毛利兰笑着 对远山荷叶道 没有啊 福布屏次 在两个女孩对面坐下 我们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房间了 你们没在餐厅看到他吗 柯南爬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那可能是去晨练 还没有回来吧 四个人结伴吃完早餐 毛利小五郎 才收拾好了下来 又等毛利小五郎吃完早餐 准备去参加 海老园寿美的守灵会 吃飞食还是没回来 福布屏次打了电话 听到那边的提示音 神色带着一丝迟疑和凝重 奇怪 电话根本打不通 那会不会是他自己 偷偷去调查什么事情了 毛利小五郎漫不经心地猜测 然后呢 他因为昨晚 喝酒喝得太晚了 没注意自己的手机电量 今天早上出去之后 手机就没电了 这么说也对了 福布屏次突然笑眯眼道 没想到他居然丢下我们 偷偷跑去调查 那我们干脆 也别等他 先过去守灵会那边好了 听福布屏次也这么说 远山和叶也不担心了 笑道 那我们先回去换衣服 还好我们有带我们高中的制服过来 反正都是黑色的 去参加守灵 会不会显得很奇怪 你们有带高中制服过来啊 毛利兰失笑 其实飞池哥 参加葬礼之类的活动 才是最方便的吧 是啊 是啊 都不用换衣服 旁边 福布屏次和柯南偷偷对视一眼 眼里都带着沉重 回到房间后 柯南等着福布屏次换衣服 轻声笃定道 池哥哥是自己出去的 嗯 这一点不会有错 福布屏次在洗手间里 边换衣服边低声道 看房间里的痕迹 他是自己离开的 这一次 大叔恐怕说到点子上了 柯南走向放行李的地方 他有可能是 发现了什么 我们没注意到的线索 自己去调查了 当然了 也可能是被某个人叫出去了 嗯 他把电脑带走了 是吗 这样的话 那我给他发条邮件吧 福布屏次说着 洗手间里 已经传来手机按键音 就算他没注意到手机电量 但只要他带了电脑 没出意外的话 就应该能联系上 虽然 我不觉得他是那种 会不注意手机电量的人 嗯 柯南神色凝重的点头 也不会是那种 偷偷跑出去很长时间 不提前告诉其他人一声的人 特别是今天 还要去守灵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他在出门之前 觉得能在我们出发前赶回来 哪怕是临时 被什么事拖住了 手机又没电 但既然带了电脑 也会发邮件 跟我们说一声 没错 说什么持飞驰 是自己跑出去调查 忘了注意手机电量 这种说法 一点太多了 之前他们那么表现 只是不想让毛利兰 远山河叶担心 虽然心里 已经隐隐猜测 持飞驰的情况不妙 但一切都有可能 才一早上不见人影 他们还不敢百分百肯定 持飞驰出了事 另外 如果持飞驰真的出了什么事 谁也不敢保证 会不会有人 在他们身边 偷偷注意着他们的反应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警惕 他们最好不要太紧张 表面上放松 再偷偷确认情况 找线索 找人 如果说 这封邮件 他一直没有回复的话 服部评刺已经换好了衣服 出洗手间后 拿着手机 目光认真的盯着柯南 我想 你应该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吧 宫腾 他身手是很好 但有时候 也无法避免所有危机 柯南点头 想到夜财三事件 池飞驰被袭击落海 想到警察枪击那次 凶手直接把目标 从毛利兰身上 转移到池飞驰身上 脸色微微一变 喂 福部 嗯 怎么了 福部评次追问 你想起什么重要的线索了吗 如果 嗯 我是说如果池哥哥是被这次杀死 海老袁寿美小姐的凶手袭击 柯南收回思绪 也不太确定 那凶手很可能会再杀人 如果对方只是想阻止别人调查 那么也可以对我们下手 而池哥哥被攻击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的调查进度太快了 凶手担心自己的杀人计划还没完成 就被他破坏掉 就想将他这个绊脚石清理掉 福部评次想了想 总之 池飞驰那里肯定掌握了 我们没有发现的重要线索 两人没再交流下去 出门跟其他人会合 去海老袁家参加守灵会 心里默默理着头绪 池飞驰的失踪 很可能又为他们指明了一个调查方向 那就是 池飞驰掌握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线索 首先是门鞋变葬 池飞驰昨天接触过这个人 还登门拜访过 他们没有一起 池飞驰说不定是昨晚突然想起了 拜访时某个可疑的地方 今天早上过去确认 其次 是昨晚跟池飞驰偷偷说过话的导带军会 虽然他们不想怀疑导带军会 但总要弄清楚 昨晚两个人到底说了什么 说不定 池飞驰找导带军会 确认了什么线索 另外 池飞驰昨天在门鞋杀枝家附近 打听过门鞋杀枝的情况 也可能是在那个时候 在某个人那里发现了什么 一群人到了海老园家 在宾客名册上签了字 进了门 穿着黑衣的导带 听到开门声 转头看到一行人 起身打招呼 毛利先生 你们也来了呀 说着 偷偷看了看后方 又收回视线 是啊 毛利小五郎应声 军会姐姐 你刚才是在找什么人吗 柯南出声问道 啊 导带军会故意愣了愣 迟疑着 那个 池先生没有一起过来吗 他昨晚明明有说会来的 一旁 跪坐在地的浮山路郎 转头看一群人 微微皱了皱眉 目光有些晦暗不明 昨晚飞驰哥 跟你这么说过吗 福布评刺连忙追问 你们具体说了些什么 嗯 是啊 导带军会点了点头 昨晚我突然叫住他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之后 他说 明天会来守灵 我说我也会 然后互相说了明天见 就没什么了 福布评刺点了点头 没有起义 昨晚确实是 导带军会叫住 池飞驰之后不知该说什么 两人沉默了一下 是池飞驰先开口 看起来也没多聊 就三两句的事 柯南想了想 昨天虽然他在心里吐槽 小兰乱拉红线 但小兰不是那种强行搭线的人 肯定是出于女性的直觉 感觉到导带小姐 对池飞驰那家伙 有点喜欢 池飞驰那边的态度 他无法确定 不过 以那家伙的敏锐 说不定是有所察觉 而无论池飞驰 也有意思 还是决定拒绝 想一起来守灵 之后再找个机会谈谈 也说得过去 再加上池飞驰那种别扭性格 说话这么委婉 也很合理 没毛病 是 出了什么事吗 导带军会问道 没什么了 服不评刺收回思绪 看来导带军会小姐这边 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既然这样 就不必多拉一个人一起担心 笑呵呵道 飞驰哥估计又发现了什么线索 一个人偷偷跑去调查了 那就跟你这家伙一样嘛 听到案件 跑得比谁都快 从来都不记得跟人家的约定 远山荷叶一想到 服不评刺那些爽约的历史 就觉得来气 想了想 不过飞驰哥可能要好一点 这次应该是真的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对吧 小兰 嗯 毛利兰笑眯眯点头 不过眼里的笑意勉强 隐隐带着些许担忧 不对 以池飞驰的性格 今天早上突然去调查什么 还勉强说得通 但如果跟导带军会约好了 他觉得池飞驰不会不来 不过现在他也明白了 服不评刺不明说的原因 索性也配合一下 不让远山荷叶 导带军会跟着担心 一旁 服不评刺和柯南心里 也下了相同的判断 池飞驰不可能失愿 肯定出什么事了 对了 军会小姐 毛利小五郎凑近导带军会 撇着那边来守灵 也是一脸醉意的门鞋变葬 低声问道 昨晚门鞋先生 好像一晚上没有回家 你知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我也不是清楚 导带军会低声道 听说是在居酒屋跟观光客喝了一整晚 服不评刺蹲下身 凑在柯南耳边 低声道 喂 龚腾 你有没有看到 刚才陆郎先生的表情 嗯 柯南点了点头 走神思索着 对了 怎么没有看到奈婿子小姐 毛利小五郎左右看了看 来宾名册上 不是已经写了他的名字了吗 咦 奈婿子已经来了吗 导带军会疑惑 轰隆 外面闪电划过夜空 一道人影投影在纸门上 最先是毛利兰 远山荷叶 发现了异样 随即服不评刺也看到了 立刻打开拉门出去 在惊恐尖叫声中 黑江奈婿子跪坐着 被悬挂在鱼网上 脸色发僵 双眼直勾勾注视着前方的地面 如同一条被网网住 已经永远无法开口的人鱼 一排清晰的长筒靴脚印 从黑江奈婿子身后的沙滩上 一直蔓延向海边 最终消失在海浪中 路上洒落着金银鱼鳞 黑江奈婿子身上 也沾了几片鱼鳞 一切看起来 就像是人鱼座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黑江奈婿子身上的 如更之剑被拿走了 凶手临走前 还踩到了一脚 随着辅警县警察赶到 接手调查 一直在现场乱转的 伏不评刺等人 也被赶到了一边 不过伏不评刺 毛利小五郎 柯南三个人也没闲着 又跟其他来守灵的人唠嗑 打听着消息 有不止一个人 在昨天看到了 本已经失踪的门鞋杀枝 而且都很确定 就是门鞋杀枝本人 那你们今天早上 有没有在街上 或者什么地方 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年轻男啊 伏不评刺连忙问道 没有 一个大叔道 今天早上的天色那么差 我是等快到帮寿 梅守灵的时候才出门的 我也是 旁边胖大婶道 而且 今天天色这么暗 远看根本看不清人的面容 穿黑衣服的话 今天是帮寿梅守灵的日子 村里不少人都穿了黑衣服 就算来的路上有看到 除非走近了 也根本分辨 不出来是谁啊 评刺 远山和叶 欲言又止 和叶 伏不评刺神情认真 低声道 你不要离开我的身边 远山和叶一愣 盯着伏不评刺 进屋的背影 脸颊泛红 完全忘了问下去 之后 警方又调查了一下来 守灵的人的随身物品 照现在的情况看 凶手是拿走了黑江奈婿子的 如根之剑 不过调查之后 在场的人里 身上有如根之剑的 只有之前抽中的远山和叶 跟门鞋变葬 伏不评刺 跟一个警察交谈了两句后 走到柯南身边坐下 低声道 别担心 我已经让警方 帮我们找一下飞驰哥了 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头绪 完全没有 柯南一脸沉宁 完全没有吃东西的食欲 目前能确定的只有 被害的海老原寿美小姐 黑江奈婿子小姐 下落不明的门鞋杀 伏不评刺 见柯南顿主 疑惑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起 上次叶财三那个事件 一伙的 柯南有点想笑 但又笑不出来 可 你想起来了没有 伏不评刺一愣 随即懂了 那一次 听了那几个人的名字后 柯南就调侃 池飞驰跟那些人是一伙的 什么蟹江啊 鸡背啊 都是海里的生物 跟谁有关系 然后池飞驰的名字也有谁 这么说起来 这一次的被害人 和失踪者也是一样 海 江 沙 再加上池飞驰的池 骑了 飞驰是跟水泛冲吧 嗯 等等 这跟这次的事 有什么关系 喂 难道你觉得 名字是杀人动机 怎么可能 柯南半月眼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 觉得很巧 那次池哥哥也被凶手袭击了 伏不评刺更无语 跟事情无关 还说什么 不过想到池飞驰上次那 白宝箱一样的口袋 他突然就安心了一些 只要飞驰那毛病没改 这一次就算再落一次海 应该也不会有事的吧 柯南认真起来 除了池哥哥以外的三个人 他们好像对那位命样的力量 都深信不疑 对如更之剑也十分执着 这种执着程度 真是令人感到诧异 是啊 非池哥的是 不能画在里面 福不平次不由看向那边 坐着吃吃喝喝的门鞋变葬 我也觉得 他们三个人 是因为牵扯到如更之剑 所以才被杀或者 被逼得四处逃窜 可是光是这样的话 还是无法知道 谁拿到了几号的号码牌 旁边 听到两人嘀咕的导带军会道 那是可以知道的哦 嗯 福不平次立刻看过去 为了不把号码牌弄错 所以每年大家都会在名册上写上名字啊 这次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 我才没来得及核对抽中者 导带军会解释着 站起身问道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那本名册 虽然池飞池还在他家里 把这些人往家里带 很冒险 但他要尽快把嫌疑推出去 还有 按他下的药物的伎俩来看 池飞池快醒了 他得去补一下药效 呃上两天应该不会死 不过 要不要喂点水 答案好了 福不平次连忙答应 一群人出门 毛利小五郎难得没有喝太多 主要是一看到酒 就想起昨晚吃飞池给留的茅台 又想起自己的大弟子 还下落不明 突然就有点喝不下了 我说 飞池那小子的电话 还是打不通吗 嗯 我已经打过了 福不平次道 等会儿我们去看了名册 再回旅馆 看看他有没有回去吧 军会 后方 福山路郎出声叫助导带军会 我知道现在实际不对 不过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说的那件事 我是很认真的 不行 导带军会轻声道 这样不但对不起死去的寿美 而且 我还有曾祖母要照顾 所以 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小岛的 我很抱歉 你 你是不是 福山路郎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说下去 转身离开 门外 福不平次和柯南对视一眼 目前来看 门邪变葬和福山路郎都有嫌疑 门邪变葬 是因为号码牌被他们怀疑上 海老袁寿美 本来应该抽中了如更之剑 但海老袁寿美死后 拿牌子去拿剑的人 除了远山荷叶 就是黑江奈婿子 门邪变葬 这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 很可能杀害了海老袁寿美 并拿走号码牌 冒领如更之剑 而池飞驰接触过门邪变葬 失踪的根源 也可能是在这儿 至于福山路郎 昨晚他们和池飞驰就说过了 福山路郎不喜欢自己的未婚妻 海老袁寿美 从昨晚到现在接触下来看 福山路郎喜欢的 应该是导带军会 而导带军会 对福山路郎并没有那个意思 那么 池飞驰也可能是没有发现什么 只是因为导带军会的态度 而被福山路郎叫了出去 导带家 福布评刺之前的猜想应验了 池飞驰一边啃着压缩饼干 一边在组织网络平台上 跟勤酒聊着天 问他身上 为什么会有干粮这种东西 出门在外 要以防出了什么意外 被困在什么地方饿死了 其实他要出去的话 很轻松 身上就有窍门的工具 不过他懒得出去 也就是说 现在你假装 被这次的犯人袭击了 实则躲在仓库里偷偷看着 你也不担心自己失算 被弄死了 Jim 就算我失算被他放倒了 他也不太可能会杀人 他没时间 之前忙着去守灵 之后那群侦探会一直盯着他 杀了我之后 没有处理尸体的时间 除非一开始就把我约到山上去 不过他要是这么做 我就不会吃他递来的任何东西 最后倒霉的是他 Rocky上方的小窗户上 一只海鸥飞了进来 爪子里还抓了一瓶 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矿泉水 谢了 池飞池拧开瓶盖喝了水 然后把瓶子和压缩饼干的袋子 递给海鸥 让海鸥带出去销毁 继续看勤酒的回复 原来是有恃无恐 不过看到浴室在的水器 就能看出这些 你还真是够敏锐的 电脑电池还够用吗 监听可不能断 Jim 放心 屋里有电源插座 之前电量一直是满的 不过 我估计他快回来了 为了避免他回来发现插座发烫 我已经拔了 Rocky 请酒有些无语 拉克是真的有够无聊的 这么耍着人家犯人玩 那个女人怎么样 听你的描述来看 是个很细心的人 Jim 心词手软 而且很快就要栽了 Rocky 你对你那个老师 倒是很有信心 Jim 又有两只海鸥飞进来 其中一只爪子上 还抓着个小型数码相机 辛苦了 池飞池接过相机 这是他是来之前 在百货大楼换装时 顺便买的 用来拍人于岛上 庆典登记的花名册 这些海鸥知道 花名册放在哪个房间 试着拉抽屉 开柜子应该没问题 拍照有点难 不过耐心交两遍 再让多只海鸥配合 应该能使用相机 原本他也只是让海鸥去试试 实在不行 他就自己溜出去拍 不过现在看来 拍得还算不错 把相机链接电脑 挑出一张照片 发过去给请酒 不止我老师 还有一个高中生 侦探服部评次 他跑不了 对了 你看看这个 照片 Rocky 照片上 就是花名册的遗孽 上面 就有着工业质保的名字 没一会儿 请酒回复 三年前长寿婆的事 被大肆报到之后 Sherry 为了药物研究 想去看看 我跟福特加跟着去的 Jim 雪莉叛逃之后 原本的名字之类的信息 在组织算是公开了 池飞池也是知道的 请酒这是提醒池飞池 这件事不是雪莉私自行动 不用查了 雪莉和人鱼岛没有联系 应该不会跑到人鱼岛去 以免池飞池以为 得到了什么线索 浪费时间去调查 在请酒想来 池飞池特地拍下来发给他 估计也是想跟他确认一下 你和福特加也来过 每个名字 Rocky 黑泽阵和鱼种三郎 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会认为 我们会用真名吗 Jim 是不是真名不重要 我又不调查你们 只是没想到你 也会参加这种活动 Rocky 只有买了号码牌 参加抽如更之剑活动的人 才需要把名字写上去 也就是说 请酒 福特加 雪莉 都买号码牌了 远在东京的 请酒脸有点黑 他怎么觉得 池飞池是跑去搜集他黑历史的 不行吗 Jim 行 不过说实话 你们的字写的都不怎么好看 Rocky 池飞池 直接开地图泡 一对对了三个 请酒 好好说 他写的字哪里难看了 他真的想等池飞池回来之后 把册子和笔放一边 把枪放另下边 跟池飞池说 来 你写给我看看 不过他也就是想想 池飞池既然敢这么嘲讽 肯定有把握 写得比他好 他当初就应该说 去什么人遇到 别去了 有重要的是 找你 把池飞池拖在东京 开个玩笑 比其他人好多了 不说了 人快回来了 我回去前帮你清除一下名册 Rocky 东京 一辆黑色保时捷356A行驶在街上 请酒没再回复 虽然那本名册他不在意 但能清理掉也好 默默用手机在组织平台拉了个文件夹 把池飞池咬兔子 咬小白鼠的视频丢进去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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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克的黑材料不好找 这视频勉强算一个 能证明拉克有一食品 狡辩不掉的 倒带夹 池飞池翻了一下背包 没找到专门存柯南黑材料的那个油盘 把花名册的照片传到飞沫的邮箱 这些照片 我房间左边床头柜最下层抽屉的下方 沾了一个U盘 把照片全部存里面 记得加密 另外 厨房灯架上有一个凹槽 里面还有一个U盘 把有黑色镇名字那张照片再存一遍 记得加密 无论删除 还是复制 都要输入密码 请酒的黑材料不好找 这张照片勉强算一个 跑来人与岛后 居然真的买了号码牌等着抽签 挺有趣的 池飞池又把照片传到了和请酒 福特加共享的文件里 看了一下 贝尔摩德那边的共享文件家 没有新情报 应该还在偷懒 没做什么调查 其他人还不太熟 也没有什么行动 需要共享情报 将电脑锁屏待机 窃听的音频 还要往请酒那边传 不能关机 再清理一下桌子附近的痕迹 趴好 可以顺便养养神 二十多分钟后 导带军会带福布评次一行人回家 到了放名册的房间前 看到门开的一条缝隙 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池飞池已经醒了 不会是被人先一步闯进去了吧 福布评次戒备着 慢慢上前 拉开房间门 两只海鸥在里面扑腾着翅膀 几个抽屉都被拉开了大大小小的缝隙 地上除了散乱一地的书册 还有纸片 碎叶 羽毛 鸟粪 福布评次没搭理海鸥 神色凝重地走进房间 观察着里面的痕迹 片刻后 站在门口的远山河叶忍不住出声 评次 看起来 福布评次蹲在柜子前 看了看抽屉上的爪痕 一头黑线的转头瞪着两只海鸥 肯定是海鸥搞的破坏 而且看样子 他们还有别的同伙 这绝对不是两只海鸥能弄出来的 只不过 在我们来之前 其他海鸥已经飞走了 大概是福布评次的目光太凶恶 两只海鸥吓得飞出了房间 啊 毛利兰有点猛 海鸥还会搞破坏吗 一般来说 海鸥不会跑到人家家里来的 福布评次 看向外面暗沉沉的天空 可能是今天天气很奇怪 而且好像快下暴风雨了 那些海鸥想找地方避雨 某一只发现自己的门没关好 就都溜进来了吧 柯南指着一个纸叶 树枝 碎部组成的半成品的窝巢 对其他人道 我想 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比如 之前休息的地方 被什么东西给破坏掉了 好像打算找个地方重新筑巢 会不会是风太大 把他们在悬崖上的巢吹坏了 导带军会也猜测着 啊 远山河叶有些担忧地转头看着外面 那我们现在把他们吓跑了 要是接下来下暴风雨的话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面对的风浪比你多得多了 根本不用你担心好不好 福布平次半月沿吐槽 而且 他们把军会小姐家弄得这么乱 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书都被他们撕了 远山河叶没法反驳 不过就是觉得 这么说太没冷漠了一点 军会姐姐 最好去看看其他房间有没有遭殃哦 柯南好心提醒 啊 对 导带军会忙到 那你们在这里找名册 我就去看一下其他房间的情况 关一下门窗 等过来再给你们一起找 我去帮忙 毛力兰忙到 我也是 远山河叶道 刚发生了这么诡异的案子 可能是人鱼做的案 跟这巫女大概会好一点吧 他们还真是喜欢跟军会小姐在一起啊 毛力小五郎目送三个女孩子离开 挽起袖子 赶紧动手把名册找出来吧 这边 福布平次 柯南 毛力小五郎收拾房间 一边找名册 一边顺便 把其他书收拢到一边 清扫一下乱糟糟的地面 另一边 导带军会提议分头去检查房间 远山河叶跟毛力兰有些迟疑 不过看大家离得多不远 也就答应了 导带军会选了通往 池飞池所在房间的线路 脱离了两个女孩的视线 一边检查房间 一边朝池飞池所在的房间移动 离放名册那个房间 进的其他房间里 多多少少都有海鸥停留过的痕迹 越往外围越少 导带军会到了一个房间前 先是看了一下门口留的一张烧过的纸页 确定是自己临走时留下来的 也没有人进出过的破坏痕迹 心里松了口气 打开门锁 走了进去 池飞池依旧趴在桌子上 手搭在桌边 好像一直没有移动过 导带军会上前 将池飞池放倒在地上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将安眠药化好的谁给池飞池灌进去 又很快起身 出门 锁门 离开 等门外脚步声走远后 池飞池才坐起身 将嘴里的药水吐出来 看来导带军会打算让他这么睡下去 也不怕 把他要傻了 放名册的房间里 服不评次 柯南和毛利小五郎找了一会儿 终于找到了 写着购买号码牌名字的名册 前外务大臣 内阁官房长官 日营总裁 服不评次看着手里的名册感慨 一大堆 以前负责主导日本政务的大人物啊 看来大家都想长生不老吗 毛利小五郎 翻着自己手里的那本 柯南也翻着一本 在名册上看到工业质保这个名字后 疑惑了一下 不过考虑到会员哀不像那种 会追求青春永驻的人 就没怎么在意 大概是重名吧 外面突然传来远山荷叶 毛利兰的惊叫 屋里的三个男人立刻冲了出去 毛利兰 远山荷叶看到一个很像门邪杀枝的人 正阴侧侧地盯着这边 很快又不见了 而导带军会去后门那边 临时搭建的仓库 找了 没等一行人找过去 周围的天空突然明亮起来 大火将仓库吞噬 熊熊大火照亮了夜空 而就在一行人跑到仓库前时 之前放花名册的房间 不知为什么 也突然起火了 等福布评刺和柯南 从后门外赶到房间前 整个房间也被笼罩在大火中 夜空中有一只飞向远处的海鸥 拉长声音鸣叫 不过视线都聚集在大火上的人 都没有在意 昏暗的房间里 迟飞迟听到海鸥的鸣叫 躺下 继续睡觉 先不管以后会不会用到 把名册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好 他不是为了坑柯南 否则也不会特地等柯南看过名册 得到一点线索之后再引火 而是 如果名册有什么线索的话 可以去坑FBI的赤井秀衣 大火足足烧了一夜 天亮之后才被扑灭 池飞池也没怎么睡好 外面太吵了 而且才天刚亮的时候 导带军会又来了 这次是以长寿婆的形象偷偷过来 又给他灌了药水 还不忘给他喂点水 害得他差点没把药水含住 直接咽了下去 虽然名册烧了 具体名单留了 暂时不想跟别人聊天 但他也不想就这么沉睡过去 落入艰难的困境不危险 最危险的境地 是丧失了自身的意识 和身体掌控权 哪怕看出导带军会不会杀人 他也不想把决定自己死活的权利 交到其他人手上 相比起池飞池 其他人就更惨了 几乎熬了一夜 看着大火熄灭 才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很快 警方从仓库里找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什么 之前仓库里还有人 腹部平次头皮发炸 都快了不少 会是谁 失踪门邪杀枝 还是 虽然他相信 池飞池能够应付大多数险境 但如果 从他和柯南 昨天早上醒过来的九点钟算起 池飞池已经失踪超过二十四小时了 就算池飞池被什么情况绊住 没有完全脱离险境 也该想办法 试图联系他们了才对 可一直联系不上 警方也在山林间 悬崖边 海滩上搜寻过 不仅没见到人 连一点暗号或者痕迹都没有 简直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是 负责救火的其中一个男人道 虽然烧得有点焦黑 但还是能看出来 戴着眼镜 穿着蓝色的衣服 大概是下落不明的沙枝的焦尸吧 不是飞池哥 伏部平次 虽然觉得这么想不厚道 但心里还是松了口气 军会 长寿婆慢吞吞走过走廊 四处张望 你在哪里啊 军会 伏部平次一愣 转头问远山荷叶 军会小姐还没有回来吗 嗯 远山荷叶皱了皱眉 不行 我不放心 我要跟老婆婆一起去找 毛利兰跟了过去 我也去 远山荷叶也立刻跟上去 只剩下两个人在场 柯南背对着伏部平次道 喂 伏部 我记得军会小姐说过 她之前才刚去本岛看过牙医 她是这么说过 伏部平次脸色一变 难道 如果用她的名字去问的话 应该马上就可以知道是哪家牙医诊所 柯南道 笨蛋 伏部平次脸色难看的打断 你再胡说些什么呀 你别装算了 柯南转过头 脸色沉重地看着伏部平次 你一定也想到了吧 和我一样 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两人没再多说 找到毛利小五郎 让毛利小五郎打电话 拜托警察去调查 下午 警方那边打来电话 已经找到了那家牙医诊所 对比了交尸的齿形和导带军会 在治疗牙齿时留下的资料 完全吻合 伏部平次 听完毛利小五郎的转述 愣在原地 也就是说 那句交尸 真的是导带军会 不可能的 门外 福山路郎跪倒在地 崩溃痛哭 这不是真的 伏部平次一行人去找长寿婆 说了导带军会的事 到了院子里 柯南低声问道 福部 有多久了 福部平次一愣 明白过来 快有三十个小时了 平次 远山和叶走向说悄悄话的两人 迟疑着 那个 福部平次转头看去 飞驰哥还是没联系你吗 远山和叶 看着福部平次问道 福部平次 被远山和叶盯着 没法说谎 压了压头上的帽子 压下刘海挡住眼睛 根本就瞒不住了吗 军会小姐死了 远山和叶强忍着眼泪 明明昨天晚上 他还跟我们在一起的 这次来这里 真是糟糕透了 身边的人不停 不停地出事 和叶 不管凶手是谁 有句话 我们是非说不可的 福部平次抬眼 坚定地注视着远山和叶 我们无法放任那个家伙 不管了 一定要把那个草菅人命的 杀人狂给解决掉 爸爸 毛利兰跑了出来 我刚才在神社里 接到一通电话 一对东京的老夫妇 打电话过来 说 感谢之前门邪变葬 将如更之剑让给他们 虽然花了一百万日元 但他们儿子的手术成功了 而门邪变藏卖剑的时间 就是祭典当天早上 今年还没有抽剑的时候 而门邪杀枝之前的 如更之剑丢了 也就是说 门邪变藏卖出去的 那只如更之剑 是偷拿了自己女儿 门邪杀枝的 后来 变藏先生幸运地抽中了剑 柯南低声道 可是记录抽中剑的名册不见了 只留了买号码牌的登记名册 然后放名册的地方 还失火了 几乎就差名说 门邪变藏并没有抽中剑 而是拿了当时死亡的 海老元寿美的剑 真是怪了啊 福布平次戏谑说着 也在往门邪变藏 为了夺剑卖钱 而杀人的方向去想 昨天为寿美小姐守灵的时候 遇害的奈婿子小姐身上的 如更之剑也丢了 而且 池哥哥前天到岛上来的时候 就去过门邪家调查 还跟变藏先生接触过 柯南继续道 以那家伙的敏锐 就算只是去过一次 也很可能已经发现了 什么关键的东西 总之 我去办丧事的海老元家看看 福布平次立刻转身就跑 功腾 我说错了 大叔 你就去门邪家看看吧 柯南低头思索着 不对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如果门邪变藏先他们一步 偷走了抽中 如更之剑的人的名册 那么 之后为什么还要放火烧掉 放名册的房间 是留下了什么痕迹 还是名册其实没来得及带走 所以纵火烧毁 等等 痕迹 那两只海鸥 如果在他们之前 有人进了房间 那两只海鸥应该早就 被惊走了 也就是说 中奖名册 不是在他们来之前被盗的 而是在更早之前 门邪变藏 更早之前就猜到 他们会去看名册了 不是没这个可能 但最大的可能是 有一个更方便的人 提前拿走了名册 而目的 就是为了将嫌疑 转嫁在门邪变藏身上 那么提出带他们来看 名册的导带军会小姐 可是 导带军会小姐已经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过 不管怎么说 他和福布又错了 门邪变藏 很可能不是凶手 真的当门邪变藏 当成凶手 他们就中了真正的 凶手的诡计 嗯 他为什么要说 小鬼 毛利小五郎 见柯南愣在原地 出声喊道 你还跟不跟我们去门邪家看看 来了 柯南连忙跟着跑上去 在没人看到的角度 转头看了一眼导带家 目光凝重 他必须要去确认一下 而且还缺一点关键线索 那个他怎么也想不通的地方 可恶 要是知道 池飞池发现了什么的话 说不定他就能明白了 倒带家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池飞池躺着看天花板 一动不动 断练耐力 外面的响动 一直没怎么停过 传到房间里 已经很轻微了 他也听不清楚 不过估算一下 差不多到了 该怀疑门邪变藏的时候了吧 就是不知道 柯南和福布评次 有没有发现他给的提示 让海鸥留在房间里 一是为了让福布评次 和柯南确定 这是海鸥做的 别把他和名册联想在一起 那只是海鸥的潮被大风吹坏了 跑到这户人家来躲避风雨 跟他没一毛钱关系 他根本没出去过 更没去过什么放名册的房间 二则是 给那两个家伙一点提示 这么躺着 是断练耐力和心性 不过考虑到倒带军会回来之后 跟他同在一个屋檐下 他就不太方便吃东西了 还是趁早结束比较好 预想应验了 倒带军会伪装成的长寿婆 就躺在他旁边那堵墙后面的房间里 两个房间背靠着 门开在两条平行的走廊上 要过来或者过去 都要绕到另一条走廊 但实际上 中间只隔了一堵墙 之前福布评刺跟长寿婆说 倒带军会死了 他在这个房间里 都能隐约听到一点 就这点距离 就这种隔音效果 别说在这边吃东西 恐怕他翻身 动静大一点 倒带军会都能听到 两个隔了一堵墙的房间里 驰飞驰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倒带军会 伪装成长寿婆 一动不动躺在被窝里 两个人都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不说话 不动弹 就好像在玩123 木头人 谁先动谁就输了一样 那边 福布评刺到了海老园寿美家 在一双提供给守灵客人的凉鞋底部 发现了踩过箭矢的痕迹 推断出了海滩上 蔓延到海边的脚印的谜题 又知道了 昨晚他们离开之后 门鞋遍葬慌慌张张地紧跟着 他们出了守灵现场 好了 他捶门鞋遍葬是凶手 发现警方已经在追捕门鞋遍葬之后 福布评刺就坐在海老园家后门走廊上 看着警方在海滩上忙活 发觉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 接通 喂 宫藤 一旁 远山和叶一或转头 呃 不对 是大叔啊 哈哈 福布评刺遗憾 默默把称呼扯回来 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推理 我刚想打电话给你呢 因为嫌疑最大的就那两个人 我在这家的一双凉鞋底下 找到了可疑的痕迹 警方对比之后可以确定 那就是踩到如更之剑剑剑的痕迹 这就证明 凶手是从守灵的房间出去 走到奈婿子小姐等待的余往前 把他杀害之后 又走回到守灵的房间里 当时能够自由出入那个房间的人 只有比我们先到那个房间的人 除了遇害的奈婿子小姐和军会小姐 就只剩下变葬先生和陆郎先生了 还有 警方已经从我们找到的那个泳圈上 发现了变葬先生的指纹 所以 综合来看的话 凶手应该就是 腹部一直静静听着的柯南打断 轻声道 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推理 你仔细听着 从海鸥停留的疑点 到他去门邪杀枝家确认 他没有在门邪杀枝家里 找到门邪杀枝的医保卡 那个困扰他的 想不通的地方也解开了 导带军会并没有死 当初去看牙医的 其实是门邪杀枝 不过门邪杀枝的医保卡丢了 才借用了导带军会的医保卡和身份 那么 仓库里发现的 那具牙齿治疗痕迹吻合的交湿 不是导带军会 而是门邪杀枝 我之前就说过 以池飞池 那家伙的敏锐 就算只是去过一次 也很可能已经发现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别忘了 池飞池不仅去过门邪家 他也去过军会小姐家里 如果他在门邪家的时候 就发现了什么线索 不可能不告诉我们 他绝对会给我们提示的 他会一个人离开 会不会是那个晚上 他发现了什么之后 被某个人察觉到 然后跟他约好了第二天见面 并好好谈谈 柯南平静续说 他那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冷冰冰的 不通人情 很难相处的人 但你也知道 其实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发现了什么 不过当时 能够及时阻止他对外说出去 又能让他同意见面的 就只有出来之后 跟他聊过的军会小姐了 综合所有信息 都指向了一条 倒带军会是凶手 而动机 恐怕就是三年前 那具在仓库里发现的交湿 根本没有什么长寿婆 那具交湿没有脚 是因为 那是一个将自己的腿曲起来 扮演长寿婆的女人 这么伪装的人 恐怕是军会小姐的母亲 柯南低声道 在她的母亲死后 由她来扮演长寿婆 听陆郎先生说 她的特殊化妆技术特别高明 还曾经获得过奖项 笨蛋 那绝对不可能 福布贫辞黑着脸咆哮 我才不相信呢 福布 去掉所有不可能的因素 留下来的东西 无论你多么不愿意相信 柯南沉声道 但那就是真相 你说什么 福布贫辞依旧想反驳 却骗不了自己的内心 听说那边的警察说门鞋 便藏在山里被抓住了 立刻起身 总之 变葬先生被抓住了 我现在就过去看看 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朝山林间跑去 通话结束 柯南神色沉宁地站起身 他也不相信 不过那就是真相 现在知道 池飞池在哪里的 只有导带军会 他还得去用大叔的身份推理 赶紧让导带军会说出来 一个小时后 村里所有人都被柯南 以毛利小五郎的名义 召集到村子正中的议事堂中 沉睡的毛利小五郎就位 面向众人 警察将醉醺醺的门鞋 变葬带了过来 侦探先生 我们已经照你的话 把这家伙带过来了 这家伙在山里逃窜了很久 那么 现在就请你开始 众所周知的毛利小五郎的推理秀吧 躲在毛利小五郎身后的柯南 用变声器问道 开始前我想问一下 那个大板少年呢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进山 找变葬先生吗 我们在山里走散了 之后就没见过他了 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警察 带着门鞋变藏到一旁坐下 柯南一愣 没有再问下去 现在他躲在毛利大叔身后 不方便出去打电话 那就等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木屋里 村里的人陆陆续续道来 坐下 柯南在毛利小五郎身后 皱眉看着手表 怎么回事 都等了四十多分钟了 福布怎么还不回来 一边是失踪了三十二个小时的池飞池 一边是突然也失踪了的福布评次 这两个人 不会又跟叶财三那次事件一样 两个人都遇险了吧 不对啊 导带军会应该没有时间 去对福布下手 那福布去哪里了 喂喂 毛利先生 你还要让我们等多久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 忍不住埋怨道 我们当警察的 可没有那么清闲 毛利兰拉开门 带着长寿婆走了进来 村民转过头去 都有些惊讶 命 命样 命样怎么也来了 柯南深呼一口气 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道 好了 既然演员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不能等了 相比起福布评刺那边 是连超三十个小时的吃飞驰 更需要尽快确认位置 从海老园受美 黑江奈婿子被杀的手法 再排除门鞋变葬的嫌疑 排除福山路郎的嫌疑 跟原剧情不同的是 柯南还多了海鸥这个线索 也是以这个作为切入点 最后 揭露了真正的凶手是 长寿婆 也就是导带军会 导带军会也站了起来 卸出了长寿婆的伪装 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也说了自己杀人的动机 从他祖母开始 到他母亲 再到他 都是长寿婆的扮演者 三年前 喝醉了的三个好朋友 将扮演长寿婆的他母亲 锁在仓库里 放了火 就是因为没抽中箭 而心有怨气 也是因为想看看 长寿婆是不是真的不死 他母亲被困在仓库里烧死了 临死前将扮演长寿婆的任务 托付给他 他母亲说 因为太喜欢这个小岛了 不希望长寿婆就此消失 真正让导带军会忍无可忍的是 那三个人 还盯上他母亲的坟墓 想要通过吃人鱼骨头 来获得长寿和永生 导带军会低着头 忍着眼泪 他们居然盯上了那个坟墓 那个我和妈妈两个人 努力维持着的 不止你们两个人 门被拉开 一身狼狈的福布瓶刺 亮呛了一下 靠在门口 躲在毛利小五狼背后的柯南 吓了一跳 福布 福布瓶刺喘了口气 看着一群村民 其实知道命样这个诡计的 还有其他人 对吧 之前那个大叔 听到军会小姐的死讯 就脱口而出 说祭典只能办到今年了 抱歉 军会 那个被福布瓶刺 看着的大叔起身 低着头 不敢看岛带军会 除了岛上的年轻人 大家几乎都知道这件事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低下头 愧疚坦白 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 三年前仓库里的交尸 是你母亲 当年火灾发生之后 大家商量过 干脆告诉你真相 以后祭典停办算了 结果看到 努力扮演命样的你 出现在大家面前 就什么话 也说出口了 再加上我们这个岛屿 是人与岛 既然你愿意继续扮演命样 我们也就默默协助你 一群人说着 行了一个土下做的大礼 虽说是为了整个小岛 但是我们对不起你 军会 请你原谅我们 请原谅我们吧 怎么会这样 岛带军会正正看着一群人 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又伸手擦掉眼泪 既然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对啊 你们早就该从长生不死的 梦魇中清醒过来了 正因为生命有限 所以才显得更重要 正因为生命有限 所以才更应该努力不懈 服不评次政策说完 盯着岛带军会 那么 军会小姐 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飞驰哥在哪里了 他昨天早上 应该是过来找过你的 对吧 岛带军会 擦了又流下来的眼泪 点了点头 他在那边的房间里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两个警察起身 准备陪岛带军会一起过去 在岛带军会走到门口时 伏不平次忍不住问道 在去你家里时 他就发现了什么 对吧 他那时候 到底发现了什么 让你 他发现了长寿婆并不存在 岛带军会停下脚步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照顾一个老人洗澡 也因为浴室通风口 生腾出的水汽太少 他看出了那个浴室 不适合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沐浴 所以猜到了那个家里 早几年就不存在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 其实我是骗你们的 我们那晚并没有约定去守灵 而是约了第二天早上 在我家见面 我只是想让他睡着 等门邪先生 被作为嫌疑人带走后 再让他醒过来 跟他道歉 原来如此 伏不平次听岛带军会 只是让吃飞时睡着 心里松了口气 压了压头上的帽子 嘴角忍不住扬了扬 低声感叹 不愧是医生啊 虽然是兽医 兽医 岛带军会疑惑 是啊 他没有跟你说吗 伏不平次问道 没有 那天他只是提出要去浴室看看 然后跟我说了他的分析 其实仔细想想 无论是这次祭典上火炬 一次一次熄灭 还有被池先生 发现了长寿婆的真相 亦或者落难的海鸥 跑到我家里 而且 放名册的房间 不是我烧的 我也不明白 那里为什么会失火 我想 这是上天对我的所作所为 感到愤怒吧 再惊醒我 让我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导带军会看向远处 暗沉下来的天空轻声说着 眼里迎着悲伤 妄想获得神明力量的人 最终都会化为恶魔 以前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那些疯狂追逐长生不老的人 有时候 他们心里的疯狂比恶魔更像恶魔 现在看来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 长生不死的神明的我 何尝不是 想用神明的名义 对人进行引诱 最终也免不了化为一个 罔顾人命的恶魔 之后 军会小姐带着警方 找到了在房间里昏睡的池飞池 第二天一早 警察带军会小姐离开的时候 岛上的居民 都默默集中在码头相送 海上又起了风浪 海鸥在周围低鸣腾飞 就像是不愿意与这个三年来 独自支撑着这座岛屿的巫女离别 柯南站在码头上 看着跟警方离开的岛带军会 心中感慨万千 脑海里回想着个人独白 军会小姐登船前 转头回望这座岛屿 似乎也在眷恋 这座自己祖辈守护了多年的 池先生 岛带军会 回头唤了一声 柯南 请把他上一段想法删除 看着手机的池飞池抬头 什么事 岛带军会沉默了一下 没什么 那天你看着 大家说话的模样 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池飞池道 心里藏了一堆心事 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 糊弄别人 那个时候 他那双眼里的认真和专注 跟你那天一模一样 岛带军会抬起头 注视着眼前那双平静的眼睛 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吗 池飞池眼里依旧没什么情绪 算不上喜欢 只是一个无论怎么样 都讨厌不起来的人 那我就放心了 看来你也不会讨厌我 岛带军会笑了笑 转身跟着警察上船 没有回头 毕竟 要是被你这种聪明 又敏锐的人讨厌上的话 我会很苦恼的 之前真是抱歉 害你饿了那么久 呃 肚子不算什么 时飞迟到 船只在这背过身的巫女 在风浪中驶向远方 唉 毛丽兰 远山和叶七七叹息 此水几时休 此恨何时已 只愿军心似我心 定不复 就是这两天 工作堆积了不少 有点麻烦 池飞池低头 继续看着手机上的讯息 船上的导带军会 终于回头看了一眼 目光优怨 毛丽兰 远山和叶沉默了一下 看着收回视线 再也不回头的导带军会 又起起叹了口气 唉 神女有意 相亡无心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伏不平次一头黑线 刚想跟旁边的柯南 吐槽两句 一转头 就看到柯南 也一脸惆怅地叹了口气 唉 伏不平次语色了一下 低声问道 你又为什么叹气啊 不为什么 看到他们叹气 下意识地就跟着做了 柯南理所当然道 你不知道吗 叹气跟打哈欠一样 也是会传染的 伏不平次愣了愣 一手无脸 仰天叹气 唉 他认识的都是一群什么人 池飞池抬眼看了看一群人 又低下头 继续看手机 一群多愁多病的小鬼 客船靠岸 观光客陆续上船 池飞池一上船 就钻进了房间里 连午饭都让人送到了房间里 这两天 确实堆积了不少事情 不一定需要他去做什么 但他一定要了解 首先是组织那边 从之前的窃听情况来看 吉本荣又没有出卖 背叛组织 只是为了拿到如更之鉴 去讨好某个人 但这家伙背着组织偷偷行动 肯定也有了一些摆脱组织 自己发展的想法 估计已经被勤酒默默 记在小本门上了 只是现在没有清楚的必要而已 再就是 Dank娱乐公司的事 具体事务不需要他管 但目前的发展情况 他要了解一下 做到心里有数 另外 网络公司已经注册好了 名字是他取的 Umbrella 安布雷拉 保护伞公司 是恶趣味 也是 他对这个新公司寄存的野望 原本他便宜老爸老妈 是打算出资之后 由他占股份大头 不过被他拒绝了 等组织的是解决了再说 目前 他在新公司 只有0.5%的股份 跟小田切明也 森渊局人一样 哪怕有个顾问的职务 看起来也像是他父母带着他玩一样 让人怀疑他手里一点实权都没有 这也是 他想要看到的效果 不过实际上 新公司的大致发展走向 几乎还是他来决策 提议 在由持针之界考虑之后 传达给执行董事 这也是顾问的职责和权利 还真没毛病 公司注册在英国 英国正方不会对经济过多干涉 进出口贸易方便 我还争取了一些便利 具体的 你可以看一下之前传给你的资料 另外 我找了一个执行管理者 电脑那边 持针之界一脸严肃 他的名字叫麦克威尔逊 美国人 曾经是微软的员工 不过他的想法太激进 一直不被采纳 他选择了离职 我答应给他股份 入职0.2% 看来 您很看好他 时非迟到 对于公司管理者来说 股份奖励机制是有必要的 不过一来 就用0.2%的股份雇佣 确实能看出持针之界 很看好对方 持针之界见视频那边 持飞迟脸色一直平淡如初 满意地点点头 他不错 不过 我觉得他的一些想法有些激进 咚咚咚 那边传来敲门声 持针之界对持飞迟道 他来了 你跟他沟通一下自己的想法 嗯 持飞迟轻应了一声 一个激进拍 不知道能激进到什么地步 请进 持针之界说了一声 起身离开了电脑前 跟那边的来人沟通 持飞迟听不太清楚 也没刻意把电脑声音调大 等了一会儿 那边电脑被转动 面向坐在沙发上的年轻人 一个看起来应该布满30岁的白人 头发金的耀眼 五官斯文 飞矿眼镜下有一双咪咪眼 穿着一身很正式的黑色西服 持飞迟观察了一下 看起来很正经的人 不过细节出卖一切 这家伙 嗨 威尔逊咪咪眼笑着 说话像是碎碎念一样 语速极快 还带着怪异的节奏感 顾问您好 我是Boss雇佣的执行董事 迈克威尔逊 Boss刚才告诉我说 英文也没关系 不过我觉得 还是说日语比较好 我觉得我的日语说得很好 说起来有纯正的东京的味道 确实不错 迟飞迟到 其实你说 中文都没关系 那可不行 威尔逊连连摇头 继续以碎碎念的语调道 那太难了 您或许不知道 那边的发展很快 我想过去学 以后肯定能用上 可是中文不仅有很多发音 很多字 同一个字 又有不同的意思 您知道吗 他们的汉语词典 足足有1.3公斤重 看来你有了解 比如 持飞迟来的兴趣 光凭威尔逊发现 中华发展很快 这个人就不简单 而且口上说着难 但听威尔逊的话 这家伙分明还在偷偷学 干脆换了中文 开口道 眼看自行车 要倒了 我一把把把把把住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哦 威尔逊双手抱头低下头去 声音痛苦 您别这样 一旁 持针之介自己去泡了杯咖啡 坐在一旁看戏 看来他儿子能接受威尔逊这性格 这人吧 能力是很强 在外面也很正经 就是背地里神经质 不等吃飞吃开口 威尔逊又坐直了身 有一双眯眯眼的脸上 神情严肃 用日语道 您这样太打击我了 好吧 我实话实说 我已经学了三年了 您那句话里的字我能听懂 不过整体连起来又不太懂 我之前想跟在美国的中华人对话练习 不过他们好像觉得跟我说中文太费劲 总是跟我说英文 我好难 对了 以后能给您打电话吗 我们就用中文聊聊每天的生活状态 我从美国来到英国总部坐镇 每天都有很多话 想找人说一说 在员工面前 我得保持一个严肃庄重的形象 我好难 不能 持飞持听威尔逊说完 才果断拒绝 我没空 你可以找个老师 威尔逊待了两秒 垂下头去 好吧 持针之介在一旁喝咖啡 提醒道 说正事 对 说正事 威尔逊又抬起头来 碎碎念叨 其实真正吸引我过来任职的 是BOSS给我看的第一阶段计划书 不然我已经打算 自己拉投资去开公司了 天哪 能跟您聊聊 我真是太激动了 您不知道 您的计划书有多么优秀 没人比我明白 它有多优秀 迟飞迟到 威尔逊被噎了一下 仔细想想 这是顾问的计划书 顾问当然明白 它有优秀 没毛病 连自恋都算不上 因为确实优秀 只能说自信 好吧好吧 那我就谈谈我的理解 我只看过第一部分计划书 是推出社交软件 目前市面上的社交方式 一种是单对单 比如邮件 再加上文件 图片传输 另一种是群体聊天室 顾问打算将织融合 再加上账号绑定的个人空间 空间里还能分享自己的动态 还有那些促进社交的小游戏 威尔逊越说语速越快 这简直太棒了 一旦推出 那就是一场席卷出去的风暴 用户将会以滚雪球一样的速度 越滚越多 而且虽然社交免费 但是小游戏的道具 装扮 绑定手机的信息提醒这些 都可以盈利 一旦用户基数多警号 百分号与等于 语速过快 池飞池分辨不出 威尔逊到底在说什么了 威尔逊 at警号百分号百分号 池针之介 池飞池 这人说话 不需要喘气的吗 威尔逊又自己巴拉巴拉了一会儿 常常缓了口气 总之 这真是太棒了 我觉得自己 就算开了公司 也没有您这么棒的计划 和这么丰厚的财力 所以我放弃了 要了股份 来帮您 其实我更期待您接下来的计划 持飞池面无表情 找这么个话了 自己老爸真不容易 持真之介面无表情 他一会儿需要去 见见公司法务 不知道因为受不了 员工喋喋不休 动手把他嘴堵上 犯不犯法 照这么看 您的第一阶段计划 只是社交 之后是什么呢 搜索引擎 网络音乐 网络游戏 新闻门户 啊 威尔逊感觉周围一股冷意 电脑屏幕里 也透出一股冷意 眯眯眼沉默了两秒 放缓了语速 就是比较好奇 您下面打算对什么下手 当然是全部 还有虚拟货币 网络购物等等 持飞池收敛了眼里的忧冷 威尔逊 这是一个帝国 我要一个强大的垄断帝国 一个网络生态圈 我这么说 你应该能明白 威尔逊抬起手想拍桌子 不过碍于旁边持真之介身上 发出的冷意 还是忍住了 深呼一口气 有些扭捏道 我亲爱的顾问 喜欢男性吗 持真之介 不问法务了 他想直接动手 持飞池脸色发冷 语气依旧保持着平静 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帮你安排 不用 我开个玩笑 威尔逊遗憾 又忍不住调侃道 您为什么不能考虑呢 我相信 我们心中都明白 那是一个多么辉煌 庞大的帝国 也只有我们明白 其他人根本无法理解您的想法 您的才华 您的 持飞池语气阴沉下来 在我想弄死你之前 我建议直接买 威尔逊神色认真起来 把研发相关软件的公司 直接买下来 节省开发时间 在基础上改良优化 作为我们的产品 尽快推出 甚至我们完全可以多买几个公司 人 专利 产品 项目 整个公司打包买 不对 人不能买卖 不过 我们可以接受原本优秀的员工 总之 尽快把班底搭建起来 BOSS觉得不用着急 不过 我觉得必须急 我也觉得必须急 持飞池点头 他明白 为什么持真之戒觉得 威尔逊激进了 跟火烧屁股一样买买买 还是直接买公司 任何老板都会觉得 这个想法激进 不过他考虑之后 也觉得可以买 如果再早一年 或许还可以慢慢来 没错 近一年 电脑 手机的普及率 增长迅速 威尔逊道 电子产品发展得太快了 如果不买现成的 等我们的班底搭建好 产品开发好再推出 还不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会不会有人抢先一步推出 先推广开的就是赢家 持飞池继续道 身边的人都用A软件聊天 新用户也只会选择A软件 而不是B软件 A软件只会越来越好 而落后一步的B 只能慢慢凋亡 威尔逊摊手 一脸惋惜 我就知道您能明白我 我也能懂您 您真的不考虑 那就去做 持真之戒打断道 威尔逊 你先出去吧 我跟飞池聊一点家事 威尔逊一噎 最后看持真之戒撇过来 还是妥协了 走到门口回头问道 好吧 我有空的时候 真的不能给顾问打电话吗 只是单纯沟通一下公司的发展 持飞池 我没空 碰 持真之戒直接关上门 回到沙发前 以后离威尔逊远一点 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持飞池问的就比较直接了 能不能直接弄死 你最近的想法很危险 持真之戒这么说着 心里还是松了口气 好了 没你什么事了 只是让你认识一下威尔逊 以后安布雷拉这边的事 你先不要插手 持飞池点了点头 威尔逊这家伙有点吓人 但不可否认 确实是个人才 既然不能直接弄死 那他还是躲一躲 而且他也不希望组织发现 他在安布雷拉有话语权 以免安布雷拉发展起来之后 组织想把触手伸进安布雷拉 威尔逊会出去乱说吗 不会 持真之戒肯定道 我知道你身边有一些危险的家伙盯着 特地告诉过他 让他不要对外提有关你的事 当你不存在 从以往的任职经历来看 他是个守得住秘密的人 哪怕是喝醉了 也不会对别人说什么 其实威尔逊在员工面前很正经 之前和我说话 也没有这么过分 我没想到 他会 总之 你别理他 没什么事就先不说了 视频被关闭 池飞池 说好跟他聊聊家事呢 当天夜里 客船停靠在金刚的码头 我们就先回大阪去了 福布评刺挥了挥手 将行李 放在事先预定好 来接他们的车上 明天还要上学呢 大说 飞池哥 小来 有空记得来来大阪玩 远山和夜笑着挥手 池飞池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放寒假的一月份 福布评刺约 他们到人鱼岛去找人鱼 过了几天跟他说 明天要上学 他猜明天是九月份 第二天 十月十一日 一辆黑色节路池 Zalos停在东京街头 靠近人行道的车窗 被放下一道缝隙 车上 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 静静翻看一本书 街道对面 留着一头长银发 穿着黑风衣的高个男人 直接穿过车流 旁若无人地走过 池飞池抬眼看了看 收回视线 过个马路这么嚣张 也不怕 有车主不管不顾 直接撞过去 勤酒走到黑色节路池 Zalos面前 拉开车门 一旁被迫逼停下让路的车主 开车路过 低骂了一句 混蛋 勤酒转头 瞪 池飞池侧目看了一眼 把那本网络编程方面的书籍盒上 丢到后座 你害我车牌被记住了 有什么关系 勤酒见那辆车离开 上车关上车门后 随手按下了点烟气 反正是用别人名义登记的车牌 记住了车牌 也查不到你头上去 池飞池将自己那边车窗 又放下来一些 以免等会儿车里全是烟味 如果换作我 我就直接撞过去 勤酒抬眼看了看 池飞池那张一容脸 一点面子都不给得直白道 你不会 池飞池 好吧 他确实不会 如果路上遇到勤酒这种不看车 直接嚣张走过去 害他急迫杀停的人 他不会直接撞 车子失灵 和故意开车撞人 留下的痕迹不一样 后者他是要被追责的 干嘛为了一个混蛋 把自己搭进去 就算不拘留 只是赔钱 他都不乐意 太亏了 至于怎么办 那要看他当时的心情 如果他心情不好 那就把人记下来 查一查 找个没监控的地方收拾压的 如果他心情好 那也把人记下来 以后碰到有机会再说 直接状态冲动 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我是说正常的时候 勤酒又补充一句 至于不正常的时候 他没法判断 池飞池会不会撞过去 所以说 不正常的人最麻烦了 池飞池没有接这句话 不是默认 而是懒得跟勤酒掰扯 没想到你真跑过来了 这是好像不归你管 最近很闲 组织内 勤酒也不是什么破事都管 像今天接触程序设计师 让人答应为组织工作的事 勤酒根本不用过来 拿那个被炸死的倒霉鬼龙舌兰来说 搜集程序设计师的情报 入室搜查 套人上钩 那段时间联系的是贝尔摩德 配合的龙舌兰也是贝尔摩德 就算不是贝尔摩德 也只会是其他情报方面的人 而到了具体交易的时候 行动过程中 联系的又是勤酒 具体划分 有时候不是那么明朗 但勤酒一般是收网行动 要么就是负责交易的最后阶段 要么就是情况明朗了 清除某个人的时候 当然 贝尔摩德负责的又比较杂 行动需要时要配合行动 情报搜集时需要配合情报搜集 至于他 目前来看 应该是想先让他什么都接触一下 跟踪监视 情况确认 暗杀清理 坑人禁组织 再加上那一位给的自由行动的权利 估计那一位也是打算把他的一容术 往死里用 勤酒间车上点烟气提示灯跳了 拿过点烟气点了支烟 冷声提醒道 对我说话客气点 你的能力考核评估还在我手上 哼 池飞池意味不明地低笑了一声 转头看向车窗外 别说他目前表现已经够出色了 就算他能力差劲 那一位只要需要他的造血干细胞 需要他配合研究 甚至确信 他被洗脑成功 他的待遇怎么都不会太差 当然了 勤酒不是威胁 而是在解释 那一位确实是打算让他什么都接触一下 而勤酒得跟着他 不单是评估 也是看着他别出什么事 再直接点 勤酒的意思是 你以为老子愿意跑过来 还不是为了评估你的能力 给那一位打小报告 顺便帮你兜底 他笑的意思大概就是你的解释 我听懂了 不过基于勤酒的态度和前台词这么恶劣 他也干脆丢个笑声 让勤酒自己体会去 车里静了一会儿 两人默默抽着烟 气氛难得悠闲 你到底打算怎么做 勤酒问道 池飞池依旧盯着车窗外的一家餐厅 说到这个 倒是来了点兴趣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家伙的资料 勤酒看过资料 还是池飞池从绿川沙溪那里 直接复制给他的 那家伙在游戏公司工作的薪酬不算低 这几年也有一笔积蓄 有个漂亮的妻子 为了幸福生活不被破坏 他一点都不想跟什么奇怪的人 或者是扯上关系 其实这种人 可以找人在他家附近赚上一两个月 他自己就先崩溃了 池飞池收回视线 将没抽多少的烟暗锡 从外衣口袋里 拿出一个信封 翻出一张照片 我说过 不用那么麻烦 看看这两个人 在看他们的经历 平时的互动 他拿出来的是一张男女合照 照片上 女人五官俏丽 身材 打扮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男人就差了一些 其实五官不是很扎眼 不过也算不上清秀 再加上过矮 微胖 也不懂收拾整理自己的形象 两个人站在一起 很违和 从绿川沙溪调查到的那些事来看 他们的目标 追了自家女神五年 嘘寒问暖 最终把女神娶回家 结婚至今一年 女方往死里坐 男方往死里哄 有求必应 在外人口中 这就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女人的朋友说过 好羡慕她 有个这么包容她 这么爱她的老公 男人的朋友说过 真羡慕她 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绿川沙溪在偷偷打听的消息 大多是这样 连请酒都觉得 可以找人去让那个男人感受到 幸福会消失的威胁 被迫答应他们的条件 这么处理 也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在池飞池看来 没必要花那么多精力 如果说 那个女人婚后懂得持家的话 那么 日子也能过好 不过那个女人过于虚荣 挥霍无度 结婚一年 男方以前的积蓄 至少缩水一半以上 好 就当人都有缺点 人家愿意惯着 别人也管不着 不过从调查情况来看 女方并不在乎男方 根本不用 从一些微表情 潜意识动作 去分析 只从一些过往事迹 就能够看出来 女方只会不断索取礼物 能不将男方介绍出去 就不愿意介绍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就会发脾气 或者失联 这两个人 说好听点 是男人用深情和执着 打动了女神 最终抱得美人归 说难听点 就是女神玩够了 找个经济能力 还不错的老实人嫁了 还根本没把丈夫放在心里 池飞池等勤九 回忆了一下调查资料 才总结到 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勤九第一次听舔狗 这个说法 不过不妨碍 他理解其中的意思 与其带上一丝戏血 看来今天不会那么无聊 等着看好戏 池飞池继续看向 车窗外的街道 前方街角的高档餐厅前 站了一个女服务生 旁边放了个大箱子 还立了一块抽奖的牌子 只要在旁边的店里 消费满一定金额 就可以抽奖 由于最少也有一件小礼物 进店吃饭的人 还真不少 而投奖 是一处高档别墅的 购房七折优惠卡 只有一个名额 店里窗户边 一对年轻夫妇 一起吃着饭 男人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女人仰头笑得甜蜜 不时点点头 笑得太假了 一开了视线盯着车流抽烟 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池飞池观察着女人的举止 确实是假笑 哪怕伪装的眼睛弯起 带动眼角 嘴角也扬着 但嘴唇幅度不对 眉尾也没有往下压 只要敏锐一点的人 就像请酒这样的 就算没有 去观察面部细节 都能有所察觉 另外 那个女人从两分钟前开始 双腿交叠的变换次数 已经超出正常次数 谈话间虽然笑着 但手已经数次在 耳坠边划过或者轻暗 这几乎是在说 你有完没完 能不能别说了 很烦人 而年轻夫妇旁边一桌 一对情侣 同样低声交叹着吃饭 那栋别墅怎么样 看上去很宽敞明亮哦 前面还有花园 而且离到市区也不远 生活很方便 又不一定能抽到头奖 干嘛要拉我去看房子啊 那如果抽中了 你会给我买吗 那种大气的装潢 一看就很适合我爷 当然会了 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吗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没有 我也有点积蓄 而且汽车买下来很划算啊 以后怎么也不会吃亏 女人忍不住侧头 在看到那个女孩的模样后 嘴角微微向下撇了一下 收回视线 前方一桌 又有一个男人 在跟别人通电话 似乎是那个男人的妻子 正在商量那栋别墅的事 听说装修很高档 听说只要有收入证明和优惠券 开发商可以提供借款服务 利息并不高 比去银行贷款 不知便宜了多少 那个女人忍不住出声 老公 那栋投奖的别墅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男人低声道 那只是商家的噱头 为了吸引人来他们店里吃饭而已 投奖什么时候被抽到 会被谁抽到 都不一定啊 女人心里突然有点不适滋味 旁边那一对 女的那么难看 男的看打扮 也不如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另一个大叔看起来似乎是有钱人 不过人家 也想着能买就买 那他怎么就不能想了 这还是追他的时候 要什么给什么的狗子吗 狗子变了 男人见女人闷闷不乐 迟疑了一下 那先了解一下价格和环境 不过我们已经在公寓楼住了 要是再买房子 当然了 如果能抽中投奖 房子也真的不错的话 也可以换个地方住 他的积蓄肯定不够 就算卖了原本的房子去买 也还有不小的缺口 真要贷了款 以后的日子可就难熬了 不过 总不会那么巧 被他们抽中投奖吧 女人的眉头这才舒缓开 听着其他人描述那栋别墅 脑海里想着 在里面能过上的生活 也没有之前那么不耐烦了 二十分钟后 两人出了餐厅 用消费小票换了一次抽奖机会 投奖 然后 女人就笑眯眯地拉着男人 跟女服务生去街口售楼不了解情况 后方的街边 池飞池没急着跟上去 这个圈套丢下去 其实组织没花多少钱 正好组织 有个外围成员 在房产开发公司上班 正好那个房产公司 有开发的别墅滞销 他就让那个外围成员 给老板出了个主意 先提价 再丢打折卡出去做活动 让抽中的人觉得占了便宜 考虑购房的人就会下手 不考虑购房的人 也可能将打折卡 转交给想购房的人 基于这个提议 又提出低利息贷款 就房屋抵押来 又是没有足够资金买房 但又想换新房的人来买别墅 那个开发商老板考虑之后 欣然同意了 其实不止针对这一对夫妻 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活动 到了这里 还是很正常的商业促销手段 老板为了把别墅卖出去 价格制定的肯定不会离谱 再加上有打折卡 哪怕之前提了一点价 对于买房的人也算优惠 之后 那个外围成员还提出一点 本来就是低利息贷款 那么还款时间就要紧急一点 一个月多还一些 让老板赶紧把资金收拢 咱们投资开发下一个项目 这本来也没问题 这些都会在合约里写明 有人觉得还款压力大 自然也就放弃了 但是对于一个只想要东西 觉得自己丈夫再逼一逼 还能拿出更多的女人 和一个女神叫我委屈她了 只要女神高兴 自己做什么都行的男人来说 上套的几率太高了 这两个人大概不知道 他们之所以能抽中投奖 是因为那个外围成员 特地跟门口组织 抽奖的女服务生打过招呼 以我一个朋友想买别墅 反正这个提案是我的 销售活动我负责 打折卡就给他们把这类理由 让女服务生认准了两个人 帮忙做了手脚 等男人觉得还款压力大的时候 自然就会想到去赚外快 竟然想到昨晚那个许诺 给他高薪报酬 雇佣他做事的神秘电话 就算别墅陷阱不行 只要这两个人是这样 还有更多的陷阱等着他们 比如让绿川沙溪结识那个女人 又使那个女人以前的消费习惯 变得再夸张一点 总有上钩的时候 池飞池默默盘算了一下 首先 地产开发商不亏 滞销的房屋卖出去了 其次 组织肯定不亏 人到手了 也没花多少活动经费 只是找了两个外围成员 去店里假装吃饭的客人 诱导女人去考虑买别墅而已 比长期找人去骚扰 制造压力 花得活动经费少 再之后 要说这次的目标亏了吧 也不亏 有能力的话 趁机换房子没吃亏 不过要说不亏 分明一辈子都亏进去了 没错 他是说过 可以支付高额报酬 让男人去做事 不过组织怎么可能帮这个男人 去养他的无底冻老婆 一开始给点甜头 让男人去做点违法的事 等组织掌握了犯罪证据 之后就是免费的劳工了 免费出足够的价值 为了不逼死他 组织也很乐意出钱 帮他缓解一下还款压力 怎么表现价值 帮忙做更多的事吧 帮忙拉你同事下水吧 帮忙搜集情报吧 这个男人还算运气好的 只要别做死 过个一年半载 等组织完蛋了 他也就摆脱了 要是自己做死 这个男人就会明白 什么叫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连人生和幸运都得搭进去 之后 持飞持发邮件 让一个外围成员去盯着 跟勤酒找了个地方吃饭 找个仓库踩点布置 中途目标就主动联系了持飞持 那个 你昨晚说的 有一个报酬100万日元的工作 不需要太久就能完成 是真的吗 当然 最多只耽误你一晚上的时间 持飞持换上了嘶哑难听的声音 那 具体是什么工作 盗取正田金融会社社长电脑里的资料 对于你来说 不难吧 什么 入侵别人电脑盗取商业信息 那 那可是违法的 不违法 你能这么轻松获得100万日元吗 你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等等 好 我答应 不过报酬 东西到手 报酬立刻交付 好 今天我休息 没别的工作 晚上8点之前就能完成 那么 完成之后 我再联系你 嗯 到时候联系 下午7点多 目标再次联络了持飞持 表示资料已经到手了 持飞持指定对方 将装资料的瓷片 送到一个仓库去 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确定过内容吗 确定过 男人站在仓库一排货架前 没发现就在他面前的货架阴影处 正有针孔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在对准他 对着手机那边轻声道 内容嘛 是郑田金融会社最近的融资计划书 还有一部分账单 放在架子上就可以了吗 对 东西放好 你就可以离开了 等你出了门 转账立刻就到 持飞持看着电脑里的监控画面 确定都录制下来后 挂断了电话 男人迟疑着收起手机 出了仓库 有点担心 自己遇到了骗子 对方连他的银行账户都没问 不过 在他离开仓库没多久 手机里就收到了转账信息 心里既激动 又有些不安 对方知道他的银行账户 肯定早就调查过他了 仓库不远处 持飞持等男人离开之后 整理着录下来的录音 视频 男人的资料 准备打包上传组织信息库 请酒下车 去仓库 去拿那张词片 让男人盗取的资料 也不是随便选中的 他要拿去打钱 等请酒回来的时候 持飞持已经把资料上传好了 听到开车门的声音 也没抬头 把签字板链接上电脑 在资料页最后面 签上了Rookie的签名 你要不要确定一下 词片里的内容 不用 我回去之后再慢慢确认 如果他骗我们 那就让他知道 什么是骗人的下场 请酒冷声说着 关上车门 拿出手机看了看 那家伙离开这里 就去银行查账 之后 居然又去给他妻子买点心了 没法理解这种行为 不奇怪 当舔狗也会上瘾的 持飞持关的电脑 上瘾之后 一天不舔不舒服 请酒将磁片装好 突然到 卡尔瓦多斯 持飞持忍不住沉默了一下 舔一个是舔狗 舔几个 他那叫战狼 弗兰特早上还在邮件里 跟他吐槽过 在他刚加入组织的时候 卡尔瓦多斯就挺 照顾他的 姑且可以这么说吧 有空就主动问好 主动问需不需要帮忙 偶尔一起行动 也会给妹子带点小东西 而且 卡尔瓦多斯 还能同时兼顾好几个 这就很厉害了 他相信 就算去问基安帝 直到遇到了贝尔摩德 战狼回头了 好像打算专心 做舔一个的舔狗 可惜 贝尔摩德是个大坑 一个可以埋了战狼的大坑 什么词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会变得很奇怪 请酒有些无语 被持飞持这么一说 他以后没法 支持战狼这个词了 想转回来 原本的观念都难 他好像把贝尔摩德 当成刚加入组织的小女生了 不过 贝尔摩德可不是那种 会吃亏的人 你不能否认 他是真心想帮忙 持飞持不想做背后八卦 这么无聊的事 转开话题 你去哪里 之前我上车的地方 请酒也不想说 那么无聊的话题 放在车窗 点了支烟 今晚你们公司 那个节目的第二期开播了 持飞持开车离开原地 你还看那个节目 没事做的时候看过 比其他综艺节目好多了 请酒平静到 秋婷莲子不错 持飞持 作为被请酒念叨的人 不知道秋婷莲子 现在有没有感觉 后背发凉一日 地单高中 空手倒舍的训练室 穿着空手倒训练服的男生 坐在地上 抬着手腕 贝尔摩德 顶着新出致名的易容 低头帮男生看伤 不时问两句 一旁 林木园子 陪着同样一身 空手倒训练服的毛利兰等 医生 情况怎么样啊 贝尔摩德神色认真 腕关节脱位 已经开始肿起来了 真是抱歉 毛利兰歉意道 男生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忙道 是我没做好热身准备 不是毛利学姐的错 请不要放在心上 总之 我先送你 去医院做X光检查 贝尔摩德话还没说完 就被那边远远围观的 女生们的嘀呼声打断 哇 是池先生爱 哎 毛利兰和林木园子 转头看去 门口 年轻男人身姿挺拔 黑色碎发下 神情淡漠 一双紫色眼睛里 也不带着任何情绪 一个他们很熟悉的人 不过 确定这是飞驰哥 偏暗的紫灰色高领毛衣 让池飞驰偏冷峻的五官 柔和了一些 跟池飞驰一身冷淡气场 和淡漠脸一中和 再加上手工编织的毛衣 看起来宽松 整个人都透着闲适的暖意 就好像深秋里 一缕清缓温和的风 让人打心里觉得舒服 门 这种形容放在池飞驰身上 居然没有一点违和 恐怖 贝尔摩德都猛了一下 拉克今天是不是 不太正常 出什么事了 池飞驰走上前 林木园子 脑子还有点迷糊 一脸猛地解释道 小兰在空手道训练对练的时候 不小心下手中了点 害得一年级的学弟 手腕关节脱位了 正好新出医生 在隔壁话剧社帮忙排演 我们就请他过来帮忙看看 毛利兰想到 之前腹部评刺说过的话 飞驰哥 我听腹部说 你以前帮他治过脚踝关节错位 第三天就痊愈了 能不能请你帮他看看 我看看 池飞驰上前蹲下 伸手拉起男生的手腕 在手腕上周围轻轻按着 脱位没超过三十分钟 没有合并骨折 有一点错位 不麻烦 以前腕关节脱位过吗 没有 男生一头汗 好在持飞驰按的动作轻 再加上有些麻木 痛感也不是特别强烈 以前训练手腕 没有受过伤 这次是我没有做好热身准备 可以去医院照X光 确定具体的脱位情况 持飞驰垂眸 继续按着脱位部分 不过超过三十分钟以后 手腕肿起来再副位 会很麻烦 需要先消肿 你是哪个般的 啊 一年 男生有些疑惑地回答着 突然听到轻微的骨头响 猛了一下 A班 旁边 盯着的毛利兰 林木圆子 贝尔摩德 都没反应过来 就看着持飞驰拉着男生的手腕 果断迅速地咔咔两下 好了 持飞驰放下男生的手腕 去笑意识消肿 按软组织损伤处理 不放心 可以等会儿再去医院拍片 确认一下 关节有没有完全腹位 不用牵引腹位或者手术 会显得这个过程太轻松了点 对于不了解中医症骨的人来说 不放心也是正常的 好的 男生站起身 盯着自己的手腕 忍不住活动了一下 又连忙抬头看向持飞驰 那个 持先生 可以活动手腕吗 可以 动作轻点 持飞驰到 当然 你重新掰托位 我再帮你复位一次也行 男生 他又不傻 干嘛要把自己手腕掰托位啊 比起新出医生治疗时的温和态度 持先生这淡漠语气 说话方式 还真是噎人 问他为什么认识持飞驰 早在有篮球社 来了两个帅哥做临时教练的传闻的时候 他就听说过了 虽然那时候当临时教练的 只是新出医生 但那并不重要 反正上次 他们高中员游会之后 学校里很多人都认识持飞驰了 上一次推理 好像赢了二年级工腾学长的大老挨 居然可以近距离接触 这么一想 他突然 还有点小激动 我们送你去校医室吧 毛里兰提一道 或者直接去医院 男生站起身 忍不住又活动了一下手腕 感觉没那么疼了 嗯 我去校医室 看看就好了 毛里兰坚持送男生去校医室 林木原子 就拉上池飞驰 新出致命一起 值班的老校医看过之后 确认关节确实复位了 就开了一点软组织损伤的药 因为脱位时间短 才开始肿 就被复位了 等男生出来 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没事了 干脆就先回空手盗射去 训练肯定不行 不过他可以旁观其他人训练吗 林木原子目送男生离开 瞥见操场上路过 侧目的女生 突然一手搭在额头上 仰头看天 坐勇探撞 飞驰哥和新出医生 就是递单高中女生们 命中注定 无法逃避的劫难 旁边 池飞驰 贝尔摩德 毛里兰 这个丢脸的家伙是谁 不认识 请拖走 林木原子又收起架势 认真看着池飞驰 接下来收到女生的信 又不喜欢对方的话 一定要委婉又温和地拒绝哦 池飞驰懒得跟林木原子说话 冷漠脸 冷漠眼神 请自己体会 他是因为接到新出致命的电话 约好会过来递单高中 考虑到朱棣在学校里 才特地换了件不是黑色的衣服 天知道 他翻衣柜 翻得有多辛苦 如果不是担心天天一身黑 让FBI怀疑他是组织的人 他还真的懒得换 黑衣服 招谁惹谁了 喜欢穿黑衣服 招谁惹谁了 林木原子 好吧 虽然飞驰哥这一身 看起来暖了一点 但被盯上 还是有点背后发凉 他还隐约感觉到 被鄙夷和嫌弃 对了 飞驰哥 你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 毛利兰好奇问道 是我打电话叫他过来的 贝尔摩德带路 往话剧射走 脸上露出无奈笑容 至于原因 跟原子刚才说的一样 这份无奈是真的 他其实不太想跟池飞驰见面 见面越多 越可能露出破绽 不过他一容顶替了新出致命 收到女生拜托他 转交给池飞驰的信 作为一个老好人 不可能拒绝 不可能不上心吧 今天第八次后悔 为什么他要这么想不开 一容成一个老好人 哎 林木原子顿时一脸八卦 又有飞驰哥的信吗 话剧社休息室里 新出致命 从储物柜里找出一个盒子 放到座椅上 有一些是我的 我放在一起了 然后 两个人就坐在一起 默默找信 分信 你的 你的 我的 这个是我的 你的 再然后 林木原子 毛利兰也帮忙 这是飞驰哥的 这是新出医生的 贝尔摩德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 跟拉克一起分情书的事 而且等今天之后 估计又要有一批 要帮忙转交的信 送到他这里 好好的 拉克这家伙换什么衣服 像以前那样 冷漠阴沉的 让人望而止步不好吗 偏偏脸上还要保持微笑 他太难了 今天第九次后悔 为什么他要这么想不开 一容成一个老好人 林木原子 看着见底的盒子 松了口气 总算分完了 池飞驰大致翻看了一下信封 高中女生还真有活力 以前宫藤新衣的鞋柜 可以翻出一堆 现在新出致名可以收一堆 他这里可以收一堆 不过怎么处理也很麻烦 一直不回应不好 回应的话 不知道要写多少回信 贝尔摩德嫌得无聊吗 转交这种事 拒绝掉不就好了 贝尔摩德不知道 池飞驰心里再吐槽他 也翻看了一下信封 最近高中女生 流行在信封上贴大头贴吗 有吗 毛利兰和林木原子 凑到两人身边 真的耶 这一张感觉拍得好可爱 小兰 我们要不要去试试 最近拍大头贴 好像很流行哦 嗯 周末去 我带上柯南 怎么样 话剧社休息室外 黑影站在角落里 悄悄听着里面的谈话 朱棣微微垂手 眼镜反着光 嘴角扬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 原来如此 难怪那个女人 要一荣成新出致名 又往地单高中跑 这样一来 确实有合适的理由 接触那块飞镖盘上的三个目标 来话剧社帮忙排练 转送情书 跟其中两个目标拉近关系之后 还可以不时见到那个小弟弟 不过 飞镖盘上四张照片里 照片被画了红色大叉的茶发女人 应该才是这个女人的目标 而接触毛力兰 池飞池 江湖川柯南 都是为了寻找目标 她也要尽快行动了 必须要在这个女人之前 找到第四个目标人物 到时候 不管是进行保护 还是利用机会反击 都会方便得多 而突破口 还是在其他三个人身上 那个茶发女人 肯定就隐藏在这三个人身边 话剧社休息室里 贝尔摩德顶着易容 笑咪咪跟毛利兰 林木原子说话 龚腾心意能恢复身体 雪莉肯定就在她身边 要是雪莉被保护起来了 她想找到 恐怕不容易 不过 那个FBI女人 应该在盯着她吧 对 就这么盯下去 替她去接触龚腾心意那个小子 替她被怀疑 调查 也替她把雪莉找出来 迟飞迟收起信 没在学校多留 随便说了两句 就告辞离开了 出休息室时 视线鱼角扫到门外墙 角落了一根金色头发 没做什么反应 视若无睹地离开 她们进休息室的时候 那里还没有那根金色头发 而在地单高中 有金色头发 又会鬼鬼祟祟 偷偷盯着贝尔摩德的 就只有朱棣了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其实要是厉害一点 两个女人也可以凑一台戏 掺和不起 让她们自己玩去 下午五点 阿里博士家 我回来了 会员挨开门进屋 一眼就看到趴在沙发 没什么精神的一条蛇 和一只乌鸦 左右看了看 没发现阿里博士 和池飞驰的身影 疑惑关门走上前 将书包放到一边 上前看了看 飞驰 飞沫 飞沫自己 带着飞驰过来了 看起来很没精神 又是过来求助 生病了 感冒了 小I 地下室传来阿里博士的声音 是小I回来了吗 会员挨走到地下室 发现阿里博士和池飞驰 都在实验室里 一眼就看到了池飞驰 一个穿紫灰色毛衣的池飞驰 在池飞驰抬头前 会员挨就收敛了脸上的意外之色 很自然地走上前 要做什么东西吗 我想做两卷自发热的胶带 池飞驰解释 原本我是提议 用尿 流尿 据以二醇之类的东西制作 Polymerine Salt型聚合物固体电解质 在混合还原铁粉和活性碳 阿里博士 看着面前桌上的东西 不过接触空气后 才会开始湿热 附在胶带背面的话是没问题 不过这样一来是热效果太好了一点 时间维持的不久 我大概需要热度至少维持一两个小时的胶带 时飞迟到 热度可以低一点 我们考虑过 胶带无粘性的一面用隔断空气 保温材料涂层 拥有粘性一面的胶 控制与空气的接触量 现在看来是可行的 阿里博士又动手准备尝试 不过 具体胶和涂层材料的选择 用量多少还在调整 我来帮忙吧 辉原哀悼 不过 飞迟哥要这种胶带做什么 突然想到 就问问博士能不能做出来 用来测试飞迟的热言 迟飞迟到 辉原哀 这两个人无聊起来 还真够幼稚的 三个人待在实验室 坐自发热胶带 越坐越来劲 做了宽度两毫米 五毫米 八毫米 二十毫米的几卷 到了傍晚七点多 才回到客厅 等吃了晚饭 辉原哀收拾书包 准备跟吃飞迟开溜 博士 今晚我去飞迟哥家 明天我会直接去学校 晚上再回来 啊 好 阿丽博士站在冰箱前 看着吃飞迟 把便当往冰箱里放 那明天我就自己吃便当 吃飞迟不由问道 在没有小爱之前 博士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这么说 真是太失礼了 阿丽博士窘迫 我以前可以从外面 买便当回来吃啊 而且 我也不是一点不会做 厨具基本是摆设 辉原哀拆穿 阿丽博士 你们走 辉原哀收拾好书包 才看向那边 不怎么活跃的宠物 飞迟和飞沫 今天是病了吗 池飞迟冷眼看过去 发现飞迟和飞沫 立刻打起精神来 看着他 才收回视线 没病 大概是天气冷 没什么精神 这两货一天 只想窝在家玩监狱 再不带出溜溜 他怕飞迟和飞沫完废了 或者哪天 把自己扭抽了 那一位真的害虫不浅 两人离开阿丽博士家 路上 池飞迟一边开车 一边问道 晚上八点 睡觉还早 你想回家看电视 还是跟我一起去打两个赏金 辉迟爱就想到了 那段宋宅极变的经历 再对比下一个人 看电视的无聊 果断有了选择 我跟你一起去 这次有没有 有趣一点的目标 这一次就是觉得有趣 才想叫上你 时飞迟到 有两个家伙 跑去赏金电堂网站 都出了十万日元 要求把对方的脚打断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连住址都提供了 辉迟爱疑惑 他们吵架了吗 不是 是想试试有没有人真的去把对方的脚打断 迟飞迟到 这两个赏金 还是英曲严男刷到的 单次赏金 英曲严男去调查清楚原因之后 就接下了其中一个 还立刻给他打了电话 要他接下一个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是要证明 日本的赏金猎人 不是随便能开玩笑的 辉远爱都觉得无语 那两个家伙是闲得慌吗 你两个赏金都接下来了吗 指定单人单次的赏金 迟飞迟到 另一个是飞鹰接的 飞鹰 辉远爱回忆了一下 其他人可能不太了解赏金猎人的情况 不过 他在组织待过 知道赏金殿堂那个网站 知道迟飞迟是7月之后 也对赏金猎人的消息比较关注 好像是个活跃了6 7年的赏金猎人 曾经在美国做过一些比较出格的事 枪击过一个帮派高层 之后似乎到了日本 消息不多 不过能活到现在就是本事 那这次算不算是捍卫赏金猎人尊严的一次行动 也没那么严重 迟飞迟到 英曲那家伙 嘴上说得好听 其实就是觉得 最近帮他找房子 监工的日子太无聊了 想找点乐子 主要是有趣 现在其他国家的一些赏金猎人 也有的在等着看热闹 辉远爱懂了 这就是两个无聊的家伙 正好遇到了两个无聊的赏金猎人 大家那么无聊 就找点事情做 还有一群无聊的人准备看热闹 他选择 幸灾乐祸好了 那两个人找乐子付出的代价真大 也算是为娱乐大家而自我牺牲了吧 等会儿 你要不要考虑下手轻一点 当然 驰飞驰将车靠路边停下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消息 自从陆续有乌鸦学会打字 发邮件之后 乌鸦监视网现在没有飞沫配合 也能运作 除了一些特别重要的监视调查行动 其他行动不用飞沫指挥 他可以直接联系各据点的乌鸦 两个人的位置已经锁定 那两个人应该已经知道 七月和飞鹰接下了赏金 这种限定单人单次的赏金发布之后 只要接取 就会把他们的代号 账号链接显示 方便雇主联系他们 不过那两个人也不知道是心太大 觉得无所谓 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一点防备都没有 他的目标在居酒屋喝酒 殷取延南的目标 在回家的路上 把消息发给殷取延南 驰飞驰收起手机 重新开车出发 目标在一个居酒屋喝酒 会员挨考虑了一下 跟朋友一起吗 要不要骗出来 最好别露脸 驰飞驰顿了顿 我也懒得易容去骗他出来 先去看看情况 会员挨点了点头 好吧 他们的赏金猎人 七月连易容都懒得用 驰飞驰将车停在附近 穿上一件黑色外衣 带着会员挨步行过去 一眼就看到 目标人物停在居酒屋外的车 扫了一眼 没有发现附近有监控摄像头 带会员挨直接走过去 拿出帽子戴上 又把外衣帽子拉上 低声道 小挨 等会儿离远一点 我知道了 会员挨点头 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不是 小女孩还是不要看 那么暴力的场面比较好 迟飞迟到 辉云哀 事情很顺利 迟飞迟戴上手套 在巷子里找了块木板 搜一下丢过去 砸到了车 远远站在街道对面的辉云哀 忍不住侧目 这也戴手套 难怪至今没人锁定 七月的身份 细节决定成败 一个染了金发 喝得微醺的小年轻 没多久跑出来 就看到那边巷子前 有个背影 慌慌张张往巷子里跑 立刻追进了巷子 混蛋 站在 别跑 啊 巷子对面 辉云哀看了一下时间 转身往迟飞迟停车的地方走 低声总结 行动开始到截止总计 两分钟27秒 十万日元到手 巷子里 迟飞迟拿出手机 给晕倒在地的男人 拍了几张照片 快速转身离开 到了停车的地方 见辉云哀已经在车上 上车 走人 十分钟后 红色跑车在一条僻静的街道停下 迟飞迟赏金殿堂论坛 把赏金任务提交 等着雇主打钱 那两个人 大概会忙着去医院 没心思管这些 不过他也不用担心钱不到账 这种赏金 只要提交完成的证明 到了时间 审查之后 这两个人事先提交的保证金 也会转账 就算两个人钻了什么漏洞 没有事先提交保证金 他和英曲严男 也会找上门要账 欠谁的钱 也不能欠劳动人民的辛苦钱 大概十多分钟后 飞连也在论坛上 提交了赏金任务完成的证明 虽然其他人 看不到具体的证明内容 但不妨碍看热闹的人乐意乐 整个论坛的闲话帖子 飞速增长 不少水贴在打去这件事 某个街头 勤酒坐在车上刷手机 默默在七月和飞鹰的悬赏里 分别丢了一万美元 这两个人 还真是够无聊的 大哥 你说谁啊 拉克和飞鹰 法国 一个表演会场的后台 穿着燕尾表演服 左眼闻了蜘蛛的男人 看着电脑 也往七月和飞鹰的悬赏里 日本也不是那么无聊 那就趁早去解决 一下那个怪盗好了 有时间的话 还能试着 把这两个家伙找出来 世界顶级杀手 Spider 那两个逗逼火了 被无数在暗世界活动的人 有意无意关注了一下 连带着 七月和飞鹰的知名度 也提升了不少 之前不知道两人的人都知道了 有这么两号人物 以前的事 也被翻出来刷了一遍 东京某条街上 池飞池坐在车里 刷了一下论坛 嗯 还依靠他们 提升了点知名度 我又涨价了 涨价 回原哀不减 赏金猎人本身也是 会被悬赏的 时飞时刷着手机 解释道 有的人大概是闲得无聊 想挖出我们的身份 或者想看我们被人杀了 往我们的累积赏金池里砸了钱 想试试 能不能吸引到别人对我们下手 顺便看场热闹 也可能是觉得 这次热闹看得开心 往我们的赏金池里丢了钱 回原哀沉默了一下 这些人开心的方式真特别 看得开心往悬赏里丢钱 如果他理解没错的话 悬赏金额越高 本身越危险吧 这种行为 就跟一个人看某个节目 看得很开心 觉得很喜欢 然后花钱让人去把节目策划人 主持人 或者嘉宾干掉一样 感觉都不太正常的样子 悬赏金额高了 也是名气和实力的表现 有人丢钱进去 不一定是坏事 时飞时到 要是哪个赏金猎人 让我看热闹看得开心 我也会往他的赏金池里丢钱 回原哀 好吧 别说了 这些赏金猎人都坏掉了 罪犯憎恨 警方防备 互相之间 还喜欢用坑你一下表示有意 真是一群特立独行的家伙 时飞时收起手机 没有再刷下去 他的赏金池 目前已经累积到了500万日元 这是一群守着看热闹的人砸的 等这两天发酵一下 大概还能再涨 英曲延南累积的赏金 比他这里高 因为英曲延南是活跃好些年的老牌赏金猎人 本身赏金池就累积了不少 还有些人会觉得 这家伙活跃这么多年还没死 砸钱吧 看他是继续蹦搭下去 还是被干掉 如果这是热度再高一点 或者有哪个知名度不低于他们的人 表示要来日本取他们狗命 说不定还会有人开盘压住 对 就是这么无聊的一群人 今晚还有别的目标吗 会员挨在一旁问道 我去拿份资料 就在附近 池飞池收好手机下了车 顺手拎过了飞翅 你在车上等我 这次是警察听要的资料 主要难度是避开大楼监控 和夜里值班巡视的保安 监控摄像头这类电子产品 只要运行时间长了 哪怕升温不明显 跟周围墙壁的温度 还是会有区别 戴上飞翅 轻松搞定 出来之后 池飞池从车里找了一顶帽子 给会员挨戴上 换了货车 先去附近 一个已经停止营业的宅急便封装点 找了大小号纸箱 会员挨懂了 接下来还有活体宅急便要收发 抬头看了看封装点的招牌 猎豹宅急便 看来飞池哥 还真不是对猎豹宅急便情有独钟 只不过随便选个地方 附近的封装点 都是猎豹宅急便 这里有箱子 有胶带 有绳子 有打印机 这么方便 不选猎豹宅急便 真的说不过去 池飞池把要的东西 装进后车厢 上车后发动了车子 开离原地 会员挨戴上从池飞池那里要的手套 拿过打印纸 今晚的目标 只有三个吗 嗯 都是这一代的 池飞池到 早点打完回去休息 你明天还要上学 会员挨看了一下 两个潜逃到这一代的绑架犯 一个珠宝大盗 至于上面的名字 他懒得去记 其实三个也不少了 被悬赏的罪犯 都是警方抓了一段时间没抓到 或者没调查 锁定的人 为了节省警力 没法一直追 才丢到赏金榜 那种警方调查锁定 可以埋伏抓捕的罪犯 根本不用再花钱去悬赏 飞池哥每过一段时间 都这么捋一遍 感觉悬赏罪犯会越来越少 飞池哥 不可能 迟非迟到 每天都有新的罪犯 就算没有新的悬赏罪犯 也有逃窜过来的罪犯 而那些线索很少 几乎没有线索的悬赏里 有一部分他都查不清楚 还有一部分是组织做的 再加上 柯南非法窃听 窥探他人隐私 多次使用滑板 冲上机动车道 高速路等地方超速行驶 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多次使用麻醉针袭击 并使他人失去意识 在未经他人许可 且对方毫无知觉时 冒充毛利小五郎 林木原子等人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 令 再知警官山村操 也被柯南用麻醉针袭击 失去意识后冒充 可以定义为 袭警且冒充司法机构人员进行犯罪指控 柯南还跟赤警秀一 一同焚烧 损坏南田路道的尸体 并变装 伪造非法新身份 在他国境内进行违法调查 哪怕这些现在还没有发生 但FBI在他国境内进行非法搜查行动 非法监视 入室搜查 窥探他人隐私 违法携带枪支入境 并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已经构成犯罪 就算贝尔摩德是犯罪组织成员 FBI也不能在未经当地司法机构允许的情况下 也不能私自对贝尔摩德使用枪支 进行威胁 逮捕 攻击等行为 宫藤有希子 超速驾驶机动车 鉴于宫藤有希子 是知名女星 公众人物 影响极其恶劣 且屡教不改 在多国均有超速驾驶行为 考虑从重处罚 还藏匿 协助FBI的赤井秀一 进行非法搜查行动 严重一点 可以当作间谍罪处理 阿利博士同样藏匿 协助FBI的赤井秀一 进行非法搜查行动 并给柯南提供麻醉针等装备 还有使用私人无人机 窥探国际会议厅调查现场等行为 怪盗既得盗窃 扰乱社会秩序 多次袭警 且因犯罪知名度 影响很大 可能会对青少年 造成不良误导 建议从重处罚 会员埃研究违法药物 且曾经用活人进行实验研究 原态 光艳 不美 多次在未经他人许可的情况下 私闯民宅 毛利小五郎 多次胡乱指正 妨碍 误导警方侦查 睦睦十三等警官 多次对不相干人士 透露案件详情 且对嫌疑人家属 透露调查进度 罪证等案件详情 他 赤井秀一 安石透更不用说 虽然特工部门 本身就是一群法外活动者 但也要遮掩一下 要是在潜伏犯罪组织期间的 违法行为一抖出来 一个无期都是轻的 总之 真要追究 无论黑方还是红方 没几个能逃得过 想让这个世界的东京 变成无罪犯地区 他首先就可以考虑 把自己连同红黑方一锅端 大家去监狱凑几桌麻将 会员爱没想那么多 不过也发现 自己的话太理想化了 也对 我们这也是违法的 法是什么 池飞驰突然问道 会员爱一愣 一开始疑惑池飞驰 为什么问这个 不过随即沉默下去 法是什么 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 人类共同意志的体现 对于法的定义有很多 不同主义 不同思想 甚至不同的人对其定义也不一样 甚至不同的地方的法 也存在着差异 那么 是不是突然迷茫了 池飞驰道 别想了 想多了 会变成神经病 会员爱打住思绪 越想越迷茫 那种状态确实很危险 随即他又想到池飞驰的病 你以前有想过吗 池飞驰沉默了一下 Nature is the true law 自然是真正的法律 哦 你是理想派 还是资本的庸措 会员爱追问道 在西方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亚里斯多德的时候 就出现了自然法的理论 那个时期 有一些理想派人物 认为世界上有一种最美好 最理想的法律 天然就存在于自然中 天然就存在于人的心中 这种法律代表着平等 正义 自由等等 它不是由人来制定的 应该由人来发现 再之后 这就成了资本对抗封建的利润 资本自称自己的律法是自然法 指控封建制度是违背自然 应该被取缔 就是保护私有生产资料 保护私人资本 保护剥削 保护私有制 不保护皇权 这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 而马克思主义 则反对自然法理论 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自然法 一切法律都是人制定的 是统治阶级 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的 持非持一脸平静 唯我派 他说自然是真正的法律 没考虑什么派 只是自恋了一下 不行吗 会员爱想了想 依旧想不通自然法 和为我派有什么联系 是因为持非持自身 就是个资本家 还是有别的意思 不行 打住 不能再跟非持哥聊思想了 真的会变成蛇精病的 持非持在一栋民居附近停车 去抓了那两个潜逃的绑架犯 封装 装车 又开车到了一条店铺 都已经停止营业的商业街 九族饭堡饭店 会员爱从车窗看了看旁边的店 好奇问道 你不会是来抓那个店员的吧 持非持顿了一下 没急着下车 你认识的人 如果是会员爱认识的人 看关系 关系好就不抓了 关系不好 打一顿再抓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 nature is the true love 再简单说就是 任性 会员爱收回视线 今天江湖川他们接到了一年 必搬一个孩子的委托 让他们帮忙调查这个店员 持非持将车窗放下来 点了支烟 一边听着 一边拿手机向乌鸦们确认情况 九族饭堡 饭店是那孩子家里开的 原本没什么生意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说 那孩子已经过世的爷爷 对他有恩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决定留在他家店里免费打工 可是那孩子说 他过世的爷爷 小气又对人刻薄 根本不想会施恩于人的人 会员哀悼 而且 这家店以前根本没什么客人 好像是那个男人 来了之后 生意才好起来的 持非持看着邮件 乌鸦们的回复已经到了 大概意思是说 最近收拢的外围成员里 有两只麻雀五年前 看到了抢劫珠宝店的罪犯 追踪了一下 最近又在九族饭堡饭店 看到这个男人 因为飞沫一直在搜集罪犯信息 得知这件事的乌鸦就上报了 最早的上报时间 是在半个月前 不过飞沫和他 都没时间挑赏金 直到殷曲严男 让他接打断腿 那个赏金 他才把附近的赏金汇总一下 打算顺便一起做了 这才挑中这个赏金 我原本是觉得这件事奇怪 想让江湖川 陪那群孩子多跑跑 才会跟他们说 有浓烈的犯罪气息 没想到 还真的是潜逃的罪犯 会员爱问道 那么 这个家伙 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悬赏 五年前盗取了 三亿日元的珠宝大盗 他当初好像把盗来的珠宝 埋在这里了 持飞时说着 自己回忆了一下 这个男人的名字很陌生 大概不是什么会死人的事件 那他找借口 到九族饭堡饭店来做店员 是打算将珠宝挖出来 会员爱想了想 不过 虽然盗戒案的刑事 法律追溯期是五年 但民事的追溯期是二十年 就算他现在挖出来 按法律规定 那三亿珠宝也要被追回得 他也没法 把那些珠宝拿去变卖吧 也对 刑事法律追溯期过了 持飞时倒是意识到一个问题 用手机登上了赏金榜 果然 赏金榜上已经没了 半个月前 乌鸦上报的时候 大概确认过 赏金还没有失效 也就是说 因为他磨蹭 大概有个十万日元离他而去了 这也不奇怪 乌鸦们会懂的赏金消息太多了 有一部分因为距离远 他懒得跑 也跑不过来 担个上两天 罪犯就会因为离开东京等原因 脱离了监控网 他没法抓 虽然这还是第一次 因为过了刑事追溯期 而让罪犯下了赏金榜的 辉原哀也想到了这一点 过了刑事追溯期的话 抓住也没有赏金拿了 嗯 估计是前几天过期了 持飞时给乌鸦们回了邮件 龟仓熊儿的赏金过期了 以后注意 登录我的账号 核对赏金榜 定时更新状况 你那里有赏金情报来源吗 辉原哀好奇问道 算是 持飞鸦没有细说 辉原哀也没再追问 那这个人还抓不抓 那三个孩子 很期待抓住这个罪犯以后 能得到警局的嘉奖 而且江户川也在 调查 沉默了一秒 持飞鸦果决利落道 抓 抓吧 辉原哀悠悠道 之前那个纵火犯 也因为被他们掺和进来 提前被警方抓捕了 别管能不能拿到赏金 抢就对了 持飞鸦果断下车 潜入那家店里 十多分钟后 悄悄带着一个晕倒的男人出来 封装 贴字条 装车 再拿出手机看了看 小哀 帮忙找找看看 附近有没有打印机 还有吗 辉原哀问着 拿出手机搜地图 然后 不用找了 接口右转 就有猎豹宅即便封装点 嗯 持飞鸦收起手机 不过这次是去收货 不是去抓人 辉原哀有些疑惑 不过更疑惑的是 另一个问题 猎豹宅即便有很多封装点吗 这个问题 持飞鸦上了车 明明平时怎么都找不到 但一到打赏金的时候 附近总有 辉原哀也跟着上了车 这大概就是飞鸦哥 和猎豹宅即便之间的孽缘吧 持飞鸦潜入封装点 打了两张纸条 又去一个公园里 拖出一个被绑住 已经昏迷的男人 封装 贴字条 装车 纸箱上的打印纸内容 跟以前不太一样 活体宅即便发件人 飞鹰 货款 请打到此人账户 七月中转 辉原哀半月眼 沉默 飞鸦哥真的在 配送宅即便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以前只是送自己的货 现在还帮忙收发别人的货 持飞鸦关上后车厢门 上车一容后 开车前往警察厅 路上有人作伴 也不算无聊 飞鸦哥 你帮忙送宅即便有报酬吗 一成 那至少也有一万日元吧 比一般宅即便收费贵多了 小爱 嗯 如果计十日元的东西 普通宅即便 最少也要收费一百日元 配送费是物品价值的十倍 我只收十分之一 他们怎么都有的赚 不黑心 嗯 有道理 不过 他们 飞鸦跟我聊过 其他赏金猎人 担心被公安警察盯上 有时候看见罪犯也不想抓 白白看着赏金溜走很可惜 以后我就收一下别人的货帮忙配送 反正很多时候 我自己的货也装不满一车 干脆帮忙送一下 除了飞鸦 其他人是两成的配送费 灰元哀 这根本不是他想象中酷酷的赏金猎人 就是配送宅即便的 还得负责收货 封装 第二天 早上八点 灰元哀舒舒服服吃了早餐 把便当装进书包里 我去上学了 路上小心 池飞池叮嘱一声 继续收拾着餐桌 在日本 学生上学都是自己去 如果他坚持接送灰元哀 大概过两天 就会有人在后面追着灰元哀叫灰元大小姐了 小孩子或许没有嘲讽的意思 只是凑热闹 起哄 但对于灰元哀的小学生活 还是会有影响 至少无论是他还是灵木原子 从上学开始都没有人接送 这是日本特有的社会现象 其他的还有 普通家庭家里有女主人 还请客保姆的话 会被人指指点点 说那个女人懒惰不贤惠 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 家中的女性都应该承担起 做家务的责任 而男性在工作之后 如果晚上一直没有应酬 没有人约去居酒屋之类的地方喝酒 也会被当成跟同事 朋友相处不好 是个失败的人 飞驰见惠元哀离开了 就迫不及待地从沙发上爬到地上 主人 飞沫 也转头看吃飞驰 那个 玩吧 持飞驰头也不抬地收拾了桌子 准备动手刷盘子 等会儿我出去一趟 飞驰立刻跑到持飞驰的房间 尾巴卷着剑鱼拖出来 开始蹦搭 扭身子 玩剑鱼 飞沫抖了抖缸 长出绒毛的身子 站在一旁 排队等完 持飞驰是真的很想拍个视频 发给那一位看看 都把他宠物祸害成什么样了 下午 持飞驰出门后 在半路易容 换了车 发邮件联络了两个组织的外围成员 和弗兰特 安排了行动之后 开车出了东京市区 让弗兰特易容 顶替小泉九美 接触那个军火走私贩的行动 也可以开始了 之前 弗兰特就在接触小泉九美 跟小泉九美 混成了好朋友 他只需要找两个组织外围成员 让弗兰特配合 将小泉九美迷婚 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管起来 具体怎么行动 他就不管了 最多就是监督一下 让行动过程别出什么纰漏 森林里 一处僻静小木屋前 早已经停了一辆车 持飞驰将车停在附近 抬头看了看天上飞着的鸟 确定没有异常后 才顶着那张雀斑欧洲青年脸 走了过去 屋里的人似乎听到了动静 没多久 一个穿着黑西服的男人 小心翼翼地降门打开一条缝隙 开门 持飞驰用嘶哑声音道 男人立刻收好枪 将门打开 让开路 拉克 人还没醒 屋里 除了被绑在椅子上的黑发女人 还有一个女人 坐在旁边椅子上 披肩金发 蔚蓝毛子 深邃五官 火爆身材 穿着一条深V的黑色连身短裙 一眼就很吸引人的视线 弗兰特从持飞驰的声音 辨认出了身份 笑着看持飞驰 拉克 你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直接解决掉吗 尸体被人发现了 不好处理 先送他去个地方 持飞驰收回视线 上前观察小泉九美的相貌 声音依旧保持着嘶哑 他的习惯调查得怎么样了 都了解清楚了 弗兰特站起身 上前从小泉九美外衣口袋里 拿出一个钱包 翻出一串钥匙 还包括他周围的朋友 他以前经历过的一些事 冒充他一段时间 应该没问题 嗯 走吧 持飞驰收回视线 转身出门 在路过屋里 剩下两个男人身边时 提醒道 把人看好 明白 两个男人重重点了点头 木屋不远处的路上 持飞驰等弗兰特上了车 才开车离开原地 等会儿 我会帮你易容成小泉九美 你抓紧时间 接触原度一郎 和他身边的人 明白了 弗兰特确认到 就按之前说好的 以小泉九美那个会计的身份 混进他们的走私团伙里 对吗 对 我会每天联系你一次 帮你重新易容 持飞驰语气平淡 跟之前一样 不要主动联系我 出意外就联系请酒 他不方便随时跟组织成员 保持联系 要是弗兰特任务途中 出了什么意外 也确实是请酒该管的事 所以 请酒不认识的核心成员 恐怕还真没有 而就目前而言 要是没有突发事件急着 处理的话 他和请酒的注意力 都会集中在这件事上 毕竟 那一位对原度一郎 背后那个军方要员很重视 这段时间 请酒估计要保证 每天在东京范围内活动 或者跟着弗兰特的行动 进行移动 方便出了什么意外 随时支援 他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每天要联系弗兰特 帮忙重新一容 一直到弗兰特 拿到他们想要的情报为止 你联系我的具体时间呢 弗兰特又问道 早上八点 池飞池道 好吧 我知道了 我等你联系 弗兰特转头 看了看池飞池的年轻一容脸 好奇问道 拉克 你的声带受过伤吗 还是你本身是个老头子 只是特地一容成了年轻人 池飞池看路开车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么无趣 肯定是个老头子 弗兰特笑了笑 观察着池飞池的脖子 虽然我很想这么说 而且你的脖子上没有外伤 但我还是觉得 你只是声带受伤了 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池飞池没接话 不是接不下去 要接的话 大概就是你为什么失望之类的 话题慢慢就会变得暧昧 先不管弗兰特真实性格怎么样 嘴上绝对是个老司机 如果本身就是老司机那还好 但那种聊完就跑真刺激的嘴上 老司机最麻烦 到时候人跑了他又不能真的怎么样 那点风度他 还是要的 弗兰特也没再纠缠 点了支烟 放下车窗吹风 回到东京市区内 池飞池找了个僻静的公园停车 帮弗兰特一融成小圈九美的样子 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啊 弗兰特对着后视镜 看了看里面那张清秀的脸 打开车门下了车 拿出手机道 好了 拉克 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 池飞池拿出手机 给弗兰特打了个电话 这是另一个手机 电话卡也重新逃来的不记名电话卡 组织里 知道池飞池那个身份的手机号码的 大概只有那一位 秦九 贝尔摩德 福特加和朗姆 他没怎么联系 有事也是从组织平台联络 或者邮件联络 他也不清楚 那两个人知不知道他的号码 准备另一个手机是有必要的 以免被某些卧底通过电话 发现了他的身份 原来你有我的手机号码啊 我突然怀疑你 其实是一个在组织里待了很多年的老头子 弗兰特收敛了一下笑意 装出了小圈九美那种文雅的笑 微微居身 谢谢您送我回来 改天见 改天见 池飞池无语回了一句 这又是个细经 池飞池也没急着走 就坐在车里等着 没多久 勤九和福特加从公园里走出来 福特加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到了车旁 拿出信封里的纸页 确认着内容 勤九看向弗兰特离开的方向 直接问道 你觉得怎么样 接触还不多 池飞池想了想 目前来看 套取情报应该没问题 够不够细心 搜集情报的能力如何 还要看他这次行动完成的怎么样 这次行动 比他以往接触的行动要难一些 不过也是最能看出能力的 勤九声音依旧沉冷 有没有问题 他问的问题有点多 不确定是好奇心强 还是随口问问 或是故意打探情报 池飞池道 不过 打探情报 应该不会做得这么明显 这次行动 他和勤九 还要替那一位 观察一下弗兰特的能力 可信程度 当然 既然行动开始了 那也就是顺便的事 等这次行动结束后再说 勤九低头点了支烟 照以前在美国的情况来看 还算是个规矩的人 规矩 池飞池从车窗 看向外面的勤九 一言不合就开车 一旁 福特加清点 确认着信封里的资料 闻言有些疑惑 开车 勤九再次听到池飞池乱用词 不过想到弗兰特 平时的性格和说话风格 同样不妨碍他理解 弗兰特的性格是 比较开放一点 说话也很喜欢挑逗别人 福特加沉默了一下 又来了 那些他听不懂的话 这两人都能无障碍沟通 让他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挺笨的 不过 没有为什么 池飞池顿了一下 对福特加详细解释道 开车就是说些少而不宜的话题 老司机就是指经常开车的人 勤九 真的够了 拉克到底要悔多少次才算完 他又没法正视开车和老司机这两个词了 福特加懂了 嘿嘿笑了笑 对池飞池调侃道 拉克 但你不能否认他很漂亮 对吧 是漂亮 池飞池面无表情道 抱起来摔地上 应该可以哭很久 福特加噎住 呆呆看着池飞池 漂亮 抱起来摔地上 哭很久 好奇怪的逻辑 勤九侧目 凝视 能不能别玩他小弟了 不过拉克这种心理 不正常 池飞池看向勤九 怎么了 这种凝视的目光 有种久违的熟悉感 让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了福山之名笑眯眯的脸和深邃的凝视 没什么 勤九很自然从容地收回视线 转身离开 弗兰特那边 弗兰特那边你多上点心 我和福特加还要处理一下手边的事 福特加 走了 哦 好的 大哥 福特加果断跟了上去 池飞池思索了一下 收回视线 开车离开 勤九是不是又觉得他有什么奇怪的病症了 另一边 勤九和福特加走到一条街道 上了车 福特加开车离开原地 见勤九不吭声 随口问道 大哥 拉克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本来就奇怪 勤九沉冷声音里藏着一丝无语 他觉得福特加在判断的时候 可以再自信一点 刚才他是突然想到了被下毒的贝尔摩德 难道拉克仇视漂亮女人 不像 如果是仇视 贝尔摩德应该会早有察觉 那个时候 根本不会喝拉克递过去的酒 不会中招 而刚才他远远看着拉克和弗兰特的互动 虽然没怎么看清 但弗兰特打招呼离开的时候 拉克应该也打招呼了 再回想 拉克跟基尔接触时 在接上时 目光停留在漂亮女人身上的次数也比较多 他见过那么多次 也没发现仇视或者厌恶 只是正常男性被吸引过去的目光 也就是说 对美好事物 至少对漂亮女人 拉克不是厌恶仇视 而是很正常的欣赏或者好感 而从咬兔子 小白鼠那件事来看 拉克心里一定藏着恐怖的暴虐思想 暴虐的触发点 在动物身上应该是可爱 在女人身上 那就是漂亮 正确来说 应该是好感 只不过 这好感的表现方式比较扭曲 不 他可以自信点 直接评价一句扭曲至极 琴久又想到持飞持养的宠物 无论蛇还是乌鸦 都绝对谈不上可爱 甚至是一般人完全没法产生好感的 越发觉得自己的推测没错 要是养可爱的动物 估计早就被拉克咬死了 不过照这么看 他和福特加是安全的 这个发现 要不要提醒一下别人 大概不需要 贝尔摩德已经有防备了 而且他也还不确定 在确定前 不用跟那一位汇报 至于弗兰特那边 弗兰特在组织里牵扯不深 那一位也不是很重视 可以做一个测试的道具 如果能确定拉克心理暴虐的出发点 确实是好感 那么 以后行动能避免很多麻烦 比如 要是有漂亮的组织核心成员一起的行动 就要注意 拉克突然变得不正常 意义重大 那么 一个弗兰特可以牺牲掉 弗兰特顶着小泉九美的易容 回到了小泉九美家中 还不知道 自己被勤酒默默打了个可以牺牲掉的标签 适应着环境 考虑着怎么能以最快速度 打入那个走私团伙中 迟非迟也不知道 他一句吐槽玩笑 就让勤酒想了那么多 谢易容 换车 换衣服之后 去了地单小学附近 是辉原哀叫他过来看热闹的 下午三点 小学生再次提前放学 少年侦探团五个人背着书包 混在人群中走出校门 一旁还跟着比他们稍矮一些的小男孩 昨晚他给你们一家人买了旅游招待券 之后就消失了 柯南疑惑 这是什么套路 是啊 小男孩也一脸疑惑 他原本也是住在我家店后面的家里的 不过今天一大早就没有看到他 也没有打招呼 好像突然就这么离开了 难道他真的是去报恩的 光业摸着下巴 昨天我们过去 让他觉得自己被怀疑 很难过就离开了 不对 不对 还是有地方说不通 会员挨嘴角扬了一下 又很快压下去 一脸淡然地看向前方街边 那么 要不要找一个人来帮忙推理一下 哎 其他人疑惑抬头 就看到前方街上 停了一辆眼熟的红色车子 池飞池还是一身黑衣 靠在车门旁 也看着他们这边 不美 笑得眼睛弯弯 是池哥哥 五分钟后 车上坐满了小学生 原来如此 柯南挤在后座 一手撑的下巴 半月眼道 你觉得这件事有内幕 所以特地叫池哥哥过来看一看 有必要吗 你不是很苦恼吗 会员挨抢占到副驾驶座 由于多了一个一年级的委托人 不美也跟着挤了副驾驶座 这么说也对 根本想不明白 柯南一脸费解 池飞池开着车 假装不了解情况 说说是怎么回事 这次是光燕的推理 不美转头看后座 对吧 一下子成为焦点 光燕顿时有点紧张 一想到要在池飞池这个推理大佬面前说推理 感觉就更紧张 脸都崩了起来 深呼一口气 目光认真 好的 那么我开始说明情况 并说出我的推理 昨天 跟辉月哀昨晚说的一样 一年级小男孩的家里来了个怪叔叔 说是要报恩 给他家免费打工 因为生意不好 他还出钱帮忙重新装修 又帮忙研究新菜式 让酒足饭饱饭店的生意好了起来 他自己却躲在房间里 说是在研究新菜式 却不知道在干什么 光燕认真伸出食指指向上方 蚩哥哥 你觉不觉得有点熟悉 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 红发会 时飞迟到 没错 光燕心里有了点底气 红发会里 就有一个男人以店员的身份 混进了一家店 利用花言巧语 把店长骗出去之后 他就趁机 从那家店的地下 朝银行的方向 挖出了一条地道 最后把银行的钱偷了出来 可是 现在应该没有那种 耐心好到挖地道 去偷东西的小偷了吧 柯南提出疑问 而且我们昨天调查过 附近的银行早在一周前就停业了 想偷钱也偷不到 而附近的珠宝店安全设施也很完善 你昨天不也确认过了吗 光燕道 他手上确实有挖地道 留下的茧子和水泡 而附近那一家珠宝店 五年前失窃过 至今没有抓到犯人 也没有找到失窃的珠宝 五年前 伦太郎家的店也在重新动工 要买什么东西进去很方便 柯南无话可说 光燕又看向前座驰飞驰的背影 认真道 所以 我的推理是 这个男人就是五年前盗窃珠宝店的大盗 在偷到珠宝后 出于某个原因 他将珠宝埋在那家店的地下 因为他不知道 虽然刑事追溯期只有五年 但民事追溯期有二十年 所以在五年后 他就潜入那家店里 想趁机将珠宝挖出来 完全正确 池飞驰静静听着 其实 光燕才是真正的七岁孩子 做到这一步 就已经不容易了 昨天我们去吓唬过他 告诉他 我们是少年侦探团 他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想逼他露出马脚 而昨天晚上 他又提出要出钱 让他们一家人去旅游 很可能就是为了支开那家人 赶紧把珠宝挖出来 光燕迷茫了一下 不过 今天早上他就失踪了 池飞驰忍不住侧目看了灰原哀眼 那个人为什么失踪 还不是因为 被他们昨晚抓了 池飞驰很清楚内幕 还装作毫不知情地等着看热闹 估计现在心里在偷着笑吧 池飞驰也看了看池飞驰 看着柯南一脸疑惑不解 本来就挺有趣的 池飞驰收回视线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们昨天去吓唬他 有没有做好防范 静 光燕 不美 原太齐齐遗憾 感觉后背良意蔓延 完了 当时只想着逼那个人漏破绽 抓住他 完全忘了池哥哥再三说过的安全问题 柯南心里也有点毛毛的 感觉好像被什么恐怖的东西盯上了一样 光燕抬眼 发现车内后视镜里 一双紫色眼睛带着冷意盯着他们 汗了一下 甘笑着解释道 那个时候店里还有其他客人 我想他应该不会对我们做什么的 就算他敢动手 其他人肯定不会做事不管 不美连连点头 对 我们昨晚也没有在街上逗留太久 吓唬他之后就结伴回家了 不美晚上一直跟妈妈在一起 没有出门 原太也忙到 昨晚我一直跟我爸爸在一起看电视 就算去上厕所 也是让他陪我去的 柯南 汇圆 哎 这三个孩子 求生欲还真强啊 旁边那个一年级小男孩 默默看着几人 嗯 难道这个大哥哥很凶吗 也对 虽然没有发脾气 没有大声说话 长得也不凶 但还是让人觉得不能惹 惹到会很可怕 这次算你们过关 迟飞迟到 呼 三个孩子常常松了口气 原太低声嘀咕 估计会到处乱跑的 只有柯南吧 柯南一猛 都脱离危险了 还不忘推他下悬崖 原太这操作可以啊 那个 昨晚我也没有乱跑 一直在侦探事务所 他自保又没问题 干嘛要跟一群小学生一起解释啊 喂 嗯 迟飞迟继续道 小爱之前说 柯南不同意光燕的推理 也不是不同意了 柯南认真起来 解释道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光燕的推理是没有问题 不过我还是觉得 作为一个珠宝大盗 怎么也应该知道 明示追溯期有二十年吧 就算不知道 他犯案之后 也应该会去专门了解过 还有 出钱帮忙装修 那么努力 让店里生意好起来 只是为了让那家人忙碌起来 让他有机会挖珠宝 怎么看都太傻了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嘛 而且突然失踪 也让人搞不懂 光燕补充道 看起来好像他真的只是来报恩的 结果昨天被我们怀疑 让他感到失望 他就偷偷离开了 迟飞迟耐心听完 才平静道 柯南 你这次有失水准 柯南见自己第一个被点名 有点意外 光燕 你和柯南有着共同的错误 迟飞迟道 我先说 你们共同存在的问题 柯南和光燕疑惑 不过还是认真听着 为什么要纠结他的失踪 一张纸上有很多线条 要理清其中一条线的头尾 除了要耐心一步步找下去 还要学会排除掉其他干扰线条 而失踪明显就是一条无用的线 对于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珠宝大盗 或许有用 但跟你们之前理出来的线 完全不是一个头尾 过多纠结 只会造成干扰 柯南思索着 点了点头 确实 他好像过于纠结一条 对揭开真相不一定有用 只会干扰到他思路的线了 光燕就只是这个问题 迟飞迟继续道 再说柯南 你是觉得他这种行为不符合逻辑 但这是基于你自身 或者你见过的其他罪犯的主观判断 在面对一条逻辑合理的推理线的时候 你因为主观意志 觉得不可能 而去怀疑 这本身没有问题 任何怀疑 分歧 都有利于找到真正答案 不过怀疑之后 你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没有去找东西来证明 或者打消自己的怀疑 我说你有失水准 不是因为判断正确或失误 而是行为上的松懈 判断错误没关系 谁没有个失误的时候 而因为主观意志影响了判断 也没有关系 他和辉元埃都因为经验失误过 辉元埃排查失误 让纵火犯逃了 他也在上次去伦敦的时候 因为想的太多 苏特恩却没想那么多 而出现了失误 可以说是聪明反背聪明误 这无可厚非 他们那个时候 都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更具体 更准确的判断 但柯南这次不一样 他有时间 有机会去验证 他说 柯南有失水准 是因为柯南作为一名侦探 在发现疑点之后 没有进一步去验证 而是自己纠结成一团 甚至不考虑 自己是不是有主观意志 影响了判断的可能 只是再想不会吧 怎么可能 这不是一个名侦探该有的行为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只是提醒 池飞池又补充道 嗯 我知道 柯南没往心里去 要说这次他认真了吧 明显没有 他没那么认真 可要说他 完全没放在心上 也不是 他确实纠结 觉得想不通的地方太多了 池飞池提醒得很对 纠结没用 有那点纠结的时间 他就应该认真理一理线 或者验证一下 给自己一个答案 偏偏他只是一个劲儿的纠结 确实存在着问题 而能让池飞池说 这么多来提醒他 本身就是池飞池对他的一种看重 或者说 池飞池太看得起他了 要求过高 那就更没什么好在意的了 会员挨舞语看池飞池 让柯南脱离纠结状态 冷静下来了 还怎么看戏 池飞池 他忘了一时没忍住 这些本来应该等柯南抓狂完再说的 不过没关系 大概不妨爱让柯南郁闷一下 柯南不知道池飞池和辉渊哀 原本等着看他抓狂 在池飞池很看好他的感慨中 沉浸了一会儿 见车开到了九族饭堡饭店附近 才抬头看过去 一眼就看到 站在店门口的警察 嗯 怎么会有警察在店门口啊 真的耶 袁泰趴在车窗上往外看 该不会是那个人 是珠宝大盗的事 已经被警方知道了吧 九族饭堡饭店 车刚停好 一群小学生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 跳下车 站在饭店门口的两个警察 原本正疑惑 这辆车怎么停这里 看到一个接一个跳下车的小孩子 顿时无语 这是在批发小学生吗 叔叔 柯南跑上前 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两个警察迟疑了一下 出于对小朋友的照顾 也是因为对小孩子没什么防备心 还是如是说了 是一个珠宝大盗被逮捕了 现在要将他指认的赃物挖出来 是不是五年前那个珠宝大盗 光燕连忙问道 他是不是盗走了附近那家珠宝店 价值三亿日元的珠宝 袁太也急着确认 不没补充 他是不是在这家店里当员工 被三个孩子 用认真期待的目光盯着 两个警察憨了一下 这些孩子 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们警方 估计就只多知道了一个名字而已 是不是龟仓叔叔 一年级的小男孩 迟疑着问道 两个警察 呃 是 好吗 连名字都知道了 柯南想到一个可能 他是去警局自首吗 那倒不是 两个警察回了一句 低声交头接耳 不过真的很奇怪 这一次的宅吉便里 居然有过期的 是啊 以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听他说是昨天被抓的 不过十天前就已经过期了 柯南心里呵呵 别以为说暗话 他就听不懂 宅吉便 被抓住的罪犯 过了刑事追诉期 过期的宅吉便 光燕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下 抬头看两个警察 认真问道 那个 请问他是不是被七月抓住 送去警局了 柯南 看吧 连光燕都听懂了 两个警察 这些孩子 连七月都知道 路子有点野啊 该不会是警示厅 某个长官家的孩子吧 那么 他今天早上失踪 是因为昨晚被七月抓走了 不美道 袁太有些郁闷 可是 这个罪犯明明是我们先盯上的 七月可是抢了我们的表彰机会 爷 他有那么多罪犯 可以抓 为什么还要抢我们呢 只要罪犯 被抓住就是好事 不是吗 辉元埃良良反问道 少年侦探团 可以抢他们的纵火犯 他们为什么不能抢这个珠宝大盗 嗯 他好像也是少年侦探团的一员 不管了 反正他只知道 那个纵火犯 是他和持非持先盯上的 结果被抢了 说话间 店里的警察 带着穿深蓝外衣 低眉顺眼的男人出来 其中一人手里 还拿着一个袋子 递给同事 将珠宝 倒进正屋袋里封存 被盗的珠宝也找到了呀 光雁男男道 好像没我们什么事了 柯南走上前 仰头 看着那个男人 我说 你为什么要出钱给别人装修啊 啊 男人疑惑了一下 是你妈 小朋友 那当然是为了让店里生意好起来 让他们一家人在外面忙 我就可以一个人在房间里挖珠宝了 柯南半月眼 那昨晚给那家人免费的旅游招待券 男人不好意思地笑道 因为你们昨天跑过来跟我说那些 我担心 你们发现了我的意图 所以才想把他们一家人支开 赶紧把宝石挖出来 我们可是一群小孩子啊 柯南郁闷的心口疼 咆哮道 小孩子吓唬一下 你就乱了手脚 算怎么回事 而且 为什么要免费打工 出钱装修 还要送旅游的招待券 既然你能想到 用旅游招待券 把他们一家人支开 当初到这家店来的时候 就完全可以用报恩做借口 送他们一家人出去旅游啊 等他们走了 你有很多天时间可以连夜 把珠宝挖出来 等他们回来发现 也晚了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去帮忙装修 还浪费时间 还有 刑事追溯期虽然只有五年 但民事追溯期有二十年 你现在把珠宝挖出来 也会被追回 根本不用着急挖出来啊 一群警察侧目 小朋友这个想法很危险啊 这是在叫 别人怎么犯罪吗 男人挠头 抱歉啊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没想到 而且我本来胆子就比较小 虽然是一群小孩子 但听到你们 说是什么侦探团 我就心慌了 柯南感觉心口更疼了 为什么要跟他说抱歉 怎么会有这么蠢萌的罪犯 遇到了简直让人郁闷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昨晚怎么被抓的 有没有看到 抓你的人长什么样 或者有没有什么 特别值得注意的事 警察不由看向男人 对了 他们也要找找七月的线索 后方 会愿爱悠悠骗柯南 不忙着抓犯罪 干嘛查人家抓罪犯的人 这个嘛 男人一脸不好意思 真是抱歉 我也不清楚一言 一觉睡醒 突然就发现自己 已经在警局里了 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柯南无力跌坐在地 他就知道 而且 真的不要跟他说抱歉了好吗 弄得他像是幕后黑手 在责怪人家犯罪不周全一样 遇到这么个罪犯 好气 男人被警察带走了 刑事追诉期已经过去 男人也配合着追回珠宝 再加上 好像也没给其他人 带来什么困扰 还出钱帮助人什么的 大概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不用进监狱 光燕 不美 袁泰 看着无精打采 坐在地上的柯南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持飞持上前拉起柯南 这一次 犯人没跪 柯南跪了 看满民侦探给郁闷的 柯南 不要不开心了 不美安慰 案子解决就好了 虽然 被七月抢了一次 但我们下次抢回来就可以了 袁泰道 其实罪犯被七月抓了也好 光燕道 他一直在抓罪犯不是吗 所以 你就不要小心眼地生气了 袁泰问道 之前你是想问问有没有线索 调查出七月来 对吧 七月一直很好啊 像假面超人一样 干嘛还 笨蛋 柯南低耻一声 眼镜微微反光 神色严肃道 你们还没有看到 今天早上的新闻报道吗 昨晚 有人被七月袭击 被打断了腿 就算那家伙抓再多的罪犯 也不能否认 他本身也在犯罪的事实 赏金猎人那些人 根本就不该只看表面事迹 来一段善恶 看起来是个为名除害的英雄 但其实是个无法无天的犯罪者 还不知道背后做过多少更过分的事 甚至是杀人 那种人根本就不该被追捧 三个孩子呆住了 这话好像说得有点重 是 这样吗 会员爱有心想反驳 但又无话可说 悄悄看了看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依旧一脸平静淡漠 让他完全看不出 池飞池在想些什么 有没有放在心上 被一直那么照顾的小孩子否认 被当成可恶的罪犯 是会难过的吧 一年级小男孩 招待一群人 去他家店里吃东西 趁着柯南 被其他三个孩子拽进去的机会 会员爱故意落在后面 拉了拉池飞池的衣角 池飞池蹲下身 会员爱压低了声音 江沪川之前说的 小孩子确实不该拿我做榜样 池飞池神色如常 也确实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柯南说的是事实 犯罪就是犯罪 他做了 就不会受不起指责和否认 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更没必要假惺惺惺地找理由 去开脱 否认 解释 会员爱沉默 他完全看不出来 飞池哥有没有在意 这该怎么破 我没在意 池飞池拿出手机 垂眸给会员爱的账户转账 目前只到账二十万 正好给你当做昨天的辛苦费 如果你喜欢打赏金 以后再带上你 如果你不喜欢就跟我说一声 要是辉渊爱纠结 这是犯罪行为 不想继续 他也不会勉强 本来一开始带辉渊爱打赏金 就是想告诉辉渊爱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事 别太在意自己的过往 很多人都是灰色的 包括他 背地里形势也不干净 再一个 也是让辉渊爱别整天东想西想 多愁善感 有那点抑郁低落的时间 不如一起打钱去 打钱多充实 跟着兜兜风 就有很多零花钱 我为什么不喜欢 辉渊爱拿出手机 看了看到账信息 又一脸冷淡地看吃飞驰 还是你觉得 给我的分红太多了 想撇开我了 吃飞驰认真考虑了一下 昨晚最多能拿到八十万日元 给你四分之一 是多了 辉渊爱一夜 这是分成的问题吗 他只是找个理由 跟着打赏金而已 不用这么认真的考虑 缩减他的报酬 不过这么看来 吃飞驰确实没在意 宫腾刚才的话 以后最多给你一成 吃飞驰到 辉渊爱 他为什么要找那个理由 还有一个问题 吃飞驰蹲在地上 吃飞驰着辉渊爱 没有刻意去看柯南 柯南在偷偷看我们 别去看他 柯南不会说那么重的话 不 以前的宫腾新一或许会 不过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 现在那小子 对罪犯说话 也不会太过分 心里多了一些柔软和包容 而在柯南接触中 七月跟警方关系还不错 曾经还有过一次并肩作战 对付罪犯的经历 虽然柯南只是站在一旁看戏 还被榴弹打中了 七月唯一的黑历史 大概就是 昨晚打断了那个人的腿 那个人面对媒体 说了什么赏金猎人 很过分之类的话 再怎么想教育那三个孩子 柯南也不会在背后 说那么过激的言论 所以 柯南应该是早上看到 那条打断腿的报道 又开始在琢磨 七月是谁这个问题 而刚才 辉渊爱反应过来 低声问道 他是故意在你面前说那些话 想试探你是不是七月 太奸诈了 不行 他得好好想想 自己刚才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应该是 他之所以怀疑我 迟飞驰想了想 山洞里受伤那一次 嗯 那个时候你抱他出山洞 他看到你戴的面具上 眼睛处没有开洞 辉渊爱果断出卖柯南 他的推测是 要么七月是盲人 不需要在面具眼睛处流动 要么就是 眼睛比较特殊 比如 同色有益于常人 必须遮掩 再来 他说 他至今遇到的人里 能在黑暗中行动自如 又有好身手的只有你 他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池飞池问道 没有了 辉渊爱想了想 其实他也不是很肯定 因为这个世界上 身手好 又能在黑暗中行动自如的 也不一定就只有你一个 这一次大概是 突然想试探一下 现在怎么办 我们两个在这里 说悄悄话很可疑 特别是在他 故意说出那些话之后 说不定会怀疑 我知道你是七月 正在跟你商量 怎么办这个可能 要不要想办法遮掩一下 不用 自然点 实非是很清楚 有时候越遮掩越可疑 越遮掩 越容易留下错漏 不行动 不解释 让柯南摸不准真假 才是正确选择 你只是有什么事需要 迫不得已问我要零花钱 不用主动跟他解释什么 你平时会怎么做就怎么做 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 辉远哀点了点头 忍不住问道 你撒谎 应该很少会被看出来吧 知道就好 池飞池留下一句话 起身朝那边一群孩子走去 辉远哀无语跟了过去 龚腾是心鸡狗 飞池哥更心鸡 不过这两个人 悄悄对上 也挺有意思的 他好像 又可以继续吃瓜了 聚在一张桌前 池飞池干脆提出 请一群小鬼吃饭 在池飞池跟店主点菜时 柯南悄悄凑进辉远哀 目光隐隐带着审视 你刚才跟池哥哥在说些什么呀 他对七月并没有什么意见 就跟怪盗积德一样 哪怕是犯罪者 但七月从来没有伤人 杀人的经历 其实挺可爱的 他想抓住这些无法无天的犯罪者 但真到了紧要关头 又会觉得遗憾 如果没有那些家伙的话 侦探的生活也太无聊了一点 当然 能抓还是要抓的 而且现在情况不同了 七月居然袭击了无辜人 虽然只是打断腿 虽然对方作死 跟朋友跑去发赏金 但他还是觉得没法接受 是 他不否认 以前在心里也觉得 七月是个极恶如仇 心怀正义 像假面超人一样抓罪犯的人 今天早上看到报道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突然就想着 一定要抓住那个家伙 至少要看穿七月的身份 让那个家伙形势有点顾忌 而且 他突然又想起 之前对池飞池的怀疑 刚才才借着机会 说了七月一堆坏话 想看看池飞池的反应 那些话是很过分 如果池飞池真的是七月 并因为他那些话 觉得受伤的 他也会跟池飞池好好谈话 解释清楚的 不过池飞池没有半点反应 算是默认了他的评价 让他更不确定自己的推测 唯一可疑的是 他才说了那些话 会员哀就偷偷跟池飞池 在那边说悄悄话 这么一来 也可能池飞池本身心态比较好 太擅长伪装 而会员知道池飞池的一些事 想安慰池飞池 跟你有什么关系 辉元哀冷眼 撇柯南 池飞池刚才说 让他假装是因为某件事 迫不得已问池飞池要零花钱 如果真是这样 这种丢脸的事 他怎么可能宣扬 肯定要好好藏好 谁敢追究就诈次 嗯 柯南汗了一下 感觉辉元哀浑身笼罩着你再问 我就黑化的气场 没再追问下去 默默思索 不应该啊 在他预想中 如果池飞池是七月 而辉元哀知道 刚才是在安慰池飞池的话 在他追问之后 应该会随便找个合理的理由 装出一脸平静的样子遮掩过去 而不该这么诈次 换了一般人 或许会因为他说了七月的坏话 控制不住情绪 或者因为他看破了什么 急于遮掩 但辉元不会这样 这不是辉元的风格 照这么看 刚才那两个人说悄悄话 不是在谈七月或者安慰 而是在说别的事 在说一件辉元不想告诉别人的事 一旁 辉元哀眉在看低头沉思的柯南 一手撑着下巴 看向店外的街道 嘴角微微扬了一下 飞池哥vs宫藤 飞池哥又小声一局 为什么说又 大概是因为 上次宫藤怀疑飞池哥 飞池哥也什么都没做 宫藤这家伙 因为看不出什么破绽 又不确定自己的怀疑了吧 柯南确实又觉得 大概是自己想多了 不过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又偷偷跟池飞池说话 池哥哥 你刚才跟会员在说什么啊 盯着 要是说谎 肯定会有什么破绽的 柯南定定盯着池飞池 池飞池一脸冷淡地看柯南 问那么多做什么 柯南 果然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而且他感觉到了 池飞池这家伙 在嫌弃他八卦 当天晚上 柯南睡前整理了一下头绪 其实他怀疑 池飞池是七月 真的很没道理 唯一的线索 就是眼睛可能比较特殊 黑暗行动自如这两点 但这还存在着很多种可能 并没有指向池飞池 而从始至终 他感觉池飞池本身 也和七月联系不上 说不清为什么 就是感觉池飞池看七月 就只是看陌生人的态度 第一次说起七月 池飞池的反应没问题 第二次 第三次 想着想着 某名侦探就睡着了 第二天又理了理 仔细把所有细节分辨了一遍 一直到跟着毛利兰到了游戏厅 得出的结论是 真的没问题 就算池飞池那家伙 说谎段位再高 如果真的是七月 总有一点点痕迹可抓吧 可是还真没有 他冤枉池飞池了 飞池哥 身边 毛利兰突然出声打招呼 柯南抬起头 看到站在路边 一身黑衣的池飞池 愣了一下 转头疑惑问毛利兰 小兰姐姐 今天不是园子姐姐 约你过来拍大头贴吗 为什么池哥哥也来了呀 怎么看 池飞池都不会是那种 会去拍大头贴的人 他怀疑 这是吐槽召唤池飞池又起笑了 小兰没跟你这小鬼说过吗 林木园子 往池飞池站的地方走 我们约好来拍大头贴 是因为看到学校那些女生 写给飞池哥和新出医生 那些信上有大头贴 最近拍大大头贴 还蛮流行的 看起来拍得又很可爱 柯南 这跟池飞池在这儿有什么关系 总不能拉着池飞池一起拍吧 那家伙会分分钟 用眼神杀了你的好吗 因为拍大头贴的地方是游戏厅 你之前说过 飞池哥很擅长玩街机游戏 他应该很喜欢 所以我就问了 飞池哥要不要一起去 毛利兰笑着解释 而且 柯南是男孩子 应该不太喜欢跟我们一起一直拍照 等会儿可以让飞池哥带你去玩别的 柯南点了点头 让他一直跟着两个女孩子拍大头贴 他也会感觉很不自在的 还不如跟池飞池去玩别的游戏 四个人在街口碰面 飞池哥 你来得真早啊 毛利兰笑着打招呼 我没想到 这家店里还有ID卡 池飞池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四张卡片 其中三张分给三个人 转身往那家游戏厅走 在门口的机器里 投币就可以激活 可以输入自己的昵称 之后在游戏机里的记录 就会被留下来 有的游戏还可以跟其他人联机对战 不过我刚才没有玩那些 只是去刷了投篮球机的最高记录 毛利兰 林木源子 猛猛地跟在后面进门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他就说吧 池飞池玩街机那么厉害 绝对是个街机游戏迷 进了游戏厅 毛利兰和林木源子 激活了池飞池给的ID卡 就去拍大头贴了 柯南刚打算跟着池飞池 去玩对战街机 就被毛利兰抱起来 柯南就先跟我们 去拍两张大头贴吧 毛利兰笑眯眯道 柯南 比起拍那种卖萌大头贴 他更想去玩对战街机 飞池哥 你要去试试吗 林木源子期待怂恿 拍出可爱的照片 会更受女孩子欢迎的哦 不用 池飞池一脸冷漠 表示抗拒 谢谢 啊 林木源子被冷眼盯得汗了一下 随即又幸灾乐祸道 不过没关系 本来飞池哥的人气也很高啊 那个自恋自大的推理狂不在 人气就在你和医生身上哦 柯南 自恋自大的推理狂 才不是 毛利兰很实诚道 我们新来的英文老师朱棣老师 也很受大家欢迎啊 只有男生才喜欢他了 林木源子不满埋怨 穿着那种大胆暴露的衣服 表现出十足的女人味 感觉就是在 愚弄我们日本人吗 柯南低声跟池飞池吐槽 他这个平时也喜欢穿露肚气衣服的人 根本没资格说别人吧 还说他是自恋自大的推理狂 真的够了 池飞池一脸平静的低声回道 因为园子穿得再暴露 也没女人味 柯南 仔细一想 园子还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而心里不平衡 他突然发现 池飞池说话 平时还是很含蓄了 要是坦白点 毒蛇程度 真的能让人扎心一百遍 嗯 还好园子没听到 毛利兰还在跟林木源子理论 可是 他教学既认真 又容易理解 认真过头 无聊死了 林木源子不爽反驳 平常装模作样 沉默寡言 邀请他去喝茶也不去 简直就是一副名门闺秀的作派 好不容易来了个外国人 就应该多说些外国笑话才好啊 园子 毛利兰一头黑线 又不知道怎么说 你还拍不拍大头贴了呀 啊 对 差点忘了 我们拍大头贴去 我特地选了一家里学校远的店 就算拍丑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林木源子推着毛利兰 往拍大头贴的机器走 回头问池飞池 飞池哥 你真的不打算跟我们拍一张吗 我可以拿去炫耀不去 园子 你说的炫耀 哈哈 没什么了 池飞池目送三人去机器旁 转身离开 别说他不去会拍那种卖萌的照片 就算不卖萌 他也不想拍照 本身被地理做不干净的事 是最排斥被留下照片 或者被太多人关注的 好在日本比较重视个人隐私 就算是大楼或者巷口 要安装监控 也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 很多地方都没有监控 特别是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 要是有街头采访之类的节目 采访人身边 必然会有摄影师带着摄像机跟着 不想被拍到的人可以避开 不小心被拍到 也可以上前要求删除 而如果有人用手机在大街上乱拍乱录 被拍到的人要求删除 都会得到大众的支持 而在这个世界 拍摄者被人讨厌 或者厌恶 都是轻的 遇到心情不好的琴九 可能直接去堵巷口 一发子弹送你归西 遇到心情好 身边又有福特加跟着的琴九 大概就是 福特加一脸恶狠狠地 将人逼到墙角 布山弄死你 就算没有遇到琴九 或者福特加 这样的高危分子 要是被拍的人脑子一抽 或者本身心虚 那就是一场谋杀 所以说乱拍要不得 池飞池坐在街机前 一边神游 一边打着一款忍者对战游戏 日本的街机游戏种类 确实挺多的 还一直有新游戏发行 感觉可以玩一辈子 嗨 旁边的位置 突然挤来一个女人 留着金发的短发 戴着圆眼镜 穿着一身红色连身短裙 加紫色外套 朝池飞池眨了眨眼 说着腔调奇怪的日语 你的游戏玩得很好 要跟我来一场对决吗 朱蒂 池飞池脸上没露出什么异样神色 行 朱蒂看着眼前的冷漠脸 心里有些无语 不过也不意外 在座位上坐下 往游戏机里投币 准备等着开局 之前在观察池飞池的时候 他就明白 那个女人在照片上写的 code是什么意思了 确实够冷淡的 不过 Hines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池飞池的游戏 ID是稻草人 喜欢或者常用的字眼 应该跟殿下扯不上关系 是因为池飞池是两个集团董事长的独子 所以那个女人才在照片上写了冷淡殿下这个称呼 另外 Angle和Cool Guy这两个称呼也不太正常 一分钟后 两台联机对战的接机画面里 黑衣忍者抓住空档 一个大招 把红衣忍者轰到角落 然后 很恶劣地开始丢小号手里剑 远程普攻 扑扑扑 朱蒂一头黑线 操作着自己的游戏角色跳起来 想先避开攻击 刚跳起来 满屏幕出现了闪烁的剑影 红衣忍者在空中血条快速缩减 瞬间没了大半 被击飞出去 倒地的同时 一排小号手里剑又过来了 扑扑扑 朱蒂 这讨厌的音效 感觉从此不会再喜欢这个游戏了 游戏里 红衣忍者再度想奋起 顶着小号手里剑冲上前 开 大招出来了 黑衣忍者已经顺移到了红衣忍者后面 完全避开前方的剑光 驰飞驰控制着自己的角色 又开始 扑扑扑 连点预判都不懂 朱蒂真的是游戏迷吗 太菜了 红衣忍者被自己的大招定在原地 愣是被小号手里剑一下一下给切死了 朱蒂看着自己的游戏角色倒地 终于忍不住转头问道 为什么你一直用普攻打我 传攻击点 驰飞驰神色平静地解释道 我原本想试试隐藏剑招风暴剑 朱蒂 没毛病 要放那个招 确实要用很多普通攻击 攒够攻击点 再一看驰飞驰的屏幕 攻击点已经快满了 要是他这边没死那么早 大概就能看到很不容易出的那一招 等等 最后还是怪他技术太差 死得太快了 OK 再来 朱蒂颅袖子 准备好好打 然后 这一局 驰飞驰预判着朱蒂游戏角色的行动 一直用瞬移闪来闪去 闪来闪去 闪过来 一剑甩脸 闪过来 两个小号手里剑 闪到另一边 一剑甩背 有句话 他没跟柯南说过 他玩亚索也超溜 这个阶级游戏里的忍者 有不少招 比如爆出五把大号 手里剑满屏伤害的招 不过 他还是觉得 荡成快乐疯男来玩比较好 既然是快乐疯男 怎么能不快乐 只要他闪得够快 攻击就追不上他 所以 朱蒂看着满屏幕闪来闪去的黑衣忍者 额头渐渐抱起青筋 直接抱了个手里剑满屏大招 既然是快乐疯男 怎么能没有疯 所以 驰飞驰顶着大招 默默把攒够攻击点的隐藏招风暴剑放了出来 这边两个人 直接顶着大招硬钢 其中还有一个不怎么容易出现的隐藏招 吸引了不少客人的视线 整个屏幕上看着很精彩 风暴细绢满屏 大型手里剑也抱了满屏 不过隐藏招的伤害比较高 红衣忍者的血量比较少 没多久就倒地不起了 再来 朱蒂盯着屏幕 一个大少爷 玩街机游戏 干嘛要玩得那么好 气人 再开一局 朱蒂也学着之前驰飞驰的套路 跟着闪 闪 闪 然后 风暴剑 红衣忍者再次倒地 驰飞驰见朱蒂半天没吭声 转头问道 还玩吗 风男不是什么人 都能玩得好不好 如果预判和眼力都差一点 还学着对面风男快乐 那绝对是个死 朱蒂转头看向一旁的射击游戏阶机 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依旧说着腔调奇怪的日语 我们先去玩那个 然后你再挑一个游戏 我陪你玩 然后换我挑 怎么样 行 驰飞驰起身 有免费陪玩 干嘛不要 两人又去了射击接机前 联机之后只有共同作战 没有对抗 驰飞驰也不在意 朱蒂虽然有点遗憾不能找回场子 但也觉得 可以好好秀一波 Are you ready? 驰飞驰点了点头 然后就看着朱蒂开始刷花枪 默默一枪一枪 把出现的怪物打倒 就跟之前丢小号手里剑一样 稳得没有一点花样 本身也像个只是会去训练场练习 但不会经常使用枪支的人 第九关 朱蒂秀高兴了 专注盯着屏幕 又开始秀 驰飞驰依旧一个一个打倒 如果是对抗赛 就朱蒂将枪丢起来 接住那一秀 他可以杀朱蒂八次 之所以不是九次 是因为游戏里一弹夹 只有八发子弹 这游戏真实的过分 加子弹也要时间 如果是实际行动 他身边队友敢这么秀花样 哪怕那个人是勤九或者英曲严男 他也会忍不住掉转枪口 先给这种队友一枪 当然 那两个人也不会做这种 逼他杀队友的事 中途 柯南走过来 在一旁驻足看着 看着朱蒂那帅到爆炸的花式秀 忍不住再三打量 这个女人用枪还真熟练啊 毛力兰和林木原子也跟了过来 看到朱蒂后 有些意外 朱蒂老师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哦 朱蒂转头看到两人 见游戏通关 两人刷了个新记录 放下游戏枪 走上前打招呼 毛力同学和林木同学周围人 开始窃窃私语 老师 他们穿的校服 是地单高中的校服吧 这么说 他是高中老师 没搞错吧 No No 朱蒂连忙干笑着对周围人摆手 他们认错人了 哎 毛力兰和林木原子疑惑 等周围人散开 朱蒂才带头去了一旁的休息处 解释了一下原因 什么 林木原子惊讶 你每天放学之后 都会到这个游戏厅里来玩 Yes 日本的电玩 真是非常有趣 非常刺激 朱蒂双手合拢在身前 笑眯眯解释道 在美国 从日本引进的电玩 都很受欢迎 我每次都要排很久的队 所以我才跑来日本当老师 因为这样 每天都能有很多 有趣的游戏可以玩 可是 你上课很严肃 林木原子 感觉三观有点崩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被开除的话 我就没得玩了 外国人在日本找工作 是非常困难的 朱蒂双手解释 又对两个女孩 一脸不好意思地笑道 所以我在这里玩游戏的事 还希望你们替我保密 那飞驰哥 怎么会跟老师玩到一起去了 毛利兰忍不住看向那边 一脸冷淡的驰飞驰 因为 我看到他玩忍者对战很厉害 所以我忍不住问他 要不要来一场对决 结果我一直输给他 朱蒂的日语腔调依旧怪异 一脸无奈道 之后我又提议去玩射击游戏 还说好了 等射击游戏之后 我们换着指定游戏 我们继续玩 柯南心里只能干笑 这么两个电玩米 能凑在一起 还真不奇怪 这架势 是打算把所有电玩都玩一遍吗 不过 射击游戏算是朱蒂老师赢了吧 林木原子 被朱蒂刚才帅酷的动作折服了 眼里冒光 就像比利小子一样 超酷 不不 如果比分数的话 我们两个都一样 并不算我赢了 又提到 对了 要不要去试试一个更酷的游戏 好啊 好啊 林木原子欣然同意 柯南 也不知道是谁之前 还在背后说人家不好 朱蒂带着一行人 到了一台附带座位的游戏机前 这个游戏叫超级勇士精神 毛利兰好奇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文字 我从来没听说过 林木原子道 朱蒂笑咪咪 转头问池飞池 要不要试试这个 也是一个对战游戏 不玩 池飞池直接拒绝 这个游戏 不适合练过格斗的人 面对屏幕上打来的拳头 练过格斗的人 只要一专注起来 就会用正常对战的力道反击 哪怕再控制 也绝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 稍微活动手脚 他担心自己不小心 就把椅子拆了 林木原子 毛利兰 拒绝得这么干脆 简直无情 好吧 朱蒂有些遗憾 感觉池飞池 真的是最难接触的一个 又转头问毛利兰 要不要试着玩一下 毛利兰没有拒绝 坐到了座椅上 池飞池没有挤在一旁看 去了挂在墙上的大荧幕前观看 毛利兰就指完了两局 一局追着人击打 一局被挑战的人追着打 没多久 一行人就郁闷找到了池飞池 飞池哥 原来你一直在这里看着呀 毛利兰也转头看大荧幕 那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讨厌的家伙 林木原子 愤愤不平道 就是之前跟小兰对战那个人 你不知道他之前有多过分 把小兰打败之后 居然说小兰做的是他的专属座位 让小兰让开 池飞池转头看毛利兰之前做的地方 那里已经坐了一个人 由于戴了游戏头盔 从他这里看不清具体的特征 朱蒂偷偷观察着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不仅神色 连目光都没有丝毫波动 实在有点摸不清池飞池的心理 很别扭 就像面对一个机器人一样 但偏偏池飞池是人 活生生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思维 而且 就池飞池眼里的神采来看 也不是在神游天外 确实是在看那个男人 在店员 去收机器里的钱币的时候 他居然还踢了人家一脚 说人家太磨蹭 林木原子继续不满吐槽 听说被称作什么凯撒大帝 简直就是个小混混嘛 遇到这种人 原本好好的心情 都被破坏干净了 小兰可以找他真人 PK 池飞池给了一个很简便的解决办法 他不是对手 呃 毛力兰遗憾 干笑道 还是算了吧 林木原子心里的气突然顺了一些 可以考虑哦 小兰 那个老伯不是说了吗 打败他 你就可以称把背户挺了 哦 毛力兰挽起袖子 看向那个男人坐的位置 闹 我是开玩笑的 林木原子连忙拉住毛力兰 因为游戏输了 两句争执 就去把人揍一顿 有点不合适 而且打伤了人会有麻烦 他不能怂恿朋友做这种事 只是想讽刺一下那句称霸背户挺而已吗 我也是开玩笑的 毛力兰笑着回了林木原子一句 见林木原子郁闷 没再继续真人PK的话题 我们还是先走吧 为什么 朱棣不解 我们去别家玩 反正游戏厅又不止这一家 林木原子道 我才不想见到这种会破坏心情的家伙 那 朱棣走向旁边的座椅 回头笑道 等我再玩一下这个赛车游戏 玩过了 我们就走吧 池先生 要比赛吗 好 池飞池也走了过去 林木原子 毛力兰 柯南 这两个电玩迷没救了 估计拖都拖不走 在池飞池和朱棣比赛玩赛车的时候 那边大荧幕上又开始了新的对战对局 毛力兰和林木原子分神关注了一下 周围人也开始窃窃私语 到底是谁要赢来啊 根本没有血条显示 好像是被打中的次数多了 脸就会越来越轻 还是凯撒大地占了上风 背户的卢塔斯也不怎么样吗 挨了一记必杀 看样子他是站不起来了 要赢的话 还要在他站起来之前 给他致命的一击 快点打他 快 喂 他在干嘛啊 游戏里传出电子音 当当当 Draw 池飞池听到那个平局的声音 也没回头 继续跟朱棣比赛赛车 跑着最后一段赛道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他刚才给他致命一击 不就赢了吗 等等 他的状态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也 他是怎么了 在议论声中 池飞池也跑完了最后的赛道 没有看屏幕上显示的 Draw 起身走了过去 格斗模拟的座椅上 带了游戏头盔的男人 一动不动 双眼圆瞪 嘴角流出咸水 面色僵硬发青 柯南站在一旁抬头看着 见池飞池过来 低声道 人已经死了 池飞池转头指挥 小兰 去报警 在警方到来前 任何人不能离开这个游戏厅 毛利兰习惯了毛利小五郎的咆哮式喊报警 一时间还有点不太适应这种冷静版的 不过回过神来之后 还是连忙拿出手机 重重点头 好 警方来得很快 十多分钟后 木木十三带着人 风风火火地走进游戏厅 死者在哪里 木木十三严肃问道 木木警官 那边 毛利兰看向游戏里座椅 我们发现 他的时候 他就坐在哪个模拟格斗的椅子上 木木十三转头看过去 看到站在那边的池飞池 半月延走上前 池老弟 又在案发现场看到你了 那么 左看右看 没有看到另一个温神 毛利老师不在 池飞池道 哦 那今天就只有你了 木木十三了然点头 近年背护挺的犯罪率 是比米花挺高一点 以前他还觉得 池飞池是毛利小五郎传染啊 不过现在一看 池飞池貌似 比毛利小五郎更温神 池飞池 他怀疑木木十三 是在吐槽他 其实被柯南祸害的最多的 不是毛利侦探事务所所在的米花挺 而是他住的背护挺 绑架案 入室盗窃案 杀人案 医院 银行 百货大楼 饭店 现在连游戏厅都没能逃过一截 但发生事件 真的与他无关 都是柯南这个光之魔人的原因 可 木木十三收回思绪 神色严肃 池老弟 那么具体的案发经过呢 不清楚 池飞池道 在有人发现他状态不对劲之前 我都在玩游戏 木木十三 深深看了池飞池一眼 转身 离开 还侦探呢 算了 他问别人去 调查的结果 无非就是 这个男人 是在电玩对战中死亡的 就在快要获胜的时候 那个游戏角色 突然停止了攻击 没有再打下去 毛利兰解释着 看向死者 之后我们在看他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这个样子了 死者叫做伟腾贤吾 今年21岁 高木舍低声跟木木十三 汇报调查结果 没有工作 平时行为不良 在这个游戏厅的口碑也不好 原来如此 木木十三道 平时就树底良多啊 哎 毛利同学 你们和这位警官很熟悉吗 跟毛利兰站在后面的朱迪问着 指了指在一旁偷听警察对话的 池飞池和柯南 他们这样偷听警方的调查结果 真的没问题吗 木木十三听到这话 转头看旁边 一直跟着他的池飞池和柯南 柯南 这个英语老师 还真是多管闲事 不过还好 不是毛利大叔 而是池飞池的话 应该不会因为这些垂他头 池飞池 也对 他为什么要跟着木木警官偷听 本来他记得大部分剧情 变得索然无味的一案 加快进度 解决掉不就行了 木木警官是我爸爸以前在警示厅工作时的上司 而且飞池哥帮警方解决过一些案子 柯南也经常发现一些 别人发现不了的线索 所以 警官们对他们比较包容 毛利兰解释着 见木木十三看向他们 介绍到 他是我们学校的英文老师 英文老师 木木十三有些意外 Yes 朱棣用带着英文枪的日语 积极地自我介绍 我叫朱棣 圣体米利翁 请多多指教 My name is John Zemeggir 我的名字是 木木十三 木木十三一脸认真 用带着日语枪的英语自我介绍 I am a Japanese policeman 我是一个日本警察 池飞池默默抬手扶额 听着这两人奇怪的枪调 真的难受 他突然想起威尔逊说的 本来想跟别人练习中文对话 不过人家总是喜欢跟他说英语 其实在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吧 比如现在木木十三的举动 Please 朱棣也一脸认真 纠正木木十三的发音 要发长音 不要发短音 是 Polizeman才对 Polizeman 木木十三努力模仿 结果腔调更奇怪了 No No Polizeman OK Polizeman 迟非迟 他早就知道 木木十三不是个正经警察 警 警官 高木舍干孝出生 提醒木木十三 现在不是英语课堂时间 他们还要调查呢 木木十三逗逗眼 又连忙倾可两声缓解尴尬 嗨嗨 总之 问题就出在死者 为什么会在玩电玩的时候身亡 是的 高木舍遗憾 不过还是努力配合自家上司 转回正题 根据游戏厅的人说 当时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可疑的人 在发现死者身亡后 池先生就让所有人都留在这里 另外 死者在玩游戏的途中 也没有吃过东西 应该不是自杀 嗯 木木十三看向死者戴着的游戏头盔 这种像科幻片一样的打扮 是怎么回事 旁边的店员连忙解释道 这是虚拟实境的游戏 受到对方攻击时 所受的疼痛 会和画面同步传递到玩家身上 疼痛会同步传递 木木十三追问 对 如果被对方踢到护具 疼痛也会同时传递过来 服务声道 玩家的手脚 也会跟着微微晃动 感觉就像真的在战斗一样 木木十三怀疑道 难不成他的死因 是因为疼痛过剧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个男人嚼着口香糖走上前 虽然说是疼痛 不过只是 轻微震动一下而已 就像行动电话的震动一样 怎么可能会死人 你是谁啊 木木十三问道 我就是在他死的时候 跟他对战的人 我可不想因此被当成嫌疑人 男人说话 还不忘嚼了嚼口香糖 而且 刚才挨揍的人是我耶 我的攻击只有两三次起效 亏我还特地嚼了口香糖 缓解紧张 没想到 真丢脸 是这样子吗 木木十三 转头问毛力兰 是啊 整个场面看起来一面倒 毛力兰倒 木木十三觉得头疼 这样一来的话 死因到底是 毒杀 交换 池飞驰看向木木十三 木木警官 请你找法医来进行尸检 刚打算开口提醒中毒的柯南一耶 随即低下头沉思 毒杀 他是明白了 但交换是什么意思 他可不相信 池飞驰是随口一说 肯定是想到了什么 交换什么 交换杀人 交换等等 交换游戏角色 啊 毒杀 木木十三疑惑 看着池飞驰 尸体面部发青 嘴唇和指甲发干 窒息死亡 多见于饿死 勒死 和非典型易死的尸体 池飞驰从高木舍口袋里 拿出一双备用手套戴上 上前到死者面前蹲下 检查着尸体 另外 颈前表静脉怒张 是因为头部血液回流受阻 但是颈部并没有勒痕 也就是说 死者是因呼吸 回流衰竭而死亡 却又不是被人勒死的 那就有可能是某种神经毒素 自己的口袋 又看了看池飞驰手上的手套 池先生还真自觉 都被池飞驰说了 让法医来说什么 可 当然 让法医来进行更准确的尸检 还是有必要的 啊 木木十三提出疑问 可是死者并没有吃东西 凶手要下毒 应该是用毒针 或者注射器之类的东西 那么死者感觉 被砸到 怎么也应该出声 或者有别的反应才对啊 木木警官 柯南提醒到 现在是因为发生了命案 这里的游戏设备 都被关停了 之前是很吵的哦 原来如此 高木舍了然道 在那种吵闹的环境下 就算死者发出过声音声 也不会被其他人听到 而且这个座椅 好像会把手脚都固定住 在游戏开始后 死者轻微挣扎 也不会被人发现 好 请法医来 木木十三立刻对另一个警察道 至少要弄明白死因 是 一个警察匆匆出门去打电话 朱蒂若有所思地 看着柯南和池飞驰 交换 交换 池飞驰给的提示 这个小弟弟 好像已经懂了 先过滤排查一下嫌疑人 木木十三 又对高木舍道 高木舍压低声音 可是这里至少有五十个人 要过滤排查出嫌疑人 恐怕有点困难 啊 柯南回过神 我知道最靠近死者的是哪些人 不用你来说 池飞驰看向天花板上的摄像头 有监控 好吧 那确实不用他来说 柯南正无语着 在警方去调取监控 周围人开始活动时 突然听到有奇怪的声音 像是金属敲击 又像是摩擦声 一下一下 很轻微 听到了 嗯 柯南抬头看着 走到身边的池飞驰 因为角度关系 只能看到池飞驰散落在 额前的刘海和侧脸 凶器 池飞驰低声说了两个字 跟着警察一起去看监控 喂喂 柯南跟了上去 低声道 那个人确实很可疑 看过监控 排除掉不可能的人之后 应该就可以确定是他了 既然凶器也找到了 那么让警方调查凶器 说不定 他故意做了那个动作 你觉得他还会在凶器上 留下证据吗 池飞驰低声反问 嗨朱棣伸手抱住 池飞驰的胳膊 凑近后 笑着低声问道 你们在悄悄说什么秘密吗 柯南正思考着 看朱棣一下子凑池 飞驰那么近 不由遗憾 这个老师还真是 就不觉得池飞驰那一身冷气 很难接近吗 一般人看到池飞驰 下意识地就会觉得 不能放肆吧 至少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敢跟池飞驰动手动脚 哪怕是林木原子 毛利小五郎 熟悉到现在 也很少跟池飞驰有肢体接触 都很规矩 该说不愧是美国人 本身很活泼吗 池飞驰本来想说没有的 不过话到了口边 立刻改为 说凶手 压低声音说的 哦 朱棣也学着池飞驰压低声音 你们已经知道 凶手是谁了吗 嗯 还差证据 不过 池飞驰声音依旧很低 原子之前说 你们过来的时候 那个店员刚去收过硬币 对吗 是不是死者坐那台游戏机 哦 yes 朱棣点头 柯南一愣 顿时懂了 嗯 证据也找到了 应该就在游戏机里 池飞驰这家伙 还是跟以前一样 破案速度快的吓人 能不能请你等会儿帮个忙 池飞驰低声问道 柯南疑惑 这个案子需要帮忙吗 视线一到朱棣依旧抱着的 池飞驰的胳膊上 还有 池飞驰被人挽着 凑那么近 居然没表现出排斥 什么忙 朱棣疑惑 因为声音压低 原本怪异的腔调 听着都舒服了不少 要我帮忙作证吗 不 我告诉你推理 等会儿你去告诉警方 池飞驰声音平静道 柯南一个亮呛 差点来了的平地摔 果然是他想多了 池飞驰这家伙 该不会是 为什么 朱棣更疑惑了 你去告诉警方 不就可以了吗 你同意帮忙的话 结束之后 我可以告诉你原因 池飞驰道 前台词 不愿意帮忙 就别问了 不告诉你 朱棣考虑了一下 笑着点了点头 好吧 我同意帮忙 可以 那么 我把推理告诉你 池飞驰声道 凶手是跟死者 对战的那个男人 而死者在对战前 就已经死了 那不可能 在对战当时 死者可是把对手打得 落花流水 朱棣的声音滴了下去 正在原地 明白池飞驰之前说的交换 是什么意思了 他们用了对方擅长的游戏角色 池飞驰继续道 其实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死者操作的角色 凶手之所以没有补上最后一击 是因为平局的话 两边的机器上都会显示 Draw 跳到游戏结束的页面 要是补上最后一击 分定胜负 其他人就会看到死者屏幕上显示 You lost 知道他们交换了游戏角色 也会发现 死者从一开始就没动 这就是手法中的陷阱 至于凶器 应该是夹在香烟中的毒针 假装要取出香烟 按压软至香烟盒下方 就可以不用手指碰到香烟 而让香烟伸出来 之后 只要捏住香烟盒 用夹在香烟中的毒针刺向死者 也不会在香烟上留下指纹 在之后 将香烟沾上嚼过的口香糖 用纸包起来 丢在地上 等某个人路过彩道后 就可以将凶器带走 朱棣若有所思 那么之前 想起的那个奇怪的声音 难道就是 某个人踩到了夹着毒针的香烟 这样 只要让警方去化验口香糖 应该就可以 不 柯南忍不住插话 再不说两句 过过推理的影 等会儿可能就没机会了 他特地在警方面前嚼了口香糖 就是担心这个手法被看穿后 他成为怀疑对象 利用逆向思维 让人觉得 他要是凶手 就不可能在警方面前 暴露嚼口香糖的事 所以 我想 口香糖和香烟 恐怕都是 他从烟灰缸里捡来的 就算和他的唾液进行检验比对 也检验不出什么来 不过 既然死者在对战前 就已经被杀害 那么 那一局游戏投的币 应该是凶手替他投的 迟飞迟到 原来如此 朱迪不傻 也反映过来 之前店员 取过游戏机里的钱币 现在游戏机里的钱币不多 警方只要调查 就能在他替死者投的硬币上 找到他的指纹 他也没办法说是 他以前玩的时候投的币 因为在店员清理了投币箱之后 死者一直坐在那台游戏机前 只有死者会投币使用具体的细节 还要根据监控录像 和试检结果进行调整 不过大方向不会错 迟飞迟顿了顿 我想你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朱迪自信笑了笑 准备进监控室 又回头 对迟飞迟眨了眨眼 大爷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在我帮把推理告诉警方之后 也要如实告诉我 为什么不愿意 自己把推理告诉警方 迟飞迟点了点头 好 柯南见朱迪高高兴兴去看监控 突然感觉自己看到的 其实是一只 小白兔还被忽悠得很乐呵 迟飞迟这家伙 是真的坑啊 不分男女 不顾情面 不分熟悉与陌生 不分场合跟环境 逮到机会 随手一个坑就丢过去了 他看着都觉得头皮发麻 我说啊 这么坑刚认识的女性 真的好吗 柯南半月眼问道 毛利老师没来 迟飞迟到 柯南摸了摸下巴 其实我可以让园子睡着 来帮忙推理的 园子还年轻 迟飞迟提醒 而且他还要考试 这是什么意思吗 柯南差点跳脚 急忙解释 这是博士特别研究的麻醉针 对人的大脑没有影响的 可是我觉得 毛利老师有时候迷糊得不正常 迟飞迟弯腰轻轻拍了拍柯南的脑袋 又只起身走向监控室 低声道 别太过分 逮着一个祸害就够了 柯南很想抬起手表麻醉针 对准迟飞迟的后背 先给迟飞迟先来一针 反正今天也不用他去推理了 不过 想到迟飞迟刚才面不改色地给朱棣挖坑 他突然就有点虚 现在报复一时爽 报复完了火葬场 算了 他气量大 不跟迟飞迟这个小心眼计较 看完监控 试检结果也出来了 朱棣整理了一下头绪 接过了推理的任务 将迟飞迟的推理 更详尽地告诉木木十三等人 顺便 为了更好地把作案手法表现出来 还让毛利兰和高木舍 扮演了一下死者和凶手 进行了一场游戏对决 迟飞迟带着柯南远远围观 让一个老师来推理 果然是正确选择 柯南一头黑线 想起毛利兰之前对朱棣的推崇 特别是一个讲课讲得好 可以让学生轻而易举就听懂的老师 对吧 嗯 迟飞迟认可 柯南 居然还这么自然从容地承认了 看着那边意气风发的朱棣老师 迟飞迟这家伙的良心不会痛吗 智水先生 朱棣双手暴毙 正色看向智水高宝 眼睛一边隐隐有些反光 显得凌厉而自信 腔调虽然奇怪 但认真的让人忽略那一点怪异 那枚硬币上一定能找到的指纹 木木十三 都有点被朱棣的气场震住 不过还是忍不住提醒 可是 不厌一下的话 还是无法确定 不 智水先生 之前不知道店员清理过投币箱 他大概是觉得 就算在一堆硬币里发现 有自己指纹的硬币 也无所谓 而且他没有戴手套 一定会留下自己的指纹的 朱棣察觉自己 好像有点表现过了 立刻收敛了严肃的气场 笑眯眯看木木十三 哦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警官只要调查 一下就清楚了 嗯 木木十三一头冷汗 变脸这么快是 认真的吗 之前明明还那么自信 瑞丽 一转眼又变得和善而不确定 他怀疑 擅长推理的人 精神可能都不太正常 的确有我的指纹 智水高宝认罪了 杀人动机 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和死者交往后 为了帮死者偿还赌马 赛车欠下的庞大债务 这一个月不断工作 几乎不怎么吃东西 能够想象吗 智水高宝神色复杂 在这个时代里 居然还有人因营养失调 而导致维生素益不足 差点失明 持飞持转开视线 不知道是不是他知道 自家的基因病之后 对失明这个词 有点敏感 虽然原剧情里也是这样 但有柯南 有FBI的朱棣 有他在 他总觉得有点微妙 就像老天又在借机 给柯南丢线索一样 最后 那个家伙还加入了 某个暴力组织 就算是这样 我那个傻妹妹 依旧不愿意离开他 那个家伙说过 只要我赢过他一次 他就愿意跟我妹妹分手 智水高宝看向那边的游戏机 为了赢他 我努力提升技术 还得到了背护卢塔斯的称号 可是这样也还是没有赢过他 打败米花凯撒大帝的机会了 柯南沉默 看着智水高宝 他这一次没有去想 智水高宝 是不是为了减轻罪责而说后悔 因为这不是推托 一开始 智水高宝 恐怕就想好下手杀人的后果了 池飞池也没说什么 后悔 没必要 就算智水高宝能打败死者 有八成的可能 死者会笑眯眯地来一句 大哥 还真把一个玩笑当真了 我怎么会因为一场游戏的胜负 就离开他呢 对 人的劣根性 对于一个混混来说 没有什么比一个死心塌地跟着自己 还能帮自己还债的女人更好的了 哪怕那个女人 很丑 哪怕已经厌倦 为了那点价值 死者也不会放手的 智水高宝 想让自己的妹妹 摆脱这个男人 要么期望自己的妹妹想通 或者这个男人良心发现 要么 这个男人死了 前者希望渺茫 主动权在别人手上 后者却可以自己来掌控 换了是他 他也会选择后者 当然 他不会自己亲自动手 不划算 借刀杀人的机会很多 甚至连教唆都没必要 只要在合适的时候 悄悄推动一下就够了 有耐心练游戏技术 还没耐心挖坑吗 当然了 他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去帮智水高宝出什么主意 谁知道智水高宝 会不会因为心理承受不住压力去自首 谁知道智水高宝 会不会出什么岔子 他和智水高宝又不熟 没必要冒风险 也可以说 他本身还真是个缺乏正义感的人 事件解决 游戏也玩不下去了 离开游戏厅 林木原子走在路上 忍不住重敬道 朱迪老师刚才真是太帅了 简直就像阿加莎 克里斯蒂一样 不 那个其实 朱迪一脸不好意思 偷偷看了看走在旁边 神情冷淡的池飞池 毛力兰和林木原子懂了 不会吧 难道说是飞池哥 让老师 yes 朱迪笑着点了点头 他不想太出风头 虽然刚才已经够出风头了 是池先生让我帮忙把推理告诉警方 约定就是他可以告诉我不自己去推理的原因 池先生 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了 如果不方便被其他人知道的话 可以偷偷告诉我 毛力兰嘴角微微一抽 猜到了一个可能 我想大概 没什么不方便的 池飞池自然从容道 我不喜欢跟别人解释推理 也不喜欢去做笔录 朱迪 他已经做好了挖到某个大情报的准备 结果就这个 就这个 不喜欢去做笔录 所以不推 等等 那就是说 做笔录的事 就这么落在他头上了 他也不想被叫去警事厅做笔录啊 本身就是 FBI的探员私自入境 要是有地方解释不清的话 被发现异常 果然是这样 毛力兰干笑着 见朱迪神色有些呆滞 解释到 飞池哥真的很不喜欢做笔录 做笔录很多时候 都会叫上柯南去重述案发经过 而且他也不是跟别人详细说推理 以前也有过给木木警官一张作案手法说明书 让警方自己去还原 实验 是这样吗 朱迪突然觉得心口疼 照这么看 池飞池一开始让他帮忙 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吧 他之前还乐呵呵地答应 怎么看都好傻 被坑得心口疼 再一看 旁边池飞池依旧一脸平静 感觉心口更疼了 池飞池见朱迪看他 想了想 还是决定道个歉 抱歉 事先没有跟说清楚 征求的意见 不过 既然接过推理的活 就应该会想到 要去做笔录的事才对 朱迪也想到了这一点 而且总不能说自己不方便去警事厅吧 再加上人家都一脸正色的道歉了 虽然好气好郁闷 但还是要保持笑容 好吧 这次就原谅了 不过下次一定要跟我说清楚哦 其实飞池哥也可以告诉我 让我来推理啊 林木原子忍不住强调自己的存在 我好歹也是推理女王林木原子 不是比老师更适合推理吗 我一点都不介意去做笔录的 不好意思 忘了 池飞池道 他是照顾林木原子的小心灵 没有直说 这次的犯人 在一开始被指控的时候 还反驳 说狠话 他担心林木原子没那个自信 去镇住对方 被对方一下 思路就乱了 还是朱棣比较合适 讲科又讲得出色 讲解思路肯定很清晰 没那么容易被扰乱 忘 忘了 林木原子没听真相 就已经备受打击 朱棣只能笑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他一定不介意 将这个表现的机会 让给自己的学生 真的 不过我没想到 飞池哥和朱棣老师 能相处得这么好 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帮忙 毛利兰笑道 这么说起来 飞池哥的妈妈 从小在英国长大 没有嫁人之前 国籍也是英国 对吧 飞池哥是不是更习惯 跟外国人相处啊 偏见 池飞池言简一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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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也摇了摇食指 正色道 这世门的误会 其实英国人和美国人 在某些方面 分歧还蛮大的 哎 林木原子疑惑 是吗 比如说呢 朱棣摸着下巴 假装回想 用自己那奇怪的腔调道 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 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就算是英式发音 也只是伦敦和牛津地区的口音 另外还有很多种发音 相差很大的方言口音 根本让人听不懂 而且伦敦腔特有的腔调 就像多物 阳光难得的伦敦一样 总是让人觉得 带着忧郁 不够阳光 毛利兰 林木原子 柯南 一开始 还像是英语老师 在科普英语知识 不过后面 是不是有点 开始吐槽人家了 而很多英国人 不太喜欢 美国人说话时 浮夸的语气和肢体动作 迟非迟到 更不喜欢 他们一些粗俗的发言 觉得无理 没文化 没品位 像是爆发户 相反的 朱棣笑眯眯道 很多美国人觉得 英国人高傲刻板 过于深沉内敛 也过分讲究 那些反所复杂的礼节 他们还喜欢 自嘲自黑的幽默 也喜欢反讽的 说话方式 不够直接 那么 美国人幽默的方式 大概就是用 拙劣的语言和行为 来捉弄人 很多时候 不考虑被捉弄的人 是否窘迫 持非持语气 依旧平静 而且美国人 喜欢能说会道的人 所以容易选择出 很多夸夸其谈的蠢货 蠢 蠢货 毛利蓝呆 朱棣脸上保持笑容 而英国呢 因为过于注重 阶级和背景 容易选择出一些 空有背景 却没有实际能力的花架子 而且很多英国人 在情绪控制上很极端 要么不喝酒 要么往死里喝 要么一本正经地板着脸 要么像那小孩子一样 笑到抽风 在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 要么像木头一样坐着 要么疯到要被保安嫁出去 美国人痴迷社交 聚在一起喜欢吹牛 拥腔文化又可怕 还喜欢渲染冲突 英国人正好相反 不喜欢别人过度 询问自己的隐私 包括工作 年龄 薪酬 家庭住址 却也不喜欢一上来 就把自己的名字 职业 职位等等都说出去 觉得必须由人介绍自己 才有尊严 人与人之间 实在太冷漠了 缺乏人情味 美国人则是一来 就想抢占别人视线的焦点 英国人 美 英 毛利兰 林木原子 柯南齐齐一头冷汗 再这么说下去 要挑起地狱矛盾了位 朱棣事实终止 对持飞持孝道 当然 英国男人是出了名的 有绅士风度 其实很多英国人 也喜欢美国的阳光 到了美国之后 都会变得开朗一些 持飞持道 毛利兰 林木原子和柯南 悄悄松了口气 还好 没打起来 不过 我可不是英国人 持飞持道 朱棣脸上笑容僵了一秒 感觉心口又在隐隐刺痛 对啊 持飞持又不是英国人 他刚才吐槽嘲讽半天 关人家什么事 可他是美国人啊 而且 好像一开始的吐槽对决 是他掀起的 感觉好像挖坑把自己埋了 柯南 他的选择果然无比正确 被持飞持坑了 就忍一忍 反正只是小郁闷 忍一下就过去了 千万不要投铁地对上去 企图翻盘 否则结果一定会郁闷到 不要不要的 看吧 又一个投铁的 被持飞持收拾了 他应该早点提醒朱棣老师的 别看持飞持 平时一脸冷淡 不想搭理人 又不擅长沟通的样子 其实本身毒蛇 小心眼又腹黑 喜欢坑人 还擅长气人 那个 毛利兰干笑着打圆场 其实我觉得都还好 听起来很有意思呢 林牧原子点了点头 听着两个人互相吐槽 真的有趣又长见识 朱棣努力忘了刚才的郁闷 笑道 不过池先生破案 还真像生活在那个老旧时代的 伦敦的福尔摩斯一样厉害 跟地单校园记那天一样 是吧 林牧原子积极道 比龚藤新一那个自恋狂强多了 对吧 柯南 干嘛要拉上他 龚藤新一 就是在校园记上的那个男生吧 朱棣笑着眨眼 他也很cool 他可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了 毛利兰有些不好意思 朱棣老师 我们要从那边路口转过去回家 你呢 我跟你们不同路 就在这里分开吧 朱棣道 再见 朱棣老师 林牧原子摆手 那就明天见了 朱棣也挥了挥手 转身后 声音低沉了几分 baby cool guy baby hold highness 哎 毛利兰疑惑看着朱棣的背影 殿 殿下 林牧原子也一头雾水 朱棣老师是在说谁啊 柯南也看着朱棣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一开始还以为那个 cool guy是说吃飞驰 不过相比之后那个 hold highness 后者才更像在指吃飞驰 殿下 这什么鬼称呼 而如果后一个称呼 是说吃飞驰 那么前一个称呼 是在指谁 他吗 可是对于小孩子的话 用cool kid 或者cool boy 更合适吧 cool guy 可是用来说青年男性的 作为本身是美国人的英语老师 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 才对 池飞驰都愣了一下 贝尔摩德 也把他的照片挂了 hold highness 公寓厨房餐桌上 飞驰用尾巴甩着剑狱 看也没看 很熟练的 就用大鸣接住了剑球 是贝尔摩德 应该是贝尔摩德 写在我照片上的 被朱棣看到了 池飞驰站在案板前 切了两块鱼块给飞驰 又给飞沫切了块苹果 才动手准备做晚餐 为什么是冷酷殿下 飞沫啄了口苹果 歪头思索 是觉得主人像王子殿下 感觉很幼稚 像在演舞台剧一样 了解我的人 大概就会知道 与我背景有关的国度 是日本和英国 如果说 殿下是指王氏 池飞驰切着之前削好皮的土豆 平静分析到 日本 王氏 乌鸦 连起来没什么含义 不过 英国 王氏 乌鸦就可以联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飞驰两口把鱼块吞了 等着听故事 英国有一个传说 如果伦敦塔里的所有乌鸦都离开的话 不列滇亡国和伦敦塔将会崩溃 持飞驰专注垂谋 看着菜板上的土豆 均匀切片 为了尊重这个古老的传说 至今英国王室仍然负担开支 在伦敦塔里饲养乌鸦 相传 只要塔里有乌鸦 英格兰就不会受到侵略 反之 国家将会遭受厄运 所以 虽然伦敦塔里的乌鸦被照料得很好 但是为了确保他们不离开 他们的部分羽翼 其实被剪除掉 已经丧失了飞行能力 也就是会被悉心照料 但已经被某种手段限制 失去了自由的 求鸦 主人 那贝尔摩德 这算是出卖你了吧 飞驰又甩了一下尾巴 窜起来用小鸣把剑球接住 会不会被人看出其中的那一来啊 其实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这个意思 实非是将土豆片放进碗里 又开始切肉片 头也不抬到 或许是我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 有点敏感过头 不过 其他人想读出这个意思也不容易 因为殿下 这个称呼 像是调侃 还要联想到英国 乌鸦这两个关键词 主人 就算其他人没想到 求鸦 也会怀疑你的吧 飞沫提出疑问 贝尔摩德在你照片上 写了殿下这种字眼 很容易让人猜想 你在组织地位不低之类的 说不定还会怀疑 你跟组织boss有什么关系 放心 不会 池飞池低声道 赤锦秀一知道组织的规矩 不管什么人 都是用代号称呼彼此 根本不可能出现殿下这种称呼 所以他不会往组织的方向联想 柯南或许会怀疑 不过 FBI的态度会影响他的判断 今天的误导已经够了 哎 哎 飞池和飞沫一头雾水 今天发生了什么 他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戏 赶紧吃饭 消食 等会儿带你们去找安氏丸 池飞池没有解释 转身将切好的菜 放在灶台上 这两货沉迷监狱 不肯陪他出门 还想知道他今天做了什么 做梦 飞沫缩了缩身子 怎么感觉气温突然下降了一点 池飞池又继续窃其他菜 没有再多说 恐怕贝尔摩德不仅仅是在提醒柯南和赤锦秀一 也是在提醒他 甚至提醒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作为布局者 贝尔摩德故意让FBI看到那些照片 也应该会猜到 朱蒂为了试探他们 会故意透露一点照片上的字 HOLD HIGHNESS 这个称呼也会被他得知 几乎是在告诉他 那一位对你是好 但你已经被组织用某种手段限制 失去了自由 或者说自我 对 按照一般情况而言 他不该知道自己遭受了洗脑 就算有所察觉 但很快又会被绝对中语组织的思想所影响 而打消怀疑 贝尔摩德是在他这里埋了一个影子 一个他察觉真相后 说不定能影响绝对中语组织的思想的影子 当然 贝尔摩德这么做 也不是为了他 他一旦起了异心 被人察觉什么异样 他本身就会有危险 贝尔摩德大概是想着 万一他的自我思想 对抗组织 洗脑思想赢了 他又会是组织的一大劲敌 就算没赢 哪怕只是动摇一点 等他发现 什么的时候 说不定就因为交情 而放过柯南了呢 再或者 他只要表现出控制效果不佳的迹象 贝尔摩德就可以跟那一位申请 出个馊主意 把他弄到别的地方去 或囚禁或监管 真的变成伦敦塔里乌鸦 也好过整天在柯南和毛利兰身边晃悠 真的埋得一手好坑 不过贝尔摩德大概不知道 对抗早就已经结束了 一直是他的自我思想占据主导 根本没什么洗脑思想 也就意味着 他不会出现贝尔摩德期待中的思想激烈对抗 该怎么做 还是会怎么做 一栋公寓楼里 朱蒂也坐在沙发上 跟赤井秀一打着电话 对 今天三个目标都接触到了 池飞池 你果然最关注他 怎么说呢 很厉害 就跟地单高中校园记那次一样 很快就看出了凶手 作案手法 证据 像福尔摩斯一样 我可不会认可你这句话 城市的某个街头 赤井秀一叼着烟 看着车窗外远处璀璨的街灯 手机放在耳边 嘴角微微扬了扬 我可不会那么随便认可一个人 可以跟福尔摩斯相提并论 不过你都这么说的话 确实是个厉害的人 害得我都想见一见他了 你们那些福尔摩斯之争 我可不管 朱蒂笑了笑 又正色低声道 那么 秀 我说出自己的判断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从今天的接触来看 池飞池是一个观察敏锐 心机过人的人 说是名侦探也不为过 而根据我们之前的判断 那个女人跑到日本来 是为了照片上的那个茶发女人 那么 很可能是那个组织 得到了茶发女人的消息 不过不确定 她的具体位置和情况 只知道她跟某些人有联系 就让那个女人到日本来调查 搜集情报 一开始 那个女人是打算池飞池那边入手 正好可以在追思会上开始接触 从我们得到的消息来看 那个追思会上 她也确实一直在和池飞池接触 不过 那个追思会上的杀人事件 恐怕与那个组织有关 她在接触池飞池的时候 也在顺便掩护凶手作案 不过以池飞池的敏锐 恐怕已经发现了什么吧 在之后 她就放弃 以女明星克里斯 温亚德的身份 继续接触池飞池 就像那个事件之后 克里斯那个身份 就宣布吸引一样 那个女人本身就是那种 察觉到一点危机 就会毫不犹豫地抽身就走的人 不过她也不会就这么放弃 所以就冒充了那个医生 从另一个方向进行接触 我有时候 也会听到那个叫毛利兰的女孩子 跟朋友说起池飞池 对朋友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人 赤锦秀一静静听着 理了一下头绪 逻辑没问题 行为判断 也符合贝尔摩德的作风 至于池飞池是不是组织的人 这一点 他们早就调查过 要是跟组织有联系 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 而且曾经得过抑郁症和分裂症 抑郁症这种病 一旦绝望起来 恐怕会什么都不管不顾 突然觉得 组织 组织某个人 组织某件事 让他悲伤 想出卖组织 来个玉石俱焚 也不是不可能 而分裂症 同样也是很不稳定的病症 谁知道池飞池 在接触组织成员的时候 会是哪个人格 会不会有一个人格过于善良 直接把组织卖了 以他对组织的了解 别说两种病症 只要出现其中一种 为了以防万一 这种人都绝对会被清理掉 好 就算池飞池情况特殊 不被清理 组织也会安排人严密监视 可是 无论是在青山第四医院的时候 还是离开医院 到现在 池飞池身边 都没有被严密监视的迹象 组织 或者说请酒也好 那一位也好 绝对不可能这么放心 再加上 池飞池那种发现被监视 找侦探 找出他们的人 报警的处理方式 实在让他很难 把池飞池跟组织联系到一起 虽然那家伙喜欢穿黑衣服 但喜欢黑色的人 也不是没有 福尔摩斯也是其中之一 说不定那家伙 本身还是个福尔摩斯迷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那个女人 在池飞池那里吃过亏 朱迪又郁闷起来 无奈道 我今天可就在他手里吃了亏 还不止一次 哦 赤锦秀逸来了兴趣 你跟他对上了 没有 我可是努力 跟他们拉好关系 只是没想到他性格会这么恶劣 朱迪顿了顿 后天下午 我要去警示厅 如果我被拖住的话 到底出了什么事 赤锦秀一眼皮一跳 不是吧 池飞池又把他们的人 往警示厅坑 朱迪把事情说了一遍 从池飞池 让他帮忙推理 到英国人 美国人之争 总之 我要去做笔录 按理来说 做笔录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但我现在一想到 要去警示厅 就会想起 他们上次被公安带走的事 没关系 那就去吧 市警秀一突然失效 如果你这次遇到麻烦 说不定还会多出一个 有意思的发现 还有 我的母亲也是英国人 朱迪 这个 那可以确定了吧 那个女人的身份 是啊 可以确定了 换了张脸 还光明正大地去学校 很可笑 朱迪通着电话 拿起桌上的苹果 目标物的简称 这个吗 Rotten Apple 暂时取名为腐烂的苹果好了 晚安 9点37分 安室透穿着黑色外套 帽子拉上 默默上楼 到自己住所门前 拿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 突然闻到 菜的味道 确实是他家里传出来的没错 会这么做的 估计就只有一个人 顾问 那他选择 掉头就走 安室透下楼 转到住户楼一侧 默默爬墙 每次都是驰飞驰神出鬼没的出现 吓他一跳 他怎么也得吓驰飞驰一次吧 他就悄悄爬墙 翻进去 然后 嘎 窗口探出一个乌鸦的脑袋 头上的黑色绒毛有点乍起 星红的眼睛盯着 爬到下方的安室透 安室透 突然想跟顾问绝交 让他好好下一次不行吗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从这只乌鸦眼里 看到了疑惑 下化线 疑惑他为什么挂在墙上 飞沫确实疑惑 但其实一开始是惊吓 他正看着窗外欣赏 深秋夜里高远的夜空 一低头 突然看到 窗外靠下方的地方 有个人头 太吓乌鸦了 安室透无语了一下 也懒得再爬下去 伸手拉住窗台 干脆就从窗户翻出屋 屋里没开灯 窗外光线投进屋 只能隐约看到 一个身形挺拔的黑影 坐在他家沙发上 双腿交叠 悠闲自得 你回家都不走吗 安室透判断了一下 能戴只红眼睛的乌鸦 那就不可能是贝尔摩德义荣 组织试探什么的 上前开了灯 顾问 你这么明知顾问会讨人厌的 他不信驰飞驰没发现他的小动作 那当我没说 驰飞驰确实是明知顾问 在安室透到门口的时候 飞驰就跟他说了 之后飞驰又疑惑 安室透怎么走了 他就大概猜到 安室透想做什么了 这家伙都一把年纪了 还像那小孩子一样 幼稚 突然跑到别人家里 可不是什么好行为 安室透转身回到桌前坐下 毫不客气地动手 开始拆桌上的塑料袋 我可没乱看乱翻 驰飞驰道 那看在你给我带吃的份上 原谅你了 我忙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呢 安室透将塑料袋里的盒子拿出来 又起身去冰箱前 顾问 你吃过了吗 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吃过了 吃飞吃到 喝得随意 他是先让乌鸦确认过 安室透的行踪 知道安室透今天跑去 做公安的工作了 跟着一群人埋伏蹲点 也没吃晚饭 才特地多做一份带过来的 我这里就只有波本威士忌 安室透拿了酒盒杯子回桌前 就这么坐着看 你好歹也帮帮忙啊 你家我又不熟 持飞吃平静脸 而且我是客人 安室透一头黑线去拿了冰块 要是没有后一句 他还会觉得有道理 算了 他先吃饭 持飞吃见安室透忙着吃饭 自己动手加冰块 倒酒 也帮安室透倒了一杯 顺便起身给安室透接了杯水 放到桌上 谢谢啊 顾问 安室透一抬头 就看到刚才一直没留意的飞沫 一只 身上只长了一点黑色小绒毛 大部分还很凸的乌鸦 扑 安室透直接喷了 之前看到乌鸦头很正常 他就没怎么留意 持飞吃有点嫌弃的避开饭里 坐回沙发上 他这是怎么了 安室透忽略了飞沫的冷眼 强忍着笑 不过眼里的笑 还是出卖了他心里的乐呵 跑去外面打架 我给他处理伤口的手剪的 持飞吃解释 处罚就别说了 给飞沫留点面子 受伤了 身上的毛都剪光了 看起来很严重啊 安室透凑上前看了看 发现伤口结痂都脱落了 想到持飞吃是兽医 也就没再操心 也没急着吃饭 拿起水杯 准备先喝口水 话说回来 顾问怎么会突然跑来找我 估计不是什么急事 不然一看到他 持飞池就应该直接说了 这两天会有一个 FBI女探员去警示厅 持飞池到 非法入境的其中一个 噗 安室透又喷了 这次是水 顾问又把FBI的人送进去了 持飞池猜到了安室透的想法 解释到 只是去做笔录 安室透脸上的诧异稍缓 他们既然清楚 自己是非法入境 遇到案件 也会尽量避开做笔录这种事吧 持飞池平静看着安室透 安室透抬眼看了持飞池两秒 嘴角微微一抽 懂了 又是顾问坑的吧 他突然就有些同情 那几个非法入境的FBI了 一个个被顾问悄悄往警示厅坑 赤警秀一也蛮惨的 上次那两个FBI同伴 被他让公安盯着 已经没办法行动了 一天天到处旅游 也没去见赤警秀一 这次要是在 等等 这次要是因为你的原因 FBI探员前脚进警示厅 后脚就被公安锁定 安室透神色严肃起来 赤警秀一就会怀疑 你是公安警察的人了 不 不是怀疑 而是基本确认 我知道 这次过来 只是跟你分享一下 持飞池眼里 没有任何情绪 而且我说过 赤警秀一可以坐立在前面的靶子 既然是靶子 一下子就被打坏了可不行 好歹给他留个帮手 安室透忍不住乐 那顾问还真大方 持飞池沉默了一下 我怀疑你在暗讽我 绝对没有 安室透正色说着 低头看了看桌上被喷了水的饭菜 没法吃了 干脆动身去厨房 准备自己坐 那就留给他做帮手吧 顾问 其实你不用这样 要是不小心被赤警秀一盯上 会很麻烦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我看他 也不怎么顺眼 是非是端起酒杯 喝了口酒 而且我本身就有麻烦 在背货势力饭店追思会上 贝尔摩德接触过我 这一点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打算利用这次机会 反过去打消他们的怀疑 最近都在看贝尔摩德和 FBI逗来逗去 很有意思 他是会偶尔提交一下行动日志 不过只是记录一些情报 很简短 比如说 发现组织某个成员的身份 针对美国要员那个行动 为以后洗白累积点功绩 但那些记录不会很详细 就是一句话而已 具体怎么 斗争不会写 真写下来 估计要写一大篇 也不利于查阅 安士透是能申请看他的行动日志 确保消息流通 能知道同伙的处境 他也是一样 不过他们两个人 一般不会去看 现在两个人的潜伏算是稳定期 知道的太多 反而不利于卧底 就比如贝尔摩德提醒他 求押的是 他不打算告诉安士透 甚至行动日志里 也不打算写 一是不确定 二是担心给安士透造成误导 让安士透以为 贝尔摩德是自己人 说不定会被贝尔摩德反手卖了 而且 他们两个人的潜伏目的未必一致 搜集情报的侧重 或许也不一样 各浪各的比较好 关键时刻拉一把就够了 顾问 那你要不要再吃点什么 安士透没再继续那个话题 不管是为了骗取FBI信任 还是已经被牵扯进去 其实池飞池根本不用去坑FBI探员 就算要达到什么成效 也可以用别的方法 无非还是想顺便给他出出气而已 不明说甚至否认 是担心他心里有负担 不吃 那飞池和飞沫呢 今晚才喂过 安士透 池飞池起身 将外衣帽子拉上 见安士透无语看过来 打了声招呼 没什么事了 走了 他也懒得走门了 被人看到不好 跳窗吧 这也是师徒传统 安士透看着池飞池 直接翻窗出去 无语收回视线 还说他 明明顾问自己也不走门 之后几天 池飞池都没怎么出门 早上 晨练完就跟弗兰特联系 帮弗兰特重新一容 上午 自己翻翻书 在电脑上试着搭建网页 制作一两个小软件 下午就关注一下娱乐公司的情况 或是继续对着电脑做马农 晚上偶尔替琴酒 确认一下情报 确认一下目标人物的行踪 再就是 他在等聊天软件发行 这个世界上 不缺有想法的人 而且科技线的发展很诡异 不久之后 连人工智能都能出来 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机会 可以垄断聊天软件 这钱不赚太可惜了 而且 自家砸了一堆钱进去 他不可能不操心 宅了将近一周 UL聊天软件同时推出 电脑端和手机端 Think娱乐公司网页的首页 直接挂了横幅推广 几乎占了大半个网页 剩下半个网页 是对一个综合性网页论坛的推广 名字也叫UL论坛 跟UL聊天软件 共用一个账号 安布雷拉真的够过分 一个娱乐公司的官网 一进去挂的 全是对安布雷拉产品的推广 不过安布雷拉也是自家 那吃飞驰 就没什么能说的了 先下载 UL聊天软件的电脑端和手机端 看看成品 蓝白相见的散状图标 点击打开 同样蓝白相见界面不大 简洁干净 注册 登录 记住账号 记住密码 隐身状态 第一次下载 还有个新手指引 从注册到登录后的页面 都有简单介绍 让人更容易上手 这一点他没有想过 不过威尔逊给加上去了 账号注册不实名 不过需要绑定手机号 当然 一个手机号 也可以注册不止一个账号 持飞驰在尝试的时候 就注册了两个账号 一个昵称还是四处通用马甲稻草人 另一个叫费德提克 他算是第一批注册的用户 账号有六位数 一到五位数的早就被截留了 不会提供注册 另外 好一些的连号也是一样 还没等他看看其他功能 威尔逊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一接听 就是不间断的碎碎面 嗨 我亲爱的顾问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聊天软件发布了 目前是在日本 美国 英国三国同时上线 这段时间 忙着雇佣员工 跟一些混蛋谈事情 忙着看测试成果 盯着他们优化完善 简直把我累坏了 坏消息 是我们一大群人 努力了这么久 在美国的推广 大概不会顺利 有一些混蛋 恐怕会阻扰我们的脚步 当然 那只是一件小事情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解决的 打电话给您 还要告诉您另一个坏消息 迟非迟 就不能说个好消息 不过好消息 似乎不用说 在美国推广会遇到问题 那说明在日本和英国的路 都铺的差不多了 至少该打招呼的 都打了招呼 该沟通的都沟通好了 威尔逊 这个坏消息 是关于搜索引擎方面的 有一家公司 已经先我们一步 在去年就开始运行 不是雅虎 而是另一个 他们的页面 更加干净整洁 也更快洁 我原本打算收购他们的公司 可是那群混蛋 了解它的价值 直接拒绝了收购 只同意入股 boss在跟他们 谈公司入股的事 先打入内部 再想办法吞并 不 这个意图 我好像不该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不过我相信 搜索引擎离我们不远 只是时间问题 时非是沉默听着 威尔逊 另外 我还在着手收购音乐平台 购物平台 我们就自己做吧 好吧 真正的原因是 要是再砸钱的话 我们的资金就太分散了 也容易出现问题 我打算 目前 先把重心放在聊天软件的运营上 只是 UL聊天软件每天就要 烧上不少钱 虽然服务器是真持集团的 可只是 给我们最低折扣 比制造价格还高出很多 这真是太残酷了 等在线人数多了 服务器需要更多的人 哦 对了 我已经开始担心 服务器被攻击了 还雇佣了一群优秀的 网络安全程序师 还有 池飞池 威尔逊 我们的客服团队 也需要扩张 池飞池 威尔逊 统计部 池飞池 大概两分钟后 威尔逊还在碎碎念 对了 您需要一个内部节流账号吗 您喜欢哪个数字 或者说 一个您的幸运数字也行 还有 打算要几位数 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还是五位 或者跟boss用副子号码 对了 我的账号是1009 您可以添加一下 现在胡乱搜索添加的人有点多 您添加时一定要备注 我需要内部账号 威尔逊 你记住 我在安布雷拉 没有多少话语权 当然 特权更不需要 是非是提醒一句 又问道 我也不会添加你 只是普通的用户而已 还有别的事吗 威尔逊道 大概是没有了 不过 都 都 英国 威尔逊无奈 好歹再听我谈谈 公司现在的情况 和接下来的规划吧 日本 池飞池揉了揉眉心 跟威尔逊通话 最省心的一点是 不用多说 多问 听下去就行了 威尔逊会想多想着 把该说的事都说一下 不过那种几乎不喘气的说话节奏 让他有点担心 威尔逊会不会自己把自己说断气 而且让威尔逊说下去 他怀疑那家伙 真的能说到天荒地老不带停的 再看邮件 果然 已经有人问他 要UL账号了 他注册的两个账号 稻草人是明面上用的 费得提克 则是留着联系赏金 联系组织成员用 组织核心成员 不太可能会用这种聊天软件 行动实用邮件或者简讯 直接 方便 快捷 而且 邮件推广了这么多年 估计组织早就在相应的员工 程序师里埋了钉子 不用担心 讯息被截留或者监控 甚至组织 还有相关的破译软件 比如 那一位开始跟他联系时 就远程删除过他的邮件 而资料传输 又可以通过组织自己的平台 自己的平台 总归安全一些 对于组织成员来说 一个新出的聊天软件 并没有什么用处 他留下费得提克这个账号 只是为了需要的时候用一下 省得到时候 还要再注册 当然 组织这种情况只是少数 UL聊天软件面向的是广大群众 一旦普及开 用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到了晚上 池飞池刚吃过晚饭 就收到了勤九的邮件 OK商市诸事会社外务部 吉岗昌人 晚上8点30分之后交易 确认是否安全 Jim 飞沫 池飞池回了个OK 表示自己收到了 把手机放到桌上 让飞沫发邮件给乌鸦们 让乌鸦们去盯一下 勤九发信息过来 只是因为这个人 住在背户艇二丁目 离他的住处不远 勤九要他确认一下 目标在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带保镖 或者身边和家里有没有警察 这些事不一定要他亲自跑一趟 他联络绿川沙西 联络一两个外围成员去做都行 让乌鸦们去看看就行了 如果是重要到 需要他亲自去确认的情报 勤九会特别标出来 并且在行动前 跟他通话联系确认的 对了 沙西那个欠债跑路的男人 有没有消息 池飞池打开冰箱 拿了瓶黑麦威士忌 还没有 那个男人可能整过容 只有一些平时的习惯 爱好 很难锁定目标 飞沫用电脑把勤酒发来的内容 传递给乌鸦们 没事 慢慢找 人也不一定就在东京 池飞池在酒杯里加了冰块 倒了杯酒 准备去阳台上喝酒吹风荡咸鱼 飞沫偏头看了看手机 主人 勤酒的回信 问你要不要过去喝酒 池飞池换了左手拿杯子 上前拿起桌上的手机 看了看内容 确实是问他 要不要去喝酒 一边往阳台走 一边残忍拒绝 不去 Rocky 在看UL聊天软件 除了一些已经回复过的聊天信息 还有一堆群在疯狂刷屏 FANK公司员工群 少年侦探团群 园子大小节的交友群 三个游戏群 早上软件刚出 这群人就已经开始见各种群聊了 而且刚接触的东西总有新鲜感 很多人都泡在软件上聊天 FANK公司股东群 一共三个人 他不说话 就森渊局人和小田切明两个人 也聊得飞起 池飞池都懒得提醒两个人私聊去 大致翻了一下各个群 然后在少年侦探团这个群里 发现一群孩子在呼叫自己 翻了两页 少年侦探团这个聊天群里 全是池哥哥 池哥哥 还好 现在不能APP人 不然以现在这群人的聊天狂热程度 他的手机会炸 池飞池 有事 远古光艳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滑雪 几天不美 大家都会一起去 江湖川柯南 博士约我们去滑雪 不过他根本不会 大家想约你一起去 如果你会的话 可以教一下大家 会员哀 12月去滑雪是个好选择 小岛源泰 到时候可以顺便在滑雪场旁边的店里吃烤肉 12月份 池飞池看着现在显示的日期 10月17日 闭了闭眼睛 池飞池 不去 远古光艳 就这么拒绝了 好残忍 小岛源泰 就这么拒绝了 好残忍 几天不美 就这么拒绝了 好残忍 回云爱 就这么拒绝了 好残忍 人类的本质 是复读机 池飞池心里有些感慨 连聊天软件附带的言文字 都用得这么溜了 这群人 还真能折腾 不过 小爱跟着凑什么热闹 卖萌的 回云爱 看着有点违和 江湖穿柯南 回云爱 飞池哥最近在忙什么吗 池飞池 没有 待在家不想出去 别找我 我想静静 阿里博士 回云爱 江湖穿柯南 池飞池没退出了 UL聊天软件 往椅子上一靠 吹着秋天微凉的清风 慢慢喝着酒 到了晚上11点 贝尔摩德的邮件 要出来喝一杯吗 请酒这里 Vermouth 不去 Rocky 宅是会上瘾的 第二天一早 池飞池日常出门晨练 中途换了易容脸 去帮弗兰特重新易容 等卸了易容跑步回家 就发现家门口 站了一群小学生 等池飞池出电梯 走廊上一群小学生 骑刷刷转头 元泰 不美 光艳笑咪咪 光艳 嘿嘿 不美 兮兮 元泰 哈 回元安 柯南 小岛同学 还真是每次都强行挤进局里 知道了 我跟你们去 池飞池上前 拿出钥匙开门 等我洗个澡换下衣服 先进来坐 阿丽博士带来个口罩 露出了眼睛笑眯眯的 不好意思啊 飞池 本来是不想麻烦你的 不过我突然感冒了 孩子们不放心我的身体状况 就提出叫上你一起去 他们是蓄谋已久的 柯南毫不留情地拆穿 博士 你感冒 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跑过来的借口而已 因为一直一个人待在家里 一点都不好啊 不美认真到 我以前就有问过我妈妈 我妈妈说 池哥哥的病现在还不算痊愈 一定要让他多跟别人接触 多出去看看漂亮的风景 多参加集体运动 千万不能让他一直一个人待着 不然会病情会加重的 确实是这样 会员挨认可点头 池飞池无话可说 进房间拿衣服 那还真是谢谢啊 不过一个人在家待着 总比跟着柯南 老是遇到时间要好吧 外面 一群人在池飞池洗澡 换衣服的时候 就池飞池的病情 做了一个大讨论 到池飞池出来 也没消停 我妈妈说一定吃药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池哥哥吃药 他是不是不听医生的话 你们可以打电 池飞池将飞池缠到脖子上 脸有点黑 走了 三个真小学生抬头 看着池飞池发冷的神色 和爬在池飞池下巴附近 看他们的飞池 乖巧点头 总有那么一瞬间 池哥哥变得很可怕 柯南汗了一下 他还想缩使这群孩子 给福山志明打电话呢 嗯 还好 还没来得及说完 一群人出门 坐电梯下楼 由于阿丽博士精神状态不好 没开车 而池飞池的车 也坐不下这么多人 一群人打算坐巴士 去滑雪场 至于滑雪用具 已经被阿丽博士 先一步拜托或运送过去了 在站台等车时 柯南正听着三个孩子 叽叽喳喳讨论滑雪的事 突然感觉身边冷空气加强 疑惑转头就看到池飞池 在他身边蹲下了 柯南 池飞池问道 你之前跟他们说 要打电话给谁 被池飞池没什么情绪的眼睛盯着 柯南心里汗了一下 笑着挠头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池哥哥 你一定是听错了 我没说什么打电话 反正 他没来得及说出口 绝对不承认 池飞池没再说下去 站起身 看向街上缓缓开过来的巴士 算一算 神秘的乘客那段剧情也该到了 应该就是这一次 朱蒂 贝尔摩德 世锦秀一 都会凑在一堆 他原本是不打算掺和的 辉原哀的身份 被辉尔摩德知道 未必是坏事 贝尔摩德要护着柯南 连带辉原哀的事 都不能上到组织 否则组织一旦怀疑之前服用 aptx4869的人 可能有一些没死 变小了 浪神柯南 很容易进入组织的视线 他又不能把柯南 辉原哀统统关起来 那就不是保护 而是囚禁了 那么 让贝尔摩德 发现灰原哀的身份 总比哪天被其他成员发现 不管不顾的上报组织要好 而且 贝尔摩德还会帮忙隐瞒 有柯南和毛利兰在 贝尔摩德想解决灰原哀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柯南见池飞驰没纠缠 吴雨松了口气 心里疯狂吐槽池飞驰 生病吃药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池飞驰作为一个成年人 不听医生的话 生病不吃药 有小孩子提醒他 居然还用强行压迫他们 过分 任性 幼稚 不美见巴士到了 柯南还在走神 出声道 柯南 该走咯 哦 来了 柯南连忙跟上巴士 上了车 阿丽博士依旧喷嚏不停 博士 真的没问题吗 池飞驰不由侧目 今天估计去不了滑雪场 就算能去 他也想说 他带一群小鬼去就行 没 没事 阿帖 阿丽博士说着 又打了个喷嚏 用手帕擦了擦鼻涕 隔了走道的座位上 辉员哀悠悠道 谁让博士昨天晚上 看滑雪教程视频 看到半夜 我跟他说 会感冒的 他还不信 迟飞迟 确实 突然从十月份 跳到十二月份 凌晨一过那一瞬间的降温 就算是他 一不小心都得感冒 还敢熬夜看视频 博士真汉子 没办法呀 阿丽博士干笑着解释 作为大人 我就应该先学一下 给孩子们做好表率嘛 也对 辉员哀悠道 毕竟有个可以教学的人 昨晚说 宁愿待在家 也不会跟我们去滑雪 小爱 别乱点名 池飞迟提醒 抱歉 辉员哀毫无诚意道 光艳转过身 趴在座椅靠背上 博士 既然有池哥哥带我们去 你回家休息就好了吗 人家说 一开始感冒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旁边的不美认真叮嘱 就算去了 你也不要出门 就好好 在屋里休息就好了 我们会听池哥哥的话 不会乱跑 后面 袁太也正色道 所以 你也要听话呆屋里 不要随便乱跑 哦 好 阿里博士呆呆应了一声 见车子停下 出声提醒道 你们快点坐好 要有乘客要上车了 三个小学生 立刻在原位坐好 巴士靠站停下 柯南一手撑着下巴 百无聊赖地看着车窗外 叹了口气 心里又开始疯狂吐槽 有时候他觉得 池飞池和阿里博士 才是小孩子 而且 阿里博士好歹算是听话的小孩子 持飞时那家伙 不仅任性 不听话 还难镇压 遇到这种小孩子 真是让人头突 怎么了 无聊得要死吗 慧原哀轻声道 看你一脸希望 碰上什么案子的表情 柯南回神 慧原哀盯着柯南 调侃道 还是说 你太久 没有碰到他们 开始想念了 柯南一愣 反应过来 慧原哀说的是组织的人 无语道 在这辆坐着博士和孩子们的车上 怎么可能会 一个穿着黑衣服 身形高大健硕 戴着眼镜的老头经过过道 闯入柯南的视线里 柯南吓了一跳 紧张盯着走过去的老头 别担心 不是 慧原哀道 柯南松了口气 又忍不住看 那边侧头 看窗外的池飞池 心里哼哼 也对 论穿黑衣服的 他们这边也有一个 还面无表情 一脸冷淡 比那个男人更像组织的人 我光闻味道就知道 慧原哀轻声继续道 凡是那个组织里面的人 都会散发出一种气息 柯南抓起 慧原哀的手臂 一脸认真的闻了闻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慧原哀半月眼瞥柯南 能不能请你 不要跟我开玩笑 第六感 柯南松开慧原哀的手臂 好奇问道 那池哥哥呢 你第一次遇到他 他应该也穿了黑衣服吧 你没有吓得转身就跑 是因为第六感告诉你 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人 真是抱歉 正好相反 我被吓得要死 慧原哀语气悠然地说大实话 柯南一点不信 如果慧原哀得要死 怎么可能还跟池飞池来往 而且 要是池飞池是那个组织的人 他们早就完蛋了好吗 失效调侃道 哦 那把你吓得要死之后 他是不是还趁机绑架了你 又把你送到博士那个同伙那里去看管着 慧原哀骗柯南 大概的经过 还真可以这么说 不过 他第一次见池飞池的时候 精神太紧张 不像组织里的家伙的气息 只是感觉眼前的家伙很危险 加上那一身黑衣 吓他一跳 现在想想 大概是因为 池飞池是赏金猎人七月吧 七月可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柯南见慧原哀 一脸嫌弃地看他 稍微严肃了一点 可是 如果第六感真的能感觉到 那皮斯克那一次 慧原哀低声道 那次我也隐约感觉到 会不会就是他 那你那个时候 为什么不告诉我 柯南持续无语 因为我没有把握 我总觉得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 比皮斯克更加强烈的感觉 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气息 一点都不比那天我们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差 慧原哀僵了一僵 脸色难看 没再说下去 低下头拉起帽子 颤抖着声音低声道 公 公腾 我跟你换位子 你帮我遮一下 拜托 柯南一愣 这个反应 难道说 池飞池也留意到了 辉原哀的反应 没有跟辉原哀坐在一起 也是他考虑过的 告诉贝尔摩德 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姑娘 你干儿子 护着 不美抬眼 看到新出致命上巴士 立刻笑着打招呼 新出一声 贝尔摩德的视线 转移到池飞池这边 一眼就看到池飞池的冷漠脸 不意外 来之前他就知道了 不过 还是要装的意外 大家 怎么都在这趟车上 还有 飞池 池飞池朝新出致命点了点头 对阿丽博士低声说了两句 换到靠过道的座位上 好像是想着 方便等会儿 跟新出致命说话一样 哎 原太好奇问道 新出医生和池哥哥认识吗 以前在他家借助过 池飞池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前几天地单小学做那颗检查 就是新出医生 负责帮我们检查的 光焰对持飞池解释完 又对新出致命道 新出医生 前几天那颗检查 真是辛苦你了 池飞池懂了 看来贝尔摩德前几天 就开始去低单小学调查了 不过当时 没找到辉原哀 哪里 你真是太客气了 新出致命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向柯南前排座位走去 距离池飞池也不远 转回头 就能跟池飞池说话 那边 柯南跟辉原哀悄悄换了位置 低声道 新出医生怎么了吗 对了 那颗检查那天 你请假了 这边 三个孩子的注意力 依旧集中在新出致命身上 袁泰看到新出致命身后的女人 立刻问道 新出医生 今天是要去约会吗 不是 新出致命转头看朱棣 介绍道 他是在我担任校医的地单高中 做英语老师的朱棣老师 朱棣伸手抱住新出致命的胳膊 笑咪咪打招呼 嗨 池先生 cool kid 我们又见面了 柯南汗了一下 这个英语老师 还真是喜欢抱别人的胳膊 先是池飞池 又是新出致命 美国风气真开放 不美 光艳 元泰 齐齐看向池飞池 又是认识池哥哥的人 而且也认识柯南 前段时间在游戏厅里认识的 池飞池再次解释 他是小兰姐姐的英语老师 柯南也解释道 我的名字叫朱棣 圣提米利翁 朱棣笑得开朗大方 今天要跟新出医生 一起去上野美术馆约会 不是 不是 我们只是在站牌那里遇到了而已 贝尔摩德顶着新出致命易容 解释着到了柯南前排座 准备坐到靠过道这边 好歹他现在的身份是池飞池的朋友 之前池飞池特地换到外面的座位 摆明了想聊天 他当然也要靠外座配合一下 不过 下一秒 抱着贝尔摩德胳膊的朱棣 很自然地往里走 把贝尔摩德挤到靠窗那边 自己坐在靠走道一边 故意称怪道 哦 你可不能让女性没面子 贝尔摩德心里无语 他要跟拉克聊聊天怎么了 怎么了 非要把他挤到里面来 不过他也明白朱棣的盘算 这是打算把他挤角落里看管 要是他有什么要伤人的举动 方便阻止 对吧 算了 保持笑容 可是 要是学校里传出什么闲话的话 我们都会很苦恼的 不是吗 哦 yes 朱棣说着 又转头看吃飞池 对了 池先生 改天再去游戏厅怎么样 我突然考虑到一个忍者对战游戏的好战术 绝对可以解决你那个闪来闪去的招 改天看吧 池飞池没明确表示 拒绝或者答应 贝尔摩德捶了捶谋 有点稀奇 打电玩这种事 拉克居然没有直接拒绝 再一想到皮斯克说过 拉克借助的时候 好像一直在玩电脑游戏 他好像发现了 拉克一个幼稚的兴趣爱好 几人说话间 辉原哀依旧戴着帽子 低着头 躲在座位靠窗的角落 握紧了搭在腿上的裙脚 赤锦秀衣戴着口罩 帽子 装作感冒的人 不时咳嗽一声 走向最后排座 柯南留意了一眼 不过池飞池没怎么看 贝尔摩德则是留意着 池飞池的反应 赤锦秀衣那家伙的眼睛那么有特色 戴口罩 党脸也没用 但拉克明明也看过赤锦秀衣的照片 刚才居然一眼都没有多看 是不熟悉 没认出来 还是装不认识 如果是装不认识的话 那拉克比他想象中可怕得多 不可能吧 从发现一次某个对手的人 观察 确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反应再快 也会注意一两眼 拉克全程都是一副漠视姿态 压根没留意 贝尔摩德不知道的是 这辆巴士会上来些什么人 是什么身份 会发生什么事 时飞迟早就心里有底 没什么好惊讶的 更会控制住好自己 别录什么会让FBI怀疑的破绽 最后一排座位上 赤锦秀衣坐下后 倒是先忍不住 抬眼关注了池飞迟一眼 这个朱迪说 像是福尔摩斯的人 他可是早就想见见了 原本他还怀疑 池飞迟是不是跟日本公安 或者说 跟某个麻烦的家伙有关系 要不怎么 老是把他们的人往警示厅坑 上次还那么巧 刚好日本公安就得到了消息 过去查他们的人 不过 朱迪前几天去警示厅做笔录 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似乎上次只是个巧合 还有这群小孩子 就是上次抓住他们的人的那几个吧 往前几排 朱迪也悄悄留意着 贝尔摩德的反应 那张易容脸上看不出什么来 不过刚才这个女人 好像在思考什么 眼里还有一丝凝重 是觉得 遇到池先生很棘手吗 也对 那个家伙很坑 这边一群人各自想着心事 后面上车的两个男人 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 喂 你们看 原太惊奇 看着巴士门口的两个人 他们已经换上了滑雪的装备了眼 光燕也探头看着 还真是心急啊 柯南探头 发现那两个人 不仅穿着厚厚的滑雪服 拿着两个装滑雪板的大袋子 连护目镜都戴上了 当即遗憾 护目镜都戴上了 是认真的吗 两个男人挟持巴士 是认真的 两人直接拉开装滑雪板的收纳袋 从里面拿出手枪 一人指着用枪指着司机 一人用枪指向车里 不准动 谁敢乱动 我就宰了谁 柯南的脸色变了变 之前没注意 车门口的几个乘客 纷纷看去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了 平 一个男人对着车顶开了一枪 吓得一个年轻女乘客 惊叫出声 又将枪指向女人 你听不懂是不是 喧闹中 池飞池一脸无感 这两个炮灰 后座 赤井秀衣意外之后 心里平静下来 抬眼盯着两人 口罩挡住的脸 也一脸无感 居然劫持公交车 贝尔摩德差不多同时平静下来 一容假脸上 也闪过一瞬间的无感 鉴于这是大庭广众之下 大概能活着下车吧 朱棣嘴角悄悄扬了一下 才两个人嘛 朱棣后方的座椅上 柯南惊讶之后 也盯着两人默默盘算 看准时机 让池飞池放倒一个 他的麻醉针手表 也能解决掉一个 盯着乘客的红帽子 劫匪心中突然生起一丝怪异的感觉 就好像背后有几双眼睛俯视着他一样 让他后背凉凉的 不 应该是错觉 他可是手里有枪的人 盯着司机的白帽子劫匪没有多想 用枪指着司机 威胁到 把巴士的标识牌转成回站 在市区里随便绕上一圈 在红绿灯那边停下来的时候 我要打电话给你们公司 快点 好 好的 司机连忙换上了回站的牌子 开车前行 一看场面控制住 红帽子劫匪 压下刚才的无厘头想法 恶声恶气道 很好 大家都很听话 现在把身上带着的行动电话 乖乖交给我 别想藏起来 要是藏起来的话 这辈子都别想 再打电话了 公交车继续前行 在红绿灯前停下 司机接通了车上的通讯对讲机 紧张道 我是W707号车的小 小林 对讲机被白帽子劫匪一把抢过去 直接对那边吼道 我们刚才携车这辆巴士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释放正在服刑的石岛邦南 立刻去告诉警方 如果不照办的话 我们就每隔一个小时射杀一名乘客 二十分钟之后 我会再打过去 你们最好在这之前做好准备 通讯切断 在白帽子劫匪的胁迫下 司机开着巴士 继续往前行进 红帽子劫匪走在过道上 一一收缴着乘客的手机 等人到了旁边 池飞池随手将手机一抛 丢到了那个劫匪刚伸出来的手上 当然 是平时用的那个手机 另一个手机 目前只联系弗兰特 他丢在家里没有带出来 劫匪接住手机 抬头看了看池飞池冷淡的侧脸 总觉得这人有点奇怪 不过也没多想 枪口对着阿力博士晃了晃 到你了 老头子 阿力博士很想反驳一句 他才50岁 不过考虑到孩子们还在一边 担心 引起冲突伤到小孩子 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把手机递了过去 柯南留意了一下 池飞池那边的情况 就低头回想着 石岛邦南的情况 上个月 制造炸弹抢劫珠宝店的 强盗集团中的主犯 已经被警方抓捕 不过三个同伙 目前还在逃 他可不信 这些人会搭救同伴 估计是因为抢去的珠宝 只有石岛邦南知道在哪里 才不得不用这种方式 逼警方释放石岛邦南 红帽子劫匪 无视了几个孩子 继续往后收手机 回头一看 就发现之前那个一身黑衣 神情冷漠的年轻人 转头看着他 那双紫色的眼睛映着他 没有一丝情绪 看得他心里毛毛的 喂 你看什么 看热闹 池飞池很自然地回答 阿里博士 贝尔摩德 这回答 好像没毛病 不过他们也是被挟持的人吧 这算不算是看自己的热闹 转回头去 不许看 红帽子劫匪 恼羞成怒的吼道 池飞池转头收回视线 前方 盯着司机的白帽子劫匪 都被惊动了 回头看了一眼 剑没有动乱 又转头继续盯着司机 只有阿里博士 朱棣 柯南 三个比较近的人 听到池飞池语气平淡的低声说了一句 挺可爱的 阿里博士伸手扶额 淡定过头了吧 能不能给人家劫匪留点面子 就算不给劫匪面子 也请考虑一下 身边他这个正常人的感受 本来很紧张的场面 一看池飞池这样 他内心突然就慢慢平静下去 好像被传染得不正常了一样 可怕 红帽子劫匪收手机 收到最后一排座位 对赤锦秀一道 好了 到你了 赶紧把移动电话交出来 阿 抱歉 赤锦秀一装作感冒不舒服 咳了两声 嗨嗨 我没带移动电话 原来是个穷小子 红帽子劫匪轻斥一声 又看向赤锦秀一身边的黑衣老头 拿枪对准老头 喂 坐在旁边的老头子 你耳朵上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助听器啊 老头连忙解释 我年轻的时候 耳朵就不太好 所以 红帽子劫匪懒地听下去 又看向最后一排剩下的女人 女人 啪哒啪哒地吵死了 这是当然了 女人依旧我行我素地嚼着口香糖 吃口香糖本来就是这样 不过你们做这些事 早晚有一天要被逮捕的 为了生命着想 我劝你们 还是早点收手 赶紧逃命去吧 平 红帽子劫匪 对着女人肩膀旁边的椅背开了一枪 恶狠狠盯着女人 女人僵硬着脸 颤声道 我知道了 我听话就是了 一开始听话不就好了吗 红帽子劫匪这才满意地转身 朝车头走去 在红帽子劫匪快路过身边时 朱特换了一下胶叠的腿 用脚跟不着痕迹地绊了一下劫匪 红帽子劫匪失去重心 往前一扑 砰一声脸朝下摔倒在地 半天没能爬起来 这动静 把无辜乘客都吓了一跳 纷纷侧目 连阿丽博士和柯南等人都目瞪口呆 前方 白帽子劫匪连忙回头问道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啊 红帽子劫匪从地上爬起来 劫持巴士后 第二次恼羞成怒 转头看朱特 可恶 朱特一直低着头 直到旁边新出致命 喊了一声朱特 才茫然地抬起头 左右张望了一下 好像才刚明白自己害劫匪摔了的脸朝地 连忙起身 凑到红帽子劫匪面前 一脸诚恳的巴拉英语 Oh sorry Oh me go do I have done 红帽子劫匪 都被朱特的突然凑近下了一跳 随即听着那一段英语 一头黑线地甩开朱特的手 转身就走 算了 你给我回去坐好 这一车都是些什么人啊 朱特回到座位上坐好后 转头看池飞池 笑着眨眼 低声道 It's very very exiting 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阿里博士忍不住再次复我 身边奇奇怪怪的人真多 柯南想到 之前朱迪被池飞池坑得不要不要的 沉默了 难道又被池飞池逼疯一个 池飞池一脸平静 低声道 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你高兴就好 这两个人 柯南语色 右手悄悄往裤子口袋里 叹 算了 别想那些 趁那两个劫匪都在前面 他可以偷偷拿博士给他做的耳环形 移动电话报警 柯南 和柯南只隔了一个过道的池飞池 突然出声 你背上有一只飞蛾 柯南突然被点名 僵了一下 小动作都下意识地停住了 前方 红帽子劫匪转过身 看了看其他人 又盯着池飞池 你再安静不下来 飞池探出头 盯着红帽子劫匪 本来他想安安静静躲在衣服下看热闹 不想探头的 他不想 下到车上的乘客 好吧 主要是外面太冷了 不如衣服下暖和 不过 这家伙真的很过分 他主人不就是说了句话吗 还想骂他主人啊 安静不下来怎么了 继续说啊 没有太阳的冬天 天色惨白 光线从车窗外透进来 刘海在年轻人眼睛旁头下一片阴影 一个冒出来的灰黑色舌头 趴在白皙的下巴旁边 显得格外醒目 舌双眼冰冷 直勾勾盯着人 吐着舌性子 人一脸冷漠 双眼跟舌一样 不带丝毫情绪 被这么两双眼睛盯着 红帽子劫匪心里又毛了一下 脸色僵硬难看 那边 朱蒂好奇转头 看到爬在池飞池脸旁的飞翅 也僵了一下 有 蛇 池飞池本来看着红帽子劫匪等下文 见红帽子劫匪 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将飞翅的脑袋按回衣服下 他一般不咬人 红帽子劫匪 那不一般的时候呢 这算是不一般的时候吧 等等 这是宽慰他 他不需要 红帽子劫匪 感觉自己的职业尊严 有被冒犯到 恶狠狠地扬了扬手里的手枪 不许跟别人说话 否则 我的子弹可不长眼 飞翅又忍不住探头 主人 这家伙 真是太嚣张了 问 是非谁又把飞翅按了回去 问劫匪 那可以跟蛇说话吗 不可以 红帽子劫匪第三次恼怒 吼道 给我老实坐着 飞翅再一次探头 连跟蛇说话都不行 主人 池飞翅再一次 把飞翅按回去 朝红帽子劫匪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红帽子劫匪 深吸一口气 转身继续去车头 突然觉得 这一趟车劫得好憋屈 车上不正常的人有点多 难道这是去青山第四医院的巴士 他再忍一次 就这一次 阿力博士 双眼无神地盯着前面以备 平时看池飞翅也没什么异常 他都快忘了 池飞翅还没有得到 医生开的痊愈证明 前面 不美和光燕对视一眼 没有吭声 要不要把池哥哥的情况告诉劫匪 以免起冲突呢 真是令人担心 朱棣嘴角微微一抽 收回视线 没再看池飞翅 有一种人 走在从容的人群中 也一脸紧张 惶恐 沮丧 癫狂 一眼就能看出不正常 而有一种人 要等周围人都一脸紧张 惶恐 沮丧 癫狂的时候 才能看出不正常来 柯南沉默了一下 左手边 灰云哀戴着帽子低着头 一动不动 前面 朱棣老师看起来 脑子不太正常的样子 右手边 隔了一个过道的池飞池 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强行影响 紧张气氛的家伙 后面是最后一排座 那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就在他后面不时咳嗽 黑衣老头一言不发 女人又一直巴唧巴唧 脚口相膛 被这么一群人包围着 他说什么了 他什么都不想说 还不如想想 池飞池为什么会出声 打断他偷偷报警的举动 虽然池飞池的情绪 偶尔不太正常 但本身应该是清醒的 反正他觉得 池飞池不是随意 跟他说那句话 肯定是在提醒他什么 柯南低头思索 你椅背上有一只飞蛾 他刚才看过 椅背上并没有什么小虫子 是池飞池随便找借口打断他 不 特别指明是飞蛾 那么飞蛾肯定有什么深意 飞蛾的习性 不对 罗马鹰虫组顺序排列 不通 等等 难道是英文 池飞池之前好像特地说了英文 前几天在游戏厅的时候 池飞池一直都是跟朱棣老师说中文 飞蛾的英文是mouth mouth也没有深意 不过mouth还有一个意思是蛀虫 一般是只钻入木材或毛皮中蛀虫的害虫 喜欢阴暗 安静的生活环境 遇到震动马上逃离 钻进木材中的害虫 椅背上 柯南脑海里闪过一道灵光 顿时明白过来 椅背上有一只钻进木材中的害虫 即 乘客里混着一个劫匪同伙 就在他背后 另外 结合蛀虫的习性 和对方混在乘客中的举动 也就表示 这是一个想让乘客保持安静 遇到异常会做出反应 通知同伴的劫匪同伙 好险 他刚才要是偷偷报警 应该就会被后面的劫匪同伙发现 通知前面两个劫匪 他的下场绝对不会好 周围 赤井秀一 贝尔摩德 朱棣也陆陆续续听懂了 池飞池那句话的意思 还有一个劫匪同伙 的确 有关石岛邦南的报道里确实说过 石岛邦南在逃的同伙 还有三个 除了两个劫匪 应该还有一个人 而池飞池能准确表示人在柯南背后 那就不是猜测 而是有证据支撑的判断 甚至已经锁定 不过 池飞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最后排 赤井秀一默默回想着刚才的全程经历 他肯定不是劫匪同伙 那就还剩下他旁边这两个人 柯南假装 小孩子不懂事 用鞋侧有一下没一下地 踢着座椅底下一侧的铁杆 踢得铁杆哒哒清响 Morse code 摩斯电码 一种信号代码 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 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 数字和标点符号 周围 听懂的人都在心里默默解读 Do you mean the man 你是说我后面这个戴帽子的男人吗 赤井秀一 要不要解释一句 他不是 本来他不是做什么 引起别人注意 不过看这两个人 又是暗号 又是摩斯代码的 让他心里有点蠢蠢欲动 柯南不确定池飞池 懂不懂摩斯电码 只是赌一赌 为了池飞池能分辨清楚 踢了两遍之后 打算再踢一遍 不过 烦死了 小鬼 红帽子劫匪回头吼道 给我安静点 再乱动 我就从你杀起 还真是一点动静都忍受不了 蛀虫 池飞池 柯南 贝尔摩德 朱棣 赤井秀一 心里奇骂 劫十八世就算了 能不能别打扰他们交流 看热闹 赤井秀一想了想 看这情况 池飞池 估计不方便学小孩子踢椅子 他得解释一下 好吧 主要是性质被引动了 忍不住想掺和一下 嗯 他就掺和一下下 就算是普通人 也可以出于爱好 去了解摩斯电码呀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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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井秀一 加入群聊 柯南愣了一下 他后面那个戴帽子的男人 默默翻译 我不是蛀虫 既然能听懂他们的沟通 又没有暗示 那两个劫匪 他们在偷偷沟通 那么 这个男人应该没说谎 而且这个男人要是劫匪同伙 是用咳嗽传递信息的话 阿力博士也在不失咳嗽 很容易让前面的两个歹徒混淆 劫匪同伙 应该不会选这么不稳妥的方式 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而且 他没想到 车上 还有其他人能一起沟通 那解决这些劫匪 就更简单了 池飞池没想到 赤井秀一也掺和进来 沉默 发现 还有一个劫匪同伙就够了 要是他再提前强行结局 表现就有点过了 还是等一下再说 柯南见池飞池不吭声 也没别的动作 猜测池飞池 应该是不方便在做什么 免得刺激到劫匪 现在除了他后面那个男人 可以咳嗽 传递信息之外 他和池飞池都不太方便 弄出什么响动了 基本的沟通 还是存在困难 嗯 还是先分辨出 后面剩下两个人里 到底哪个是劫匪同伙 该怎么做呢 巴士依旧往前开着 警方接到巴士公司的 报警电话后 也开始行动 巴士后方 渐渐有警察开车远远跟着 跟木木13汇报着情况 被挟持的巴士 正在往高户警方向行驶 时速大约是50公里 路边商铺二楼 高木社用望远镜 观察着巴士里的情况 对通讯耳机那边紧张道 这里是一点 我是高木 我已经看到 被劫持的巴士了 歹徒有两名 两个人都穿着滑雪服 戴着帽子和护目镜 所以看不到他们的长相 他们的手里有枪 怎么办 木木警官 坐镇巴士公司的 木木13考虑之后 决定释放石岛邦南 并且让巴士公司 接通那辆巴士上的对讲机 跟劫匪沟通 哈哈 白帽子劫匪 听着那边木木13的话 嚣张大笑了几声 是吗 你们准备放人了 那么 叫释放出来的石岛邦南 一个小时候 打电话过来我这边 等我确认他已经安全之后 我会先释放三名乘客 听好了 你们警方 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招 切断通讯 两名劫匪将两个滑雪带 搬到过道间 小心翼翼地 将滑雪带头尾相接 放成一列 柯南留意到 劫匪小心翼翼的动作 再看两个排成一束的滑雪带 皱了皱眉 转头看了看 后座戴口罩遮住脸的赤井秀衣 悄悄滑到座椅空隙间 伸手去够滑雪带 难道是炸弹 不能再等了 对方根本就没打算 好好释放乘客 既然这样 那他就故意引对方 向同伙通风报信 让后座这个男人观察 看这个男人能不能发现什么 赤井秀衣明白了 柯南看他那眼的意思 有点头疼 他是真的不想引起别人注意 不过既然这个小弟弟都冒险了 他不认真都不行了 为难 早知道就不加入群聊了 柯南趴在地上 手刚刚探到袋子边缘 就发现旁边头下一道黑影 小鬼 红帽子劫匪 站在柯南旁边的过道上 蹲下后 用枪指着柯南的头 恼怒道 又是你 你想死的话 我就成全你 小鬼 给我站起来 啊 不美三的孩子 和阿丽博士脸色大变 池飞池抬眼 看了一下前面的劫匪 如果劫匪敢动手 那就只能强行无双过去了 其实这事吧 强行破局也可以 他控制前面那个白帽子劫匪 柯南放倒红帽子劫匪 他抢了白帽子劫匪手机的枪之后 直接指着后座三个人 谁动打谁 之后 柯南去后面报警 他控制局面 到警察来就行了 唯一要考虑的是炸弹 贝尔摩德心理焦急 也不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跨步越过朱棣 挡在柯南和劫匪中间 等等 这只是小孩子的恶作剧而已 而且 你们的要求已经得到许可 这个时候射杀乘客 不就无法照着你们的计划 顺利进行了吗 说什么 红帽子劫匪心理火气 似乎更加大了 用枪指着贝尔摩德 易容成的新出之名 似乎下一秒就准备开枪 你这个小白脸 贝尔摩德 依旧坚定地 挡在柯南身前 要是对方敢开枪 他也不管会不会暴露了 直接无双过去 住手 白帽子劫匪上前 低声对红帽子劫匪嘀咕 你今天火气很大 要是不小心打到那个怎么办 抱歉 红帽子劫匪低声说着 没在追究 转身去车头 喂 你们快点回座位上去坐好 白帽子劫匪警告一声 见这一大一小两个照做 也不知道 自己不知不觉拯救了同伴 免遭无双 转身跟上同伴 柯南坐回座位上前 又转身看了一下 后面的赤井秀医 赤井秀医懂了 又开始咳嗽 嗨嗨 他不能表现太过 还是先划划水 而且就这么一次 很难确定谁是蛀虫 解读 没有人说话 柯南低头想了想 那个黑衣老头 带着耳机一样的东西 如果是通过那个说话 传递讯息 那坐在旁边的男人 绝对能听到声音 不 还不能确定 不一定需要说话 也可能是用线或者别的方式 线索还是太少了 辉员 柯南对辉员哀低声道 你也帮忙想想办法 辉员哀依旧将在座位上 低着头一声不吭 瑟瑟发抖 这种刺骨的压迫感 跟他在追思会上 感觉到的一样 那个人就在这辆巴士上 是来追捕他的 还是巧合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的身份曝光 而且对方知道 他是组织的叛徒的话 这里的人 辉员哀悄悄侧头 视线在池飞池 阿里博士 三个孩子和柯南身上扫过 全部都会被杀掉的 柯南一看辉员哀这样子 就猜到这辆巴士上 恐怕有组织的同伙 脑海里又默默把 勤酒和福特加的身影 怀念了一遍 神色渐渐凝重 没有再问下去 算了 他们来就够了 让辉员静静挂会儿机去吧 不要太逞强 Cook it 朱迪转身 趴在椅背上 对柯南说着 又看向柯南旁边戴着红帽子 缩起来发抖的辉员哀 哦 你别怕 我们马上就会得救的 你叫什么名字 小红帽妹妹 朱迪问了一遍 见辉员哀还是不说话 又用英语问了一遍 柯南 换座位 池飞驰突然出声道 啊 柯南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池飞驰这是说 要跟他换座位 正考虑着要不要答应 手就被辉员哀紧紧抓住 连忙道 不用了 他好像不愿意 明白了 别再其他人脱下水是吧 说完 柯南又低声对朱迪撒谎道 我们不认识 只是搭同班车而已 他好像很害怕 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 哦 对不起 朱迪连忙道 喂 红帽子劫匪 又转头咆哮 你在那里做什么 看看 这个女人居然还趴在座位上聊天 太不把他们劫匪放在眼里了 不是他今天火气大 是这群人太过分了 朱迪老师 贝尔摩德顶着新出致名的易容脸 低声正色提醒 请不要再刺激他们了 哦 yes 朱迪乖坐回座位前 偷偷盯了戴着帽子 看不清脸的灰云挨片刻 柯南心里松了口气 又觉得无奈 完全没有头绪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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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柯南疑惑 看着池飞池轻轻敲椅子扶手的手指 默默翻译 一旁 贝尔摩德和朱迪也悄悄侧目 那只骨节分明的手轻轻敲在黑色护手上 很好看 不过敲出的内容就比较恶劣了 哦 傻子 柯南 这是在说谁 他吗 一群傻子 池飞池见柯南注意到他的举动 并且转头看着 接下来没再敲出声音 哒哒 哒哒 哒 前面隧道 直接打 炸弹必须 朱迪和后座的赤井秀衣也跟着看 不过角度问题 没有柯南看得清楚 贝尔摩德 能不能考虑一下他这个靠窗座的人的感受 没有声音听 光看看不到啊 好像知道 那边在沟通些什么 池飞池看到红帽子劫匪过来 手指敲击的动作顿了一下 柯南遗憾 紧张起来 喂喂 不是吧 难道被发现了 红帽子劫匪一直走到池飞池旁边 对手放进衣服口袋的阿力博士 怒气冲冲道 老头子 你在偷偷摸摸干什么 做这一片的这群人 真的烦人 老老实实做着不好吗 火大 阿力博士一愣 从口袋拿出药片 我只是想吃一下纸壳药啊 这个红帽子真的够了 柯南 池飞池 朱棣 赤锦秀一 心里也嘀咕了一句 就喜欢在别人沟通的时候打断 烦人 还有那个通风报信的 也烦人 贝尔摩德心里无感 反正他也看不到 双方相看两相艳 红帽子劫匪也没多停留 又转身去了前面 池飞池 手指又慢慢敲起来 交给孩子们 稳住 柯南在心里翻译 接上一句 炸弹必须交给孩子们稳住 也对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炸弹 谁知道 撞击会不会直接引爆炸弹 如果在制服劫匪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炸弹 直接引爆 那他们 劫匪 其他乘客 都要一起去找阎王报到了 前座 光燕突然咳嗽起来 咳 嗨嗨 光燕加入群聊 OK 池飞池抬眼 才发现 光燕不知什么时候 偷偷从座位边往后撇 这小子 柯南嘴角都忍不住扬了一扬 可以吗 光燕 赤井秀一沉默着 他大概明白他们 FBI那两个人 为什么栽在一群孩子手里了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真的像福尔摩斯 和贝克街游击小队一样 池飞池又继续敲 蛀虫 释放 三名乘客 柯南一愣 对 之前劫匪说的是 等确认石岛邦南安全之后 释放三名乘客 如果对方根本没打算释放乘客 那么 应该是想和后面那个通风暴行的同伙一起 伪装成乘客被释放 然后引爆炸弹 让其他乘客没法说出他们这个陷阱 对方果然没想放过他们 他也明白 池飞池之前为什么说傻子了 其实他根本不用冒险试探 只要看穿劫匪这个陷阱 等会儿 劫匪打算带谁下车 那谁就是那个通风暴行的同伴 由于池飞池这次敲得比较快 朱蒂和赤井秀一 又只看了一部分 只是发现柯南待在原地 心里有些焦急 蛀虫 乘客 到底是谁 好奇心被勾动 又得不到解答 是很难受的 柯南 朱蒂转头 打算直接问 你这个女人 红帽子劫匪刚转身 就看到朱蒂的举动 顿时气上心头 举枪指向朱蒂 我之前说的话 你都没听进去吗 这群人真的太过分了 朱蒂与AMP Ad井号家 这个戴红帽子的家伙 真的太烦人了 好了 快进隧道了 白帽子劫匪 又一次适时出声 再次拯救同伴 免遭无双 赶紧准备一下 红帽子劫匪目光 在乘客里扫尸 最后停在 新出志明和迟飞驰身上 别问为什么 选迟飞驰和新出志明 因为这两个人很烦 喂 你 你 迟飞驰抬眼 盯着劫匪 他可不喜欢 被这两个人忽来喝去的 要不 不等到尽隧道了 直接强行无双 白帽子劫匪 对同伴低声道 感觉这个人不太正常 换一个 别出什么乱子 再再一次 拯救同伴被无双 不过 这次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迟飞迟撇了白帽子劫匪一眼 他不太正常 红帽子劫匪虽然不甘心 但还是觉得 该以大局为重 最后目光停留在赤锦秀衣身上 那就你来吧 巴士开进隧道 车里的光线 顿时暗了下来 左腾美和子等警察 开车跟在后面 也进了隧道 巴士里 两个劫匪 让新出志明和赤锦秀衣 套上了他们的滑雪服 还让两人戴上护目镜和帽子 果然 柯南盯着两个人 虽然嘴上说会释放他们 但其实还是打算引爆炸弹 杀死其他乘客 那么 蛀虫也该出来了吧 最后面那个脚口香糖的女人 红帽子劫匪 将帽子给新出志明戴上后 又用枪指着后座的女人 就是你 快到前面来 在女人经过时 柯南注意到 女人手上的手表停留在一点 嘴角微微一扬 好 蛀虫已经确定了 劫匪挟持住女人 对司机威胁道 听好 一出隧道就立刻加锁 直到将后面警方的车子甩开后 再将车停下来 如果不想 让这个女人的脑袋开花的话 就照我说的去做 好 好的 司机连忙应声 巴士后排 由于那个通风暴行的女人 也被带到了前面 驰飞驰直接低声道 出隧道 就行动 白色 我的 柯南想了想 那还剩下一个劫匪和蛀虫 红色 朱迪坐在座位上 嘴角带着微笑 眼睛在一片昏暗中 也隐隐有些反光 我的 好吧 柯南想到朱迪之前的举动 也没多犹豫 蛀虫 我的 阿丽博士疑惑 什么谁的 前方 被劫匪威胁着 穿上滑雪服的新出致名 赤锦绣一听不到后面的低声交流 不过也猜到闹剧要结束了 看戏 他们呢 Cook it 能解决吗 朱迪转头低声问柯南 啊 没问题 柯南自信应了一声 用侦探徽章 联系少年侦探团的其他孩子 前方 隧道出口是昏暗中唯一的光团 随着巴士前行 渐渐放大 巴士开出隧道 车里一片光亮 光焰 不美 元泰三个孩子 连同阿丽博士一起起身 到两个装炸药的滑雪袋面前 伸手护着 防止因为晃动或者别的原因 让炸弹被引爆 几乎同时 池飞池也冲了出去 快速经过赤锦绣衣 和新出致名身边 快要与之前戴白帽子的劫匪 擦肩而过时 伸手 锁猴 这货居然说它不正常 碰 劫匪还没反应过来 就后脑勺着地 眼睛一翻 晕了过去 其他乘客看着半蹲在地的 池飞池和晕过去的劫匪 一脸茫然 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柯南可没发愣 晚池飞池一会儿跑道 抬起手表 对准那个被挟持的女人 一发麻醉针过去 在女人倒地时 跑上前抓住女人的双手 以防女人手上 伪装成手表的引爆器被启动 可恶 剩下一个劫匪反应过来 抬枪对准 池飞池的后背 你的对手可是我 朱棣也到了劫匪身后 韩笑说着 曲起手肘 猛然砸在劫匪背后 直接将人砸翻在地 坐了上去 这个之前戴红帽子的家伙 最烦人了 柯南遗憾 朱棣老师也不好惹呀 被朱棣控制的劫匪还没昏迷 咬牙将手枪对准朱棣 想扣动扳机 却发现 怎么也按不下去 朱棣伸手抓住手枪 微笑着低声道 笨蛋 托卡列夫手枪有个安全装置 只要把保险轻轻抬起 停在中间 就会自动上锁了 这是常识 在你用枪前 就应该做好功课 持飞池解决完自己这边这个后 就站起身 转头看朱棣那边 没错 之前朱棣半倒这个劫匪 假装道歉 凑上前抓住对方的手枪 就已经把手枪保险给拉上了 不过 一边展露着暗藏的危险 一边微笑着轻声细语 朱棣这是在模仿贝尔摩德 他觉得 还是贝尔摩德版比较自然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之前戴红帽子的劫匪 有点慌张 嘘 朱棣右手竖在唇前 嘴角依旧带着微笑 轻声细语 You A Secret Max 7-1 持飞池 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 果然 是在模仿贝尔摩德 不过这风格 真的不适合朱棣 朱棣发现其他人在看他 夺下劫匪的枪后 又露出一副活力满满的模样 笑道 欧作战成功 不过司机先生 你要把车开到护栏上了 啊 啊 司机之前光忙着看后面 转头看路才发现 车子真的要撞上护栏了 车里乘客看向前方 脸色瞬间惨白 支 巴士一个急转 车尾直接甩了出去 车上乘客 差点被甩飞出座位 持飞池蹲下 把柯南拽到身边 双手抓紧栏杆 将柯南圈在中间 没在座位间 这小身板 一甩估计能把柯南 甩飞到挡风玻璃上去 至于辉原哀 和其他孩子那边 太远了 这时候跑过去 他都得甩 护住炸弹 柯南缩在持飞池怀里 探头大喊 其他人抓紧身边的栏杆 快 不美 光艳 袁泰三的孩子 和阿力博士 连忙趴在地上 脚卡在座椅间 双手紧紧抱住 装炸弹的滑雪带 将里面的炸弹稳住 后方 赤井秀衣都不得不动了 在最后一排座位间蹲下 帮忙稳住炸弹 以免炸弹因撞击爆炸 到时候 就算车子没冲出护栏 这一炸 可就是一车人没了 贝尔摩德稳住身形后 第一时间看向柯南 发现柯南被持飞持护着 心里松了口气 巴士在路上甩了一圈 砰一下撞到了道路一侧的山崖上 总算停了下来 车上乘客 这才纷纷扶着栏杆直起身 长长松了口气 呼 没死在劫匪手上 倒是差点死在转头看热闹的司机手上 吓人 持飞持也是服了 这司机差点达成新成就 两颗银色子弹 为何起起身亡 黑衣组织两名重要核心成员 竟双双死于车祸 组织叛徒被炸成了几块 现场发现疑似女性FBI探员的遗体 日本公安为何突然也开始秘密调查行动 东京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为何一夜骤降 车上到底还有什么人存在 这究竟是人性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是巴士劫匪选择同归于尽的绝望 还是他人早有预谋的谋杀 请跟随秦九一起进入 事后迷惑现场调查第一期 报 抱歉 司机也吓得不轻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啊 那个之前通风暴行的女劫匪 看了看手上被磕到的手表 一脸慌乱地惊叫着 连滚带爬跑向车门口 炸弹启动了 一分钟之内就会爆炸的 快点开门啊 车里其他人刚缓下来的脸色又变了 司机连忙从控制台上按开门按钮 不过连按几下 也没能把门按开 车门开不了 恐怕是刚才的撞击 把车门开起装置撞坏了 一些乘客已经顾不得之前吓得腿软 跑到车门边 闻言又绝望下去 死神来了 池飞池轻男一声 将柯南放下 柯南无语抬头看了看池飞池的平静脸 没多耽搁 跑向车门 大喊道 都让开 或许是因为之前柯南的表现 也或许是因为 这一刻认真起来的名侦探 很有震慑力 堵在车门前的人连忙退开 柯南腰带里弹出足球 同时蹲下身 拨动鞋子上旋钮 起身对准足球 一脚飞射 八事外 左腾美盒子将车子杀停 匆匆下了车 一边汇报着情况 一边上前打算查看情况 木木警官 八事刚才好像突然失控 不清楚 是 我正要 碰 一个足球砸飞车门 带着车门像一道闪电 飞向另一边护栏外的山崖上 左腾美盒子呆住 额前的头发被静风吹得摇动 左腾 通讯那边 木木十三喊道 左腾 发生什么事了 嗯 左腾美盒子刚打算回答 就看到 车上乘客疯了一般涌下来 快点 炸弹要爆炸了 快逃啊 阿力博士 梅根一开始慌乱的乘客挤 不过也没耽搁 带着孩子们下车 池飞池将那个 被自己丢昏迷的劫匪丢下车 发现灰云埃没跟上来 皱了皱眉 转身回去 左腾美盒子看到柯南 急忙问道 柯南 发生什么事了 巴士上的炸弹 不到20秒 就要爆炸了 柯南急到 左腾美盒子吓了一跳 连忙跑向隧道 同时转头道 我去封锁从隧道那边过来的车 千叶 你负责反方向 其他人协助乘客远离巴士 跑出一段的不美 突然看了看四周 咦 辉元呢 光雁一愣 石哥的也不在 柯南停下脚步看了看 果然没发现那两个人 连忙转头往巴士跑 那两个人 不会还在车上吗 巴士里 辉元埃依旧低头坐在原位 听着脚步声路过身边 周围的喧闹 渐渐归于寂静 就算获救 等会儿坐笔录 还是免不了跟那个人碰面 如果他能消失 跟组织的连接点 也能一起消失 其实他不是很沮丧 有点舍不得 这个还不错的事件 不过 面前头下一片阴影 身体不舒服 平静男生很耳熟 辉元埃惊讶抬头 看向站在座位边 俯身看他的驰飞驰 刚跑上车的柯南一个踉跷 差点平地摔 大哥 都要爆炸了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要爆炸了 赶紧下车 池飞驰没等辉元埃回答 将飞驰拎出来 递点辉元埃 左手抱起辉元埃 转身往外跑 顺手拎起朝这边 跑到半路的柯南 用右手揽住 护好飞驰 如果飞驰在他身上 等会儿搞不好会被压成饼 还是让辉元埃护在怀里 比较安全 三 二 池飞驰跑到车门口 最后一步跨出去 翻身 将两个孩子转到上方 一 轰 八是瞬间被大火笼罩 灼热火焰张牙舞爪地冲向四周 池飞驰用手护住两个孩子的头 背着地 划出爆炸范围 老天还真够套路的 连车子急杀 车门开不了这种操作都能弄出来 非要让贝尔摩德掌握柯南 有哪些装备这个线索 那他也就顺势瀑布套路 其实他一回去 就拎着辉元埃和柯南跑的话 80%以上的几率 可以无伤脱离爆炸 不过单个一下 稍微受点伤也好 可以给贝尔摩德释放一个信息 这个小红帽妹妹和柯南我都护着 大家可以谈 你别追着小红帽妹妹打 我也不盯着柯南查 合伙一起护 他原本的计划 就是给贝尔摩德施加压力 让贝尔摩德觉得他发现龚腾心仪后 就会毫不犹豫地对龚腾心仪下手 让贝尔摩德紧张不安 然后再给贝尔摩德释放一点信息 表现他跟柯南关系好 让贝尔摩德觉得 还有转环的希望 再丢出他 也跟辉原哀关系好这件事 让贝尔摩德认为自己 抓住了他的心理漏洞 达成交易条件 最后坐等贝尔摩德找上他 跟他谈合伙护人的事 当然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结果 一个聪明女人的心理很难掌控 特别是贝尔摩德这样的聪明女人 有时候脑回路会很奇怪 他真没多少把握 只是尽力去试试 要是能成的话 这一次就差不多了 要是不成 至少让贝尔摩德发现 他留在柯南身边也有点好处 别老想着坑他 想着把他坑走 让他省点心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这次也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 他能计算好时间 速度 让两个小鬼头别受伤 将自己的伤控制成 看起来有点严重 但过上一两天 结痂脱落 就没事地擦伤 风险不大 唯独需要考虑的是飞翅 由于他们要突然倒地 如果飞翅在他身上 哪怕是两个孩子在上方 光孩子的重量 和三个人落地 那一瞬间的冲击力 也够将飞翅压扁了 不过也很好解决 飞翅可以让灰云哀户在怀里 不会承受冲击 当然 要是炸弹提前爆炸 那他自认倒霉 安详地跟灰云哀 柯南两个人 共赴皇权 不过有柯南在 他还真不信 老天会让炸弹提前爆炸 估计他们要是跑不出去 炸弹反而会突然出故障 停跳 严实爆炸 都是有可能的 着火的巴士旁边 高木舍刚赶到 停好车 就看到池飞翅抱着两个小鬼头 摔出巴士 连忙下车跑上前 池先生 另一边 阿力博士和三个孩子 也急忙跑过来 池飞翅已经坐起身 把柯南和灰云哀扶起来 松开手 大致看了一下 飞翅 灰云哀 柯南没受伤 他手臂和背上有些伤 破皮 不算严重 既算完美 柯南急急抬头 看到池飞翅的平静脸 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池飞翅这家伙 是机器人吗 连恐惧 急切 势然这类情绪都没有 我 慧云哀依旧戴着帽子 挡住头发和大半张脸 抬头看了看池飞翅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低头看从怀里探头的飞翅 飞翅没事 之前身体不舒服 池飞翅又问了一次之前的问题 算是给慧云哀找借口 不去做笔录 嗯 慧云哀点了点头 总不能说 他是突然想放弃生存吧 心虚 没敢抬眼看池飞翅 有点头晕 那麻烦高木警官送我们去医院 池飞翅起身 把慧云哀递给跑到近前的高木舍 不用做笔录了吧 不用做笔录 也是这次算计的一个好处 高木舍萌猛猛地点头 嗯 好 这时候还想着 不用做笔录的事 难道他们的笔录 给池先生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吗 明明他的心理阴影更大一点 每次一看到池飞翅的笔录就头疼 担心那种简短总结会被上面要求重做 不 等等 重要的是要赶紧去医院吧 柯南突然想到 那个组织的人可能在这里 假装伸手扶持飞翅 对抱着辉云哀的高木舍催促到 高木警官 你赶紧送他去车上 我马上扶持哥哥过去 他手臂上流血了 池飞翅身上穿着黑衣服 有些也看不清 不过有点血染到了柯南身上 看起来是有点吓人 好 高木舍连忙点头 抱着辉云哀转身赶紧回车上 没发现池飞翅受伤 和赶紧送辉云哀去车上没多大联系 被柯南一句 我马上扶就偷换了概念 池飞池视线 鱼角发现 贝尔摩德顶着新出知名的一容脸过来 没有多关注 站起身后 看着柯南 柯南 手机借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 既然贝尔摩德已经发现 柯南麻醉针 足球 角力增强鞋 这三个装备了 他也不介意顺水推舟 让贝尔摩德知道柯南身上 还有个耳环形移动电话 比起前三样 这是最没有杀伤力的 哦 好 柯南翻了一下口袋 拿出耳环形移动电话 抬手递给池飞池 这个可以吗 这是博士给我做的耳环形移动电话 只要将耳机线拉出来 戴在耳朵上 在上面按出要拨打的号码 再按拨号 就可以打出去了 池飞池点了点头 低头拨号 柯南真厚道 连发明人 物品名称 具体怎么使用 都给贝尔摩德听去了 大山 是我 帮我去医院预约外伤处理 没事 不小心擦伤了 贝尔摩德在一旁站了一会儿 露出一脸为你们操碎了心的无奈 很符合新出志明老好人的性格 看来是 不用我帮你处理伤口了 你们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没多大事 别担心 池飞池对新出志明说着 顺手把耳环形移动电话 递给柯南 柯南收好手机 见那边车上的高木设探头 和池飞池一起过去 新出医生 那我们先去医院了 改天我再去看你 刚上前的朱棣连话都没来得及搭一句的他 算了 改天还有机会 贝尔摩德目送柯南和池飞池上车 脸上的无奈渐渐退去 眼里带着深思 这一次收获很大 柯南身上有麻醉针 足球 角力增强鞋 耳环形移动电话 装备这么多 他既然知道了 以后行动就能有所准备 另外 拉克为什么受伤 也要护着两个孩子 是在意 还是 伪装 之前他跟拉克说 要对你身边的人下手 拉克真的一点不在意 别说阻止 连了解 调查都没有 考虑到这一点 他觉得 伪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想到真正的新出致命 在记录里 对池飞池频繁发好人卡 甚至还觉得 池飞池没病 想到毛利兰 林木原子 平时也时不时就对池飞池推崇又信赖 再看这一次 受伤 也要救小孩子的举动 在那么多人面前 藏好心底的冷漠 扭曲 让所有人都觉得 他只是不善言辞 却很温柔热心 连他心里都不免生起寒意 他还是第一次觉得 一个人这么棘手 连某个名侦探都被骗过了 他又不敢贸然去提醒什么 比起被组织发现 他现在更忌惮拉克本身 担心做了小动作 就会被发现 反坑 不过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拉克想要伪装 平时就会顾及柯南等人的安全 在不涉及组织的情况下 拉克待在毛利兰和柯南身边 反而是个安全保障 虽然长远考虑 这么做并不稳妥 柯南这么跟拉克接触下去 早晚要漏底 但他实在没什么办法了 只能慢慢观察着看 大不了像上次一样 在拉克察觉异常的时候 帮柯南兜兜底 池飞池恐怕不会想到 由于他在贝尔摩的心里 完全妖魔化了 导致他的预想 出现了一点偏差 不远处 赤锦秀一看了看新出致命 又见警察开始组织乘客 去警示厅做笔录 趁没人注意 悄悄溜出人群 他不能去警示厅 去了警示厅 一被调查清楚 估计某个人就要带着公安 把他扣留了 贝尔摩德收回思绪后 考虑到自己去警示厅那种地方 未必安全 上前跟左腾美盒子说了两句 找了个理由开溜 不落破绽还好 要是公安警察得到什么消息 他就出不来了 朱蒂发现了两人的举动 沉默了一下 他也不想去警示厅 果断上前跟警察沟通 找借口 开溜 这边 一个警察很通情达理地点头答应 然后找到左腾美盒子 左腾警官 乘客已经安排好上车了 我们先带乘客和犯人回警示厅 左腾美盒子点了点头 转头一看 一辆大巴士上的乘客 居然才坐了一辆警车 还没坐满 这什么情况 仔细一数 才三个人 还得加上巴士司机 只有这几个人吗 左腾美盒子无语问道 啊 那个 警察低头看了看手册上的记录 干笑着道 池先生和一个孩子 好像都受伤了 柯南跟着去医院 阿丽博士和其他孩子 也搭千叶的车跟过去了 新出医生说他不放心 想去看看 也提前离开了 朱迪老师则是说 突然收到学校的电话 有学生情绪状态不对劲 必须快点赶回去 有一位老先生说 在下车时 他的助听器 不知一失在哪里了 他听不清别人说话 要先去医院重新买助听器 有个女孩子受到惊吓 一直缓不过神来 他男朋友打电话 叫他家人过来接他 陪他先回家休息 我们实在不能勉强 他们去警示厅做笔录 另外 乘客里有一个劫匪的同伙 对了 听他们说 应该还有一个感冒的男乘客 不过不知道人什么时候离开了 左腾美盒子听得头疼 转头看了看那边警察上 孤零零的三个证人 黑着脸道 联系能联系上的人 让他们改天去警示厅做笔录 一辆坐了十多个人的巴士 被挟持 结果只有三个证人 这是跟他开玩笑吗 他怎么交差 呃 是 那个男警察 立刻正色应声 左腾美盒子考虑了一下 池先生受了伤 他那边就不用通知了 现在 白鸟 高木 都不怎么愿意做持飞驰的笔录 持飞驰叙述太简洁了 看着笔录总觉得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还不如小孩子省心 而且 持飞驰还三天两头遇到事件 一攒一堆笔录 一坐一整天 甚至一天都做不完 搁谁谁都受不了 要是其他人都不愿意去做持飞驰的笔录 轮到他头上 他想想也心累 还不如找柯南去 东都医大附属医院 医生帮忙处理了持飞驰身上的伤 大多是落地冲击的亲子 医料擦破皮肤的擦伤 并不算严重 在那个年轻医生的建议下 持飞驰还去做了一些检查 身体健康 没什么问题 诊断室外 阿力博士等人 听了医生的诊断结果 常常松了口气 持哥哥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不美笑弯了眼 不过 最近两天还是要注意休息 医生对持飞驰嘱咐道 有时候 大脑或者内脏 有轻微疮伤 出血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虽然目前没有检查出来 但要是有哪里不舒服 比如感觉到短暂眩晕 就要及时过来医院复查 持飞驰点了点头 其实真的没那么严重 就当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最多就是爆炸就在身旁发生 当时有点耳鸣 对了 灰元呢 不美又转头问 已经恢复平静的灰元哀 你之前不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 顺便去检查一下 不用 我觉得好多了 灰元哀拒绝 不行 一定要 袁太坚持道 嗯 光艳点头 灰元同学平时就不太喜欢运动 不美歪头想了想 有时候精神也不太好 灰元哀看了看那个神色 有些憔悴的年轻医生 医生看起来精神比我更差 他只是偶尔睡得比较晚而已 年轻医生遗憾 最近是没怎么休息好 袁太认真道 灰元 不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你有可能是被博士传染感冒了 那就要再感冒初期 就问问医生 其实吃药比较好 是 灰元哀被三个孩子说得无奈 连转移话题都没用 他还能怎么办 而且 他也想继续瞒着池飞池 那就要配合把戏演完 主动走进诊断室 那我跟医生说说情况 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好了 这孩子说话还真是老成 医生遗憾 对池飞池等人笑了笑 跟了进去 诊断室的门被关上 阿里博士挠头笑道 不过 被之前劫持巴士的试一下 感觉我的感冒 好像好了不少 池飞池默默观察了一下 阿里博士头顶 感觉上次边缘长出一圈发根后 博士的头发就没再长了 博士 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啊 光艳调侃 池先生 博士 高木舍从走廊那边过来 远远打了招呼 到了近前 才从口袋里 拿出两个手机 分别递给池飞池和阿里博士 我之前回了一趟警示厅 顺便帮你们 把被劫匪收走的手机带过来了 检查情况怎么样 谢谢 池飞池接过手机 没什么大事 只是擦伤 那就好 高木舍笑了笑 又对阿里博士道 对了 博士 改天还要麻烦 你带孩子们去做一下笔录 池飞池抬眼看高木舍 高木舍被池飞池盯着 连忙道 啊 当然 池先生受伤 就不用去了 阿里博士 孩子们 加上一些联系上的乘客 大概也够了 池飞池满意收回视线 别让他去做笔录 什么都好说 柯南无力吐槽 他怀疑 这是警示厅 再给池飞池开便利 不过又有些疑惑 有其他乘客的笔录还不够吗 确实不够 高木舍甘大笑着 因为最后去警示厅做笔录的 加上巴士司机才三个人 怎么会这样 阿里博士都觉得奇怪 除掉我们几个 巴士上至少还有七 八个人啊 朱迪老师和新出医生 都有事先离开了 有一对情侣 因为女方惊吓过度 最近两天 也没法去做笔录 高木舍大致说了一下 还有那位穿黑衣服的老先生 则是因为助听器丢了 要等新的窃听器买到之后 才打算出门 另外一个感冒的男乘客 自己离开了 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柯南低头思索 大概是在新出医生 朱迪老师 以及那个感冒的神秘男人上车时 灰元才开始表现出惶恐 那个男人虽然不是劫匪同伙 但未必不是那个危险组织里的人 这种不告而别 连个联系方式都不给警方留的举动 也很可疑 再加上 那个男人之前对劫匪说 自己没带行动电话 是真的没带吗 还是不想 把手机交给别人 看对方的穿着和年纪 也不像用不起 或者不会用行动电话的人 迟飞驰看了看一脸沉丁的柯南 收回视线 将自己的手机解锁 翻看着有没有新讯息 不用想 赤锦秀衣肯定被柯南 记在心里的小本门上了 谁让那家伙神秘兮兮的 像是见不得光一样 柯南抬眼发现迟飞驰又在玩手机 有些无语 不过越发觉得 那个神秘男人可疑 要是心里没鬼 就应该像迟飞驰和阿力博士这样 坦然把手机交出去才对 要知道 迟飞驰手底下 还有一个娱乐公司 说不定会错过什么重要消息 或者被劫匪发现什么商业机密 利用去勒索 但在那种情况下 交出手机 稳住劫匪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连迟飞驰都把手机交了 那个家伙却遮遮掩掩的 果然很可疑 迟飞驰看了一下邮件 有一封弗兰特发的 说是调查有新进展 已经打入对方的走私团伙中 明天 后天休息 大后天会开始接触对方的账务 他还真不怕把手机交出去 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 勤九不会直接给他打电话 都会事先邮件联系 确认他这边是否方便 而就算打电话也没什么 他压根没存勤九的号码 完全是背下来的 接到电话 也不会显示备注名 要是被警方或者劫匪接到 勤九一听声音 就会立刻挂断 或者说一句 打错了再挂断 邮件就更不用担心被看到了 手机有屏幕锁 新邮件发过来 只是会震动一下 在手机屏幕右上角 显示一个图标 不解锁 根本没法看具体的邮件内容 他相信 劫匪不会无聊到去破解他的密码 警方也不会无聊到破解手机密码 偷看别人的邮件 一群人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会员哀和那个年轻医生 才从诊断室里出来 年轻医生对池飞池和阿丽博士道 没有感冒症状 心肺方面也没什么问题 我听刚才那几个孩子说 这孩子平时好像不太喜欢运动 晚上休息的也比较晚 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了头晕 一定要督促他 晚上早点休息 平时多运动 会员哀一脸无感地听着 他的身体怎么样 他比这位医生清楚 能得到这个诊断 也算是预料之中的 因为根本就没什么问题 年轻医生 要是长期休息不好 很可能会导致神经衰弱 抑郁焦虑 到时候 就要去精神科 或者神经内科看看了 柯南顿时对灰云哀 投以怀疑的目光 之前灰云肯定是故意留在巴士的 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 灰云不会真的有抑郁症状吧 灰云哀 年轻医生 其实 在出现乏力 容易疲劳 失眠 多梦等症状时 就要小心了 另外 如果觉得烦恼 心情紧张 一击惹 感觉现实生活中困难重重 难以对付 这也是神经衰弱的一种症状 阿丽博士和三个孩子 看向灰云哀 若有所思 乏力 容易疲劳 灰云哀 年轻医生 另外呢 我感觉好的很 灰云哀忍不住打断 再说下去 飞驰哥就得盯过 不 已经盯过来了 其他人好应付 这个人是真的应付不来 看着男医生 染了红发 头发也刻意流长过 一脸憔悴 比他最困的时候还没精神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医生 集村光夫 他记住这个名字了 好吧 年轻医生遗憾 总之 要注意休息和运动 事业 整个风景笼罩在璀璨的灯火中 阳台上 凉风袭袭 池飞驰靠坐在椅子上 手指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敲字 我今天看到了赤井秀衣 确定 虽然戴了口罩 但那双眼睛太好辨认了 没有跟上去 没关系 锁定了他的同伴 是很期待 Ricky 玻璃门后 飞驰和飞沫蹲一个窝 抬眼看了看 主人现在的表情很可怕 飞驰 有没有觉得 主人现在的表情很可怕 阳台上 池飞驰跟那一位 说了赤井秀衣的事 又看了其他的邮件 没有碰桌上的手机 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同真赤集团品牌 同型号的手机 拨通了号码 换上嘶哑难听的声音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他要确认 小泉九美那边有没有出问题 以免小泉九美跑出去 报警 让弗兰特的一容顶替出现问题 拉克 放心 没出什么意外 刚开始他还在闹腾 这两天已经老实了 你打电话过来 是有什么新知识吗 几乎就差明说 要不要解决掉了 怎么 池飞驰声音平静的反问 已经守得不耐烦了 那边 男人忙到 呃 不 池飞驰视线 瞄到电脑屏幕上的情况 那就等我联系 挂断电话 电脑屏幕上 已经点开半天的 组织资料库网页 一直加载不出来 以组织资料平台的稳定性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动 很快 页面弹出一个 无访问权限的提示 池飞驰挂断电话后 没有关闭网页 用手机给那一位发邮件 组织网络平台出问题了 Rucky 我已经知道了 有人会处理好的 池飞驰 发现了 就顺便汇报一句 没有再跟那一位聊下去 试着看其他页面能不能打开 刚点进去一个网页 看到手机上 勤酒又发邮件过来 干脆打了电话过去 电话一接通 勤酒杀气腾腾到 组织资料库的网页打不开 服务器出故障的可能性 很小 应该是有不识趣的家伙 再试图入侵服务器 嗯 池飞驰应了一声 提前开始排查 排查 勤酒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好吧 看来是最近的大长线 蹲得太无聊了 没什么新鲜事 出现了一点突发情况 让勤酒有点激动 池飞驰打了电话 给之前那个 舔到女神做老婆的 程序设计师 服务器被入侵 会有平时就负责 维护的程序师 据核实是否属实 去对现场和服务器进行保护 对服务器进行信息检测和分析 影响范围评估 分析 对数据进行备份 对入侵者进行追踪 其他端口管不到服务器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插不了手 除非他以入侵的方式 获取服务器权限 才能进入战场 不过那样容易被误判 误伤 而且 他们也不是干等着 他和勤酒说的排查 就是先把跟组织内部的 被组织胁迫利用的程序设计师 排查一遍 组织这个平台和资料库 不对外公开 不太可能是与组织无关的黑客 不止他和勤酒 其他掌控着某个程序师的成员 也会进行排查行动 问一问对方在哪 做什么 听听对方是否慌张 确认对方有没有撒谎 再确认一下 对方有没有时间入侵服务器 网络追踪调查 交给组织的程序师 他们这些人 就在现实里 进行粗略的筛查 把不老实的人 列入嫌疑名单 双管齐下 电话响了一会儿 被接听 喂 是我 你现在在哪里 池飞驰声音嘶哑 让对方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由于还没有被威胁 态度还不错 很积极 我在家 再跟我家人一起看电视 怎么了 有什么新工作吗 确实有个新工作 过两天再联系你 第一 池飞驰挂断了电话 转头对屋里道 飞沫 确认石川信南在不在家 是不是跟家里人一起看电视 另外 确认他家里有没有可疑的人 好 飞沫从窝里垫子下 雕出自己的手机 低头啄着按键 给其他乌鸦发邮件 池飞池懒得自己跑这一趟 依旧没有关闭网页 打开电脑里的一个监测软件 要是入侵者顺着平台入侵他的电脑 这个软件会有提示 他也可以动手跟入侵者过过招 不过可惜 等了十多分钟 网页恢复正常 对方也没有打算追踪他 放在桌上的手机闪了一下 那一位的新邮件 等贝尔摩德的名单 帮忙排查 可以带上音曲 OK Ricky 没一会儿 贝尔摩德的邮件到了 Ricky 帮忙 帮忙 目标11号 小林俊雄 住址 背户亭五丁目13号 在家编写游戏 联系方式 目标24号 村下盛 住址 木黑本艇一丁目257号 未联系 联系方式 目标 Vermove 石飞池看着那一串名单 突然有点幸灾乐祸 这是一出 不知联系了多少程序师的贝尔摩德 绝对是最忙的 他还在其中看到了板仓卓的名字 特别标注过多人确认 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师 石飞池将电脑网页关闭 起身收拾桌子 要排查的人数比较多 再偷懒 就不太合适了 不过这些程序师还真是 联系之后的回答 不是在家就是在公司 有的还在加班干工作 够辛苦的 飞翅 飞沫 要不要出门兜风 深夜的东京 一辆黑色节路池 Zalos 快速在街上挤驰 搜一下穿过街道 一个急转冲上主干道 英曲严男将车窗放下一些 对着后视镜 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一绒假面 又转头看了看 持飞池顶着的那种 有可爱雀般的欧洲脸 老板 有什么急事吗 他第一次见老板 开这么快的车 不正常 兜风 打卡 持飞池放下车窗 再次提速 英曲严男刚叼上的一支烟 直接被风吹出车窗 很快消失不见 飞翅从衣领爬出来 就被狂风吹得风中摇摆 主 主 后座 飞沫被风趴在座位上 感受着狂乱拍打在脸上的风 低声难难 还真是兜风啊 持飞池伸手拉了一下飞池 让飞池爬回去 有额外奖金 英曲严男笑了笑 我最近除了盯着新地下室建造 也没别的事情做 手里的钱还剩一大把 老板还帮忙转送了一个罪犯 但是 有钱拿是好事啊 不拿可惜了 十多分钟后 飙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老板 潜入还是 英曲严男理了理 被风吹乱的头发 刚想问持飞池怎么行动 就看到持飞池停好车后 拿出手枪检查 子弹上膛 装进外衣口袋 关车门整一套动作干脆利落 一气呵成 持飞池下车后 转头看英曲严男 带枪可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防止有什么意外 比如 突然闯进了警察的包围圈中 英曲严男愣了一下 也没磨蹭 学着持飞池把枪检查好 装好 立刻下车 跟着持飞池往旁边的大楼里走 深夜 大楼只留了微弱的照明 楼上窗口 只有一两家人亮着灯 两人一路进了大楼 持飞池 不管有没有监控 直接走到电梯前 按下电梯按钮 走了进去 有易容在脸 嚣张点 英曲严男侧目 那张欧洲青年 脸上神情 目光一片沉着冷漠 再加上老板那一身黑衣 怎么看都有点杀气腾腾的感觉 其实 老板是来寻仇的吧 电梯门关闭 载着两人飞快往上 在十三楼停下 定 电梯门打开 持飞持下的电梯 朝走廊尽头的一户人家走去 在门口站定 抬手敲门 咚咚咚 等了片刻 一个男人将门打开一条缝隙 神情紧张地探头 大概是之前从猫眼里看过情况 从黑衣服认出了持飞持是组织的人 低声道 我不是说过我在家吗 你们怎么来了 持飞持盯着男人 声音嘶哑平静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男人迟疑了一下 将门打开 却发现 那个一身冷意的黑衣年轻人扫了一眼屋里 转身就走 不用了 男人一愣 转头看了看屋里 为什么这群家伙会突然问他 在哪 找上门来 找上门来就算了 为什么看了看他屋里就走了 他可没有一心 千万别把他当成什么叛徒处理掉 心慌 英曲言难 跟着持飞持一路坐电梯 下楼 到了楼下后 忍不住问道 老板 你是来吓人的吗 你怎么会产生这种错觉 持飞持将车钥匙丢给英曲言难 去了副驾驶座 英曲言难 无语上了驾驶座 开车离开原地 大半夜杀气腾腾地敲人家的门 等人开门后 又不说什么事 冷冷盯了两眼 掉头就走 这还是他的错觉 别说那个看起来只是普通人的男人 换了是他 他也会觉得吓人 之前有人入侵了我们那个组织的服务器 持飞持拿出手机看名单 解释道 需要把有能力入侵 又知道组织网络平台的人排查一遍 确认他们有没有异常 刚才那个男人看起来很紧张 不过 英曲言难 忍不住瞥了持飞持一眼 他觉得 那是被老板吓的 换了组织其他人找上门 他也会紧张 不过不是他 屋里桌上有吃过的水果拼盘 看苹果表层氧化的程度 服务器被入侵的时候 他正好在切水果 看痕迹 家里没有其他人 也就是说 没有帮手 我可不信 有人能一边切水果 一边顶着一群程序师的压力 入侵组织服务器 持飞持解释者 已经拨通了下一个人的号码 换了嘶哑的声音 我是拉克 你现在在哪里 东京的其他地方 一辆黑色保时捷 停在一栋住宅楼下 勤酒带着福特加下车 同样一身 冷意地走向楼梯口 某家公司外 安市透戴了鸭舌帽 又将外套帽子拉上 将浅金头发和大半张脸挡住 站在阴影处 低头快速在手机上打字 被手机屏幕照亮的脸上 神情冰冷 目标9确认异常 不在公司 一座大桥上 到其魁蛇跑车杀停 柯恩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大楼 看到认了 没什么异常 啊 看来这是个听话的小家伙 基安帝玩味调侃 发动车子离开原地 那么 下一个 某条街道上 一辆哈雷V-Rod摩托 在无人的街上急驰而过 转过街口 快速追上前面的黑色节路池Zalos 靠近副驾驶一侧后 放慢车速 拉克 我这边可只有三个了 先走一步 车上 贝尔摩德一身黑色紧身衣 戴着的头盔挡住了大半张脸 出声打了招呼 再次提速 驾驶着摩托车 嚣张轰鸣着越过了车子 英曲言难听对方对池飞池的称呼 他认出 对方是池飞池那个组织的人 盯着前面快要消失在视线中的摩托车 玩味笑道 老板 我们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点 别跟着他疯 不同路 池飞是用车上点烟器点了支烟 不过速度可以快一点 距离入侵服务器时间越短 越能看出问题来 早茶完 也可以早点回去睡觉 难得有个需要到处乱跑的紧急行动 深夜活动在东京的乌鸦们 好像都有点亢奋 嗯 他也有一点点 目标11确认没问题 目标24确认异常 目标31 凌晨3点多 两人去附近没人的公园泄了易容 殷取延南将车开到一个小仓库里 关门 上锁 跟池飞驰并排往路口走 池飞驰看完手机上的消息 赚了一笔账过去给殷取延南 完事 另外 绿川沙溪那边也确认了两个 同样发奖金 反正是组织的活动经费 不要白不要 还真是去兜兜风啊 殷取延南看到手机上的到账消息 感觉都有点麻木了 收起手机 突然有点好奇 老板 你那个组织 有没有给你发愁心 以你的家境 发再多钱 也打动不了你吧 池飞驰也收起手机 你在问我 为什么加入组织 我可没有打听你隐私的意思 殷取延南解释 只是单纯好奇 池飞驰走到街口停下 抬手拦出租车 两三把狙击枪的枪口对着 你说 我同不同意加入 殷取延南一噎 突然想起 池飞驰拿枪 对着逼他打工的不堪往事 原来是一脉相成的作风 不行 他以后也要试试 两人坐出租车回背护艇 又走了一段路 避开主街道回家 等池飞驰一觉睡醒 时间已经上午十点多 起床上组织平台 查了一下昨晚的排查结果 昨晚确认异常的人 一共有九个 等组织里的程序师 判断出入侵者的能力 大致位置 就能进一步筛查 锁定到底是谁入侵了服务器 而且 对方窃取的资料里 被留了炸弹 一旦对方再次查阅资料 只要连接着网络 位置就会自动发送到组织这里 就算不是与组织有关的人 也逃不了 在九人名单里 池飞驰看到了一个名字 袁嘉明 和一个同事一起 为组织开发过软件程序 而三个月前 袁嘉明那个同事 被请酒清理掉了 照组织的调查来看 袁嘉明的情报 是他那个同事提供的 也是他那个同事脱下水的 双方关系很僵 袁嘉明不会因为同事死了 对组织心存怨恨 只不过 昨晚请酒负责排查西多摩市一带 判断袁嘉明 和另一个程序师有异常 池飞驰将九个人的名字 和记录看完 关闭了名单页面 他这边也有两个 确认异常的人 每一个都很可疑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想摆脱组织的控制 不过从时间上看 枪击警察 那个剧场版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通往天国的倒计时 这个剧场版的时间 恐怕也快到了 袁嘉明是最有可能 入侵组织服务器的人 转头看了看 飞驰和飞沫不见踪影 房间门开了一条缝隙 两只宠物应该已经睡醒 在外面玩 飞沫 嗯 飞沫探头进门 主人 你醒了呀 要来打游戏吗 飞驰也探了个头 主人 要来打游戏吗 零一二他们刚上线 安石头那货 还有空打游戏 果然是工作太少了 池飞池忍住发邮件 让安石头去调查点事的冲动 先别急着打游戏 飞沫 过来看一下这个人的资料 让乌鸦去西多摩市盯着他 工作地点是西多摩市 住址是 双宝艇 应该是 总之去西多摩市追踪就行了 晚 八点 街边的咖啡厅 所以 闷所谓的运动 就是一起打了一下午的网络游戏 柯南喝了口果汁 半月言吐槽 昨天离开医院的时候 博士说会督促早点睡 结果他自己研究东西到了凌晨三点多 池哥哥说会带参加运动 结果就是带着打了一下午的网络游戏 他们两个人真是的 本来飞池哥是打算带我去骑马的 会员挨解释 不过他好久没上游戏 游戏等级落下很多 其他人都说 先带他升一下级 让他等级追上我们 网络游戏有什么好玩呢 柯南百无聊赖道 带飞池哥练集 就挺有趣的 会员挨一手撑下巴 那个游戏昵称叫零一二的家伙 提议我们去副本里练 本来确实是个好主意 我们带飞池哥通关两个高等级的副本 飞池哥能获得的角色经验比较高 不过他和飞池哥 居然挑了新出的最高等级副本 带着我们团灭了七次 而那个游戏里 角色等级越高 副本里每次死亡掉的经验越多 我们每个人都掉了三至四级 第八次成功通关 之后又挑战了更高难度 反正不到两个小时 飞池哥的等级就追上了我们 提前达成目标 柯南总感觉这群人的画风有点不太对劲 这是带池飞池升级 这分明是集体调等级 强行等级持平吧 会员挨继续道 晚饭前的跨服军团战 又尝试了他们提出的各种战术 比如飞池哥想让猎人都带群体加防御的宠物 进去后站一堆召唤宠物互相叠加防御 形成一道几乎打不破的防御墙 012想带队偷偷去敌人背后捅刀子 不是黑想要直接冲上去碾压 魔法美少女 召集女职业账号做啦啦队 非要让我们用魔法在地图上砸出口号来 反正40分钟的对战 被他们打出了20多种新玩法 柯南突然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那么赢了吗 当然赢了 我们两个军团都有9个 加上今天的奖励 已经有10个城池了 会员挨忍然道 税收和贸易收入足够买一大批好装备 怎么可能赢不了 柯南低头纠结 好想去玩这个游戏 不过飞驰哥 012不在线的时候 就没那么有趣了 有时候魔法美少女 还会一个人 跑去刷一整天的等级 还说学魔法 就要有耐心 灰云哀垂了垂眸 掩住眼里的卷 柯南考虑着自己 也去试试好了 那有空我拜托博士 毛利小五郎在旁边 听了半天的游戏 忍不住出声道 小孩子还是少玩游戏比较好 是 是 灰云哀很配合的应声 哎 柯南有些疑惑 他还以为灰云哀会回敬呢 不过算了 灰云不说 他来说 大叔也是 少喝酒 少毒麻比较好 Doing 铁拳制裁 要这小鬼教训我 毛利小五郎 恼羞成怒 池飞池端了果汁和咖啡过来 就看到柯南头上冒出一个包 坐下后 将果汁放到灰云哀面前 看看冰块够了吗 柯南这是怎么了 灰云哀快速收敛了心里的复杂情绪 探头看了看果汁里的冰块 从容道 够了 还有江户川和大叔感情真好 池飞池点头 是挺好的 抱着头的柯南 这两人是看不到他头上的包吗 这叫感情好 不过江户川今天没黏着小兰姐 居然会跟大叔来喝咖啡 真是让人意外 灰云哀悼 这小子被小兰嫌弃了 毛利小五郎撇柯南 小兰跟园子去看电影 所以就把这小子塞给我照顾 柯南一头黑线的解释 因为小兰姐姐说 每次破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 他想讨个吉利 池飞池沉默 喝了口咖啡 连小兰都有这个觉悟了 令人惊讶 什么啊 毛利小五郎不以为一道 闹完是巧合吗 然后大叔把飞池哥叫过来 是想把江户川塞给飞池哥 辉云哀悠又问道 反正带一个小鬼也是带 顺便照顾一下柯南也可以吗 毛利小五郎一点不心虚地承认了 大大咧咧道 等会儿我可是 还有委托要处理的 让飞池帮忙看着们 我也可以带他去看看 我怎么处理那些委托 迟飞池又默默喝咖啡 对 他职业带孩子 还是不要薪水的那种 几人说话间 穿着浅蓝色毛衣 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 走到桌前 轻声问道 是毛利先生吗 迟飞池抬头看了看 无论眼镜 相貌 个子 还是说话时温和的语气 都跟新出志明差不多 是 新出志明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吗 是上田先生吧 毛利小五郎站起身招呼 请坐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的弟子和这两个小鬼 非要来看看 我是怎么处理委托的 所以把他们也一起带过来了 迟飞池三人没吭声 在外人面前 给大叔留点面子 没关系 来人笑了笑 在迟飞池身边坐下 闻到毛利小五郎抽着的烟散 发出的烟味后 扭头咳嗽起来 抱歉 抱歉 毛利小五郎 连忙将烟暗吸在烟灰缸里 是不是对烟过敏 嗯 来人缓了一下 转头对服务声道 麻烦请给我一杯热咖啡 是医学生 迟飞池问道 啊 对 来人点了点头 声音依旧和缓 好 我的名字是上田丈二 东都大学医学系的学生 不过已经毕业四年了 目前在东都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迟哥哥为什么知道 上田先生是医学生啊 柯南好奇问道 没发现他和志明长得很像吗 迟飞池面不改色道 我怀疑是志明来跟我们开玩笑 柯南再次打量上田丈二 确实很像兴出医生 我很像们的朋友吗 上田丈二回想着 兴出 志明 我记得 是我们东都大学医学系的学弟吧 去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可比我当初优秀多了 迟哥哥 也是东都大学毕业的 柯南道 他突然发现 自从认识迟飞池后 他都遇到好几个东都大学学生 毕业生了 还都是医学相关专业的 难道是因为孕妇效应 因为持飞池是东都大学毕业动物医学系毕业的 所以他比较留意 哦 上田丈二看着持飞池 认识新出学弟的话 也是医学系的学生吗 动物医学系 持飞池伸手 持飞池 上田丈二 伸手跟持飞池握了握 笑道 原来是今年动物医学系毕业生的第一名啊 幸会 我毕业之后 也会比较关注 学校每年毕业生的情况 因为搞不好会是以后的同事 连带着动物医学系也会关注一下 虽然动物医学系跟我们不会成同事 第一名都是跨系扎堆的吗 神奇 喝果汁的辉原哀 抬头看持飞池 第一名 持飞池想了想 像马托之前好像打电话跟他说过 他没什么留意 应该是 辉原哀 应该 他还以为只有他不知道 没想到飞池哥自己都不怎么清楚 心真大 可 毛利小五郎见委托 都快变成校友会了 干咳一声 还是说正事吧 上田先生今天约我过来 还是因为前两天打电话过来说过的 的朋友吉村先生 最近被不明人物恐吓的事 对吧 对 上田张二点头 吉村 东都大学附属医院 会员哀顿时想起一个人 是不是东都大学附属医院的吉村光复医生 柯南也想到了同一个人 看向上田张二 啊 对 上田张二有点猛 门认识 持飞池问道 柯南语色 转头半月 眼看持飞池 持哥哥还没想起来吗 持飞池脑海里 跳出一大串信誓 村下 石川 小林 上寺 扑九宝 松尾 大谷 田枝 那么问题来了 吉村光复 谁 昨天接诊我们的那个不正经医生 会员哀提醒 飞池哥的记忆 是不是在衰退 真令人担心 这么一说 持飞池就想起来了 因为觉得看诊之后 就不会有什么交集了 昨天他还真没怎么注意那个医生的名字 再加上昨晚看那么多人名 完忘了吉村名夫这个人 有点糟心 好像被勤酒传染了 不过没办法 组织那边各种名单 情报里提到的名字太多了 要是每个名字都记 会头疼的 不 不正经 上田张二更猛了 没有啊 柯南也疑惑 看了灰原哀眼 昨天吉村医生接诊的时候 明明很认真 不过 他看起来确实很憔悴 是不是因为 有人跟踪骚扰的缘故 嗯 他最近的精神状态 确实不太好 上田张二点了点头 一开始 他只是收到几封出言挑衅的信 可是最近 恐吓电话根本就没停过 他出门的时候 也感觉有人跟踪 现在他都快要疯了 他很担心 要是诊疗出个差错就完了 毛利小五郎认可 这确实蛮伤脑筋的 我问过他 他也不知道 什么人会做这种事 上田张二继续认真道 所以我们才想请您代为调查 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要这么做 拜托了 我明白了 毛利小五郎拍着胸脯道 这件事包在我毛利小五郎身上 那就尽管放心好了 时飞时端咖啡杯的手一顿 毛利老师又立flag 那就应该不是一般的乌龙委托了 而是要出事的那种 这次又是哪个事件 在此之前 我想还是得找吉村先生 亲自了解细节 会比较好一点 毛利小五郎又道 这也好 那么我就先打个电话 看看他在不在家 上田张二拿出手机 起身走到一旁打电话 喂 吉村 你现在 片刻 上田张二挂断电话回来 吉村现在正好在家里 我来带路吧 照上田张二所说 他和吉村光夫 住在同一栋公寓楼 就在咖啡店斜对面 穿过马路就到了 路边停了一辆车 石飞驰留意了一眼 花店送花的车 就是这栋公寓 毛利先生 五楼最旁边的那一间 就是吉村的公寓 上田张二抬头 看前面大楼 指了位置 又走向楼梯口 这边请 毛利小五郎 石飞驰 柯南跟了上去 会员挨脚步顿了一下 看看柯南 又看看石飞驰 突然觉得 这两个人组合去人家家里 恐怕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由善下 随即不知 是什么破碎的声音 哗啦响起 这是什么声音 毛利小五郎 疑惑停在楼梯口 在这边 柯南转身 跑向公寓楼旁边的巷子 巷子里 一个男人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旁边放空酒瓶的箱子歪倒 酒瓶碎了一地 这个男人看着有点眼熟 虽然巷子里昏暗一片 男人也没穿白大褂 怎么了 这是 毛利小五郎跟上去 也不由愣住 迟 柯南刚说出一个字音 就被一个镇静的声音打断 毛利老师 叫救护车 顺便报警 迟飞迟到 柯南这毛病不能惯 他可不想做报警专员 要跟警察说明情况 很麻烦 嗯 毛利小五郎立刻拿出手机 疾村 上田丈二也感到巷子口 惊呼出声 你说什么 毛利小五郎惊饿 是疾村医生 迟飞迟到 辉原哀站在巷子口远远看着 这次连人家家里都没能到达 就已经出事了吗 上田丈二踩着玻璃碎片跑上前 蹲下身 伸手抱起疾村名肤 连声呼唤 疾村 疾村 你快醒醒 疾村 柯南注意到 疾村光夫脚上 只有一只脚的拖鞋在 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仰头 看旁边的池飞迟 发现池飞迟看着巷子里 脸色和目光如常 果然 还是没办法从池飞迟脸上 看出什么来 警号 二十多分钟后 木木十三代队赶到 驱散了围观群众 看到毛利小五郎 池飞迟 柯南后 心口突然有点堵 高牧老弟 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是 高牧射点头 那么 死者是 毛利先生就算了 池先生和柯南 昨天才见过 其中一个还受伤了 本以为能有一阵子见不到了 没想到这大晚上的 也不消停 疾村光夫医生 池飞迟到 啊 高牧射愣了一下 回想起 昨天好像在某个医生 白大挂上的名牌上 看到过这个名字 又仔细看了看死者 果然 有点眼熟 是昨天给池先生 接诊的疾村医生啊 等高牧射问过情况之后 千叶也带人勘查完现场 在吉野光夫口袋里 发现了家里的门钥匙 木木十三初步判断是意外 决定去死者住的五楼 看看屋里的情况 一群人找到了公寓管理员 搭电梯上楼 电梯到了二楼 一晃 关门继续往上 到了三楼 一晃 停下 开门 毛利小五郎疑惑 奇怪 电梯外没有人啊 公寓管理员解释 这个电梯 为了防范窃贼 才特别设计成 每层楼都停的 原来是这样 毛利小五郎无语 不过要是遇到 有急事的时候 还真是能急死人 深夜回家的时候 一个人站在电梯里 时飞时声音依旧平静 到了二楼 电梯门打开 眼前的走廊上没有人 毛利小五郎 会员I 木木十三 公寓管理员 上田杖二 突然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柯南和高木舍 更是被勾起了某些不好的回忆 手臂上的几皮疙瘩都起来了 到了三楼 电梯门再次打开 前方走廊一片昏暗 依旧没有人影 到了四楼 随着电梯门开关 池飞池平静的语调 似乎也变得忧森发了 时间上 高木舍连忙打断 到了四楼 电梯门打开 走廊上就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妖怪 幽灵了 是吧 没有 池飞池说话间 已经抵达四楼的电梯门再次关闭 电梯门再次关上 正当你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身后 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你的肩上 其他人总觉得 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默默后退了一步 靠在电梯边 结果后背一片冰冷 感觉更不对劲了 公寓管理员 能不能顾及一下他的感受 平时他就经常一个人坐电梯上下 而且这栋大楼 才刚死了一个住户 我觉得这样的剧本比较吓人一点 池飞池道 这部电梯 适合用来拍恐怖片 会员挨跟了上去 低声问旁边的柯南 之前你们说 飞池哥讲恐怖故事 就是这类 柯南干笑 比这个还要恐怖 你想听的话 改天可以让池哥哥给你讲 会员挨批柯南 他傻了 才让池飞池讲恐怖故事给他听 以前他都没发现 池飞池的声音 语调 说起恐怖故事来 不怎么恐怖的故事 都能听得人后背凉凉的 然后等某一天 你遇到相似情况的时候 比如一个人坐电梯 柯南半月眼 继续低声道 特别是在电梯门开关 却没人的时候 池哥哥的声音 还会在脑海里慢慢回响 灰云哀沉默 看了看后方 脸色有些发白的高目射 能挺过来 真是不容易 电梯到五楼 电梯门打开 可 公寓管理员干咳一声 我觉得这部电梯设计不合理 存在安全隐患 改天应该联系人来换一下 就像是集村先生 他有集市的时候 都会从阳台上 跳到隔壁仓库 是因为这个才出事的吧 哦 毛利小五郎抓住了重点 跳到隔壁仓库 是啊 从他的阳台 刚好可以 跳到仓库的逃生楼梯上 我以前也劝阻过他好多次 上田丈二一脸自责 突然低头看了看 自己毛衣裳的血迹 对了 木木警官 我能不能先去换件衣服 我的房间就在上面 不会花太多时间 那好吧 木木十三同意了 等你换好了衣服 就请你立刻到集村先生房里来 好的 我立刻就来 上田丈二留在电梯里 没跟其他人一起出电梯 501 集村光复的房间 公寓管理员 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后 木木十三带人进去查看了情况 单间里 一边是床铺 一边是沙发和矮桌 整个屋子打扫得很整洁 通往阳台的窗户开着 带着凉意的夜风 将窗帘吹得摇晃 毛利小五郎打了个喷嚏 跟着木木十三走上前 入秋之后 天气就凉了不少啊 池飞池没法接这个话题 进来的日期越来越奇怪了 上次冬天 好歹还连着有过连续的严寒 这次的日期 完全就是秋 冬乱跳 今天刚入秋 明天可能就是寒冬 后天可能又是开春 跳得完全没有规矩可言 是啊 入秋之后 天气降温确实比较快 木木十三倒是深有同感 走到桌前 看着桌上的酒瓶 酒杯 冰桶 看来他之前一个人在家里喝酒啊 池飞池走上前 平视着看了看桌面 又起身走向阳台 柯南也紧跟着看了看桌面 跟上阳台 会员埃在门口静静看着 看来两个人都对这个案子有兴趣 没多久 在木木十三等人去阳台的时候 池飞池已经出来了 从口袋里翻出手套袋上 按了一下床头柜上的电话 看了一眼收回视线 一边脱下手套 一边走向门口的会员埃 走了 会员埃看向那边正在窗前的柯南 不等等江湖川吗 他已经懂了 池飞池直接出了门 柯南在池飞池转身出阳台的时候 也出了阳台 自然看到了池飞池的动作 似是想到了什么 跑上前 同样按了一下座机电话 池飞池和辉元埃 没在外面等多久 柯南就神色严肃地跟了出来 答案呢 辉元埃见池飞池和柯南 都转身去电梯 也跟了过去 看你们的样子 这不是一期简单的意外吧 我先来说 柯南抬头看池飞池 神色认真 因为有一个地方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必须他先说 等池飞池一说 他就没得说了 池飞池点了点头 按下电梯按钮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 进去按了六楼 等柯南和辉元埃进了电梯后 电梯门关闭 我意识到 这不是一期单纯的意外 是因为吉村先生脚上的拖鞋 他脚上只有一只拖鞋 另一只却没有掉落在附近 如果是坠楼时 拖鞋从脚上滑落 也应该掉在附近才对 之后从五楼看到了那只拖鞋 掉在仓库楼顶 距离栏杆边缘很远 从五楼再怎么跳 拖鞋也不可能 飞那么远才对 所以 我判断吉村先生的坠楼地点 不是五楼 应该在更高的楼层 柯南仰头看池飞池 我先想到的坠楼地点 是在顶楼 不过 你去按座机电话 说明你早就怀疑上田先生了 为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他的 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每次都被池飞池抢先一步 是很郁闷的 这一次他 无论也要问清楚 他到底因为忽略什么地方晚了一步 争取下一次跟上节奏 然后再争取超越池飞池 在他抱起吉村先生的时候 电梯门哗啦打开 池飞池往外走 遇到坠楼受伤 导致昏迷的人 在为判断伤者伤失的情况下 不该贸然将人扶坐起来 否则有可能导致断骨刺穿内脏 本来不会死的人也死了 作为一个医生 上田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常识 柯南跟上去 那如果他是因为 看到朋友生死不明 一时着急 忘了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 池飞池解释道 无论是动物医学 还是人类医学 有一点是一样的 作为医生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甚至病患命悬一线的时候 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 医生都不能乱了手脚 越在意 越紧急 就越需要快速冷静下来 要是连医生都乱了手脚 就会错过很重要的急救时间 导致原本不会死亡的生命离去 身为一个在医院任职四年 还没有因失误而被开除的医生 上田先生 不可能连这点基本素质都没有 再者 就算他冷静不下来 失去了思考能力 也绝对不会做出 贸然搬动坠楼者这样的举动 在他跑过去 想搬动集村先生的时候 六年学习 四年任职的经验 也会提醒他 停下 这是错误的 这个案子他没印象 不过只看上田丈二当时的举动 就已经够可疑的了 再加上柯南案件的一些定律 就可以断定 上田丈二是凶手 想利用毛利小五郎 来做不在场证明 柯南看了看 池飞池那双除了冷静 只有冷静的眼睛思绪飘了一下 说到冷静 池飞池这家伙绝对合格 冷静得跟机器一样 他又想到 新出一灰一生出事的时候 新出志明一开始 虽然因为着急 急着上前去触碰新出一灰 差点触电 但那时候 新出志明伸出的 也并不是双手 而是右手 想先确认新出一灰的状况 再根据状况进行急救 而在切断电源之后 新出志明虽然难掩焦急 但还是以正确急救的姿势 将新出一灰脱出浴缸 尝试心肺复苏 让人去拿强心剂 叫救护车 对于医生来说 就算急得不知道该做什么 应该也不会忘记 绝对不该做什么 他抱起急村先生 应该是想让衣服沾上血 以换衣服为理由 一个人回房间 销毁证据 持飞持停步 看向那边601门口 转身过来的送花小哥 去问问情况 柯南立刻跑上前 大哥哥 请问 这是601订的花吗 送花小哥有些郁闷 我们接到的订单 确实是送到601 不过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敲门没有人回应 我就去送了其他地方的花 刚才过来 住在601的那位先生却说 不是他订的花 可能是什么人的恶作剧吧 那能不能请你在楼下等一会儿 柯南同意卖蒙 刚才这里出了一点事 有人坠楼了 警官说不定要找人问话 你来过这里两次 肯定会联系你的 啊 好 好吧 送花小哥脸色更郁闷了 我先把这束花 送回车上去 等送花小哥走了之后 柯南才走到池飞池身边 楼下那辆送花的车 在上田先生进咖啡店找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开到楼下了 那么 整个事件的经过 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 上田先生在501和吉村先生一起喝酒 让吉村先生服下了听到动静 就会惊醒的镇定计 把不省人事的吉村先生 带到自己位于601的房间 让吉村先生睡到自己的床上 再把自己的房间 布置得跟吉村先生家里差不多 之后 他在下楼去接对面的咖啡店 跟我们见面 当然 他也提前订了一束花 在指定时间 送到601自己的房间 等跟我们交谈之后 上田先生提出要打电话 问问吉村先生在不在家 实际上 他的电话却打到了601 而不是吉村先生家的501 并且偷偷告诉吉村先生 在附近看到可疑的家伙上楼 这个时候 送花的人去敲了601的房门 由于吉村先生最近精神很紧张 再加上喝过酒 没有认出 这不是自己的房间 慌慌张张 想从阳台 跳到逃生楼梯上离开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不是他所住的五楼 而是六楼 跨出去之后一步落空 直接坠落 会员爱听明白了 那飞驰哥刚才去看坐机电话 是想查看 有没有上田先生之前打进来的通话记录 是啊 那不坐机电话里没有通话记录 柯南继续走向601号房 如果在上田先生房间的坐机电话里 找到通话记录 他的房间布局 也跟501吉村先生的房间差不多 就可以确定 他是害吉村先生坠落的凶手了 你去解决 池飞池没跟上去 我去咖啡店等你们 反正答案都已经知道了 与其跑来跑去 跟警方推理解释 还不如去喝杯咖啡 柯南无语回头看池飞池 又是这样 自己解答完就懒得推理 会原挨打了个哈欠 对柯南摆摆手 我也对推理没什么兴趣 知道了 柯南无奈收回视线 继续走向601 那就只能让毛利大叔再挨一针了 这种换房间布置的手法 以前也有过吧 会原挨仰头问池飞池 就是我给柯南 高木警官说恐怖故事那一次 池飞池带着会原挨转身回电梯 不过 那次凶手是为了将罪行推给其他人 那次被当成罪犯的那个大叔 也是因为喝得醉醺醺的 连是不是自己的房间都分不清 还自己锁上门 在死者的房间跟尸体过了一夜 会原挨点了点头 看起来飞池的记忆力没有衰退 那就好 半个小时后 警方带着上田杖二下楼 上了警车 池飞池也带辉云挨出了咖啡厅 走到街对面 跟毛利小五郎打招呼 毛利老师 原来你们早就到楼下来了啊 真是可惜 完全没机会看到我推理风 毛利小五郎说着 打个喷铁 阿帖 风采 叔叔之前就打过喷铁 可难道 不会是感冒了吧 我只是觉得 鼻子有点发痒 毛利小五郎揉了揉鼻子 一脸嫌弃的撇克男 你自己小心自己吧 别到时候感冒了 还要我来照顾你 小兰还真是嫌弃对了 简直就是个 给人添麻烦的小鬼 柯南懒得跟毛利小五郎掰扯 比起他 池飞池才更可怕好吗 集村光夫 只是昨天接诊了一下池飞池 今天就被杀害了 他怀疑 不仅是池飞池借助的人家倒霉 恐怕还有一些 跟池飞池扯上关系的人倒霉 只不过联系不紧密 没有引起别人注意而已 池飞池转头看柯南 柯南盯他的目光 怎么怪怪的 柯南怕被池飞池察觉自己 在心里吐槽 连忙打住思绪 转而考虑起别的事 池哥哥 你觉得我高中毕业以后 去读医学系怎么样 侦探又没有专业科目 相比起其他学科 医学知识对破案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 说不定还能学会 怎么更冷静地思考问题 你自己决定 池飞池顿了顿 又解释到 有句话叫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我不能劝你学 也不能劝你不学 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柯南不解 为什么 六年学制 课本 教材 能堆出好几个你 池飞池看了看柯南 至少十个 柯南 最后那句认真评估就不用了吧 总觉得自己的身高被嘲讽 你这小鬼长大以后 想当医生 毛利小五郎忍不住吐槽 不过 你现在想这些 是不是太早了点啊 等你小学毕业 之后再说吧 柯南 懒得反驳 大叔不懂 池飞池 至少等二年级上完 小学毕业 这个时间定得太远了 柯南 哼 池飞池也不懂 好了 毛利小五郎揉了揉鼻子 感觉还是有些不舒服 转身朝街口走 我们去接小兰 然后回去 飞池 你不用 跟着我们跑 等会儿 我们打车回去就行了 池飞池没坚持 低头看辉原哀 那小哀 送我回博士家就可以了 辉原哀道 哀 跟着毛利小五郎 走出一段距离的柯南 疑惑转头 一般这种时候 辉原哀不是会跟着池飞池回家 等第二天再回阿利博士家吗 又来了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异常了 辉原哀神色自然地解释道 你明天不是要去林沐家的宴会吗 我可不想去那种应酬宴会 还不如待在博士家里 跟魔法美少女玩游戏 今天大家都调了不少等级 在下次新等级副本推出之前 必须追上等级才行 而且上次 他送了我礼物 我也要考虑一下 给他的回礼才行 干脆今晚 就回博士家好了 省得你明天还要忙着送我过去 柯南收回视线 看来是他想多了 某辉原这是完全沉迷网络游戏 无法自拔吗 他明天也去博士家 看看那个游戏好了 那我送你过去 池飞池转身去车旁 见辉原哀跟上 侧目观察了一眼 很快收回视线 没有在盯着辉原哀 辉原哀借着开车门的时候 偷偷瞥了瞥辉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神色如常 似乎没有多想 心里松了口气 又默默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理由 去宴会太无聊 要玩游戏练等级 要考虑给魔法美少女回礼 每一个都合情合理 而且 他接下来几天 确实打算打打游戏 给大家买点礼物 深夜 阿里博士家 慧原哀坐起身 没有惊动熟睡的阿里博士 悄悄开门 一路去了地下室 拨通一个电话 嘟嘟 电话那边响了一会儿 跳到自动达路 我是公也 现在不在家 请在发信音后留下 你的姓名和留言 听完电话那边 熟悉又久违的女生 慧原哀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姐姐 今天和大家打游戏 很开心 晚上出门去喝咖啡 又遇到案子了 我大概明白了 你那时候的眼神 慧原哀眼里眷恋 不舍 却又隐隐带着无奈 十分复杂 不用去看镜子 她也能猜到 她现在的眼神 应该和公也明美 最后一次见她一样 她没有像以前一样 觉得世上 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相反 一想到离开 就舍不得 我还没想好 留在这里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把组织的人引过来 给周围的人带来灾难 可是又觉得不甘心 她姐姐都尝试过 她就这么放弃 好像有点太软弱了 再可是 她姐姐尝试之后 结局是死亡 反抗组织的结局 她早就该明白了 再再可是 贸然寻死 说不定自己死不了 还害别人受伤 就算死了 大家也会难过 她也不放心 没有她的话 阿丽博士不会照顾自己 让人担心 迟飞迟是能照顾好自己 不过更让人担心 病情会不会因为 她这边的什么举动 而加重 还有 整个人飘来飘去的 明明不是 不讨女孩子喜欢 就是安定不下来 让人担心 这么飘下去 早晚跟阿丽博士 一起孤独中老 还没有她给养老 不不 迟飞迟那边 还可以拯救一下 地下室里 某罗利抱着电话 纠结成一团 纠结着 眼圈突然红了 她又想起 公也明美那一天 跟她说的 让她去找个男朋友 那些被公也明美 默默咽下去 不便说出口的话 她现在突然听到了 就算我不在了 也别总是记挂着我 不要太悲伤 找个值得的人 陪你走完未来 好好生活下去 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因为这些话 也是她现在 想跟持飞迟说的 而且和公也明美 那时候一样 公也明美觉得 她聪明 怕她看出什么来 怕她担心 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她现在也怕 持飞迟看出什么来 怕持飞迟担心 假装没有在意 那天巴士的事 跟平时一样 继续生活着 会员爱低着头 突然笑了笑 她可没有 我那么好骗 我连一点叮嘱的话 都不敢说 眼神 表情 平时的生活 都不能露出什么破绽 太难了 你那个时候 也一样 对吧 接下来几天 会员爱每天上学 回家打游戏 做做研究 出门买点东西 看起来跟平时 没什么不一样 不过深夜里 总有一通 拨出去的电话 姐姐 SANK有林木财团 入股之后 又宣传了一下 现在公司 比很多艺人都出名 真的好奇怪 对不对 今天侦探小子上音乐课 你一定不知道吧 他唱起歌来很恐怖 今天是第三期播出的时间 看到一个就算失败 也在努力的人 我是不是该试着努力一下 后面的我想看完 还有新电影没上映 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对吧 今天 侦探小子在课外看医学书 他真的很执着超越那个人 嗯 好像要先追上吧 今天去骑马 他比很多 赛马选手骑得都好 感觉他好像什么都会 不过不能让他帮忙应付组织 你也明白了吧 组织的力量 不是一个人能够抗衡的 对了 我认识了一匹小马 白色的 很可爱 好像更舍不得了 今天去上学 不过下午放学之后 去买了剩下的礼物 今天上学 放学跟魔法美少女 说了回礼的事 他以前说想去找蜥蜴的眼泪 那种奇怪的东西 我可买不到 自己收集太费劲了 不过老鼠的牙齿 我可以自己弄 帮他拔了一瓶 已经寄出去了 今天上学 放学之后上游戏 问了012 不是黑 小封间的地址 给他们寄了礼物 那三个家伙都没说具体地址 防备心还真重 所以给他们寄了小女孩玩的娃娃 我是故意的 因为实在不知道 他们喜欢什么 今天上学 把给他们的礼物 带去学校给他们了 第二天 某个宅集变自取处 安石头没有在做戴帽子 那种神秘兮兮的打扮 晨练完 吃了早餐 就出门到宅集变自取处 报了电话号码 说了情况 报了一个大纸箱回家 顾问家的小妹妹啊 安石头的心情还不错 关好门 将箱子放在地上 动手拆着 现在每次看到宅集变 特别是猎豹宅集变 她心情都挺微妙 总觉得会拆出一个犯人来 不过 居然会给他们寄礼物 比某个顾问好多了 从平时在游戏里聊天来看 她觉得 那应该是个至少上国中的小女孩 嗯 绝对不是顾问家亲生的妹妹 这一点可以肯定 估计是表亲 冷静 懂事 寄来的礼物 也值得期待 箱子拆开 安石头拿出里面的包装盒 打开 脸上的笑僵住了 盒子里是一个小女生玩的玩偶娃娃 还有一堆附带的娃娃衣服 娃娃化妆品 翻了翻 最底下居然还有一些搭建公主房的零件 什么玩具衣柜 玩具化妆镜 一看就要花很多钱 不过 她记得她说过自己是二十多岁的男性吧 送她这个 是闹哪样 安石头看着盒子里的娃娃 沉默了好半天 不仅冷静这一点像顾问 腹黑这一点恐怕也是一样的 确定不是亲生的 另一处 公寓楼房间里 封建玉也期待拆盒 然后看着盒子里的娃娃 半天没回过神来 怎么可以给她寄这种礼物 她可是男的 一个已满三十的男性 难道 是她的游戏昵称 让别人怀疑她是女孩子 乌鸦军团 米花挺据点 被飞沫荡成通讯室的房间里 靠墙摆了两排电脑 十多只乌鸦站在电脑前 偶尔用爪子在键盘上敲两下 没有关闭的窗户口 不时有乌鸦飞进飞出 转头找电脑前的乌鸦 嘎嘎叫两声 之后或飞出窗户离开 或留下来喝点清水 吃点东西 另一边 除了摆满座机电话的两张桌子 还有一张办公桌 池飞池坐在桌前 看着拆开的盒子里的东西 沉默了半天 小爱给你的礼物 飞沫 是啊 池飞池 你跟他说 你是女孩子 飞沫 没有 我说 我是男的 池飞池 突然感觉到浓浓的恶趣味 这种玩具 我早就 飞沫探头看盒子 眼睛一亮 主人 主人 快 帮帮忙 把里面的房屋零件组装一下 小爱买的是大号房屋 我应该能住 池飞池帮忙把最底下的零件取出来 其实这大概就是一个八笔娃娃高配 除了娃娃 还有衣服 化妆品 和一个玩具房间 房间要自己拼装 等拼装完之后 房间还真不小 一个长 宽五十厘米 高三十厘米的木板玩具房间 上方没有屋顶 地板和墙壁 有些金灿灿的雕刻花纹 还留了两道窗户 主人 衣柜不要 床不要 沙发摆一下 嗯 镜子摆一下 等等 床可以要 桌子就不要了 不够大 容易被我碰倒了 是非是按飞沫的话 把那个玩具房间摆好 飞沫立刻扇翅膀 从上方飞进去 落地 收好翅膀 往小型玩具沙发上一坐 对着安置在对面墙上的镜子 看了看 转头喊道 飞翅 进来 床留给你的 飞翅早就在一旁眼巴巴看着 碎碎念 那个游戏我也在玩啊 只是我在线的时候 小爱都不在 是非是帮忙把飞翅拎进去 放到玩具床上 看了一下 刚好够飞翅盘着啪一啪 飞沫说床给你 飞翅立刻高兴了 盘在玩具床上 从窗户探头 钻出来 钻进去 主人 我可以从窗户爬进去也 飞沫也在玩具沙发上蹦了蹦 质量真不错 小爱肯定花了不少钱 持飞翅帮忙收拾了一下娃娃 这个估计飞翅是不会玩的 主人 主人 娃娃也留下 飞沫忙到 给他换身女涂装 用胶水沾到房间角落 沾到镜子旁边 持飞翅 他两辈子 从来没做过给巴比娃娃换装这种事 不过算了 看两只宠物这么高兴 他就帮个忙 等持飞翅给娃娃换了女仆装 将娃娃的脚 用胶粘在镜子旁边的地板上 飞沫上前拍了一翅膀 把娃娃拍成弯腰鞠躬的姿势 然后才蹦到沙发上蹲好 看了看 满一点头 还不错 虽然不能动 但好歹有个女仆了 飞翅也不忙着钻窗户了 回头看着娃娃 咦 我们的女仆 持飞翅 会玩 估计小爱 也想不到 本来是恶作剧的礼物 正好合了收礼物的人的心意 就 挺突然的 啊 房间另一边 蹲在电脑前的一只乌鸦 转头叫了一声 持飞翅制止了要蹦出来的飞沫 起身过去 没事 你们玩 我去看 那只乌鸦剑持飞翅过来 用翅膀朝电脑屏幕挥了挥 屏幕上显示着一个UL聊天窗口 组织不会用UL聊天软件交流情报 担心信息被截留或者泄露 不过在持飞翅这里 那些问题根本不用担心 自家的聊天软件 自家人不会截留信息 再找威尔逊 让技术部门准备一个特殊的加密传输通道 外人也很难截取到信息 现在乌鸦们都基本不用邮件 改用UL聊天软件交流情报了 偶尔还跨地区水水群 聊聊八卦什么的 而聊天窗口 备注西多摩式蓝语的账号发来消息 内容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原家民开始行动 持飞翅目光一鸣 立刻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 那只乌鸦一看 让开键盘的位置 跑到一边去吃东西 随时监控 发送完消息 持飞翅给黑羽快斗打了电话 喂 飞翅哥 嗯 最近打算偷哪个宝石 你不是让我给双毛挺那个博物馆 发三连偷预告函吗 四天前那块宝石 不是我要找的 接下来打算去偷蓝星辰 预告函已经发出去了 今晚就行动 今晚别去了 到时间就发个预告函 说自己生病了 放弃行动 持飞持道 啊 黑羽快斗有些意外 蓝星辰不难偷 上次动物园的人又找你了吧 持飞持道 他们还在那一带 今晚可能也会行动 别破坏我的计划 怪盗基德那边 被一个神秘组织追着 那个组织的首脑 想抢夺命运宝石潘多拉 据说是一块 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宝石 他的老师 前任怪盗基德黑羽道 18年前的意外事故 就是这个组织一手促成的 到了第二任怪盗基德黑羽快斗这里 那个组织同样在活动 好几次在黑羽快斗偷窃宝石成功之后 一个代号Snake 毒蛇的八字胡 就会带着一堆手下 拿着枪 准备抢宝石 杀基德 在毒蛇屡次行动失败后 那个组织还会派出Spider 蜘蛛 来杀怪盗基德 甚至于白马探之所以回日本 原本的目标就是蜘蛛 而不是抓怪盗基德 这是持飞持基德的剧情 因为不清楚 那个组织叫什么 它等黑羽快斗沟通时 就直接叫动物园 它这边的话就是酒厂 简单好记 那群家伙真是烦人啊 黑羽快抖嘀咕一声 又好奇问道 你让我来这边偷东西 又整天盯着这边 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计划 现在总该告诉我了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持飞持看着电脑屏幕上的信息 目光镇静而沉冷 驱狼竹虎 他想做什么 很简单 让酒厂跟动物园打一场 只不过 他们酒厂一向的宗旨是 闷声发大财 悄悄发展 不露痕迹 别被盯上 一般不会跟别的势力火拼 动物园也一样 专心追着怪盗基德打 一心只想找到潘多拉宝石 不跟其他势力掺和 想让这两个组织对上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 只要抓住机会 至少能促进一次较量 削弱其中一方 袁家明入侵组织服务器这事 就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袁家明手里 有窃取来的组织的部分资料 如果这份资料 落到动物园组织手里 那一位得炸 请酒也得炸 所有知情人 一个都不会留 怎么让袁家明手里的资料 落到动物园手里 就是关键 他最近这段时间 除了去娱乐公司看看 每天早上帮弗兰特 重新一容之外 就一直在盯这件事 根据乌鸦们 获得的情报来分析 袁家明没有把信息 存在瓷片 或者别的储存工具里 只是包了个壳 丢在自己电脑的文件夹里 最快的办法 是他潜入袁家明的住处 把文件存进瓷盘 再把瓷盘丢给 动物园组织的人 等毒蛇那些人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查看资料的时候 资料里的炸弹 就会将他们的位置 发送出去 然后请酒就会杀到 不过这样隐患很多 反正时间还很充足 他可以试试 自己最理想的方案 让袁家明 自己把资料存进瓷片 丢到动物园组织手里去 要达成这个方案 不是没有办法 首先 让袁家明 有接触动物园组织的机会 这一点 需要黑与快豆的协助 先让黑与快豆 用快豆积德的身份 给袁家明 住所附近的博物馆 发了的三连偷预告函 第一次行动 动物园的人没出现 第二次是在四天前 动物园的人出现了 而今晚是第三次行动 也是三连偷预告的最后一次 动物园的人 已经蹲守在那一带 又确定 快豆积德最后一次行动的时间 地点 目标 不可能不去 其次 确定袁家明的心理 从乌鸦们日夜监视 听到袁家明 各种碎碎念汇总的信息 汇总来看 袁家明不是对组织心怀怨恨 甚至对组织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 只以为是一个暴力团伙 想威胁自己犯罪 当初请酒清理 袁家明那个同事的时候 连人家妻子也解决掉了 袁家明看到同事的下场 担心自己哪天也会被杀害 就算不被杀害 自己也不敢结婚生子 完全没未来 而入侵组织服务器 只是想找点罪证 要么威胁这个暴力团伙 要么报警 让警察把人给抓了 也就解脱了 不过在入侵服务器之后 袁家明看到大量科技 药物资料 彻底慌了 第一次意识到 威胁控制他的 不是简单的暴力团伙 至少从组织事后的统计情况来看 被窃取的资料里 科技 网络程序 药物研究都有一些 不完整 也没有被复制走多少 但还有大部分核心成员沟通记录 和正要名单 让池飞池糟心的是 也有他和请酒的一部分聊天记录 这也不难猜测 估计袁家明就是锁定 Jing这个关键字眼去窃取资料的 这样一来 袁家明也意识到了 组织不仅只有勤酒和福特加 这张王比他想象中大 他拿到的东西 不仅不能让他脱离控制 还会让他丢掉性命 乌鸦们就听到过 袁家明在睡梦里重复念叨 怎么会这样呢 挺惨一难的 而就在四五天前 袁家明大概是绝望地放弃挣扎了 想的不是怎么逃 而是 死 至少也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整个人变得冷静佛系 而这个时候 袁家明住所附近的一栋博物馆 被基德发了预告函 当天晚上 又正好被窗外飞过的鸟类 扑腾翅膀的声音惊动 到窗外一看 就看到月光之下 一身白衣迎风招展的怪盗基德 被大群持枪分子堵住了 而最后一次预告函里 指定偷窃的宝石 也是那个博物馆里的 袁家明会不会有点想法 石飞池一开始不敢肯定 只是让乌鸦们盯着袁家明 只要袁家明有将资料存入刺盘的举动 就立刻告诉他 一个面对死亡威胁时 放弃挣扎的人 资料存在哪里都一样 而只要袁家明动那份资料 想转存到移动储存工具中 就说明 袁家明已经有想法了 如果袁家明不动 那他就会选择 直接放弃 哪怕放弃这个机会 他也不会自己去做这些事 以免留下后患 一次不行 那就等下一次机会 只要有心 早晚可以让两个组织对一场 而幸运的是 在今天 怪盗基德最后一次 预告这个微妙的时间点 袁家明动了 开始转存资料 至于袁家明是打算将资料 丢给怪盗基德 还是打算丢给动物园那群人 驰飞驰也无法确定 他让黑羽快斗 今晚别行动 就是为了确保怪盗基德 别被组织盯上 要是怪盗基德 今晚压根没行动 也就不存在接触那份资料的可能 到时候 组织也不会把怪盗基德 列为铲除对象 电话那边 黑羽快斗听着 驰飞驰劲的发冷的声音 觉得背后有点凉 好吧 那我今晚就不去了 嗯 请你吃饭 驰飞驰道 好啊 黑羽快斗突然炖了一下 不过 飞驰哥呀 外面的餐厅又贵 又吵闹 饭菜又不好吃 不如别出去吃了 好 那就不请了 驰飞驰打断道 等等 黑羽快斗盲道 我是 去四井先生那里 你去买食材 动作快点 我一个小时候道 驰飞驰说完 挂了电话 就黑羽快斗这点小心思 他还猜不到 飞沫 今晚袁家明那边 恐怕要你跑一趟 时飞时又到 做得自然一点 就算放弃行动 也别接触到磁盘 当天晚上 位于双宝艇的博物馆外 年轻男女早早会聚在周围 举着荧光牌 高喊鸡德 钟森银三 带着警察封锁博物馆 看着这群为鸡德加油打气的年轻男女 气得脸色发青 而人群中 有一些人 却不是来看怪到鸡德的 袁家明走在人群中 右手放在外衣口袋里 紧紧握着那一张磁盘 看到博物馆被警察封锁后 心里有些焦急 本来他等怪到鸡德偷宝石的时候 让怪到鸡德把磁盘带走 现在看来 好像有点想当然了 他根本进不去博物馆 而等怪到鸡德偷到宝石后 估计又会直接飞走 根本没机会让怪到鸡德拿到磁盘 要不 放弃算了 正当袁家明迟疑着 在人群里乱晃的时候 不远处的墙角后 突然传来低骂声 可恶 该死的鸟居然敢 袁家明忍不住看了一眼 就看到那边三个男人凑在一起 其中一个一脸气恼的 用手帕擦衣服上的鸟粪 这个人 他四天前在围堵怪到鸡德的人里 看到过这个男人 宽脸 朝天鼻 还有极具特色的落腮胡 实在是太好辨认了 高空中 飞沫一边飞着 一边观察着下方袁家明的动向 这个总该能认出来了吧 动物园组织的人 他们锁定了13张面孔 其中就包括毒蛇这个头领 不过毒蛇今晚没在人群中 刚才袁家明到处乱晃 也经过了两伙动物园组织的人身边 他也想办法弄出了意外 不过袁家明看了看 居然没认出来 真气乌鸦 好在 这一次看袁家明的反应 应该是认出来了 袁家明认出对方后 没一直盯着看 立刻收回视线后 低头思索着 怎么把瓷盘放到那个人身上 飞沫等了半天 见袁家明没有半点动作 有点急了 眼珠转了转 转头让旁边的乌鸦盯着 自己跑到一旁大楼楼顶 让带着自己手机过来的乌鸦 把手机叼到面前 蹲在墙头 给持飞持发邮件 大概十多分钟后 下方人群突然传来喧哗声 看到一个白银网博物馆楼顶降落 所有人都开始疯狂往前挤 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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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中 袁家明也被挤了好几下 突然发现 那个眼熟的男人 也被人群挤着 感觉机会来了 慢慢朝那边挤过去 趁着周围都是人挤人的状态 悄悄将瓷盘从口袋里拿出 转而塞进那个男人的外衣口袋里 一旁大楼楼顶 飞沫盯着看了半天 直到袁家明一身轻松地离开 才松了口气 低头给持飞持发邮件 主人 计划完成 一切顺利 就是让乌鸦有点费神 姜古田 四锦黄支柱的台球店 平时也没客人 今天更是早早关了门 飞持哥 干嘛突然让我提前启动那个 距离预告时间 还差半个小时呢 黑羽快斗帮忙端菜上桌 转头见那边厨房里 池飞池依旧背对着这边炒菜 偷偷从盘子里 拿了块糖醋排骨 放进嘴里 在桌旁摆餐具的四锦黄支柱看见 一头黑线的低声提醒 快逗少爷 这么做太实力了 趴在桌上的飞翅直接告状 主人 快逗又偷吃了一块排骨 噓 黑羽快斗朝四锦黄支柱比划 丝毫不知道自己 已经被飞翅卖了 四锦黄支柱没吭声 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不会说 还是踢快斗少爷保密吧 要是因为这件事起了矛盾 兄弟俩可能会吵起来 要是兄弟俩吵架 可能就会生出间隙 要是心生间隙 以后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大 要是矛盾越来越大 关系就会越来越僵 关系越来越差 或许就会手足相残 那真是太可怕了 必须保密 为了确保计划成功 池飞池端着最后两盘菜出来 放到桌上 拿出手机看了看飞沫的邮件 顺便回复了一下 头也不抬到 再说了 你今晚不会过去 提前请假是好事 别让你的粉丝等太久 这么说也对 不过我也没让他们白等啊 黑羽快斗很积极地 拖椅子坐到饭桌前 一脸憧憬到 那个白色假人 落到博物馆上 就会炸开 然后我给他们的小礼物 也就是那些怪到积德的布偶 就会随着我的歉意宣告 落到他们头上 说着 黑羽快斗脸色 一改之前的不正经 目光认真专注 嘴角带着恰到好处的自信微笑 用悠然的语调道 今天临时身体抱恙 不能履行与大家的月下之约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奉上一些小礼物 请各位务必 然后你的粉丝 为了争夺从天而降的布偶 拥挤踩踏 你会获得中森警官三小时咒骂一份 持飞驰打断 确定了 快斗就是个精分 还是个纯细精成分的精分 飞驰哥 你还真是不幽默 黑羽快斗钢吐槽 就连忙转过头 避开饭桌 重重打个喷铁 阿剃 咒骂开始了 持飞驰转头问四锦黄支柱 四锦先生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当然 四锦黄支柱 笑眯眯转身去柜台后 我这里只有啤酒 可以吗 可以 持飞驰在饭桌前坐下 黑羽快斗纠结了一下 日本法律规定 未满二十岁 不能饮酒 持飞驰提醒 黑羽快斗一夜 不敢道 好吧 你们喝 我还是吃饭要紧 我可是早就饿了 四块糖醋排骨 两个紫薯糯米丸子 两个罐汤包 持飞驰看着黑羽快斗 平静问道 还觉得很饿吗 黑羽快斗 和拿酒过来的四锦黄支柱 齐齐一僵 石化在原地 这个数字有点熟悉 先不说持飞驰是怎么发现的 这语气还是那么平淡 让人看不出持飞驰有没有生气啊 下次要偷吃 记得用筷子 别直接下手 持飞驰 接过四锦黄支柱手里的啤酒 还好四锦先生没有从小照顾你 不然你肯定会被他惯坏的 那个 黑羽快斗 哈哈笑着挠头 心虚 赶紧找话题 飞驰哥 你炸排骨 还记着数啊 持飞驰 谁炸排骨 还数着炸 四锦黄支柱 快斗少爷平时的机灵劲呢 黑羽快斗也发现自己那话说的有点不对 面不改色的再次转话题 不过话说回来 你那个计划成功了吗 成功了 持飞驰也没纠缠偷吃的事 就看炸弹什么时候引爆 黑羽快斗没问具体的计划 他很清楚 自己和持飞驰的一些观念不同 有时候 持飞驰的计划 他未必能接受 干脆就当不知情 就像上次让公安救走的那个医生 持飞驰能言也不眨地 啪啪往人身上打两枪 其中一枪还打在心脏附近 他想过 换了他 他绝对下不了手 他在外面浪一浪就行 根本没法去做卧底犯罪组织那种事 就算不被人弄死 也可能前不了两天 就得自己受不了跑路 反正持飞驰是公安的人 他也懒得多管 那你觉得 那两个组织对上 结果会怎么样 哪边会赢 黑羽快斗又问道 持飞驰垂眸倒着啤酒 嘴角难得上扬了些许 冷笑一声 动物园死定了 四锦黄之柱 虽然他不了解那个酒场组织 但就凭飞驰少爷这一笑 他也觉得动物园组织死定了 毕竟飞驰少爷在酒场那边 黑羽快斗都汗了汗 飞驰哥 你别乱笑 怪吓人的 还要吃饭呢 持飞驰 抱歉 完全没感觉到一点抱歉的诚意 黑羽快斗在心里默默吐槽 又问道 明天我们放假 你要不要一起去热带乐园玩 亲子他们也会去 不去 持飞驰拒绝 明天去博士朋友家 黑羽快斗顿时一脸沮丧 用筷子戳了戳盘子里的排骨 飞驰哥 你有没有觉得 你对待弟弟和妹妹一点都不平等 我也想一起去骑马 去朋友家玩 等我找个女朋友 一定带上你 持飞驰面不改色道 或者一起去野外驾火玩 允许你选择喜欢的木材 为什么不跟快斗去玩 这家伙去哪里 都带着中森亲子 他却找不自在吗 还有 他觉得 面对这种戏精 跳脱 精分 偷吃 还不用筷子的弟弟 他都没有产生打一顿 帮他治治病的想法 已经够一视同仁了 可 黑羽快斗一脸认真道 我开玩笑的 我也觉得 小女孩需要多点陪伴 一日 一户人家院子外 年轻男人等在门口 看到两辆车开过来停下 立刻迎上前 阿里先生 你带孩子们过来了呀 停车场在前面路口右转 要不要我带你们过去 不用不用 阿里博士忙道 还要麻烦 你在门口等我们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年轻男人没在坚持 笑道 那小朋友们 就先跟我去家里休息一下吧 后面 红色雷克萨斯SC里 会员挨转头问持飞驰 要我帮你们看着地图吗 不用 来之前我看过地图 知道停车场在哪里 持飞驰道 后座 柯南干脆利落地 打开车门下车 会员 你还真是爱操心啊 会员挨也打开车门下车 半月眼撇柯南 不行吗 五个孩子都下了车 跟着男人去院子里休息 持飞驰和阿里博士 把车开到附近停车场 一起往回走 他就是我朋友的儿子 加纳赵也 阿里博士 边走边跟持飞驰解释 这一次 是因为他要去英国工作 会在那里定居 他父母也要离开 所以才打电话 让我带孩子们去看看 他家里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话 可以带走 持飞驰点头 这又是一个土豪 阿里博士笑了起来 你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我带飞驰去看看 持飞驰没有拒绝 阿里博士都这么说了 他再说不用之类的话 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飞驰听到持飞驰叫他 立刻从伊领探头看外面 对了 还有飞驰 可以自己去挑喜欢的东西 阿里博士对飞驰笑咪咪说了一句 又对持飞驰道 飞驰没过来 也给他带件小玩具吧 他喜欢什么样的玩具 毛绒玩具 或者玩偶 迟飞驰道 飞驰最喜欢的 应该是那个玩具房间 不过那在飞驰眼里 那已经不是玩具了 而是休息室 说到玩具 飞驰和飞驰 好像都比较喜欢玩偶 昨晚还让他从黑羽快斗那里 拿了好几个怪盗基德玩偶 回家之后 就挂到了墙上 家里那面玩偶墙 昨晚又多了几个 被黑毛线缠着脖子 掉在墙上的怪盗基德 也不知道黑羽快斗看到了 会是什么心情 阿丽博士也想到了 上次去滑雪 在持飞驰家里等持飞驰换衣服时 他看到的那面惊悚玩偶墙 汗了汗 如果辉原哀眉说 那是飞沫和飞驰挂的 他真的会考虑 让柯南试着用麻醉针 把持飞驰放倒 带去医院看一看 家那家 五个小鬼投进门后 就被一只柴犬吸引了注意力 也顾不得休息了 围着柴犬打转 哈哈哈哈 好可爱 不每蹲在地上抱柴犬 士工的柴犬 光燕也围在一旁 会员挨伸手摸了摸柴犬的脑袋 真乖 柯南甘笑 被一群孩子围着抱来 抱去都不生气 这狗确实够乖的 他叫什么名字 袁泰转头问一旁的家那赵也 袁泰 光燕正色提醒 我觉得 你要加上家那哥哥的称呼 或者说 请问 袁泰反驳 那有什么 持哥哥也说过 说话要礼貌 柯南在一旁提醒 袁泰一噎 重新看向加那赵也 请问 他叫什么名字 会员挨批柯南 低声道 抬别人出来压小孩子 你不觉得羞愧吗 让袁泰说话 礼貌一点也没错呀 柯南低声回道 看到他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 心里舒坦多了 加那赵也笑了笑 也不知该说这群孩子什么好 回答袁泰的问题 他叫亚瑟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创造名侦探福尔摩斯的作者 是亚瑟 柯南道尔 布美拉起亚瑟的前脚 对亚瑟笑道 那如果你和柯南搭档的话 就可以组成世界第一的侦探事务所了 拜托 柯南无语 叫我跟狗一起破案 这有什么不好的 光焰立刻道 只是女孩子的可爱想法而已 你简直不知好 袁泰顿住 你简直不可爱 嗯 说话要礼貌 柯南只能干笑 一旁 加纳赵也摸着下巴 不过持这个姓氏 嗯 柯南疑惑看加纳赵也 发现一道影子 突然从眼前窜了出去 汪 汪汪 亚瑟冲上前朝阿里博士吠叫 亚瑟 后面跟进门的池飞池叫了一声 亚瑟仰头看了看池飞池 立刻掉头就跑 一直跑到加纳赵也脚后 才重新探头看出去 柯南 果然是认识的 而且看这个样子 会原来 飞池哥曾经跟亚瑟做了什么吗 袁泰 连亚瑟都这么怕持哥哥 持一声 加纳赵也笑着上前 抱歉 之前还没有认出你来 这些孩子刚才说到你 因为持这个姓氏比较少见 我还在想 会不会你 哦 阿里博士好奇问道 你们认识吗 之前你说加纳先生的名字 我记不清 持飞池道 不过看到狗就想起来了 持哥哥 柯南语色 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不奇怪 有的医生不记得 以前接诊过的病患 但要是看到患者 曾经治疗过的地方 说不定就会想起 这是自己以前接诊的患者 持飞池语气平静道 据说还有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因为发现 患者某个器官 很其他人不太一样 很眼熟 想起几年前 自己也给那个患者做过手术 阿里博士遗憾 这 这样吗 也是因为去宠物医院 因为挂号的时候 都是填宠物的名字吧 加纳赵也笑道 亚瑟之前有段时间身体不舒服 我带他去真持宠物医院 看病的时候 见过持医生 不美疑惑 不过为什么他看起来 很怕持哥哥 是不是因为持哥哥 给他打过针啊 袁泰猜测 光艳点头 有可能 狗 就像小孩子一样 很多小孩子 也会怕给他们 打过针的医生 不 加纳赵也道 持医生应该是负责猫类宠物 不是亚瑟的主治医生 只不过有一次 我在走廊上遇到持医生 看亚瑟还蛮喜欢他的 就跟持医生聊过两句 因为亚瑟好像喜欢一只英国牧羊犬 我想问问有没有关系 持医生说 从体型上看 母犬生产没有风险 是非持瓶颈重复原话 你们喜欢混种犬 可以就没问题 不喜欢可以考虑做绝育手术 呜 亚瑟趴在地上 委屈乌叶了一声 别以为他不知道绝育手术是什么 不 以前不知道 不过那天主人问了很多 主人说什么 还不太明白 但这个人的话 他都听懂了 母犬绝育 要切开肚子 他绝育 要切蛋蛋 考虑到后期护理 建议切他 那一天听到这话 简直吓狗 吓得他连忙把人类说绝育手术的发音给记住了 以后一定要防备 那天亚瑟好像听懂了 我们在谈什么 所以 加纳赵也转头看了看躲在自己身后的亚瑟 无奈笑道 我带他回家之后 只要一收到绝育手术 他也会立刻跑去躲起来 辉原哀无话可说 飞驰哥这是给亚瑟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绝育手术是什么 袁太疑惑问道 就是做手术吧 不美道 肯定很疼 所以亚瑟害怕了 其他人没多解释 这么认为 也对 加纳赵也蹲下身 拍了拍亚瑟的脑袋 安抚道 好了 我们不做手术 池飞驰大概是知道的 亚瑟能思考 不过其实不太能听懂 人类太复杂的话语 他是个例外 有的狗做绝育手术 是因为激素分泌旺盛 而引起疾病 亚瑟没有这种情况 既然你们对混种没意见 亚瑟确实没必要 做绝育手术 亚瑟耳朵竖了一下 嗯 没必要做 就是不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亚瑟之前会突然跑上去 冲池哥哥叫 就是因为这个吧 不美上前蹲下 摸了摸亚瑟的头 不 其实他是冲博士去的 柯南道 啊 阿里博士一猛 博士在来的路上 摸过比亚瑟体型 更大的公狗吧 柯南上前拿起 阿里博士裤腿上的狗毛 解释道 狗能够从气味 分辨同类的大小和性别 博士摸的是一只 比他体型大的公狗 当他发现体型 比他大的公狗的气味时 就会产生敌意 阿里博士点头道 之前在外面遇到邻居的狗 我是上前摸了摸 还有 之前你们到了门口 加纳先生让你们去停车 并没有让你们进门 柯南继续道 他就会觉得 是主人不欢迎的人进来了 有一点不对 池飞驰走向亚瑟 嗯 柯南疑惑 堪持飞驰 说是对大型公狗 有敌意不恰当 应该说是 觉得自己的地盘 被入侵而产生的敌意 池飞驰走到亚瑟前蹲下 看了一下亚瑟的耳朵 如果是在街上遇到博士 他不会这么做 亚瑟张嘴 亚瑟乖张大嘴巴 柯南点头 承认自己说的不准确 那他是根据气味 判断博士 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入侵者 所以才会冲博士叫的 哦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 走进大门 这位先生也养狗吗 啊 不 他是宠物医生 加纳赵也忙到 哦 中年男人打量亚瑟 亚瑟生病了吗 没有 这位是我父亲的朋友 阿里博士 池医生是跟阿里先生 一起过来的 以前我带亚瑟去看病的时候 认识了池医生 我也没想到 今天会再见面 加纳赵也笑着 又对阿里博士和池飞池介绍 这位 是我在爱狗同号会里 认识的钢导先生 他今天来的原因跟你们一样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加纳赵也带着一群人进屋 不美 圆太 光艳三个孩子 立刻被柜子上的小物件吸引 我要这个洋娃娃 我要这架飞舰 那我就要这个古董杀漏 池飞池 看向没去凑热闹的两个人 小艾和柯南 呃 柯南忙到 我不用了 我也不用 辉原哀也道 不过这样真的好吗 阿里博士转头看加纳赵也 这些东西看起来似乎都很昂贵 我已经过世的祖父 早年喜欢在各国旅游 买了很多纪念品 其中还有一些真品 不过 我和我父母对古董不感兴趣 觉得卖掉又不太好 所以就叫朋友来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加纳赵也说着 又看向池飞池 因为我要去英国工作 会在那边定居 我父母要搬回乡下 跟我长居乡下的叔叔一起生活 所以 整栋房子里的东西 都要清理掉 池医生可以去其他房间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池飞池没矫情 有没有玩偶 有的话 我想带两个回去 玩 玩偶 不美惊讶回头 元太和光燕 也一脸呆滞地看池飞池 给飞池和飞沫的 池飞池解释了一句 又对加纳赵也道 我的宠物 池先生自己也养宠物吗 加纳赵也笑了笑 随即神色古怪起来 玩偶确实是有 而且还有不少 在另一个房间里 池医生要的话 我带您去看看 不过那些玩偶比较特别 有画着暗黑浓妆的娃娃 有嘴角里的很大的小丑玩偶 有火星架上的女巫玩偶 还有带着奇怪面具的兔子玩偶 以前放在家里 也不会摆出来 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人要 又怕吓到小孩子 所以就收进纸箱里了 池医生 您看您的宠物会不会 我想 池飞池低头 看从伊领探头的飞池 他们应该不会怕 加纳赵也看到飞池 汗了一下 呃 好吧 那等会儿我带您过去 汪汪 一只小型犬跑进来 跑到池飞池脚边秀 似乎不满自己被忽略 仰头朝池飞池仰头叫了两声 啊 道尔 问道 既然有亚瑟和道尔 是不是还有一只叫柯南的狗呢 池飞池 柯南这句话 听着有点怪 我爸爸养的牧羊犬 就叫柯南 加纳赵也道 不过他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柯南一时无话可说 哦 这样吗 不用担心 不美笑眯眯道 我们还有一个柯南啊 柯南 好奇怪的感觉 不过狄儿狗这个名字 好奇怪啊 袁太蹲在道尔旁边 伸手学池飞池 去翻道尔的耳朵 是因为耳朵 汪 道尔抖了抖耳朵 转头朝袁太飞叫 啊 袁太被吓了一跳 好了 袁太 柯南制止袁太 继续去摸道尔的耳朵 池哥哥看道尔的耳朵 是在为道尔检查 狗的耳朵是发病多的部位之一 而且 宠物医生可以从眼睛 耳朵 鼻子 背毛 牙齿判断宠物是否健康 之前池哥哥 也有帮亚瑟看过耳朵 又让亚瑟张嘴不是吗 而你刚才拉到耳朵的力度和角度都不合适 让他觉得不舒服 再加上是陌生人 所以 他就有些不太高兴了 池飞池默认了 道尔 张嘴 突然看到两只这么乖的狗 其中一只 还是以前去过医院的病患 他就想看看是否痊愈 连带另一只也看一下 简单来说 就是职业病犯了 道尔乖乖张嘴 让池飞池看牙齿 感觉亚瑟和道尔 在池哥哥面前好乖哦 不美笑着 又转头看柯南 柯南也是 柯南 能不能别把他带上二位 云太有些羡慕地看着 我也好想 去学宠物医学啊 会云挨 又一个被拉下一学坑的孩子 喜欢小动物的话就学吧 柯南忍不住道 他们可以一起去 呃 等等 他本来是高中生 怎么也不可能跟云太他们一起吧 刚才这个想法太可怕了 居然下意识地把自己当成了小学生 劝人学医 池飞池没把话说完 不过 柯南和会员哀 脑海里都冒出了下半句 天打雷劈 也有很多时候 宠物医生被发狂的猫狗 抓得一手是血 池飞池摸了摸道尔的毛 起身对眼巴巴 看着自己的加纳兆也道 被毛有点松乱 最近饮水量加多 体重有减轻 啊 对 加纳兆也连忙点头 大概是最近这一个月开始的 我父母还以为是天气太干燥的缘故 道尔是不是病了 控制一下饮食 没什么大问题 池飞池道 奶酪之类的高热量东西要少吃一点 王 道尔猛猛地看着池飞池 就这样 他好吃的奶酪就要被控制了 门外转角处 亚瑟悄悄缩回头 吓狗 瑟瑟发抖 屋里 圆太一头黑线 突然想起 自己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他能吃得好吃的东西 就被控制越来越少 果然 医生都是很残忍的生物 他长大 还是不要去当医生了 那要好好控制道尔的饮食了 一直站在旁边 看得刚倒极熊 上前抱起道尔 他可是 拿过大奖的狗啊 大奖 阿利博士疑惑 那只是我妈妈举办的一个比赛 加纳赵也不好意思笑道 道尔碰巧得奖了而已 才不是那样 刚倒极熊看着道尔 笑咪咪道 这可是一只鸣犬 当时还有人要出一百万买下它呢 是啊 一个穿红帽子的女人 靠在门框边 阴阳怪气道 高贵又优雅 爱撒娇又任性 就跟那个最后 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皇后一样 加纳赵也转头 图 图佐林小姐 啊 抱歉 你的大门没有关 我就自己跑进来了 你母亲说 只要我喜欢的东西 都可以送我 反正这个客厅里 除了这只大花瓶 其他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图佐林亚记看了看一旁的大花瓶 转身就走 你们挑吧 我去其他房间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阿利博士看着图佐林亚记的背影 他也是爱狗人是吗 是啊 加纳赵也道 奇怪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看啊 是因为他的狗在比赛中输给了道尔 才生道尔的气 刚倒击凶一顿 连忙将抱着的道尔放下 急匆匆往外走 哎呀 糟糕 我早就看上和事里的那个钟了 可不能被他抢走了 早知道就应该贴个条子 写明这个钟已经有人挑中了 阿利博士无语低声道 简直就像海关查封物品一样 加纳赵也汉 是啊 不过 这么可爱的小狗 都有人诅咒 这个世界还真是恶意满满啊 慧云埃抱起道尔 直视着道尔的双眼 轻声道 就算玛丽皇后任性骄纵 挥霍无度 但一生从来没有对别人低过头 耗费心血维护王权 被囚禁在丹普尔堡 也多次试图逃跑 只不过 最终还是逃不过 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池飞池站在一旁 静静看着慧云埃 看起来 慧云埃已经没有之前那种事件 没人会接纳我的极端想法了 不过好像又陷入了新的悲观思想中 这一次 他还真没办法 哪怕他爆出 自己是组织成员的身份 慧云埃恐怕也会钻牛角尖 比如考虑着他的身份 会不会连累他被组织铲除什么的 现在慧云埃欠缺的是勇气 他本身 在慧云埃心里 大概是个不缺勇气的人 拿他来做饭里没用 还要看毛利兰 不美这些女孩子 慧云埃察觉 有道凉凉的目光 投在自己身上 仰头 笑眯着眼 费迟哥 我这段历史没记错吧 没记错 慧云埃一脸平静地点了点头 小爱知道好多知识哦 不美感慨 迦纳赵也对阿丽博士甘笑道 这个孩子还真特别 是啊 阿丽博士汉 吃一声 那我们去看看那些玩偶吧 迦纳赵也转身道 请跟我来 阿丽博士等人也跟着过去 看着迦飞迟 收下那一箱造型奇特的玩偶 沉默 可以想象 迦飞迟家里那一面玩偶墙以后的画风 会更惊悚 一群又回到客厅 迦纳赵也对阿丽博士道 阿丽博士 你也别客气 要是有喜欢的东西 就尽管拿走吧 真 真的可以吗 阿丽博士左右看了看 那我就选那套立体音响吧 啊 抱歉 迦纳赵也连忙道 那套音响已经有人定了 玄关处 亚瑟悄悄躲在墙角 突然听到熟悉的脚步声 转身朝门口走了过去 一个年轻女人 带着一条英国牧羊犬 站在门口 看到亚瑟 笑了起来 亚瑟 你的主人呢 亚瑟刚转身 打算去客厅叫自家主人 跑出两步 又突然急急杀亭 回头朝那条牧羊犬叫道 不对 克里斯厅 快跑 啊 女人吓了一跳 连忙牵着牧羊犬 后退两步 牧羊犬委屈 乌液了一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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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瑟朝牧羊犬狂吠 那个医生来了 道尔的点心都快没了 你快跑 快跑 快跑 客厅里的池飞池 别以为他听不懂 亚瑟 加纳赵也疑惑走过去 就看到亚瑟对门口的年轻女人和一只牧羊犬狂吠 连忙喊道 亚瑟 回来 亚瑟后退两步 继续叫 快跑 快跑 牧羊犬 克里斯厅 呜 亚瑟 加纳赵也有些生气了 语气也加重了些 亚瑟转头 看到池飞池已经跟出来了 有些沮丧地停下废叫 低头乌液 跑不掉了 那个 女人迟疑 亚瑟是不是不欢迎我呀 不是 因为会给他们做绝育手术的医生来了 池飞池 走向牧羊犬克里斯厅 他在提醒同伴快逃 牧羊犬克里斯厅听懂了 眼睁睁看着池飞池走到他面前蹲下 瑟瑟发抖 你找医生来了 女人见池飞池帮忙检查 疑惑看向加纳赵也 我们不是商量过 不用给他们做绝育手术了吗 这个 加纳赵也遗憾 又把池飞池过来的原因解释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 女人失笑 对亚瑟笑道 不用担心 我跟你主人说好了 不会给你们做绝育手术的 亚瑟听不太懂女人说什么 只是看着池飞池在那边帮克里斯厅检查 目光忧伤 心里一片凉凉 他是一只保护不好女朋友的狗子 原来他就是亚瑟的女朋友啊 不美好奇 看牧羊犬 名字就叫克里斯厅吗 是啊 加纳赵也见亚瑟安静下来了 笑道 和亚瑟在一起 就是推理界的国王和女王哦 那预定了那套音响 就是他吗 阿里博士问加纳赵也 对 加纳赵也点头 女人笑着解释 我想送给我弟弟 所升学礼物 池飞池也帮克里斯厅大致检查了一下 两岁左右的狗吧 身体健康 亚瑟悄悄松了口气 母子健康 池飞池又补充道 亚瑟待住 加纳赵也待住 女人待住 其他人 那就是说 加纳赵也一脸错愕 有些缓不过神来 家里来了个宠物医生 真是 太刺激了 怀孕一个月左右 腹部已经能摸到胚胎了 池飞池抬头问女人 最近饮食情况怎么样 好像没多大变化 我平时喂食都是限量的 大概一周前不怎么吃东西 女人懊恼道 我都没有发现她 居然有小宝宝了 没给她加食物 肚子还不到大起来的时候 没发现很正常 目前来看 不像是假孕 不过可以去医院拍片检查确认一下 现在去拍片 就可以看到小狗胚胎了 持飞持身手 摸着克利斯汀的肚子 不加食量也没错 胎儿生长比较慢 个子小 如果喂太多食物 营养会被母犬吸收 等于给母犬催肥 以后容易难产 亚瑟已经跑上前秀了秀 跟克利斯汀蹭在一起 她也是有宰的狗子了 女人看着两只狗亲密的样子 哑然失笑 眼里欣喜难掩 谢谢 真是麻烦您了 我 我是真的没想到 加纳赵也站在一旁 像能看到自家儿子有后的老头子一样 没开眼笑 哎呀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图佐林亚记从走廊上走过来 看向门口凑在一起的亚瑟和克利斯汀 嘲弄到 这样生下来的杂 重狗 可卖不到什么好价钱 其他人语色 这个时候泼冷水 实在是 不管纯种还是混种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持飞持缓缓站起身 刘海在眼旁头下一片阴影 搭上依旧平静的声音 神色也显得有些阴沉 死了之后 一样会腐烂发臭 最后变成一堆白灰 静 其他人正正看着持飞持 图佐林亚记 悄悄咽了咽唾沫 他刚才是不是说的有点过了 而且 现在很多纯种犬 也是以前混种出来的 持飞持抬眼 看向身旁的年轻女人 神色如常 语气如常 只要主人 喜欢就行了 对吧 啊 是 年轻女人点了点头 刚才感觉是一声阴森森的 大概是门口光线 不怎么亮造成的错觉吧 明明人家只是一个看起来 比较冷静的医生而已 咚 何时那边传来钟声 道尔正托抱他出来的灰原哀 掉头往屋里跑 道尔 三个孩子惊讶 没事 只是他的点心时间到了 加纳赵也笑了笑 也缓解了之前的怪异气氛 对了 持一声 我父母打算 以后取消道尔的点心 只为早晚两顿 今天喂一下 应该没关系吧 持飞持点头 没事 加纳赵也带一群孩子 去看道尔吃点心 年轻女人也解开了 克里斯汀的绳子 让克里斯汀跟亚瑟去玩 跟在后面 持一声 抱歉 之前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莲木智乃 是克里斯汀的主人 我能不能问一下 那个 克里斯汀有几个宝宝啊 最少三个 具体我不确定 去医院拍片看看 会清楚一点 那么 是公犬还是母犬啊 莲木小姐 我不是超声波机器 啊 抱歉抱歉 我实在太高兴了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要让他多休息吗 不 最容易流产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等一周后 每天增加一次遛狗时间 那么饮食呢 适当增加营养摄入 肉 胆 酸奶 不过一定要适量 总之 适当加食 保持活动量 等一群人到了合适 却没有看到道尔的身影 望 望 望 之前相约去玩的亚瑟和克里斯汀 突然在后院里废了起来 一群人过去一看 发现焚化炉里烧着道尔的项圈 而道尔本身不知所踪 柯南推测犯人 没有从后门抱着道尔离开 被打开的后门 只是障眼法 道尔和犯人都还在屋里 而莲木智乃因为鞋子 被发现在后院 而被屠左林亚记怀疑 总之 我们就先分头去找一下吧 柯南 看向迦娜照眼 我们几个小朋友 就和迦娜哥哥一起 不是 池哥哥 就和其他三个人 我不去 池飞是在后院走廊上坐下 伸手招过亚瑟和克里斯汀 你们去找 我等你们 嗯 柯南无语 凑近池飞池 低声道 项圈是被人用力气割断的 对方身上很可能还带着凶器 我们几个孩子 跟迦娜先生 在一起 不会有问题 不过博士那边 我在这里剧中侧应 出事就大声喊 池飞池低声回道 柯南见池飞池 是真的不打算去 无奈妥协 去悄悄叮嘱阿里博士 注意安全 跟其他人一起进屋 喂 我说 屠左林亚记低声道 那个医生真的没问题吗 他之前的反应 也太平静了吧 那还真是抱歉啊 慧元爱一脸冷淡道 被持枪歹徒劫持 飞池哥也是那个样子 而且没有人比持哥哥 更喜欢小动物了 不美一脸不满地盯着 屠左林亚记 欧巴桑 你不会是因为 之前持哥哥不赞同你的话 你就记恨他吧 元太苗屠左林亚记 身为大人 还是大方一点比较好 光燕也没提醒元太 要注意礼貌了 默默点了点头 屠左林亚记一叶 有些恼火 我也没说 一定是他 算了 算了 阿里博士连忙笑着打圆场 我们还是快点 去找道尔吧 后院 秋天的阳光温暖 又不炙热 照在庭院草地上 迟飞迟坐在走廊墓地板上 看着院子里的绿植走神 就连亚瑟和克里斯汀 打闹着从身边经过 也没有多管 从昨晚计划成功后 他心情就一直不错 现在也是一样 所以 什么破事 他都不想管 之所以过来 是想确认一下 灰云哀的心理状态 再就是放松一下 期待不断酝酿的心情 如果不是最近 看大熊猫的人不少 动物园不方便提前关闭熊猫馆 他还考虑过去找团子做作 别说这次事件没伤亡 就算死了人 他也不会参与调查 飞驰突然神秘兮兮出声道 主人 我知道那只狗在哪里 驰飞驰 我也知道 要不要我 飞驰一夜 主人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那一起说 音响 音响里 飞驰彻底没脾气了 从驰飞驰衣服底下溜出来 在太阳下舒展身子 趴着打盹 过了一会儿 亚瑟又一次和克里斯汀跑出来 驰飞驰一动不动 柯南一群人很快跟了过来 在一旁讨论 看来让亚瑟帮忙找道尔也行不通 他是找得厌烦了吧 驰飞驰一动不动 一群人讨论得差不多 打算回去再找一遍 驰飞驰依旧一动不动 嗯 柯南疑惑看了看驰飞驰 发现辉原哀看了一眼 又转开视线 更疑惑了 走吧 我们再找一次 辉原哀转身往屋里走 柯南故意落在最后 跟阿丽博士说悄悄话 博士 辉原和驰哥哥吵架了吗 没有啊 阿丽博士转头看了看驰飞驰的背影 也觉得奇怪 来的时候 你跟小阿一起坐飞驰的车子 他们是那个时候吵架了吗 也没有 而且他们两个那种性格 怎么也不可能吵得起来吧 柯南摸着下巴 亚瑟不知所踪 驰飞驰和辉原哀的反常行为 太引人好奇了 博士 最近辉原状态怎么样 我是指巴士劫持事件之后 上学 打游戏 出门给大家买礼物 阿丽博士回想着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反常的 没有反常 才是最反常的 柯南笃定道 以他的性格来看 不会这么没心没肺 他给我们都买了礼物 对吧 对啊 阿丽博士道 我也问过他 哪里来的钱 不过他一直不肯说 柯南一头黑线 拜托 现在他的零花钱 是从哪里来的不重要 我怀疑他 还是很在意巴士上那件事 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只是想骗我们 这么说起来 他最近好像一直睡不好 半夜经常起夜 饭量也不如以前 阿丽博士仔细想了想 那他给我们买礼物 大概想在离开之前 送大家一点东西 柯南神色认真道 阿丽博士遗憾 新衣啊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或许小I只是突然得到一笔钱 想给大家买点东西呢 确实有这个可能 柯南分析道 不过 他看见池哥哥一个人 坐在那里很久没动 也假装没看到 还有前几天拒绝去池哥哥那里 这些举动实在很可疑 他应该是担心 自己做出某个选择之后 让池哥哥难过 或者像上次一样受伤 再刻意疏离池哥哥 阿丽博士想了想 那我回去之后 跟他谈谈 大概不能等到回去了 柯南无奈道 池哥哥状态也不对劲 他大概是察觉会员的疏离 所以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不过比较让人担心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阿丽博士头疼 这一个两个的 都不让人省心 那要不要分头解决 可是我不确定 池哥哥是怎么想的呀 柯南半月言 就算去问他 他也不会说的 而且 他或许只是 想安静一下 唯一异常的就是 他没有一起 帮忙找道尔 但也说不定是 我没有帮忙找道尔怎么了 后面传来平静的男生 柯南和阿丽博士 后背一凉 僵住 正在背后讨论别人的时候 那个人突然出现在背后 凉嗖嗖说话 真的吓人 柯南转头 看着不知什么时候 到了他们身后的池飞池 卖萌笑 没什么了 哈哈哈哈 在音响里 池飞池提醒道 柯南反应过来 池飞池是在说什么之后 心口突然有点闷 没错 池飞池没有一起 帮忙找道尔 也可能是 早就知道道尔在哪里了 焚烧炉里 除了相圈 还有音响里的隔音棉 说明有人掏空了音响内部 腾出空间来放某个东西 或者生物 池飞池又开始自己 没了推理乐趣 就破坏别人推理乐趣的恶劣行为 比如 录下合适的钟声 在客厅里播放 将坐垫和加了安眠药的点心 放在客厅音响后 道尔听到钟声 到了客厅 闻到坐垫上自己的气味 和点心的味道后 就会自己去音响里面吃 然后睡着 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做 柯南下意识地提出问题 正打算思考 为了道尔项圈上的宝石 那可宝石价值不低 不等柯南说话 池飞池又看向一旁的钟 宝石就放在他一会儿 可以带走的这个钟里 至于具体的位置 钟在十二点的时候 时间还很准 现在却慢了三分钟 应该是被粘在钟摆背后 柯南 这种完全不给别人思考机会 就直接剧透的行为 真是恶劣 池飞池伸手轻轻拍了拍 柯南的头顶 低声道 赶紧解决 我想早点回去 柯南低下头 行尸走肉斑 走向和尸那边 我知道了 果然是他想多了 照这么看 池飞池一点事都没有 阿力博士担忧跟上去 新衣不会被打击过度 患上什么心理疾病吧 唉 这一个也不让人省心 少年侦探团行动起来 找到道尔后 又演示了一下手法 面对柯南的指控 钢岛吉雄一开始还在狡辩 在无法反驳之后 直接推开加纳罩 也往外跑 柯南准备看好戏 有池飞池在 还想跑 知不知道 以前遇到池飞池的犯人 都是些什么下 唱 嗯 池飞池静静站在房门外 低头看着地面走神 连钢岛吉雄 从面前跑过去 也没管 柯南愣住 喂喂 不是吧 难道池飞池之前是装没事 其实心里 还是在一挥云的书里 现在已经又自闭了 迷惑加一 阿利博士也发现了 池飞池眉动弹 心里叹了口气 其他孩子 还能找到一点情绪变化的端倪 这个 还真难看穿 池飞池眉管 不过亚瑟和克里斯池追了出去 一只篮在前面 一只咬住钢岛吉雄的袖子 将人给篮下 钢岛吉雄本来伸手握紧拳都想打 手却迟迟没有落下去 可恶 亚瑟 快放开 加纳赵也制止了亚瑟 你没有办法挥拳打下去 对吧 柯南暂时放下吃飞池的是 走上前看着钢岛吉雄 因为叔叔 你是那么喜欢狗 所以你才没有 把刀儿给杀掉 袁泰补充道 也没有把音响背板的螺丝给上紧 也是因为你担心 盗儿醒来之后 没法自己走出来 光燕也到 不没转头问柯南 对吧 柯南 可是钢岛先生 你为什么这么做 加纳赵也疑惑 钢岛吉雄低下头 神情沮丧 为了养活我家那些不断增加的小狗 我急需要一笔钱 那你可以留下自己喜欢的 把其他的卖掉 图佐灵亚记皱眉 我家的那些狗 几乎都是一些被丢弃的混中狗 钢岛吉雄声音 带上了一丝哭腔 别说卖 就算送人也没人要 如果我不收留他们 等待他们的 就只有饿死 或者被人堵死这两条路 钢岛先生 加纳赵也唤了一声 等钢岛吉雄疑惑抬头 笑着 将手里的宝石递上前 这个请你收下吧 这块宝石 我不是送给你 而是想送给你家的那些狗 我想 我已经过世的爷爷 也会很乐意 看到我这么做的 谢 谢谢 钢岛吉雄 红着眼眶接过宝石 然后看到 池飞池递了一张名片过来 下意识地接住 疑惑看池飞池 池医生 绝育手术 可以了解一下 池飞池一脸平静 也显得很认真 加纳赵也 柯南 慧云哀 莲木智乃 阿里博士 虽然这种情况 确实有必要绝育 但这个时候 有池飞池提起 总有种不良医生 积极推销的济视感 亚瑟跟克里斯汀对视一眼 池医生 又想祸害他们的同类了 以你的情况 拿着我的名片过去 可以免除手术费用 术后护理自费 池飞池继续道 刚倒击胸连忙道谢 这已经够了 谢谢 到时候 就麻烦池医生了 不 我已经离职了 池飞池道 你带着名片去医院 会有人接待你的 离职 加纳赵也有些意外 池医生在医院里 也算是很有能力的医生了吧 是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我还在担任医院顾问 池飞池解释 只是不接诊了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总不能说是要继承家业 所以离职了吧 不 应该算是即将升职 毕竟以后大大小小的宠物医院 都会是池飞池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 池飞池好像跟往常一样 没什么反常的情绪 迷惑在加一 加纳赵也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 莲目至乃看向亚瑟 不过亚瑟为什么把我的鞋子 叼到后院去 柯南忙道 因为加纳先生以前要出门的时候 亚瑟会帮他把鞋子叼到门口 所以他以为 人类需要穿上鞋子 才可以出门 他不想莲目小姐离开 所以才把莲目小姐的鞋子 叼到后院去藏起来 这样 就可以和他喜欢的克里斯汀 一直在一起了 不美笑道 亚瑟 莲目至乃目光柔和了一下 蹲下身看着亚瑟道 不用担心 我和克里斯汀 都会跟你的主人一起去伦敦 加纳赵也一愣 面露欣喜之色 这么说 我今天过来 就是来给你答复的 莲目至乃 笑着看向加纳赵也 你说的是 我愿意答应 不过现在克里斯汀怀孕了 不方便再带着他折腾去国外 我想等他生产之后 再带他和小狗一起过去 加纳赵也 突然就 有点小郁闷 池飞池垂眸看亚瑟 要不要也告诉这只非单身的狗 本来你老婆是可以跟你一起走的 不过可惜怀孕了 你自己在伦敦郁闷一段时间吧 亚瑟迷茫 抬头看池飞池 医生的目光 又诡异起来了 离开加纳家之前 池飞池跟着加纳赵 也去拿装玩偶的纸箱 辉云 柯南在房间门口停泊 低声叫住辉云爱 我之前已经打电话跟你说过了 警方又找那次的乘客 去警师厅了解过情况 所有人都去了 包括那个感冒的男人 高木警官说 没有可疑的人 别担心 你的身份绝对没有暴露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辉云爱反问 柯南指示着辉云爱 笃定道 就像你能凭借气味 秀出那群家伙一样 我也可以 我可以秀出身上带有杀气的家伙 这就是所谓侦探的直觉 溜到两人脚边的飞翅 重复着柯南的话 又疑惑道 嗯 主任 你的气息 好像没有被他们发现吧 池飞翅将纸箱封好 抱起来 转身准备出房间 飞翅也是有够无聊的 大概是好久没做活体窃听器了 想重温一下那种感受 飞翅继续学着柯南斩铁捷钉的语气 转述柯南的悄悄话 虽然我只能感觉到 那种气息的存在 无法确定是谁 不然就没这么麻烦了 不过那辆巴士上 绝对没有人对你露出杀意 门外 辉原哀半月眼瞄柯南 柯南感觉自己被无声质疑了 你这是什么眼神 不相信吗 没有 辉原哀一脸无感地收回视线 我只是被吓到了 柯南一噎 随即又低声道 那拜托你解决一下另一个人的问题吧 其他人你可以故意疏离 但有一个人不可以 因为他的病情还没有痊愈 非吃认真的做转述机器 就算痊愈了 也容易复发 比我们更需要注意情绪变化 迟飞迟 柯南好像误会了什么 那么 问题来了 他现在是该感动 还是该无语 结束了这么久 柯南还没察觉吗 他真的没病 辉原哀一正 低下头 不敢去看抱着纸箱 朝房门口走来的迟飞迟 迟飞迟在门口蹲下身 让飞迟爬到纸箱上 一起抱起来 招呼道 走了 辉原哀跟上去 沉默了片刻 一脸淡定的仰头问道 飞迟哥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 要他跟迟飞迟说什么矫情话 他说不出口 不如趁机问问迟飞迟喜欢什么 不是他不给迟飞迟送继续 是因为所有人的礼物里 给迟飞迟的最难挑 因为迟飞迟 好像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能自己做好 也没表露出什么特殊的喜好 好像什么都可以去了解 但对什么都不太热衷 他又不想送完具娃娃之类的 恶趣味礼物 到现在都没想好 迟飞迟想了想 特别喜欢的东西 没有 灰远挨逗逗眼 好 好吧 柯南心累 感觉指望着两人能谈谈心 就是奢望 直接问道 蚩哥哥 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 迟飞迟 没有 柯南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个人坐着发呆 迟飞迟 前段时间想事情比较多 今天气候不错 适合放空一下大脑 柯南 那之前钢岛先生想逃跑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迟飞迟 钢岛先生人不坏 我心情好 不想动手 柯南 那你为什么 迟飞迟停下脚步 转头看柯南 这小子 今天是不是打算问完十万个为什么 柯南顿住 突然明白了 那道平静目光传递的信息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 啰嗦的小鬼 嫌弃 在这么问东问西的 捶你 你那是什么眼神吗 自己体会 迟飞迟收回视线 继续往门外走 柯南 你要明白两点 会原挨竖起左手食指 语气悠然道 第一 不要跟飞迟哥谈思想 哲学 又竖起左手中指 第二 不要随便揣测飞迟哥的情绪变化 触犯这两点 你会越想越想不明白 最后只剩茫然 说完 会原挨收回手 也朝门口走去 追上池飞池后 仰头问道 心情真的没有不好吗 真的没有 正好相反 那就是心情很好了 那么明天 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去露营 明天没空 柯南站在原地 半月眼瞄两个人 还说他 会原不是照样问了 这两个人不觉得 自己的情绪变化奇怪 喜怒无常 一会儿阴郁 一会儿放情 让人摸不着头脑吗 而且 沟通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好不好 一点都不直接干脆 一点都不追求真相 现在那两个人倒是没事了 但他郁闷 两个蛇惊变 一日 阿里博士带着少年侦探团 出门露营 当晚 会员培再次离开露营的帐篷 拨通了电话 明天可能要去西多摩市的双塔大楼 当然 侦探小子也会去 他不会去 我们是在路上看到双塔大楼 临时起义 决定去看看 东京某条街上 福特加挂断电话 转头对开车的勤九道 大哥 完全清楚了 西多摩市的双塔大楼 那里 好像是号称最接近天国的地方 哼 太好了 勤九叼着烟 嘴角扬着冷冽的笑 正好可以用来当成距离天国最近的行星台 打电话给拉克 东京 背户艇 公寓大楼11楼的阳台上 池飞池站在阳台富兰边 听着电话 低头看下方街道上的车水马龙 嘴角微微扬着 确定吗 嗯 是啊 那边福特加觉得池飞池的声音轻的诡异 入侵电脑 来自西多摩市的双塔摩天大楼 是袁家明那个家伙 大哥让我打电话给你 开免提 请九道 哦 好的 福特加开了通话免提 明天是分头行动 还是一起过去 请九直接问道 分头行动 池飞池依旧盯着阳台下方的城市 我想先去见一见 那位很有胆量的黑客先生 请九察觉池飞池平静语气里 那一丝不同寻常的 被死死压抑着的期待 提醒道 别玩过头了 要是惊动了他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的 放心 我只是长盘集团董事长的客人而已 第二天 上午九点 双塔摩天大楼前 一群人静静等待着 一辆蓝色商务车车开来 减速后缓缓在门口停下 人群前方的女人 穿着红色女士西服 短发染成金色 一缕刘海在额前垂落 眼睛明媚寒笑 显得时尚 干练 又不失女人味 看到副驾驶坐上下来的中年男人后 带人笑着迎上前 大山先生 欢迎 长盘社长 好久不见啊 大山迷也笑着打招呼 没有忙着寒暄 转头看车后坐下来的英曲颜男 英曲颜男 一身板挺的黑色西服 戴着墨镜 完全一副很酷的保镖打扮 下车后 在车门旁侧身 女人转头 看到一个身形高修长的年轻人下车 不由愣了愣 年轻男人碎发下的神色冷淡 一双子瞳 不带任何情绪 映着侧面头来的阳光 像冰冷的没有温度的紫色宝石 珍池集团 和菲尔德集团董事长的独子 长盘集团 跟这两个集团 都有一些合作 长盘集团进军电脑行业之后 购买过大批 真持集团出产的设备 联系室友 不过不算紧密 而菲尔德集团 是长盘集团 不少项目的投资方 同时也是长盘集团 在境外的合作伙伴 他们之前研发很多游戏设备 都是由菲尔德提供 海外的销售渠道 他们长盘集团 下周的开幕典礼的宾客名单里 池针之介 池家奈 池飞池都在其中 邀请函也发出去了 不过他没指望这一家三口能来 前两位压根就不在日本 后一位很少出席什么宴会 相对于其他集团 财团家的大少爷 大小姐们来说 认识池飞池的人还真不多 算是很神秘的一个大少爷 其实他也没有正式认识过 只是四年前在一个宴会上 看到池飞池跟着池针之介 看眼睛分辨出了池飞池的身份 对于下周的出席情况 他觉得 目前甄池集团东京负责人 大山迷惠来 而菲尔德集团在东京没多少发展 加上两个集团董事长的关系 估计也是大山迷代替送的祝福 至于这一家三口就没指望过 而今天一早 大山迷打电话给他 说要提前过来参观一下 他欣然同意了 不过万万没想到 池飞池居然会跟大山迷一起跑过来 而且 最吓人的是 池大少爷那一身黑色的燕尾服 黑色燕尾服 在英国多是隆重场合的礼服 而无论是三角宽折高翻领 还是左右个三粒银色包扣 都是英国最传统的款式 再加上领口秀上的 Field的英文佳辉 简直庄重的过头 本以为是大山迷这个合作伙伴 好奇来参观 或许有什么合作想谈谈 但这架势 今天是池大少爷 代替菲尔德集团 来视察合作项目的 突击检查 还是菲尔德集团那边 有什么突发情况 太突然了 飞池少爷 这位是长盘集团的董事长 长盘美旭小姐 大山迷对池飞池亲生介绍 又对长盘美旭道 长盘社长 这位是我们董事长的长子 也是我们珍池集团的顾问 今天我 其实是陪他过来参观的 长盘美旭收回思绪 微笑着居身 欢迎 您能来参观 是我的荣幸 长盘小姐你好 我是池飞池 池飞池听着长盘美旭 放的轻缓的声音 心里无奈 估计是想到他老妈了吧 就像那天 朱棣和他的吐槽一样 美国人更热情一点 而英国人更喜欢安静 很多商业女强人 貌似都以他老妈为偶像 面对他就会下意识地 把声音放得清缓清晰 而按英国礼仪回敬对方 长盘美旭作为女性 不主动伸手 他也就不能主动表示 要握手 干站着 有点别扭 这位是我的保镖 英曲 你好 英曲严男严肃连打招呼 你好 长盘美旭直起身 转头看身后的 秃顶发福的男人 那我也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西多摩式议员 大牧严松先生 大牧严松笑着伸手 跟池飞池握了握 你好 这位是建筑家 封坚英燕先生 年轻男人 也跟池飞池握了握手 你好 这是我的秘书 泽口之奈美小姐 年轻女秘书居身 池先生 您好 其实除了秘书 其他两个人 根本不用跟着长盘美旭下来的 之所以跟着 估计是想跟大山迷认识一下 开拓开拓人脉 这一点池飞池和大山迷 心知肚明 也不用说破 双方认识一下是好事 因为我前几天跟飞池少爷 提起长盘集团的开幕式 飞池少爷说 想去双塔大楼高处看一看 大山迷笑道 但在开幕式典礼当天 他不确定有没有时间过来 所以我就带他提前过来了 大概是我早上啰嗦了两句 要帮飞池少爷准备正装 让他觉得烦了 他特地挑了加奈夫人 从英国寄给他的礼服 我去接他的时候 也吓了一跳呢 这也就是表示 两人纯粹是来玩的 没什么大事 别拘束 我还想着我是不是该换一身 更正式的衣服比较好 不过现在看来是不用了 长盘美絮失效 请跟我来吧 我带两位进去看看 进楼前 池飞池突然对大山迷低声道 抽空打电话 问问菲尔德集团 到底投资了什么项目 大山迷一愣 随即正色点头 事实上 池飞池昨晚跟他说的是 听说这里有未上市的游戏 想来试试 不过 为了自家少爷的面子 他才说是想来看看 大楼顶端的风景 现在看来 少爷恐怕不是为了玩 而是来偷偷视察的 几人进了大楼 判官再加上风间音验 这个大楼设计师在旁边 聊得最多的 还是双塔大楼 中途 大山迷去打了个电话 问了一下菲尔德集团 具体的投资项目 把内容发简讯给池飞池 池飞池看了看 心里放心了 没有双塔大楼的投资 前一个项目结束 新项目还没有启动 剩下一些零碎的投资 就算炸了大楼 也损失不了多少 他还真担心自己这边一浪 让菲尔德集团损失太多 到了75层的顶楼宴会厅 英曲延南 低声跟池飞池儿语两句 等池飞池点头后 说自己要上厕所 问了洗手间的位置 等去了洗手间 确定洗手间 不会有其他人进去后 拨通一个电话 喂 福特加 长盘集团的主机室 在A塔40楼 长盘集团的资料都存在里面 电器室吗 在地下4层 负责A塔的供电 不过 A塔有备用电源 不清楚在什么地方 电器室的安保力量不清楚 我们没去地下4层 主机室几乎一层楼 都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 对 楼层进去的房间 就安排了保安 我在走廊口粗略看过 安房布置的情况大概是 低 挂断电话 英曲延南出了洗手间 去宴会厅找池飞池 朝跟长盘美婿说话的 池飞池微微点头 表示已经打过电话了 我能不能去展览厅看看 池飞池问道 他们只提供大概的布局 至于具体情况 请酒那边会安排人去确认 不用他们冒险 那么剩下来的时间 就可以去打游戏了 当然可以 长盘美婿看了看 手腕上的手表 我陪您下去 其他客人已经看过展示厅 也没一直跟着 就留在楼上交谈 长盘美婿带池飞池 英曲延南 大山迷到了公司二层的展览厅 走向在展览厅忙活的 穿棕色西服 戴着圆眼镜的男人 他是我们公司专务员 兼程序师的圆家明先生 圆 这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啊 社长 已经差不多了 圆家明回头 推了推眼镜 看清长盘美婿身后 穿着黑衣服的两个人 心里一惊 随即又放松下来 那些家伙 怎么也不可能 这么光明正大的 跑过来杀他吧 长盘美婿 对圆家明介绍了 持飞池三人 让圆家明带三人看看 又忙着去门口 接待其他来访的客人 圆家明一听三人的身份 就更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笑着问道 那么 三位想先看看什么 我来为三位介绍 持飞池看了看 四周各种新奇的游戏设备 全部玩一遍 英曲延南 大山迷 他们要相信 持飞池是为了正式来的 玩只是顺便 一个半小时后 大山迷和英曲延南的幸免 有点崩塌 星球大战 格斗游戏 激光斩杀 超速竞赛 持飞池还真一路顺着玩过去 看样子 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袁家明笑着介绍下一种设备 这个您一定要试试 可以看到十年后长什么样子 哦 大山迷都来了兴趣 我来试试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只要在椅子上坐好 我来负责启动 拍下的照片洗出来后 就会是十年后的模样 袁家明介绍着 见大山迷已经就坐 又看向持飞池和英曲延南 两位要试试吗 不用 英曲延南戴着墨镜 板着脸 依旧维持自己裤保镖的模样 我试试 持飞池走上前 在椅子上坐下 对于袁家明 他也无奈 这家伙 好像真的不打算反抗了 他今天穿这么正式的英式燕尾服 确实是恶趣味 不过不是针对大山迷 或者长盘美絮 当然 大山迷一大早就啰嗦着 要帮他准备正装 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最大的原因是暗示 英国人喜欢维持传统 伦敦街头有不少保持着老风格 老装潢 老家具的店面和建筑 而且 有的英国人 哪怕车子发动机 已经换了新型号 车型却还保持着过去的老样子 就跟勤九那辆保时捷356A一样 而不管勤九跟英国有没有关系 都不影响他今天的暗示 风衣 礼帽这种打扮 一开始盛行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而燕伟服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乔治时代 在19世纪世纪的英国也还被当成正装礼服 不管袁家明懂不懂 他就是想暗示一下 见了我之后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勤九了 袁家明没懂池飞池的恶趣味 等池飞池和大山迷做好之后 操作着机器 头盔落下 将两人的头部笼罩 咔擦 快门声之下 头盔下闪过刺眼的光亮 等头盔重新升起 池飞池和大山迷也离开座椅 到了机器前 这就是两位十年后的样子 袁家明准备动手 拿机器里洗出来的照片 不过一只手指修长的手 先他一步拿走一张照片 微微一愣 也没有多想 将大山迷那一张照片拿起 递给大山迷 给 英曲延南 一直寸步不离地 跟在池飞池身后 在池飞池拿起照片时 忍不住描述 顿时愣住 照片上的那张脸 黑色碎发垂落 紫色眼睛依旧透着淡漠 脸上完全看不到 丝毫岁月的痕迹 再加上黑色燕尾符 被黑发和燕尾符领 映衬得更白的肤色 相比大多数亚洲人 更显冷峻的轮廓 让他脑海里不断冒出恶魔 吸血鬼之类的词汇 而且 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觉得照片上那双紫色眼睛 妖异而诡诀 似乎也在注视着他 就像池飞池长在身后的 另一只眼睛 让人不寒而栗 努力压下心里荒谬的想法 殷曲严男觉得 大概是机器坏了 低声道 老板 是不是 哦 看来我十年后也不算老啊 那边大山迷摸着下巴 打量照片里的自己 头发白了一些 也多了些皱纹 不过还很精神 不是机器坏了 殷曲严男凑到大山迷身后看了看 确实 照片上的大山迷 看起来比现在老了一些 却也更加沉稳 可是老板那边 飞驰少爷 大山迷也想到池飞驰 抬头看去 池飞驰将照片收进裤子口袋里 神色动作自然从容 我可不想被人看到 十年后变老的样子 怎么会 您十年后才三十岁 可还不老呢 大山迷失笑 不过也没再问池飞驰 低头继续看自己的照片 殷曲严男墨镜下的脸 依旧保持裤样 不过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何止是还不老 老板那张脸 简直一点变化都没有 是机器故障 还是机器 也懂拍马屁 不 如果是机器问题 那老板为什么睁眼说瞎话 池飞驰又跟袁家明 聊起机器的是 这个程序的关键 应该是拍下人脸照片 分析出骨骼 肌肉的具体形态 然后再根据时间 对人面部表面 肌肉的影响 进行面部调整 最后合成 嗯 应该还有年龄智能判断 对吧 啊 对 袁家明连忙点头 激动到 关键就是 肌肉 骨骼这一部分 还有对年龄的智能判断 岁月的痕迹 可不单只有面部长出皱纹 肌肉或多或少也会有变化 而骨骼则是保证整体框架不会改变 之后再通过人脸 随着时间变化的数据 对肌肉和皮肤进行调整后合成 应取延难 这么一听 好像也没那么玄奇了 池飞池得到袁家明的确认 反倒觉得更玄奇了 他十年后没有变化不奇怪 毕竟有自然之子 这个三无外挂 寿命会比别人长 衰老比别人慢也合理 拍照之前 他就预想到了这个结果 不过 一台以科学为基础制造的机器 居然能预判出他十年后没有变化 未免太科学了一点 至于年龄智能判断 是为了区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进行更准确的变化 合合成吧 大山迷也懂了 比如 对孩子就是成长时面部变化的模板 而三十 四十 五十岁的面部摔老模板 又都不同 没错 袁家明笑着看池飞池 能一眼看出 其中关键的人可不多 不了解整个研发过程的人里 您还是第一个 哇 看起来好玩的东西 还真不少 那边楼梯口 传来小孩子的惊叹声 趁着大山迷和袁家明的注意力 被吸引过去 池飞池侧头 对身旁的英曲延南低声道 你先回去 从另一边楼梯 别逗留 直接走 英曲延南疑惑 不过还是很配合的大声道 老板 我之前说的 今天要去我父亲那里一趟 不好意思 我差点忘了 好像耽搁你太久了 池飞池到 你去吧 我跟大山先生待在一起 不会出什么事 英曲延南 朝池飞池 大山迷 袁家明点了点头 转身走向另一边的楼梯 很合理地撤走 池飞池 看像从远处走过来的一群孩子 正好可以测试一下 很科学的雷达 像袁家明这类 跟组织牵扯不多的人 雷达也扫描不出来 不过英曲延南 跟袁家明不一样 英曲延南 已经接触过组织的一些事 可以归入外围成员里 而且因为他的关系 和英曲延南自身的能力 可以说是 内定的核心成员了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判断 可不可信 那么 雷达I能不能扫描出英曲延南来 如果能扫描出来 可以看看 扫描距离大概是多少 一群孩子 被周围的机器吸引了注意力 压根没注意到 池飞池 走在阿丽博士的辉元I 脚步微微顿了顿 不过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安 甚至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 时飞时辨别了一下 池飞池好像只是被一台机器 吸引了注意力 不是出现了雷达反应 也就是说 英曲延南 现在跟组织的牵扯程度 还不足以触动雷达 那边 秘书择口制奈美 引着毛利小五郎 毛利兰 林木园子 阿丽博士往里走 园泰 光艳 不每三个孩子 在各种机器设备间左右张望 眼里 都亮着好奇的神采 不时惊呼 柯南落在后面 语气调侃地对辉原哀悼 池哥哥那个游戏迷没来 还真是可惜 他在游戏厅那种地方 都能玩上很久 来到这里 估计会走不动路的 辉原哀正想认可一句 突然感到一道梁的熟悉的视线盯着自己 转头一看 无语道 已经来了 柯南转头看去 来了 他的吐槽 又又又又召唤了池飞池 阿丽博士见两人停步 跟着看去 哎 飞池怎么会在这儿 毛利小五郎转头 怎么也来了 毛利兰注意到 转头 哎 飞池哥穿得这么正式 林牧原子转头 哎 飞池哥穿这么帅 三个孩子疑惑 琪琪转头 哎 神奇出现的池哥哥 则口之奈美茫然 啊 神 什么情况 站在机器前的原家名疑惑 嗯 互相认识的 飞池忍不住从林口探头 现在人类的沟通方式 都这么简洁 有特色吗 池飞池看着一群人 接二连三的转头 又陆续发出奇怪的音节 心里吐槽 这是一群逗逼 走上前 神色淡定的打招呼 老师 博士 小兰 园子 还有大家 怎么都来这里了 其他人看着池飞池的平静脸 突然觉得 刚才有点大惊小怪 心态渐渐平静 我昨天带孩子们去露营 路过这里的时候 孩子们说 想来双塔大楼看看 今天就在露营回去的路上 顺便带他们过来 阿里博士笑着解释 刚才在楼下遇到毛利先生 小兰和园子 所以就一起上来了 我们呢 则是因为 大叔接到了长盘集团董事长 长盘美旭小姐的邀请 她和美旭小姐是同学 所以 美旭小姐就邀请她 在下周开幕典礼之前来参观一下 林木园子笑着 挽住毛利兰的胳膊 小兰就带我一起来监视大叔 以免大叔做出什么 对不起非律师的事 喂喂 毛利小五郎不满反驳 干嘛要把我和那个女人扯上关系啊 那池哥哥呢 不美好奇问道 为什么也会在这里 我过来参观双塔大楼 池飞池答道 池哥哥 我看 是想过来玩游戏吧 这里有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的游戏 袁泰兴冲冲说完 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揭穿了某人的小心思 他这该死的耿直 池飞池没放在心上 嗯 也是来玩游戏的 柯南甘孝 承认得真坦率 真好啊 不美羡慕道 光燕也点头道 简直就在游戏设备发行之前 抢先体验一遍吗 全都不叫上我们 自己一个人就偷偷跑过来了 袁泰刚从之前的忐忑中走了出来 这话说完 自己噎了自己一下 陷入新的忐忑中 他这该死的耿直 闷去露营了 所以没叫闷 池飞池一个理由 把三个孩子糊弄过去 又把大山迷介绍给其他人 等着一群人互相打过招呼 小孩子容易被兴起东西吸引注意力 懒得听大山迷和毛利小五郎说客套话 不美 光燕 袁泰打过招呼后 就凑到池飞池之前 站的机器旁边 池哥哥刚才是在玩这个吗 是游戏机吗 这个怎么玩 袁家明笑着 又把机器介绍了一下 邀请其他人试一试 毛利小五郎见阿丽博士和不美坐上去 抱着胳膊 一脸无感道 我可不想看到自己十年后衰老的样子 毛利先生 刚才飞池少爷也是这么说的 大山迷立刻笑道 难怪飞池少爷会拜您为师 们平时也很合得来吧 哪里 小兰 林木原子 预感到一波可怕的商业互吹 又要来袭 拉了拉毛利兰 离远了一点 没等多久 阿丽博士和不美十年后模样的照片 写了出来 池飞池看了一下 阿丽博士那张 还是原本的剧情一样 十年后和现在没什么变化 博士奈老 机器出了问题 还是跟前世那些人说的一样 博士会死 或者说 博士以后也会服下aptX4869 年龄倒退十年 光焰和元太也围在旁边看 什么呀 根本没变化吗 是不是这部机器坏了呀 不 没坏 站在不美身旁的柯南提醒道 闷来看不美这张 照片上的短发女孩 脸上褪去了稚嫩 轮廓明朗了不少 嘴角微微扬着 眼里满满都是温柔 元太凑上前 啊 好可爱 光焰也惊叹出声 元太还找了个对比 指着林木原子道 比这位姐姐漂亮多了 哼 林木原子不满道 你们这些小鬼哪里懂大人的魅力啊 一旁 池飞池弯腰看着不美手里的照片 轻声计算 十年后不美十七岁 日本法律规定 女性十六岁就可以结婚 我那个时候三十岁 其他人呆呆看着池飞池 这里出现了一个画风跟大家不太一样的 开玩笑的 池飞池一脸平静地直起身 池哥哥 不能跟我们抢了 光焰有些急了 池飞池又不是没有女孩子喜欢 居然还瞄着他们同龄人 丧心病狂 而且看不美的样子 居然还没有反对 排斥的意思 那怎么行 是啊 袁太附和 不美和辉原绝对不可以 辉原哀 莫名其妙扯上他干什么 柯南在一旁笑 池飞池这家伙 开玩笑就换个表情 换种语气嘛 看把这两个孩子给吓得 是 是 池飞池平静应了两声 光焰和袁太也去试了一下 拿着自己十年后的照片 心里突然有些悲凉 竞争力不强 林牧原子都舍不得开口调侃 这两个沮丧的孩子了 池哥哥 光焰忍不住看向池飞池 如果十年后 池飞池变成老头子 虽然希望渺茫 但他们心里的安感 就能回来一些了 我已经试过了 照片不会给们看的 池飞池看着两人 其实受不受女孩子欢迎 相貌不是绝对的 还要看本身够不够可靠 人品怎么样 有很多长得帅 却让人讨厌的人 已经死了 其他人 静 所有人都不知该怎么接这话 就连光焰和袁泰 也一脸想说点什么 但又不知该说什么的神情 那个 这么说好像也对 嗯 袁子 我们要不要试试 毛利兰接过这个话题 努力维持气氛 不要再往奇怪的方向发展 好 好啊 林牧原子汉 有点担心池飞池等会儿 又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来 等毛利兰和林牧原子 十年后的照片出来 池飞池没再开什么玩笑 毕竟这两个是有主的 倒是光焰和袁泰说了句 我见过这样的欧巴桑 又跟林牧原子 逗了两句嘴 柯南听着其他人夸毛利兰 十年后的样子漂亮 又听其他人说毛利兰 跟龚腾心仪在一起 之类的话 一脸傻笑地挠头 哪里 也没有了 哈哈哈哈 毛利小五郎 弯腰凑近柯南 定 喂 这小鬼脸红什么啊 因为 那个 柯南陷入思绪混乱状态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不是那个意思了 接下来是柯南和辉原 袁泰看向辉原哀 辉原哀发觉 池飞池也看了过来 有些迟疑 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 池飞池今天心情很不错 贸然拒绝 好像有点扫兴 不过他十年后的模样 可不方便被看到 我 不用了 我也放弃 柯南紧跟着道 他十年后 是功腾心仪的样子 他不好奇 而且也不能让别人看到 毛利小五郎 突然伸手 拽住柯南的衣领 拎起来 啊 柯南吓了一跳 毛利小五郎 直接把柯南丢到座椅上 我倒是想瞧瞧 十年后 这张臭显摆的脸 池飞池默默 看着两人的互动 大概是他疑心病犯了 他又在怀疑 毛利小五郎 心里已经有了些猜测 要说最喜欢显摆的人 应该是之前 那个少年成功 意气风发的 功腾心仪吧 会原哀 也被三个孩子 推到座椅上 咔擦 咔擦 头盔里闪过两道闪光 随即机器 响起嘟嘟警报声 屏幕上跳出错误的字样 嗯 袁家明疑惑 奇怪了 柯南常常松了口气 还真是幸运 搞不好 是因为我们十年后 都不在这个世上了 辉原哀垂眸轻声说了一句 又转头看柯南 眼里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吓得 柯南 他感觉辉原变得不正常了 真要说的话 就是变得跟池飞池一样 让人分辨不出 真正的情绪和想法 反正就是不正常 择口之奈美接了个电话 又带着一群人 上观光电梯 前往75楼顶楼 这一次 连袁家明也跟着上去 毛利小五郎因为恐高 紧紧地贴着电梯门 突然发现 池飞池也站在身旁 远离透明玻璃窗口 飞池也 恐 恐高啊 不是 我在门来之前已经看过了 池飞池看着那边 挤在窗口前说笑的三个孩子 毛利兰 林牧原子 就不和他们挤了 嗯 择口之奈美左右看了看 疑惑问道 池先生 这么说起来 您的那位保镖呢 保镖 柯南有些意外 转头看池飞池 自认识以来 他还从来没有见池飞池带过保镖呢 他昨天就跟我说过 今天有事 今天只是陪我过来一下 池飞池平静道 已经提前离开了 原来池哥哥有保镖啊 柯南的好奇心又冒出来了 难道最近出了什么事吗 前段时间才雇佣的保镖 他专门保护飞池少爷的安 大山迷没有多说菲尔德集团的事 笑道 有人保护是好事 虽然飞池少爷 好像不怎么喜欢带保镖 正是场合冲冲场面 池飞池简洁道 柯南半月眼 玩丧失了好奇心 原来是冲场面啊 那就不奇怪了 到了75楼 长盘美旭和毛利小五郎打过招呼 双方又互相介绍了一下身边的人 长盘美旭跟其他人打过招呼 又对池飞池歉意道 不好意思 刚才怠慢您了 不过我真没想到 池先生会和毛利学长在楼下碰到 池飞池看向毛利小五郎 很给面子的解释道 毛利老师是我推理方面的老师 推理能锻炼逻辑思维 所以我最近都在跟毛利老师学习 哎 长盘美旭惊讶 这时他还真没听说 随即笑着 对毛利小五郎道 我差点忘了 毛利学长现在可是很出名的名侦探呢 哈哈 哪有 毛利小五郎挠头笑 这个弟子真是 这么给面子 他都不好意思了 真是 好样的 长盘美旭跟毛利小五郎聊了两句 又给其他人介绍了一下对面的壁塔 壁塔是商业大楼 下面是店铺 上面是饭店 最上面还有游泳池 那个巨蛋屋顶是可以打开的 对了 美旭 周末我可以住在那家饭店吗 大木言松一身酒气 红着脸上前 可是还没有开业呢 长盘美旭为难 意思是不行咯 大木言松 加重语气问道 我知道了 长盘美旭居身 我会为您准备67楼的套房 大木言松笑着转头问池飞池 池先生要不要也先去体验一下 住在高层看远处风景 可是很不错的体验 到时候我们可以喝一杯 不用 池飞池拒绝 为难别人 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 这人还真有意思 大木言松也没在自讨美去 凑近长盘美旭 最熏熏的低声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想和一起吃顿晚餐 就别失望什么了 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 年纪可比那位大少爷大上不少 在他那里 讨不到什么好的 旁边被忽略的柯南 他为什么要听到这种奇怪的话题 正当柯南打算离远一点时 大木言松好像没看到 长盘美旭脸上的韵怒 盯着长盘美旭 一领下方的凶针打量 嗯 这凶针很特别啊 心上人送的吧 不是 长盘美旭 用手挡了一下凶针 我自己挑的 美旭 长盘美旭的老师 日本画画家 如月风月沉着脸上前 我可要先回去了 啊 长盘美旭忙到 那我送您下去 还是算了吧 如月风水 抽着脸朝观光电梯走去 毛利小五郎 目送着长盘美旭追上去 低声道 他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旁边 封坚英燕道 美旭小姐包了如月先生的话 又高架出手 所以他有点不太高兴 畏畏 柯南无语沉默 这群人是怎么回事啊 封坚英燕是曾经炸大楼 还想炸死他的建筑设计师 森谷第二的徒弟 虽然封坚英燕说自己不是那种偏执狂 但他心里还是有点介意 是一员大慕言松 大白天就喝酒 对着池飞池几笑脸 却在背后吐槽 而且对长盘美旭 好像图谋不轨 日本话大师如月风水 跟长盘美旭的关系 也有点僵 每次他吐槽召唤池飞池之后 都没好事 这些人凑在一起 真的没关系吗 啊 巧克力 那边观景窗前 袁泰看着袁家明手里的东西 惊呼出声 将其他人的视线吸引过去 被你们发现了呀 袁家明蹲下身 笑着 将巧克力分给围着他的三个孩子 那就分给你们吧 长盘美旭 已经从观光楼梯那边转了过来 笑着道 虽然他是天才程序设计师 但有时候也很孩子气 这样才能设计出有趣的游戏啊 阿力博士笑着说了一句 那边 袁家明蹲着跟三个孩子说话 现在我正在构想新的游戏软件 可以的话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是游戏吗 好啊 三个孩子欣然答应 我住在双宝艇 我们住在米花艇 那还蛮近的吗 坐巴士很快就到了 袁家明笑着邀请 那你们下周末到我家来玩吧 看着那边袁家明和孩子们互动 柯南暗自点头 还好 这里还有一个不是那么奇怪的人 池飞池看着袁家明 给一群孩子们画地图 心渐渐变得一片冰冷 这个家伙 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 被组织查出来就是死 明明知道 请酒迟早找上门去 还邀请一群刚认识的小孩子 去他家里做客 是觉得有小孩子在 组织的人不会乱来 还是想借着小孩子掩护 让小孩子偷偷带点什么东西出来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关头 邀请小孩子去自己家 袁家明的用意 实在值得揣摩 之前他还没想起这个细节 现在发现 袁家明打算坑 自己认识的孩子 他突然就不想 费心思给袁家明安排了 趁着其他人不注意 慧原哀转身去了 另一边的观景窗 毛利兰注意到 弯腰关切问道 小哀 怎么了 没什么 慧原哀物字走了过去 毛利兰正要跟过去 就被光燕叫住 小兰姐 光燕低声道 我有点是想跟你商量 明天可以约时间碰个面吗 毛利兰心里疑惑 不过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可以啊 光燕朝毛利兰居身 那时间跟地点 我会再跟你说 光燕刚离开 不美又过去了 小兰姐 不美神色有些纠结 我有件事 想私下找你商量 毛利兰 什么情况 那边 林慕原子郁闷 看着自己十年后的照片 抬眼看到 灰云埃走了过去 盯着灰云埃微卷的头发 拉起自己短发的发烧 看了看 果然不是她的长相问题 而是发型的问题吧 那她改天也去烫的波浪卷 应该会好一点 观光电梯打开 两个男员工 拿着宴会上要布置的东西 一边走出电梯 一边兴致勃勃地交谈着 想不到现在还能看到 那种车子 那叫什么车来着 保时捷356A了 柯南不经意听到两人的谈话 脸色一变 你们两个 长盘美婿生气斥责 那部电梯是贵宾专用的 一般员工搭的是后面的电梯 两个员工连忙道歉 是 对不起 柯南快步跑到两人面前 急切问道 那部车是在哪里看到的 是什么颜色 抱着参部的员工一愣 笑道 刚才停在这栋大楼前面 颜色是黑色的 是勤酒的车 柯南瞳孔一缩 跑向观光电梯 按下开门键之后进去 不管不顾地往楼下追去 就连毛利兰和毛利小五郎 问他去哪儿也顾不上回答 池飞池假装没留意到 柯南之前的举动 等柯南上了电梯后 才转头看过去 在他这里 听不到柯南问了什么 这样也好 不然他会纠结 是查柯南 查柯南 还是查柯南 观景窗前 灰云挨看着柯南追上去 猜到了柯南的目的 手脚渐渐变得冰凉 没时间再给他纠结了 那些人随时可能出现在他附近 随时可能认出他来 甚至 就是冲他来的 到时候 池飞池 阿利博士 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倒霉 他早就该明白的 只有在被找到之前 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才能保证其他人不被连累 他本来就是突然闯进别人生活的人 也是时候该 眼前头下一道黑影 灰云阿眼里紧张 低落之余 又多了一丝疑惑 抬头看走到面前的池飞池 小爱 你会不会弹钢琴 池飞池直接问道 灰云阿一愣后 点了点头 会一点 那我们去66楼的音乐听完 池飞池转身 准备往观光电梯走 那里有一架钢琴 看池飞是弹钢琴 好想去 灰云阿纠结了一下 冷脸拒绝 我不去 池飞池刚迈出的脚步停下了 侧过头看灰云阿 灰云阿一脸冷淡的仰头 看池飞池 比冷脸 他也不会差 说不去 就不 池飞池收回视线往前走 语气比之前重了些 哦 灰云阿乖乖跟上去后 等等 他为什么要屈服 突然就有点委屈 至少应该再坚持一下 不过 他从来没见过 池飞池弹钢琴 确实挺想去的 算了算了 就再放纵自己一次好了 池飞池又问了一下 其他孩子 带上不美 圆太 光艳 由泽口之奈美带领着 去了66楼音乐厅 一路上 灰云阿看着兴奋积极的 三个小鬼头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钢琴在这边 泽口之奈美 走上音乐厅大舞台 看向角落里的钢琴 前两天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请人调过音了 您看需不需要重新调一下 池飞池右手放在琴键上 手指起落一动 弹出一段清脆简单的旋律 对泽口之奈美道 这样就可以了 还没开业的音乐厅有些昏暗 舞台装潢的再精致典雅 也难免让人觉得落寞孤独 不过池飞池一身燕尾服 正装站在钢琴前 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就算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就算没有观众 他也能认真演奏下去 之前的落寞感 莫名就被冲淡了许多 多出一种 让人忍不住认真起来的 诉讼氛围 辉原哀看了看池飞池的手 以前他觉得 那双骨节分明的手 天生就适合拿手术刀 现在游走在钢琴黑白剑上 居然也让人觉得 天生就该如此 三个孩子 可没那么多敏感的想法 只关注着 刚才池飞池手指流畅 轻巧的动作 眼睛发亮 好 好帅 光艳惊叹 袁泰一脸纠结 我以后又想去学钢琴专业了 袁泰 不美遗憾 干笑道 喜欢的话 现在就可以学了 池飞池在钢琴凳上坐下 我大概有九年没弹过钢琴了 先适应一下 等会儿可以教你们弹简单的曲子 九年 光艳想了想 那池哥哥十一岁就学钢琴了吗 不对 开始学的年龄 应该还要更早一点 五岁 池飞池说了一句 开始弹曲子 清脆欢快的钢琴曲之中 三个孩子一愣 努力回想着什么 很快笑了起来 跟着下一段钢琴曲唱了起来 Jingle bells Jingly bells Jingly through a O what United Storride 唱了一段 不美转头好奇问道 辉元 你怎么不唱啊 我 辉元挨嘴角微微一抽 尽量保持神色镇定 我不会 Jingle bells 铃儿响叮当 果然 有三个孩子在 他就不该指望 能听到水边的阿迪丽娜 夜曲 命运之类的钢琴曲 辉元 你以前的学校没教过你们吗 袁泰问道 这首歌很简单的 光焰积极道 不会可以先慢慢哼 大家一起唱才有意思啊 不美笑道 辉元 你也一起来吗 池飞驰停了一下 又重头开始弹 跟上哦 不美对辉元挨说了一句 神色认真的等着开唱 Dashing fruit has known In a Neher's Pincel A 辉元挨被迫加入 铃儿响叮当 合唱团 脑海里闪过无数想法 他为什么要一起做这种幼稚的事 好想分分钟自尽 不过 池飞驰这个年龄比他大的人也在做 就当陪小孩子好了 唱了一遍 三个孩子依旧兴致不减 点名继续唱铃儿响叮当 理由是 辉元居然不会这首歌 那怎么行呢 我们今天一定要教会他 没错 我们少年侦探团 就应该整齐一致 辉元挨 想自尽 柯南追到楼下后 眼睁睁看着那辆黑色保时捷356A开走 在楼下呆站了片刻后 又神色沉重地回到75楼 柯南 毛丽兰凑近 不满地盯着柯南 你刚才跑去哪里了 柯南遗憾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东西落在楼下了 对了 池哥哥和辉元他们呢 他们去66楼音乐厅了 飞驰哥再给他们弹钢琴 毛丽兰被转移了注意力 神色缓和 牵起柯南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嗯 柯南点头 池飞驰弹钢琴 他还没听过呢 两分钟后 柯南站在音乐厅门口 听着里面欢快的钢琴曲 和活力满满的合唱声 有些风中凌乱 那边 他追黑衣组织那些危险的家伙 追得焦急又胆战心惊 这边 一群人居然在欢欢乐乐唱 铃儿响叮当 辉元那家伙还真是 算了 女孩子嘛 不操心那些事也好 大家玩得很开心呢 毛丽兰舒尔听了听 笑着拉起柯南进门 柯南也要跟大家一起 多参与活动哦 柯南 等等 请放手 他拒绝 池飞驰发觉 毛丽兰和柯南进来 暂时停了 三个孩子转头 柯南 你刚才去哪里了呀 真是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喜欢乱跑 毛丽兰牵着柯南上台 自己退到一边 笑道 那么就加柯南一个吧 辉元哀看到柯南一脸生无可恋 心里突然舒服了不少 我们今天要教会辉元唱这首歌 光艳认真道 辉元哀 真是谢谢啊 他已经会了 真的 池飞池重新开始弹 铃儿响叮当 毛丽兰退到一旁 跟泽口之奈美一样 笑着站在一旁看 不美抬头看看 发现泽口之奈美 在看池飞池 沉默了一下 收回思绪 准备开唱 池飞池弹完前奏 才发现自己 差点忘了一件事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柯南被迫加入 铃儿响叮当 合唱团 半月眼跟着豪 他为什么要跟着一群小鬼 做这种幼稚的事啊 想自尽 半分钟后 不美忍不住停下提醒 柯南 你跑调很严重哦 跟在音乐课上比 你唱歌根本没什么长进吗 袁太吐槽 光艳汉 确实 柯南 比跟着一群小鬼 做幼稚的事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事 跟一群小鬼 一起做幼稚的事 居然还被嫌弃 想吞剑自尽 一日 你花挺一家咖啡厅 其实我从幼儿园的时候 就喜欢不美了 可是不美 好像喜欢柯南 又好像喜欢吃哥哥 光艳抬头看身旁的毛利兰 小兰姐姐 你能不能教教我 要怎么做 才能像你和新衣哥哥一样 从青梅竹马 变成情侣 啊 等等 毛利兰连忙到 我和新衣也没有 而且 我最近好像又留意到了灰云 光艳失落 又认真问道 同时喜欢上两个女孩子 我是不是很糟糕的男生 毛利兰失笑 目光温柔下来 声音也放得轻缓 不会啊 喜欢上一个人是很好的事情 我也觉得 应该珍惜这样的感觉 光艳愣了一下 又很快沮丧下去 不过不美 好像也很喜欢吃哥哥 灰云也经常跟吃哥哥待在一起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哥哥 毛利兰 Sigma 等等 等等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她很厉害 又很照顾我们 有时候看起来很凶 但也是因为 她在认真教我们一些东西 她一直很认真地对待我们 不会像其他人 对小孩子一样敷衍 光艳低下头 所以 就算不美和灰云 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我也没办法觉得她不好 毛利兰心里松了口气 原来后面那个喜欢 是这个意思 吓她一跳 而且 她上次还认同了我的推理 那个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光艳惆怅 她为什么要承受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复杂心情 你们可以先做好朋友啊 毛利兰只能笑道 不管是不美 小爱 还是柯南 而且飞驰哥 一直把你们当弟弟妹妹看 你的年纪不大 可以慢慢看清自己的内心 我明白了 光艳若有所思的点头 沉默了一下 不过 我还有一个想不通的问题 嗯 毛利兰疑惑 光艳看着毛利兰 我前两天鼓起勇气 给驰哥哥发UL信息 说我以后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是很认真的 可是她回复说 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 你会更好 毛利兰疑惑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不明白 她是鼓励我吗 还是觉得我怎么努力 也没法成为她那样的人 光艳一脸纠结道 毛利兰忙笑道 我觉得飞驰哥的意思应该是 你会变得比他更优秀 并没有别的意思 一分钟后 光艳鞠躬告辞 那我先回去了 今天谢谢你 小兰姐 路上小心 毛利兰叮嘱完 心里松了口气 现在小学生的想法 真是太复杂了 关系有点乱 她差点没法搞定 嗯 接下来还有一个 十多分钟后 街边的甜点店 我喜欢柯南 可是她好像 有喜欢的人了 不美一脸失落 你是说小I吗 毛利兰问道 不是 不美看着毛利兰 是小兰姐姐 毛利兰失笑 怎么可能 这是女人的直觉 不美认真道 毛利兰 所以请小兰姐姐告诉她 你已经有心意哥哥了 让她死心吧 不美神色坚定地说完 又垂下眼眸 沮丧道 不然的话 柯南就太可怜了 因为我 好像也喜欢持哥哥 昨天泽口小姐 一直在看持哥哥 肯定是觉得持哥哥 很靠得住 又喜欢小孩子 是个很好的人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可是她好像不喜欢任何人 只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这种喜欢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年龄差距太大了 柯南和你也是一样 而且柯南比我可怜 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毛利兰逗逗言 是 是这样吗 还有 柯南也喜欢跟持哥哥待在一起 每次出门 她和辉原都喜欢坐持哥哥的车 不美皱了皱眉 那样就更不对了 她可是男孩子 毛利兰 Sigma 明明是我先认识持哥哥的 不美突然就有点委屈 不过 我还是不清楚 自己到底 喜欢柯南 还是喜欢持哥哥 毛利兰又是一通安慰 开解 跟之前和光燕说的差不多 谢谢你 小兰姐姐 不美诗然鞠躬 告辞离开 我先回去了 路上小心 毛利兰叮嘱 目送不美离开 想了想 愣是没捋清那混乱的感情纠葛 两个孩子诗然了 她迷茫了 她 需要求助 两个小时后 柯南用蝴蝶结变生器 恢复宫腾心衣的声音 跟毛利兰通着电话 什么 就是 毛利兰有些头疼 柯南好像喜欢上我了 柯南被戳破心思 连忙反驳 你胡说些什么呀 谁喜欢你了 笨蛋 啊 毛利兰一愣 你怎么这么肯定 这 这个 柯南遗憾 敷衍道 小孩子的恋爱就像出麻疹 不用放在心上了 旁边 在自动贩卖机前买东西的女人 疑惑侧目 你认真一点行不行 毛利兰无奈 随即又道 那她有没有 可能喜欢飞驰哥呀 柯南一震 反应过来后 瞬间被吓出一身鸡皮疙瘩 笨蛋 那更不可能了好不好 你一天是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毛利兰想了想 那大概是我胡思乱想吧 柯南好像是因为喜欢跟飞驰哥一起玩推理游戏 而且那些孩子都还蛮喜欢她的 就是说啊 柯南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小兰最近是不是看了什么奇怪的 或者漫画 怎么会产生这么恐怖的想法 吓人 那柯南喜欢我的是 毛利兰纠结 那你就不要搪塞 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 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柯南发觉电话摊的老夫人疑惑苗她 憨了憨 没有再说下去 总之 就是这样 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 背后停 一处街道上 一辆黑色节路池 Zalas停在路边 阿帖 车上 脸上长着雀般的欧洲年轻人 侧过头 打了个喷嚏 贩卖机前 一个一脸落腮胡 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 转头看了看 收回视线 买了两包常见的烟 转身回到车里 将烟放进储物格后 才问道 老板 你是不是感冒了 才这么一会儿 就已经打三个喷嚏了 不像 池飞池开车离开原地 大概是有人 在背后念叨我 应取言难侧目 这就是一本正经的疑神疑鬼吧 他怀疑自家老板有 被害妄想症的倾向 不过他不方便说破 那今晚我们要不要去西多摩市看看 该确认双塔大楼的安保情况了吧 你想去可以去看看 我不去 池飞池平静盘点 家里没米了 要去超市买袋米 再吞点酒 调味料也没多少了 吃了饭我还要洗衣服 洗衣服 应取言难有点猛 这么苦的老板 还要自己动手洗衣服 好为何 不对 重点应该是 为了洗衣服 就不去那边盯着 这种脑回路 真的没问题吗 洗衣服怎么了 池飞池一脸自然从容的反问 没 没什么 英取言难忍住想吐槽的冲动 算了 老板高兴就好 没多考虑就到 那我也不去了 勤酒和福特加 应该会过去吧 有他们盯着绰绰有余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勤酒也不会去 吃飞吃到 今晚跨界歌王第四期开播 他肯定要守着看节目 英取言难 一个个都这么任性滑水 你们那个组织的 BOSS知不知道 背护艇 一叮目 一辆车子放慢速度 转过商业街 开向住宅区 沉默了一路的英取言难 这才出声介绍 119号 在住宅区最外围 背后是通往废弃工业区的马路 一般不会有什么人过去 池飞池靠边停车 下车道 你来开 在附近转几圈 今天他易容跑出来 是为了考察自己的新地下训练场 之前新地下训练场 交给英取言难负责 英取言难选的地址 就在背户艇 一叮目离他那里也不算远 建造已经开始半个月 他还没来看过 英取言难下车绕到驾驶座 上车后朝住宅区外围开去 继续介绍 附近有两栋就住宅楼 从两年前开始 就已经没什么人在那里居住了 还算清静 有什么动静 也不担心惊动到别人 巷子口出来就是这条路 再加上后面公路的地方 可以建造一个车库 在车库里停辆车 出了事也方便撤离 真到了需要撤离的地步 车恐怕没用 时飞迟到 不过开车来回 确实会方便很多 英取言难失效调侃 那要不要让他们改一下屋顶的设计 让直升机能停得下去 持飞迟想了想 把屋顶改成可以开启 关闭的铁壳 英取言难一噎 他就是开个玩笑 老板来真的 持飞迟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 直升机是能买得起 不过后期保护 维修会很麻烦 先见了再说 安全撤离通道 有没有设计好 英取言难 没在想直升机的事 点了点头 地下训练场 有三个安全通道 通往不同的方向 其中有一处是住宅楼 我也买下来了 同样可以建个车库 停辆车 方便撤离 资金还够吗 持飞迟拿出手机 虽然训练场 安全屋的建造 组织会提供一点资金 不过实在不多 他要改一个可以开启 关闭的金属壳屋顶 材料费需要自己想办法弄钱 之前林木财团为了入股Thank 从小田切明也手里买了股份 再加上综艺节目的广告费 仓木蚂蚁歌曲发行的收入 公司网页上的一些大小收入 小田切明也手里有钱了 把之前创建公司时 向他借的钱还了一点 给他转了一千万日元 正好手头又宽裕了一点 英曲延南忍不住半开玩笑道 老板 你再这么下去 会让我兑钱没有概念的 我都觉得有些麻木了 麻木就对了 持飞迟给英曲延南赚了九百万 又给绿川沙西赚了一百万 绿川沙西那边 是搜集情报的报酬和生活费 其实 别看组织老师空手套白狼 但对核心成员的活动经费 还真没扣门过 再加上大量的黑钱流水 养出一群对金钱麻木的蛇精病 当人不需要为物质烦恼的时候 就会更追求精神享受 也正是因为这样 组织里的核心成员 反倒没几个大手大脚的 而是更注重精神享受 而且由于组织的黑色性质 演变得很极端 比起一只千金冲面子 或者博美人一笑 大家貌似都更喜欢一只千金买把好枪 据报别人的头两人去了 119号住宅附近 停车远远看了看 住宅还在动工 地下层建造还没有完成 之后还会在上面再建起一两层 不过重点还是在地下 大概了解一下建造进度 剩下的也没什么好看的 池飞池没待多久 离开后 带着英曲延南开启背护艇 一丁目巡游模式 既然安全屋和地下训练场选在这里 那就有必要将附近地形都摸透 最好再延伸出去 预先制定几条紧急跑路的路线 傍晚 池飞池换了车 卸了易容 去超市买米 酒 食材 英曲延南帮忙搬东西 顺便蹭了一顿晚饭 饭后 见池飞池准备洗衣服 有点坐不住了 连忙站起身道 老板 我来帮 不用 别碰我衣服 池飞池抱着衣服去洗衣间 英曲延南 警号 想帮忙 还被嫌弃了 池飞池把衣服丢进洗衣机 调好就到了客厅 跟英曲延南一人一杯酒 打开电视 准备看节目 有洗衣机 洗衣服本来就不是什么麻烦事 广告时间进去一趟 等节目播完 一堆衣服就搞定了 而节目 才播完 请酒就打了电话 池飞池接通了电话 喂 我们没去 在家看节目 下期会更有意思 记得看下期 英曲延南 请酒打来的 请酒还真的 守着看综艺节目 我这里制作好的还有两期 不过 我建议你等 开播再看 保留期待 池飞池到 也行 请酒没有在节目上多聊 弗兰特那边有消息了吗 炸药的是有点眉目了 不过圆都一郎的防备心很重 不清楚 那是不是用来试探弗兰特的陷阱 需要确认 至于那个军方药员那里 他们藏得很严实 弗兰特暂时还没有接触到相关的消息 池飞池说完情况 直接问道 你那边炸药不够了 用过这一次 我这边就不剩多少了 请酒沉默了一下 不过弗兰特那边不用急 炸药的是 等这次的事处理完 我再去解决 池飞池无话可说 请酒口中的不剩多少 可能还够炸五六栋大楼吧 请酒平时车子 住所 大楼的炸过去 以这种使用频率 确实用不了多久 不过打消耗品装备 跟打钱没多大区别 这个请酒擅长 虽然弗兰特那边的一批 暂时弄不到手 但只要有炸药的情报或者线索 多多少少都能弄到一点 不至于混到林库存 聊了两句 等池飞池挂了电话 应取严难 才一脸木然地问道 老板 双塔大楼那边的事 不重要吗 这两个人为了节目 连看都不去看一眼就不说了 打个电话 聊完节目就聊别的事 双塔大楼的事 一句没提 怎么 你是担心 他们提供假的安保 防卫情报 还是担心他们偷懒 调查得不够清楚 池飞池收起手机 想了想 还是跟应取严难解释了一下 很简单 谁确认安保 谁负责去安置炸药 我们只看最后的结果 如果到时候 主机室没被炸毁 就说明负责的人 可能有问题 勤酒会解决掉负责的人 再安排另外的人 去安置炸药 应取严难一愣 这么一想 还真没必要盯着 实非实坦白 不过追根究底 还是想看看节目 休息一下 不然去盯着会更好 应取严难 懂了 就是看心情 对吧 当天晚上 三个小黑 悄悄前进了 双塔大楼A塔 确认里面的安保情况 而B塔的67楼 西多摩市市议员 大目言松 被另一个小黑 一刀捅死 迟非迟第二天 早上接到警方电话 以自己有事情 要忙为理由 拒绝了过去提供线索 反正毛利小五郎 少年侦探团 那群人会去 有他没他都一样 日常起床晨练 去帮弗兰特 重新易容 翻翻组织的情报 中午补补觉 晚上出门开车兜兜风 帮请酒确认一下 交易目标的情况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另一边 警方跟毛利小五郎 等人谈了一天 依旧没有犯人的头绪 光艳 不美 袁泰三个孩子 约了第二天 去找几个嫌疑人了解情况 不过到了第二天 刚会合 就被柯南逮住了 你们在打什么算盘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柯南盯着三人 你们肯定在想 我要是知道了 又会以危险为理由阻止你们 对吧 叮咚 袁泰干笑 答对了 柯南没有阻拦三个孩子 跟三个孩子搭上电车 准备一起行动 这次就算了 以后可不能擅自行动了 电车上 柯南半月眼瞥三个孩子 我们也不是完全没准备 光艳忍不住拿出 自己口袋里的三个小瓶子 这是装了辣椒粉的瓶子 袁泰从外套下拿出水枪 我的水枪里装了油 要是有人敢追我们 一定让他摔个四脚朝天 不美拿了绳子 不美从口袋里 拿出一截绳子 又拿出手机 还有 我还带了一栋电话 设置了木木警官的号码 为紧急拨号 柯南一头黑线 你们准备的还真充足啊 今天不是去了解情况吗 怎么直接上升到了 怎么打犯人这一步 光艳叹了口气 没办法啊 如果池哥哥 知道我们行动不做准备 又要冷着一张脸盯着我们了 袁泰鬼鬼祟祟的左右看了看 低声吐槽 虽然他平时也经常冷着脸就是了 柯南心里呵呵 原来是这样 不过别乱吐槽 小心召唤出池飞池 这次池哥哥 好像不打算参与调查这个案子 光艳正色道 我们要更努力才行 不是还有我吗 柯南心里不服气 不过也有点担心 最近池飞池太咸鱼了 上次道尔失踪的事件 就没参与调查 连从他面前跑过去的歹徒都没管 这次发生了命案 池飞池连去警示厅了解一下情况 都懒得去 那家伙没事吧 是最近太忙 还是丧失了对推理的兴趣 这么说的话 会员说他今天要收拾东西 也没一起来 光艳拿出记事本 那我们去了解情况 他们想知道的话 再告诉他们 今天准备先去谁拿脸 柯南问道 有嫌疑的人有三个 建筑家风尖音宴 程序师袁家明 日本画画家如月风水 三个孩子将嫌疑人住址 都调查清楚了 还根据路线做好了规划 先去了风尖音宴 和如月风水家里 跑了一下午 等柯南和三个孩子 从如月风水的工作室出来时 天色已经黑了 已经六点了 柯南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先回去吧 明天集合去袁先生那里 与此同时 袁家明家里 已经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动动动 袁家明刚把巧克力蛋糕 放到桌上 倒好咖啡 听到敲门声 上前往猫眼外看了看 门外的人 有着一双紫色的眼睛 神情冷淡 他前几天才见过 不算陌生 时先生 袁家明心里疑惑 在将门打开到一半时 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脸色顺变 不由后退两步 背上也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你是 黑衣服 门外的驰飞驰黑色长裤 黑色冲锋衣外套 除了拉链拉上后 露出的领口处的T恤是白色 几乎是一身黑 那天 驰飞驰穿的燕尾服 也是黑色 不过因为黑色燕尾服 有重视的意义 他没怎么在意 以为驰飞驰是表达来访的诚意 或者是基于集团大少爷的身份 想穿的正式一点 但今天驰飞驰一身 简编干练的休闲装还是黑色 还在这时候突然登门 答案已经够明显了 那位大少爷 居然也是那个组织的人 而且 对方居然早就摸到他周围了 他却一点都没察觉 时飞驰从口袋里 拿出一双手套袋上 推开房门 直视着一脸紧张的袁家明 声音依旧平静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马可 这是我的代号 今天不会停留太久 也不会跟其他人接触 他连易容都懒得易容了 随着门被彻底打开 站在一旁 穿黑色风衣 一头长银发的男人 也出现在袁家明的视野中 同时 面朝他的 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袁家明下意识地 又往后退了一步 请 请酒 拉克这个代号你不陌生吧 请酒抬枪对着袁家明 银发下的目光 如鹰损一般锐利沉冷 你在窃取的组织资料里 应该见过这个代号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袁家明慢慢往后退 时飞时越过 袁家明往房间里走 看了看客厅 发现没有摄像头后 直接走到电脑前 按下开机键 请酒冷冷一笑 走进门 一步步将袁家明逼退到屋里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告诉我 为什么背叛组织 有没有人指使你 虽然不指望能问出来 但问一问 要是袁家明因为恐惧说出点什么 那也是意外收获 袁家明一直退到桌旁 碰到桌子才停下 顺手拿起桌上 切蛋糕的银色餐刀 指向请酒 别 别逼我 我只是想离开组组织而已 请酒 时飞时站在电脑桌前 弯腰看电脑屏幕 双手在键盘上敲击 头也不回到 他删除了五天前的操作记录 请酒盯着袁家明 五天前 你做了什么 袁家明咬了咬牙 那些资料我送出去了 如果你们杀了我 那些资料就会被人发现 你们的所作所为 也会被公诸于世 请酒侧头看时飞驰 能不能还原操作记录 有难度 时飞驰判断了一下 就算找组织的程序师过来配合我 至少也要半个小时 请酒 嘴角扬起森冷地笑 又转头看向袁家明 那你就守着这个秘密下地狱去吧 再见了 咻 装了消音器的枪 发出一声轻响 袁家明一脸惊骇地低下头 看了看胸口衣服上蔓延开的鲜红 亮呛了一下 往后倒去 在倒下时 右手依旧紧紧握着参刀 左手用最后的力气 将拇指和食指圈起来 中指稍微伸直 他没预料到驰飞驰的出现 手边没有可以暗示驰飞驰的东西 只能希望有人能发现 请酒收起枪 看了看地上的痕迹 没有在意袁家明手上的银制参刀 走到驰飞驰身边 不用叫人过来 还原操作记录了 嗯 驰飞驰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磁盘 放进连接电脑的读写机里 操作者解释到 重装系统 大概五分钟 可以完全清空电脑 在这里停留半个小时 是很冒险的行为 而且还原操作记录 最多只是确认 袁家明有没有将资料复制出去 既然那些资料里有炸弹 根本不用找人来还原操作记录 在其他人查看那些资料时 定位会直接发送出去 到时候 他们根据定位找上门就可以了 请酒戴上手套 拿出一个塑料袋 在周围搜查了一下 将袁家明家里的磁盘全部收走 驰飞驰将电脑清空后 取出磁盘 关机 转头看了看袁家明手上的餐刀 没有提醒请酒 收回视线时 发现袁家明左手的动作有些不自然 略意沉思之后 嘴角扬了一下 视线没有多做停留 袁家明这家伙还真是 这么模糊的提示 柯南要是能猜出来 那就是开挂了 而且猜出来对他的身份暴露 也没多大影响 倒是很可能会让柯南迷惑一波 可能还会有人背个黑锅 不用管 两人又检查确认 没有留下脚印之类的痕迹 出门后 顺便降门带上 上车 走人 一夜过去 少年侦探团再次行动 准备到袁家明家里调查 柯南发现 会员埃也来了 有些意外 你怎么也跟过来了 我对那些游戏程序也感兴趣 想去看看 会员埃一脸无感地解释 你是打算自己体验 还是想找点礼物送别人 柯南已然看穿了一切 一边跟着三个孩子 往袁家明的住处走 一边道 我们都收到了礼物 吃哥哥不可能没有 不过那家伙 好像什么都不缺 给他挑礼物 是最麻烦的 也就喜欢打游戏这一点 可以作为一个考虑方向 会员埃半月眼看柯南 侦探什么的最讨厌了 看破也别说破不行吗 不过 他似乎不想查这个案子 柯南又摸着下巴道 最近对事件都不怎么感兴趣 我倒是觉得 别变成那种 一有案子 就往现场跑 遇到什么事都喜欢 追根究底的侦探比较好 会员埃一脸冷淡道 池飞池不再是好事 有池飞池掺和 真的很难让他下定决心 昨天他一个人 跑去真池电影院看电影 看着电影里女主角的哥哥 带着女主角逃跑 被杀害 他突然想起了 公野明美和池飞池 不过 想到池飞池的时候 他脑海里突然就冒出叮叮当 叮叮当 铃儿响叮当的旋律 一瞬间就只剩无语 而且 大代那天唱了很多遍 他前天 昨天晚上睡梦里 都会出现这段旋律 简直有毒 一群人到了袁家明家里 发现门没锁 推门出去后 就看到袁家明 倒在屋里的尸体 跟上一个被杀害的大木严松一样 尸体旁掉落了一个破碎的小酒杯 是同一个犯人做的 柯南看着警察 从现场受到 证物代理的碎裂小酒杯 凝神思索着 走到角落里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小酒杯的碎片上 没有沾染血迹 说明是袁家明死亡之后一段时间 才被人放上去的 凶手在现场停留了很久 杀人之后几个小时又回来了 还是 电话响了两声 被接通 那边没有任何声音 柯南看了看手机 确认号码没打错 又对电话那边道 喂 是池哥哥吗 我是柯南 我知道 电话那边终于传出熟悉的男生 有什么事 如果是案子就别说了 我要睡觉 柯南一夜 虽然那边的声音依旧平静 不像有起床器的样子 但他总觉得 现在跟池飞池谈案子 不是明智的选择 那没什么事了 你睡吧 第一 电话挂断 柯南看了看时间 都已经上午十点多了 池飞池那家伙 昨晚不会又熬夜了吧 一转头 三个孩子就在身后 柯南 你果然打电话 向池哥哥求助了 袁太撇柯南 池哥哥有说什么吗 不美问道 他会过来吗 光艳追问 没有 他说他要睡觉 柯南无语 他也不是求助 只是想跟池飞池沟通一下 推理好不好 背护挺 池飞池挂断电话 继续睡觉 昨晚他和秦九 又去西多摩市 杰弗特家 应取延南 之后又分了一下 从袁嘉明家里 带出来的瓷盘 一人一半 确认瓷盘里的内容 虽然只是粗略确认 但里面的资料也有不少 看了三个多小时 一直到早上六点多 看时间差不多了 又跑去给弗兰特 重新一容 等八点多 他才睡下 没睡两个小时 就被柯南打电话吵醒 实在没心情 去听柯南说案子 组织这群夜猫子 完全打乱了 他在青山第四医院 养成的良好作息习惯 他已经放弃挣扎了 反正最近 白天气温回升了不少 出门对穿黑衣服的人 不太友好 白天睡觉也好 一觉睡到下午四点 池飞池起床后 出门给飞翅 飞沫带了食物 喂喂宠物 吃过饭 天也黑了 带上瓷盘一容出门 东京的街道上 一辆车子转进巷子口 前方 黑色保时捷356A前 请酒背靠车子 低头看手机 池飞池停好车后 下车上前 我这边没找到 他转移的资料 我这边也没有 请酒没有抬头 从封衣口袋里 拿出两张瓷盘 递给池飞池 看来他确实 把资料送出去了 池飞池接过瓷盘 转身放回车里 确认袁家明家里 那些瓷盘的内容 除了想找找袁家明 有没有把窃取的资料 存进瓷盘里 也是为了把袁家明 为组织开发的程序 找出来 程序开发还未完成 按袁家明之前 跟请酒说的 开发进度还没到一半 不过没关系 没了袁家明 他们可以交给 其他人继续开发 比如 某个为了女神老婆 把自己搭进去的程序师 石川信南 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替补 石川明天再联系 请酒抬头 将手机装回 封衣口袋里 嘴角露出森冷的笑 有人查到了 公野明美生前 偷偷租的公寓地址 福特加已经提前过去 那边搜查了 我们也过去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 能将雪莉那个叛徒 逮出来的线索 池飞池看着请酒 沉默了一下 福特加搜查 请酒也沉默了一下 那个女人 应该不会留下 什么明显的线索 破坏了 没什么 池飞池转身上车 这些事 他大概了解一点 虽然公野明美已经死了 但对公野明美 生前活动轨迹 身边好友信息的调查 一直没有终止 为了消除组织的痕迹 也是为了追查 目前还在叛逃的雪莉 那些线索 会一直有人跟着查下去 有重要线索的时候 才会告知 负责追查的请酒 至于让福特加 先过去这种操作 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对 请酒高兴就好 夜里 街灯照亮寂静的道路 一辆三层公寓楼前 两辆车前后停下 池飞池戴了手套下车 瞥见请酒 也戴了一双手套 抬头看了看天空 看来今晚要多待一会儿 不过不用担心遇到意外 应该有乌鸦跟着他 到时候可以帮忙预警 昏沉的夜空中 两只乌鸦飞到公寓楼的 阳台边缘停下 请酒也抬头看了看 飞沫还没打算出门 毛已经长出来了一些 大概是觉得 没有以前好看 依旧整天待在家里 持飞持往楼上走 怎么 不放心 其他乌鸦用来预警 也没问题的 请酒收回视线 没再说什么 他又想养两只乌鸦来预警了 不过 一想到还要喂养 训练 培养感情 算了 需要预警的时候 直接带上拉克就行了 拉克就不用他操心喂养 比较省事 三楼一个房间里 福特加站在书架前 劈里啪啦翻东西 不时看看手里拿的东西 随手丢到身后 翻得气喘吁吁 持飞持推开房门 看着一地狼藉 沉默进门 无话可说 福特加真的辛苦了 搜查到自己都累成这样 请酒也沉默着跟进门 是他让福特加掀过来的 也没提醒福特加 别破坏现场痕迹的 当时他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 现在 无话可说 大哥 拉克 你们来了呀 福特加暂停了翻箱倒柜的举动 转身打招呼 是这间吗 请酒默默无视了地上的狼藉 我刚才给公寓管理员看过照片 已经确认过了 福特加到 请酒进门 没想到他居然背着组织 躲在这种地方 房租事先预付了一年 电话 也一直是电话留言 福特加认真说明情况 有邻居说 有时会听到有电话打进来 很快就转进电话留言 可是当我刚要听电话录音的时候 却发现一件怪事 看着福特加这么认真 池飞驰都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却被翻乱的书架前看了看 生物学 生理学的书籍一堆 请酒也走到书架前 随手拿起一本生物类的书 笃定到 留言并没有被录音 哎 福特加惊讶 随即嗡了一声 确认了请酒的推测 到底是谁会做这种奇怪的事 很明显 这个公寓不止公也明美知道 来过 池飞驰走向沙发上坐下 没什么好看的了 痕迹都被福特加破坏得差不多了 对于一个打不通 只有语音留言的电话 一直打根本就不是为了通话 哼 女人毕竟是女人 请酒冷笑一声 将手上的书随手丢到身后 反正痕迹都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也不差他这一下 从封衣口袋里 拿出一张磁盘 福特加 车子里面有电脑 把它拿来 里面有组织新开发的 逆向追踪程序 用这东西 20秒就可以追踪到 打电话过来的人的位置 知道了 福特加咧嘴笑了笑 转身去拿楼下拿电脑 请酒离开书架前 将磁盘放到桌上 也在沙发上坐下 池飞池突然道 你刚才向着推销卖磁盘的 请酒瞥了池飞池一眼 仔细想了想 是有点像卖碟片的 收回视线 往沙发上一靠 交叠起腿 至少要让福特加知道 这东西是什么 强行找理由解释一波 而这个理由 池飞池真的没法反驳 等福特加将电脑拿上来 登了自己的账户 链接了磁盘和电脑 三人就在一旁等 拉克 福特加等得无聊 想找点话题 转头看池飞池 一眼就看到冲锋衣外套 拉链前搭了个舌头 噎了一下 你一直这么带着飞池 有没有被飞池咬过 没有 池飞池把飞池拽出来 放在手里盘 咬过其他人吗 福特加打量着 跟玩具蛇一样的飞池 咬过几个 池飞池道 福特加果断放弃了 伸手的想法 好端端的 他可不想被蛇咬一下 又突然失笑 对了 你好像对这张义戎脸 情有独钟啊 组织里还有一些小老鼠 勤酒道 一直看到他用这张脸 那些老鼠多少会觉得 这就是他原本的容貌 毕竟一直义戎成一个样子 是件很无聊的事 要是你看腻了 我可以换张 池飞池对福特加说着 准备动手撕脸 福特加遗憾 不用了 不过 一般都会在脸上 套上几层义戎吗 看心情 池飞池道 有时候也丢头子决定 丢到几就准备几层义戎 福特加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 勤酒突然道 这么无聊的话题 也能聊得起劲 哎 福特加一猛 毕竟这次的目标 跟原家明不太一样 池飞池默认了 心情不错的说法 虽然他心情不错 是因为期待某件事 但从组织的角度来看 学历对组织的了解 比原家明多得多 多再逃一天 组织的事 就越有可能被其他人得知 能抓到线索 当然是好事 他心情好 也说得过去 勤酒现在不急 是因为料定 雪莉从小在组织长大 清除组织暗藏的情报网 很广 不会随便信任其他人 同时 雪莉了解组织的作风 不会随便 把其他人拖下水 也就不会随便 把组织的事透露出去 或许 也有对性格方面的了解 勤酒也想到了雪莉的事 拉克 你在皮斯克家借助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皮克斯有什么异常 比如 在跟什么可疑的人来往 那段时间 我在忙着打游戏 又不是随时监视他 时飞迟到 就我接触下来看 大概是没有 嗯 勤酒沉吟了一下 那次他说 他得到了雪莉的消息 并且已经把人抓住了 我和福特加过去 并没有看到雪莉 反而遇到了一个 想暗算我的家伙 主动出击这种做法 根本不是雪莉的风格 他就只会想逃得远远的 也就是说 当时还有另一个人 大哥 你是怀疑皮克斯 设陷阱算计我们 福特加问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确实没有理由这么做 勤酒道 我也不觉得他会这么做 那个老头子 对组织的忠诚度 还是有保证的 只是跟拉克确认一下 他有没有问题 那么 福特加若有所思 那就是雪莉那边 找了个帮手 勤酒继续道 皮克斯没有撒谎 他确实抓住了雪莉 只不过 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有个家伙就走了雪莉 还埋伏在那里算计我们 石飞驰 救人的锅 请柯南背好 一个大胆的家伙 勤酒冷笑着 他察觉到了皮斯克的行动 瞒着皮克斯救人 还埋伏在那里 也是个聪明的家伙 不过 那个人做出这种行为 持飞驰顿了顿 年纪不大 或者对组织了解不多 雪莉没透露太多 不然不会这么冲动 他不是故意接柯南的底 而是勤酒肯定能想到 那个女人 确实不会对外多说 他没那么容易信任别人 勤酒认可持飞驰的推断 那我们慢慢抓人就行了 早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福特加咧嘴笑了笑 叮铃铃 桌上的坐机电话响铃 三人没在交谈 静静听着 电话响了两声 跳到了电话留言 我是公爷 现在不在家 同时 电脑里的追踪程序 也开始运转 请在发信音后 留下您的姓名和留言 低声之后 电话里传出一个 语气轻缓的女声 姐姐 是我 持飞驰锤眸 盯着手上的飞驰 嘴角微微扬了起来 可以感谢一下 现在坐机电话的通话音质 听起来跟一般年轻女人的声音 没什么区别 分辨不出是不是小孩子 福特加惊讶 不由转头看旁边的 请酒和吃飞驰 发现两人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双眼同样被头发 头下的阴影挡住不少 嘴角同样带着毫无温度的笑 嗯 拉克居然会笑 看来今天拉克的心情 真的很不错 他心情也不错 又要逮住一个叛徒了 福特加思绪飘了一下 电话依旧传出女声 后天要参加 双塔摩天大楼的开幕典礼 嘟 电话突然被切断 电脑上运行的程序 也跳出了无法探测的提示框 福特加一愣 忍不住一拳砸在桌上 可恶 差几秒就能追踪到了 叮铃铃 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 我是公爷 现在不在家 那边传出案件音 随即通话切断 电话录音被消除了 福特加惊讶 难道那个女人 知道我们在这里 不 不会的 秦九点了支烟 她之所以消除电话录音 是不想以后被人听到 她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在电话旁边偷听 偷自有点难听 时飞迟到 是光明正大的听 不是杠 好吧 就是杠 不过偷听这个说法 确实难听 秦九失笑 这么说也对 拉克 你运气还真是不错 正无聊着 叛徒一个接一个地送上门 她还会打电话过来吗 福特加问道 应该不会了 秦九站起身 眼里带着世人的嗜血之意 不过这已经够了 这次老天好像也站在了我们这边 福特加也笑了起来 后天双塔大楼的开幕典礼 被他们影响的我 都有些激动了 飞驰低声嘀咕 感觉自己现在激动不太对 仰头偷偷看吃飞驰 咦 等等 主人眼底的情绪 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那种死死压抑住的 如同看到猎物般的期待 立场歪了呀 主人 持飞驰确实期待 跟立场无关 就是想看热闹 满足一下自己的恶趣味 跟弗兰特那边的长线 又操心又无聊 有机会可以看看柯南一脸惊恐的表情 这就够让人期待的了 两天后 毛利侦探事务所楼下 准备去参加双塔摩天大楼的一群人会合 毛利小五郎 特地租了一辆座位多的车 等在楼下 林木财阀那位大小姐 还没来啊 说是已经出门了 毛利兰等在车旁 左手 右手抱着两束 打算当礼物送过去的红色勺药花束 车上 不美笑道 真是让人期待 光艳点头 一定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想吃麻鱼饭 袁泰更加期待 光艳顿时无语 应该不会有那种东西吧 柯南没掺和三个孩子的幼稚话题 等在车旁 低声问旁边的辉元埃 原专务 有没有可能是那些黑衣人的同伙 有这个可能 辉元埃低声回道 他们以前就在政务界 医学界 还有化学界等地方 吸收一些未来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那是一元大木先生呢 柯南问道 虽然有点不够分量 但还算年轻 辉元埃评价了一句 看着柯南道 不管怎么样 一旦加入了组织 对于想要推出或者背叛的人 等待他们的 就会是死亡的制裁 就像他们想杀我一样 旁边 听着两人说话的阿丽博士 也低声道 这么说 如果凶手就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的话 他说的是目前的嫌疑人 长盘美絮 择口之耐美 风尖阴艳 和如月风水 没错 柯南神色凝重道 那家伙和组织有关系的可能性极大 那关于凶手是谁 你还没有头绪吗 阿丽博士问道 还没有 柯南突然想起驰飞驰 很快又将驰飞驰的身影 从脑海里删除 遇到难题就依赖别人 可不是好事 不过 辉云哀正垂眸盯着地面 想着自己的心事 突然发现肩膀被人按住 疑惑转头看柯南 根本不用担心 他们对学动物医学的人 恐怕没兴趣 柯南一脸认真的调侃道 不过 小女孩还是可以依赖一下别人的 辉云哀一愣 反应过来 柯南是在说驰飞驰 无语反问 你是看不起兽医吗 没有 柯南低声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想打电话就打过去 别说的像是我跟他吵架一样 我只是想我姐姐而已 又不是最近才开始的 辉云哀一脸冷淡地反驳 不过心里也承认 以前能联系驰飞驰的时候 他打电话去听 公野明美的声音的次数 不算频繁 以前好歹还有个驰飞驰 能分享一下最近的动向 不打电话 也可以发邮件 跟驰飞驰说一声 他打电话过去 公野明美那里 也不会说自己的动向 不过从巴士事件后 他就想慢慢跟驰飞驰拉开距离 以免出事连累到驰飞驰 至于阿力博士 他借助在阿力博士家 牵连已经够深了 没办法 不过驰飞驰还可以推开一点 也就导致了 他突然发现 没人能分享平时的一些事 而且心里纠结担心着 打电话去公野明美公寓那里的次数 通话时间也在慢慢变多 前天晚上 就被柯南和阿力博士抓了个县城 还拔了他的电话线 强行中断通话 他能理解柯南的举动 这是很危险的行为 谁也不敢保证 组织的人有没有查到那间公寓去 虽然他都会在事后再打一通电话 把录音删除 但万一当时 正好有人在旁边听呢 只是 他还是忍不住想跟自己姐姐说说话 总之 前天晚上的电话录音 我已经消除掉了 柯南正色道 明美小姐的声音 我也录下来了 你可以播放着听 自己跟她说说话 没必要打电话过去 要是想找人分享一下日常生活 可以找池飞驰 我 阿力博士 我们都可以 会员哀抿了抿嘴角 没有多解释 他打电话 也是因为不想把公也明美 当成已经死亡的人 就像公也明美 还活着一样来往 不过打电话过去太危险 确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菲氏今天还是不打算跟我们一起去 阿力博士思索着 他是不是在闹别扭 从去家那家回来之后 他好像就一直没怎么跟我们一起去哪 上次在双塔大楼 也是偶然遇到的 会员哀不由低头思索 难道池飞是生气了 不会 柯南想到昨天收到的简讯 半月眼道 上次他给大家弹钢琴 也弹得很快乐 那家伙就是一点都不知道主动 你不打电话给他 他也不会打给你 你不理他 他也不会理你 而且 他似乎真的有很多事要处理 阿力博士正想问问柯南 为什么这么肯定 抬眼就看到 疑似林木原子的女孩 朝这边走来 之所以说疑似 是因为林木原子 将短发烫成了大波浪卷 嗨 让大家久等了 林木原子走着 抬手挥了挥 园子 毛利兰有些意外 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换个形象吗 我是学他把头发 烫成波浪卷的哟 林木原子笑着看了看灰云埃 只起身 抬手撩了一下发烧 怎么样 很像吧 柯南抬头看着 感觉似乎看到了 变大之后的灰云埃 林木原子发觉 柯南盯着自己 弯下腰问道 你有什么想说的 柯南忙摆手后退 没 没有了 你一定是看原子姐姐 看到发呆了吧 车上的光焰拆穿 真的吗 袁太立刻凑到车窗边 看外面的柯南 不是了 柯南挠头 车上 布美拉起自己短发的发烧 看了看 柯南喜欢卷发 池哥哥呢 池哥哥好像没表露过什么喜好 那要不他也去烫着波浪头试试 好了 你们到底还走不走啊 毛利小五郎忍不住催促 对 我们还是赶紧过去吧 毛利兰反应过来 上了车 林木原子这才注意到 毛利兰手上的两束花 有些疑惑 小兰 你打算带两束花过去吗 不是 有一束是飞池哥的 他不打算去参加开幕典礼 让我帮忙挑一束花送过去 毛利兰解释 你们这些大少爷 大小姐 还真是有够麻烦的 毛利小五郎 见人都上了车 发动车子开离原地 飞池哥本来也不经常 参加什么宴会啊 我从小到大 好像就在宴会上 见过他两三次 上次去参加 白鸟警官妹妹的 结婚庆祝宴 绝对是很给面子了 林木原子道 毛利小五郎嘀咕 美婿也是我的学妹嘛 所以他才让小兰 帮忙送花过去啊 我家以前举办的宴会 都不一定有爱 林木原子表示 池飞池已经很给面子了 对了 原子 你帮我拿一下 我得打电话 跟飞池哥说一声 毛利兰将一束花 递给林木原子 拿出手机 给池飞池打电话 红勺药 吸毒模式 跟足足双塔大楼 隔了三条街的大楼上 池飞池顶着一容脸 站在天台边 跟毛利兰通着电话 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你挑就行了 你们玩得开心 D 挂断电话 池飞池收起手机 昨天他已经联系石川信南 一通威逼利诱 让石川信南 接手了原家明的研发项目 而今天就剩下针对雪莉的行动了 秦九用望远镜 看着双塔大楼附近的情况 如果是送去 给刑台做装饰 红玫瑰比较好一点 恶恋 池飞池简短评价一句 也拿起一个望远镜 看大楼附近的情况 秦九的意思就是 送人家去死之前 还送红玫瑰 去调戏人家一下 真的恶恋 这话应该我来说 秦九道 无论是先跑去原家明面前晃一圈 再不加易容 就跑上门去 还是提前送花过去会场 都有够恶趣味的 我就不信 你没想过红玫瑰 是考虑过 池飞池用望远镜 盯着在大楼外停车场的一群警察 红玫瑰在中华古时期 有一个很有趣的寓意 代表着刺客 到后来 红玫瑰的意义 也变得跟西方一致 代表了爱情 其实 前世他有时候任性的时候 也会提前给暗杀目标 送朵红玫瑰 不过这次就算了 毕竟是以他对外身份送过去的花 不管是送给长盘美婿做开幕庆祝 还是对秦九说的 送给雪莉做刑场装饰 红玫瑰都不合适 会让人误会 虽然在日本 也有六十大寿送红玫瑰的说法 耶稣被出卖之后 钉在十字架上 鲜血滴在泥土上 长出的也是红玫瑰 秦九煞气十足地说了一句 转而说起正事 警方也过去了 毕竟出了命案 还死了两个人 池飞池用望远镜看了一下大楼外 木木十三 百鸟人三郎 温神小五郎 秦九评价完 又问道 那个案子的凶手是谁 那几个嫌疑人 你应该都接触过了吧 有没有什么头绪 根据毛利老师所说 警方在圆的尸体旁边 发现了破碎的小酒杯 大概是凶手特地放上去的 想让警方认为这是连环凶杀 而圆死的时候 没有作案时间的他 就会消除嫌疑 池飞池将望远镜移开 一直盯着那群警察也不太好 万一被发现就麻烦了 如月风水 圆的推测死亡时间里 正好有群孩子在他家里 可以给他做不在场证明 不管怎么样 虽然他把那些警察引过来了 有些麻烦 但有他吸引警方的视线是好事 秦九放下望远镜 池飞池也没用望远镜看太久 被对面双塔大楼里的人看到 镜片反光不太好 真的不用 我去会场确认一下 不用 秦九转身离开 天台边缘打电话 如果你想去 那也随你 算了 池飞池果断放弃 如果秦九让他去会场 帮忙确认雪莉在不在 他就跟毛利小五郎那群人一起过去 不过秦九直接让他带着狙击枪到这里集合 摆明了没打算让他去会场 而他如果明知大楼里一堆炸弹还跑过去 秦九就会开始想 他是迫不及待 想看看雪莉本人 还是 想去会场救人 要是到时候 他把那群孩子们带出来 秦九心里基本就有数了 对那群孩子也会关注 然后就会锁定某只萝莉 现在跑过去 可不是救人 而是坑人 装作对那群人的死活一点都不在意 才是正确选择 天色渐渐暗下来 受邀宾客陆陆续续将车停到停车场 进了双塔大楼 石飞池和秦九没去天台边缘盯着 距离远 死角多 盯也未必能盯到什么 就在天台上联系 确认一下布置 主机式的布置没问题 电器式的布置没问题 发电式的布置没问题 天桥上的布置没问题 40楼的布置 福特加去B塔60楼的天桥链接处 守着 秦九对通讯耳机那边道 要是等会儿 那个女人从天桥逃离A塔 就立刻抓住她 英曲 大楼外面K点巷口待命 石飞池也跟英曲严南通着电话 注意附近的情况 准备接应福特加 等会儿 大楼A塔会发生爆炸 逼着在A塔的人往B塔 或者往楼下撤离 到时候 福特加会去B塔盯着天桥 等电器是被炸了之后 唯一能从75楼撤下去的 就只有那个用备用电源的观光电梯 她和秦九 就在A塔对面的大楼 盯着走廊和观光电梯 可以说 这时制造了一个险境 又在两条逃生路上 布置了死亡陷阱 还不用他们去会场冒险的好计划 同时 爆炸也可以将在外面的警方引进去 大楼里大声爆炸 警察不可能不进去维持秩序 只会撤离吧 这样一来 他们这里解决完人撤离了 警方都未必能追出大楼 更别说跑来堵他们 不错的安排 就是有点废炸药 本来秦九的炸药肯定够炸A塔大楼 偏偏还要坑他一批炸药 池飞驰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 这次行动 他差不多提供了四分之一的炸药 比起秦九那边出的炸药 不算多 但用来炸自家老师和小伙伴们 心情就很微妙了 还有点小期待 这次真的能看到 柯南一脸惊恐的表情了 福特加已经往B塔60层去了 秦九挂断电话 对池飞驰道 会场那边有人死了 池飞驰从狙击枪瞄准镜里 看着从66楼网上的观光电梯 看到了 秦九也走到天台边 低头擦亮火柴点了支烟 等福特加准备好就动手 飞驰从池飞驰一领探出头 只可惜 从天台上不借用望远镜之类的设备 只能看到 夜里城市一座座亮起灯的大楼 还有下方被路灯照亮 如一条条金蛇般 蜿蜒出去的道路 夜景很美 不过他想看的看不到 你看不到 池飞驰将狙击枪先放下 把飞驰按回衣服下 好好躲着 柯南那边有追踪眼镜 可以夜视 可以拉近观测距离 还不会人像模糊 比黑科技还黑科技 他可不想 因为柯南看到飞驰而暴露了身份 飞驰有些遗憾地躲在衣服下 叹了口气 嘎呀 一只乌鸦叫着飞了过来 主人 主人 我来看热闹了 飞墨 飞驰又搜一下探头 请九抬眼 看到落在阳台上的乌鸦的星红双眼 视线上移 又看了看飞墨身上刚长出一层的黑色绒毛 沉默了一下 看起来真的挺丑的 啊 飞墨瞪大眼睛盯着请九 如果不是请九手里有枪 这么说话 真的会被打的 不如以前好看 请九收回视线 飞墨心里突然就舒坦了 这就说明 他以前很帅 等毛全部长好 一样帅 持飞是将飞驰拎出来 放在天台边缘 让飞驰爬过去 又叮嘱道 你俩离我远一点 刚用爪子 抓住飞驰的飞墨 如果不是 主人手里有枪 这么说话 也会被人打的 也离双塔大楼远一点 持飞驰又补充道 飞墨嘎叫了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抓着飞驰飞向对面的双塔大楼 看热闹去了 飞驰迎着夜风欢快吐蛇性子 突然沉默了一下 咦 请九好像在瞄我们 是吗 飞墨疑惑 转头看了看 可能是想看看我们吧 而在天台上 他们能听懂吗 请九用瞄准镜瞄着飞墨 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他的宠物却出现在会场外 被人看到他们 你会有麻烦的 应该能听懂 持飞驰故作不确定道 应该 请九顿时就不抱希望了 用瞄准镜观察着飞墨和飞驰 如果跑到会场那边去 那么在被人发现之前 他就给飞墨一子弹 打下来再说 飞墨偶尔会跑去其他地方蹭吃 持飞驰又到 跑到会场去也不奇怪 不过他肯定会被柯南怀疑一下 请九放弃了之前的打算 不过还是用瞄准镜看了看 发现飞墨只是停在 壁塔附近的大楼楼顶后 放下了狙击枪 也对 乌鸦其实不太喜欢人太多的地方 至于说听懂了持飞驰的叮嘱 怎么可能 除非飞墨成精了 持飞驰没跟请九解释 这么说也对 飞墨确实不喜欢人太多 太吵闹的地方 尤其是宴会会场之类的地方 等了一会儿 伏特加的电话打来 与此同时 宴会会场里 毛利小五郎 指控择口之奈美是凶手 而柯南也已经看破了 谁是真凶 在看到酒柜上的酒石 推测出原家明右手里 拿的银制参刀代表的意义 引用罗马音拼出来是 敬 而转换成酒铭 就是敬 请酒 等等 柯南皱眉 伸出自己的左手 模仿原家明尸体 被发现是左手的姿势 原先生的尸体被发现时 左手看上去很自然 好像原本在握拳 又突然松开 但大拇指和食指圈的幅度 似乎圆了一点 就像原本是圈起来的一样 既然右手暗示了请酒 那么 左手的手势 也是在暗示什么吗 哦 不 中指的幅度也不对 柯南将左手摆出那个手势 抬起来看了看 手册是一束 大拇指和食指圈起 中指向外探出一些 是字母 而忽略掉手册 只看手指 就是Q 不对 从大拇指和食指的圈出的原理 能看到中指 似乎比较像G或者E 好 那么 柯南正了正 脸上因为解开谜题 而激动的神情凝固了 RG是化学符号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RG联想出去 RGB是Red 红 Green 绿 Blue 蓝 的缩写 的缩写 好像也不对 Ry 有Pref 在的意思 意思是 琴九还会在杀人 如果加上他大拇指和食指的圈 R是矿石 等等 如果是虎口处表示英文呢 那就是 Ry Ry 黑麦威世界 东京某个街头 赤锦秀一刚在自动贩卖机前买了一瓶罐装咖啡 突然忍不住 转头打了个喷嚏 感冒了 抬头看了看天空 今晚天色还真是黑 就在刚才 月亮也被乌云遮挡了 对面远处大楼的天台上 福特加 我知道了 琴九挂断电话 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个遥控器 将红色按钮按了下去 轰 对面的双塔大楼传出爆炸声 传到大楼天台上 已经有些听不清楚 对面A塔窗口透出的灯光 从高处往下 一层层快速熄灭 池飞池看着大楼灯光一层层按下去 思绪飘了一下 不知道柯南有没有猜到 袁家明留下的死前讯息 一个是Jane 柯南应该已经猜到了 至于另一个比较模糊 R和E 真正的意思应该是Ricky和Ice 拉克 眼睛 想表达的意思是 来杀我 还有戴好拉克的人 他的眼睛比较特殊 不过传达的信息太少了 如果不是事关他本身 他也不会想到 Ricky和Ice这两个英文单词 毕竟R开头 一开头的英文单词不少 而且 这两个字母 加上虎口表达的英文 组一组 还是个酒名 Right 连大小血都符合 袁家明大概不清楚 组织还有过这么一个人 莫名其妙 就给赤锦秀义丢了一个锅 哪怕以后这个锅肯定会被摘掉 但现在他 还是可以喜闻乐见一下 大楼里 宴会会场里的人 发现脚下摇晃了一下之后 电灯也全部熄灭 听保安打电话 说地下四楼电器室 和打发电室发生爆炸 木木十三 立刻带着警方组织人员疏散 撤离大楼 封间音验说了 观光电梯是用备用电源的事 不过一次只能搭乘九人 要运完所有人太浪费时间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 白鸟人三郎焦急问道 有 走紧急通道 楼梯到六十楼 封间音验道 可以通过连接壁塔的天桥 到壁塔去 木木十三立刻道 好 女人 老人和孩子 搭观光电梯下去 其他人走楼梯撤离 现场唯一的一群孩子 少年侦探团 也被安排进 第一批搭电梯撤离的人里 不过在柯南打算上电梯时 电梯却提示超重 干脆就留下来 跟毛里兰 林木原子搭下一趟 而如月风水说自己还不老 要走楼梯下去 提前离开观光电梯前 观光电梯一直到六十六楼 又突然停下 发现外面 有个抱着婴儿的女人 袁泰 光艳 不美 和辉元哀 又主动下了电梯 让女人搭电梯下去 其他三个孩子的手表 在玩游戏时交出去了 好在辉元哀身上 戴了手表型手电筒 不至于一片漆黑 又到六十六楼来 光艳看了看四周 之前还跟池飞时来过 不算陌生 那要不要去弹当琴啊 袁泰悦欲试地提议到 池哥哥之前交的那一段 我已经学会了 等下一趟电梯到这里 我们再搭电梯下去 其他人一个亮枪 虽然看到熟悉的地方 大家心里都安定了不少 但也不能这么没心没肺 还跑去弹钢琴吧 下一趟电梯 肯定也搭满了避难的人 我们搭不了 还是赶快走楼梯去六十楼 通过天桥 去B塔避难比较好 辉元哀提醒着 突然有点庆幸 池飞池没在 以池飞池 那过分淡定的性子 和偶尔奇怪的脑回路 搞不好 还真会在这种危险的时候 跑去弹一下钢琴 双塔大楼对面的天台 琴九用狙击枪 观察着观光电梯下降 见电梯停了一下 皱了皱眉 不过也没说什么 他们所在的大楼 没有双塔大楼那么高 只有电梯到了六十楼 四零楼中间 才能看清电梯里的情况 六十楼以上 有福特加守在天桥处 负责盯着避难的人 虽然他不觉得 有人能在最终爆炸之前 从七十五楼 直接跑楼梯到一楼 但双塔大楼下不远处 有英曲阎南和两个外围成员 在不同的地方盯着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人绝对不可能悄悄跑掉 随着观光电梯 石飞驰也从狙击枪瞄准 镜里看了看 不在 嗯 琴九又看了看 这边能看到的走廊 等下一趟 随着第一批人下电梯 观光电梯再次上去 搭着第二批人下降 七十楼 六十八楼 六十六楼 六十四楼 一直到观光电梯 降到五十六楼时 琴九嘴角露出冷笑 找到了 石飞驰也从瞄准镜里 看到了一个 顶着棕色大波浪短发的 女人的身影 侧脸确实跟雪莉很像 正转头 跟一旁的毛利兰说话 琴九大概没留意到 在一旁 还跟着一个蓝蓝的小不点 不过 池飞驰稍微留意了一下 五十一楼 视线还有些被遮挡住 你来还是我来 琴九问道 谁抢到算谁的 池飞驰道 琴九冷冷笑了笑 头颅 池飞驰懂了 心脏 四十九楼 观光电梯里 柯南宁神思索着 电器室被炸的原因 抬头突然发现 跟毛利兰说话的林木园子 很像雪莉 再一看观光电梯 面对着对面大楼的 透明玻璃观景窗 脸色一变 顿时明白过来 转头用追踪眼镜 锁定对面大楼 适合狙击的天台 眼镜夜视效果下 对面大楼天台 两个黑衣人 架枪瞄准着他们这边 其中一个光看随风飘扬的银发 他就能认出来 琴九 还有一个 由于被正对着这边的狙击枪挡住脸 看不清容貌 只能隐约看到挺拔的身形 和金色的碎法 居然安排了两个狙击手 丧心病狂 夜空中 飞沫抓着飞翅停在半空 瞪大眼睛看着 飞沫 我突然好紧张啊 主人不会真的开枪吗 我有点紧张 观光电梯下降到47楼 穿衣风格很奇特 池飞驰瞄着人 忍不住说了一句 白色外套 红色连身短裙 脖子上还系了紫色丝巾做装饰 那大概是林木园子吧 跟原剧情一样 这姑娘跑去烫了个和辉原哀 很像的大波浪卷 她倒不是吐槽林木园子穿衣品味差 不过在组织核心待过的人 还是一个再逃的叛逃者 一般不会做这种 比对太过鲜明 容易引人注意的打扮 琴九心里也疑惑了一下 拉克没接触雪莉 他接触过 确实不可能会做这种打扮 也可能是故弄玄虚 杀了再说 两个红点在林木园子身上移动 一个到了林木园子心脏 一个越过脖子 往头部移动 柯南一身冷汗连忙大声喊道 园子姐姐 你的底裤露出来了 啊 林木园子下意识地伸手按住裙摆 同时也慌忙低头去看 柯南也装作被林木园子带倒 往地上摔的时候 脚夹大力道 踢了一下林木园子后脚踝 穿高跟鞋的林木园子 一下站不稳 立刻摔倒在地 平 平 两颗子弹一高一矮 几乎同时打进电梯按键后 电梯按键里冒出一阵黑烟 随即悬停 驰飞驰在扣动扳机后 看到人突然消失在镜头中 也没觉得意外 看柯南也摔到地上 林木园子 估计是被柯南绊了一下 刚才他们的视线 集中在林木园子头部和心脏 连他的瞄准镜里 都没法看到 小个子柯南做了什么 更不用说请酒那边 估计还在想 是不是瞄准镜里的目标 突然自己摔了 还带倒了一个小孩子 啊 啊 观光电梯里 林木园子坐起身 快速扭头看周围 神色惊慌茫然 什么 什么 发生什么了 电梯怎么停了 对面大楼的天台上 驰飞驰沉默了一下 雪莉 勤酒也沉默了一下 不是他 雪莉不可能这样子 除非逃离组织之后 脑子坏掉了 驰飞驰放下狙击枪 用夜视望远镜 看了看电梯里的情况 所以 别说斗逼不好 斗逼性格可以救命 当然 前提是 能有表现斗逼性格的机会 要是没有柯南 估计林木园子 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已经凉了 我好像看到了 我老师的女儿 哦 勤酒也放下了狙击枪 同样拿夜视望远镜 看了看 那边 电梯附近的楼层 发生了爆炸 一群人也不敢停留 在停下来的电梯里 毛力兰拖着柯南 打开了电梯顶层板 自己爬了上去 在两个夜视望远镜下 表演了一出 徒手掰开电梯门 池飞驰 掰门那个 勤酒 之前毛力兰打电话 问池飞驰去不去开幕典礼 之后又打电话 问池飞驰送红色勺要过去祝贺行不行 他都是在场的 原本还觉得 是个温柔的女孩子 人不可貌相 池飞驰判断了一下 我也能掰 我也能 勤酒下意识地接了一句 随即又沉默了一下 他为什么要考虑 自己能不能掰电梯门这种事 突然不想跟拉克说话 看着一群人撤出了电梯 从45楼通道 跑过去 勤酒放下望远镜 点了支烟 拨通福特加的电话 又转头对池飞驰道 我要让福特加炸天桥 池飞驰也放下望远镜 转头问勤酒 跟我说 这个做什么 勤酒是彻底不想 跟池飞驰说话了 听到那边福特加接通了电话 直接道 是我 你那边怎么样 他大概是发现我们了 所以还停留在上面 别让他跑了 把天桥炸掉 片刻后 双塔大楼连接A塔 B塔的天桥被火光笼罩 朝下方坠落 又直接将下方45楼的天桥砸落 勤酒看向池飞驰 他炸天桥 为什么跟池飞驰说一声 这家伙老师的女儿 可能刚跑到45楼天桥上 这一炸 上方天桥一砸 可能人就成柄坠落了 他只是想告诉池飞驰 你老师的女儿要遇险了 现在懂了 池飞驰蹲在天台边 收拾着狙击枪 发觉勤酒看他 抬头道 该撤了吧 等会儿 那边有人发现这里有狙击手 说不定会报警 把警察引过来 勤酒看了看那张平静脸 收回视线 低头收拾自己的狙击枪 他刚才好像犯傻了 谁会在意 一个观察品的家人 更何况 是拉克 石飞驰等了一下勤酒 转身下楼 自始至终 也没有回头看过 他现在表现的在意 等毛利小五郎 被勤酒怀疑的时候 就麻烦了 轻则他被怀疑 而要是勤酒不按原剧情走 利用他和毛利小五郎的关系 用别的方式 对毛利小五郎下手 其他人受伤都是轻的 是 毛利兰可能会有危险 不过得相信柯南光环 离开 让剧情按原本的样子发展下去 就不会出问题 要不要照顾一二 也要根据情况权衡 贸然感情用事 表现得焦躁在意 以后只会引来麻烦 或许不近人情 但不管是谁这么想 他都不在意 而且 他们离开之后 真要出了什么事 比如毛利兰跑不下来 没有勤酒盯着 飞沫也方便按照他们的计划 看情况给安排一点便利 半个小时后 毛利兰脱离危险 柯南发现少年侦探团 其他人还困在对面A塔 用滑板直接飞越被炸毁的天桥 从B塔跑回A塔 指挥着几个孩子 去顶楼停机坪 又联络木木十三 让派出的直升机 去顶楼救援 一群小鬼头 开始在不时的爆炸中 艰难爬楼梯 到了75楼宴会会场 柯南发现 宴会会场有人 让三个孩子 先去顶楼停机坪 自己转身去了会场 会员挨也跟了过去 在宴会会场里 柯南对站在会场里的如月风水 说了自己的推理 看到如月风水任罪后 想自杀 默默将人用麻醉针放倒 心里松了口气 好 就算没有池飞池 他还是把这个案子解决了 不过 还有一件事 灰云挨没有看晕倒的如月风水 你是想问 袁先生是谁杀的吧 我只是猜测 柯南说了一下 自己对袁家明右手 迎参刀的猜测 又分析到 当时袁先生可能被 勤九用枪指着 顺手拿起了桌上的参刀 而勤九 也以为他是想反抗 没想到 他是在偷偷留下死前讯息吧 袁先生和他们是一伙的 灰云挨问道 不一定 柯南还是不愿意判断 会分巧克力给孩子们吃 又好脾气的袁家明 是组织的人 可能袁先生曾经入侵过他们的电脑 并窃取过秘密资料 所以他们除掉袁先生 清除了电脑里的资料 还炸掉了可能用来传输信息的 长盘集团的主机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灰云挨了然 突然发现 柯南手上的手表形手电筒的灯熄灭了 哎 没电了 柯南看了看手表 又忍不住问道 对了 那个组织里 有没有代号叫Ry的人 会员挨僵了一下 昏暗中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你问这个做什么 袁先生左手的暗示 柯南又说了一下自己的推理 不可能 你这个推理不对 会员挨笃定道 为什么 柯南疑惑 会员挨不想多说 侧过头 看向晕倒的如月风水 还是快点找人帮忙 把他搬上去吧 警方的直升机应该快到了 柯南忍住了追问的冲动 算了 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就行了 至于会员挨 为什么这么肯定不会是那个人 以后再说 那走吧 不用我在这守着 会员挨问道 一起去 柯南转身出宴会厅 没好气道 你以为你能骗过谁啊 昨天池哥哥给我发简讯了 会员挨心里一紧 跟了上去 他说什么了 放心 他应该不知道你那天 为什么留在巴士上不肯下来 只是说了 你那天晚上说谎 不肯跟他去他家的事 柯南往楼上走 顿了一下 模仿池飞池 平静冷淡的语气道 那天小爱说不想去我家的时候 说了他不想去宴会 要在家打游戏 要给网友回礼三个理由 人在说谎的时候 为了取信于人 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多个理由 而且以小爱的性格 回礼这种事会被他 判断为私人的事 根本不会拿出来说 除非是求助 比如想问我选什么礼物好 或者让我转交 我等了几天 他都没有表示出这个意思 所以 肯定是说谎 回员挨 他还以为自己骗过了飞驰哥来着 而且飞驰哥发现他撒谎 居然也假装没发现 在结合这几天 飞驰哥几乎不跟大家来往 难道迟飞驰在赌气 那他这几天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 那天弹钢琴 不是还很正常吗 柯南分析道 不过肯定会想不通的吧 别担心 我已经回复他 说你那天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不想麻烦 他才撒谎的 反正你在巴士上的时候 也是假装身体不舒服 然后他就说了呀 他今天不能过来 让我帮忙看着点 省得你又身体不舒服 回员挨沉默了一下 谢谢 我也觉得 应该把你盯紧一点 柯南道 你好好想想吧 你在做什么危险的举动 他早晚会怀疑上你的 只要怀疑上 对于他而言 调查清理的事 恐怕并不难 到时候他会怎么想 我也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已经跟那个组织扯上关系了 回员 逃避是没有用的 回员挨低头沉默 跟着柯南上楼梯 总是一副料定一切的样子 让人很郁闷 对吧 我有个主意 柯南凑近会员挨 低声耳语两句 哄 顶楼突然传来爆炸声 柯南一惊 连忙跑上前 对能再等在顶楼楼梯处的 三个孩子道 快下来 三个孩子慌忙往下跑 正好躲开爆炸点燃的油箱 席卷而过的大火 一群人又回到75楼宴会厅 看样子 直升机是没法去顶楼救援了 光焰道 园太累得够呛 我们在这里等灭火吧 恐怕没时间了 慧云艾看到桌布下透出了红光 上前掀开桌布 桌子下都被安置了炸弹 在火被熄灭前 就会爆炸 没办法 柯南提出了 开车飞越大楼的想法 不过汽车 在会场加速 也不够冲到B塔大楼去 在中途就会下坠 除非 在爆炸的瞬间离开会场 又借助爆炸的冲击力飞过去 最后30秒 可以让爆30秒很准的不美帮忙暴数 不过30秒之前 就没办法了 慧云艾提出自己盯着炸弹爆数 让爆炸时间更准确的想法 柯南凑近慧云艾 喂 我说你 放心吧 慧云艾一脸淡定 我对你那个提议 也很感兴趣 西多摩是一处僻静的街道上 迟飞迟 请酒先坐保时捷356A 到了之后没多久 应取延南 也开车带着福特加过来 四人下了车 站在路旁等结果 福特加隐然布置在顶楼的炸弹后 冷笑道 短时间内直升机是没法靠近大楼楼顶了 除非等火熄灭 不过在那之前 时间到了 请酒看着手表 冷声接过话 等了一会儿 双塔大楼大爆炸的火光将夜空点亮 福特加接通了一个电话 说了两句 挂断电话后转身道 逃出来的只有五个小孩和一个老头 那个女人好像没过去 算了 反正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本来还想将那栋大楼 作为那个女人的刑场的 这个乐趣 只能下次再享受了 请酒冷冷笑了笑 将烟头在地上踩吸 上车前 回头看持飞驰 目光冰冷之余 带着一丝深意 拉克 你那边的问题 自己能处理好吧 没事 持飞驰神色平静 我处理 涉及到组织安全 认真一点 我也会帮你盯着的 请酒上了车 还有 五天前缘那个家伙做了什么 会有人去调查 你也帮忙盯一下 行 持飞驰也上了自己的车 跟英曲延南报了个地点 两辆车在街上分开 开往不同方向 路上 持飞驰突然接到了柯南的来电 喂 持哥哥 对不起 柯南的声音 沉重而失落 在双塔大楼 壁塔顶楼的游泳池旁 辉云哀凑在手机旁边听 柯南之前说得很对 逃避或许真的不是办法 至少他觉得 要再好好想想 所以报完三十秒后 他就乖乖上车 跟着大家一起跑了 不过 他说 对柯南那个 提议感兴趣 也是真的 持飞驰一直都是那副料定一切 无比淡定的模样 好像触动了某个名侦探的恶作剧心理 想看持飞驰一集 他也觉得 这瓜可以吃 那边 持飞驰转头看车窗外缓过的街景 什么事 我们来参加开幕典礼 大楼发生了爆炸 我没有把会员带出来 柯南声音依旧低落 还隐隐带着愧疚 持飞驰沉默了两秒 我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这个戏精 演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真当他没有听清福特家说的 逃出来的 有五个小孩 还是说 当留在那边看热闹的飞沫是摆设 如果三十秒之后 灰云哀不跟着上车逃 那么 就会有一只可爱的小乌鸦跑过去 在灰云哀面前卖萌 怎么都不走 逼着 灰云哀抱着小乌鸦跑 就算爱心套路不行 也还有其他不止 出事 真当他准备的各种套路不存在 那边 柯南摸不准持飞驰是什么意思 语调 语气都没变 依旧透着气定神闲的冷静 让他压力突然有点大 只能硬着头皮把慌说完 对 对不起 戏精 识飞时丢下一句话 就挂了电话 嘟 柯南无语看着手机 戏精 虽然他不太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但牵扯到戏 大概就是指 演戏 他哪里露出了破绽 不可学 好像被看出来了 灰云哀突然想到 柯南说谎骗人的后果 不过没骗到也是好事 要是被他知道 你骗他 你知道后果 反正这是你的提议 不关我的事 柯南一愣 他好像又忍不住挖坑埋自己了 那我就说 我只是想跟他开玩笑 还没来得及说清楚 他就挂了电话 嗯 而且 你也是同意这个计划的 别想置身事外 离开西多摩市的路上 识飞时挂断电话后 将手机收起来 放下车窗 点了支烟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今晚会合后 英曲严男就一直在沉默 他沉默很正常 有时候是懒得说话 不过英曲严男性格还算外向 不可能一句话都不说 再加上那一脸 我有心事的表情 恐怕也就只有福特加 没发现问题 为什么心事重重 这一点 只要仔细想想 今晚的事就知道了 英曲严男 恐怕是觉得 他的所作所为 有些无法接受 以往对付其他赏金猎人也好 下套抓人也好 都不算太严重 不过这一次 他们可是把一座大楼的人 都笼罩在爆炸的危险中 有女人 老人 孩子 其中还有他认识的人 请酒离开前 说的他这边的问题 就是指英曲严男 如果英曲严男 因为这个产生了什么想法 就解决掉 请酒是问他 有没有把握解决 另外 请酒还提到涉及组织安全 这是表示 请酒也会关注 英曲严男知道了不少组织的事 已经涉及 请酒负责的组织安全方面的问题了 交给他解决 只是因为 英曲严男是他的人而已 如果他当时说动手之类的话 估计请酒就直接动枪了 留一脸猛逼的福特加 看着英曲严男雪剑当场 英曲严男沉默了一会儿 老板 您认识的人 您的老师也在那里 也觉得无所谓吗 英曲 你之前或许不够了解我 持飞持陈生道 我可不是什么正义使者 不需要解释 哪怕安排了套路当后手 但他确实没着急 没担心过 说句冷漠也不为过 套路安排得再好 也可能出现意外 这时候再解释是多余的 都是推托 找借口 再者 或许是因为预知太多 也或许是因为 怎么也无法理解的时间混乱 或许还有三无外挂的一些影响 他偶尔会跳戏 恍惚间把一切当成一场游戏 甚至有的时候 他会产生很奇怪的想法 比如把红方都灭了 看看会发生什么 或者把黑方灭了 不管有没有做 但一闪而过的念头确实有 这本身就不正常 他内心在意 那些人是真的 偶尔跳戏也是真的 不能多想 想多了头疼 而且 要是英曲严男接受不了 还是趁早 安排掉比较好 以免以后出了什么问题 他都不住 您确实不是什么正义使者 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像恶魔 英曲严男笑着调侃 不过笑意有些勉强 也很快 从脸上消失 您有在意的人吗 您和秦九的关系 好像很不错 无关正邪 他只是觉得 一个谁也不在意 完全看不透的人 未免也太可怕了一点 池飞池想了想 大概 是不错 如果他背叛组织 秦九会不会直接对他开枪 他呢 根据秦九的态度决定 还是根据自己的处境决定 这个问题 他给不了英曲严男 一个肯定的答案 不过也算是回答 英曲严男听懂了 再度沉默下去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看起来 关系好得很 但真要涉及到一些事 可能还是会刀兵相向 他无法理解 您要是觉得无法接受 想要退出 池飞池垂谋说着 将烟头暗吸在车上的烟灰缸里 可以告诉我 英曲严男苦笑起来 跟了您一段时间 我对那个组织 大概也有一些了解 我现在知道一些事 恐怕没法全身而退了吧 告诉您 然后您就会解决掉我 或者 我就要面对你们的追杀 扑 池飞池失笑出声 英曲严男吓得差点没把车 直接开到人行道上去 稳住车子之后 才茫然转头 看池飞池 车子不断开过街灯下 不时有一道光束照亮昏暗的车内 那张两甲 有着小雀般的欧洲青年义容脸 以往一直都是一脸冷漠 现在却突然笑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弯起的眼睛带着笑意 露出一排白牙 和好像长出一些的尖牙 有点诡异 不是冷笑 似乎是真的开心 笑起来似乎还没打算停 那就更诡异了 如果老板不是突然失心疯了 那就说明自己的处境危险了 啊 貌似老板失心疯了 他现在也很危险 按他以往的脾气 早就忍不住摸枪 先解决掉让他头皮发麻的某个生物再说 不过 大概是被池飞池镇压久了 而他心里对池飞池 有种说不清的敬佩 甚至想过向着池飞池靠拢 再加上池飞池是他的老板 待他不薄 种种原因结合 面对池飞池 他还真的没法动枪 缓了缓 英曲颜男试探着出声 老板 英曲 你太可爱了 池飞池努力忍住笑 之前看英曲颜男一脸老子算是灾了 心情好沉重 接下来怎么办 好惆怅好纠结的表情 他是真的忍不住笑 英曲颜男想反驳一下可爱这个词 他一个身高一米八 留着男人标志的八字胡 看起来威严诉讼的大男人 哪里可爱了 那 老板的意思 是我之前猜错了 我退出也没关系 不是 池飞池将之前放在身侧的右手抬起来 让英曲颜男能看清楚 枪在手 保险已开 英曲颜男 Sigma LL 什么时候 老板连枪的保险都开了 他居然没注意到 瞄准你半天了 池飞池嘴角依旧擒着一抹笑意 转头看了看车窗外不时路过的车子 又看向英曲颜男 而且有勤酒的人在附近 你跑不掉的 我说你可爱 是因为你之前什么心情都写在了脸上 要是这都没看出来 那原因大概就只有我和勤酒都下了 英曲颜男突然想到 那晚被池飞池拿枪逼着打工的经历 心口有点发闷 忍不住沉声道 老板 我是个有底线的人 嗯 池飞池应了一声 脸上笑意消失 枪口转向英曲颜男 那么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 英曲颜男深呼一口气 都说了他是有底线的人 又有拿枪威胁他 老板 方向盘在我手上 以现在的车速 只要我立刻加速 撞向街道旁的店铺 我们两个谁都别想活 嗯 我知道了 池飞池看着英曲颜男 目光依旧平静 答案呢 反威胁失败 好气 英曲颜男憋着气 沉默了一会儿 无奈失笑 您真是个可怕的人 他原本心情确实沉重 矛盾 但是从池飞池笑出声那一秒 从他觉得惊讶那一秒 一切都崩了 他也不是什么正义使者 之前觉得没法接受 只是想着 跟了一个冷血的老板 有点心寒 但有的心情一旦突然被打乱 就没法再回来了 心里的冷意消失之后 他就会下意识地想起这段时间的经历 被池飞池拿枪下 深夜飙车去吓人 想想还是很怀念的 他本来就是不安分的人 不然也不会做赏金猎人 如果换个规矩的人 让他去做保镖 过着规矩的生活 他忍受不了 而如果那晚池飞池没拿枪逼他打工 换别人拿钱找上门 他恐怕也不会答应这种 一直跟着谁的事 他不知道 池飞池之前 是不是故意打乱他的心情 如果是 那池飞池成功了 抛开之前沉重心寒的想法 他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矫情 这么一个能让自己也 能带着自己也 比自己还也 又能提供生活保障的老板 真的很难找 我留下 殷取延南深呼一口气 看着前路的目光格外认真 不管您相不相信 我不是因为怕死 而是您对我胃口 而且 既然端了您的饭碗 您又没有对不起我 我先背叛或者翻脸 未免太狼心狗废了些 我信 池飞池收起枪 看向前方 声音放轻了些 殷取 你是侠客 不过今晚你必须跟着去 就算不是今晚 以后也迟早会让你看到一些东西 组织里的那一位想要你加入 今晚你选择留下 基本可以确定一半 他打算让殷取延南跟自己一辈子 就需要待在身边互相熟悉一下 待在身边 就免不了被那一位关注 以殷取延南的能力 加入组织足够了 那一位不可能不心动 而他因为本身绝对忠于组织的洗脑效果 也不该反对一个有能力的人加入组织 甚至还会主动促成这件事 只要后路安排好 现在拖殷取延南下水 也可以当成一种磨炼 组织真的挺磨炼人的 殷取延南皱了皱眉 老板 其实他对加入那个组织没兴趣 已经有老板了 干嘛还找一个老板 说不定还得帮更多的人做这样 那样的事 麻烦 听我说完 时飞时打断道 以后不会改变 你跟着我打下手就行了 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 只是牵扯会深一点 还有 殷取 我不希望你背叛我 包括面对那一位的时候 不然 殷取延南绝对会后悔的 这话就不用说了 哪怕是事实 说出来也会像威胁 我知道了 那我就当老板 带我去转外快 殷取延南心里松了口气 笑了笑 又突然想到两个人 那福特加和勤九是不是 时飞时没有妄下判断 管住自己的好奇心 殷取延南点了点头 没再问下去 转而问道 不过 我都同意留下了 为什么只是确定了一半 还要看你是不是日本公安 美国 FBI 英国 MI6之类的势力派来的卧底 时飞时道 针对你的调查 应该早就开始了 我这里没收到消息 大概是对你的调查 没什么问题 不过简单确认完了 你加入 以后还会有一些试探 他公安顾问的身份 包括他帮殷取延南 在公安备份过的事 他还不打算告诉殷取延南 怕殷取延南稳不住 有时候 不知情才能表现得更自然 组织里 还有那些势力的卧底 殷取延南头皮发麻 这糖水好像比他想象中浑得多 应该有 池飞池没多解释 过段时间就会查出一两个 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 殷取延南 那确实得保护好自己 他怎么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呢 可别过上两年就被抓住 枪毙了 其实他从做赏金猎人开始 就已经想过这个下场 不过 能不被抓 还是不被抓比较好 对吧 要不要劝劝老板 趁早抽身走人 算了 不太清楚老板的态度 这些话他不方便说 持飞时又考虑了一下 必要时 你帮我转移一下注意力 背一下黑锅 我可以保证你最后没事 这是承诺 你可以自己选择 老板 你能不能说得委婉一点 殷取延南 突然想抽支烟缓一缓 也确实腾出了一只手 拿出烟盒 叼了一只烟点上 开玩笑道 这次您是不是又用枪威胁我做个选择 不是 持飞迟道 他都没碰枪好吗 那好吧 只要您的承诺有效 背黑锅就背黑锅吧 殷取延南有些无语 人家都直白告诉他 要让他背锅了 也说保证他没事 他就暂时信了 总比突然在背后 因他来得真诚 让人无话可说 持飞持剑确认得差不多 拿出手机给勤酒发邮件 谈过了 殷取选择留下 Rucky 赏金猎人确实适合犯罪组织吸纳 因为除了个别顽固分子 赏金猎人本身就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早就想过后果 只要条件合适 就无所谓下场 勤酒的回复速度不慢 估计也在等他的消息 你跟那一位说一声 Jin 迟飞迟没再回复勤酒 又把编写邮件 把大概的事情经过 发给那一位 因为今晚针对雪莉的行动 把我认识的人牵扯进去了 殷取觉得我冷血 有点想不通 我让他做个选择 他考虑之后觉得先背叛不好 选择留下 Rucky 起因 经过 结果都有了 没毛病 等了一会儿 那一位才回复 加强监视 继续观察 OK Rucky 接下来才是对殷取延南 监视最严密的时期 那一位合情酒会考虑到 殷取延南是不是暂时妥协 虚与伪移 其实内心还是想脱离 或者出卖他一波 勤酒的人 恐怕没有撤走 也不会撤走 接下来还会叮殷 取延南一段时间 而就算这次殷取延南没有异动 也不代表那一位 就真的相信殷取延南了 这是组织大多数成员经历的流程 区别只是 有的会考虑 有的则一直热衷 期盼着加入 他加入的方式和过程 才不正常 时飞驰突然想起一个人 曾经有个自称诸心大的男人 因为和组织一个女性外围成员 成了恋人 又因为那个女性外围成员的妹妹 是组织炙手可乐的天才药物制作家 那个男人进入了勤酒和内微的视线 同样是逐步接触组织的事务 同样有过能力的考察 那个男人也曾表现过一点 对勤酒冷血的不认同 不过还是以 我不是随便背叛的人这个理由 选择了留下 哦 殷曲炎难来了兴致 之后呢 驰飞驰侧侧头看着车窗外 声音平静地没有一丝波澜 之后 那个男人经过了重重试探 考验 因为出色的能力 那一位给了他 Rye也就是黑麦威士忌的代号 三年时间 他也都表现得忠于组织 对于不忠组织的人 下手干脆利落 而对于忠于组织的人 又比勤酒多了一些侠义 能救则救 不过可惜 那个男人是FBI派来的卧底 原名叫赤锦秀一 殷曲炎难一夜 他还以为这是个励志故事 结果这车翻得猝不及防 池飞驰继续道 两年前 他和FBI的同伴 设计秘密逮捕勤酒 不过失败了 他卧底的身份也随之暴露 逃出了组织 那他和勤酒以前关系还不错吧 殷曲炎难道 既然能卧底三年不落破绽 他选择对勤酒下手 说明他有把握 你想问的 应该是 勤酒有没有愤怒或者难过 池飞时轻轻笑了一声 我不知道 历史惊人的相似 那个时候 赤锦秀一虽然搭上的是雪莉的线 但雪莉不属于行动这一块 真正验证赤锦秀一能力的是勤酒 或许像今晚的殷曲炎难一样 赤锦秀一也曾对勤酒表示不认同 考虑之后又决定留下 勤酒当时是什么心情 之后赤锦秀一卧底身份曝光时 又是什么心情 他不清楚 不过 勤酒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这些年来 叛徒 卧底 他也见过不少了 你觉得他 还会有多信任谁 池飞池反问 这就是组织 卧底努力演着戏 不是卧底的人 也戴着面具 所有人藏着自己的心思 竖起重重防备 如果真要剖开看 那就是一片冰冷刺骨的荒原 能让英曲炎难心寒到自己 把自己冻死 一些人感受不是那么深 比如一直埋头学习和研究的雪莉 一直被皮克斯当成子质的爱尔兰 而贝尔摩德看得清楚 秦九也看得清楚 这两个人又不一样 秦九之前那句话说得很对 女人 毕竟是女人 当然 秦九对他已经够善意的了 这点没得说 信念坚定 才能强大而无畏 懵懂无知 大概可以快乐一点 池飞池总结一句 又继续道 两年前 黑麦撤得很干脆 没管那个被他利用 又喜欢着他的女人 其实他的选择没有错 只要他表现得在乎 组织就会利用那个女人来除掉他 那个女人不同意是死 同意了 计划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 那个女人就是扰乱他心神的靶子 一样会死 而那一位之所以很忌惮他 不仅是他的能力 也是因为他的魄力 不管他是真的不在乎 还是假装不在乎 他那颗站在正义那边的心智 还真是够坚定的 今年 那个女人想要脱离组织 去找赤井秀一双速双飞 其实这两年 因为黑麦威士忌的关系 他几乎已经在被铲除的边缘了 不动他 是为了试着看能不能掉到赤井秀一 也是为了稳住他妹妹 同时也是因为之前还没触及到组织的底线 他跟组织体离开的事 就直接越过了线 更别说他 还想带走他那个 对组织来说很重要的 身为药物研究者的妹妹 所以 他被请酒清理掉了 之后他妹妹叛逃了 他妹妹就是今晚行动的目标学历 没想到 里面还有这么多事 英曲严难感慨着 转头看了看池飞池 又很快收回视线 继续开自己的车 那张侧头看着车窗外抽烟的义容脸上 依旧没什么表情 就像他光听那平静语气 无法听出池飞池的想法 又为什么跟他说这些一样 是介绍情况 还是想提醒他 别起一心 老板在那些事里 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看不穿 摸不透 如果给他一个问问题的机会 他想问的太多了 老板 您可不是懵懂无知的人 也就是说 您有坚定得信念 嗯 那能不能告诉我 不能 您还是防备着我呀 嗯 殷曲延南 警号 又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车子停在一处河岸边 等飞沫和飞池回来搭上便车 才再度驶向东京市区 殷曲延南憋了一路 在抵达东京一个隐蔽处 看着池飞池下车 撕一容脸的时候 才忍不住到 老板 在组织里 待着压力很大吧 池飞池又撕了两层一容脸 转头看殷曲延南 没有 为什么这么问 殷曲延南看着那双 没什么情绪的紫色眼睛 心里感慨 紫色果然是最诡异的颜色 明明同样没什么情绪 却比一容脸上的蓝童 看起来诡诀得多了 可 我是想说 要是您觉得压力大 可以去找医生聊聊 放松一下神经 是非是收回视线 拿出打火机 将撕下来的几张 一容脸点燃 大山没跟你说过 说过什么 殷曲延南疑惑 那天大山先生 只是跟我谈了一下 保镖的工作范畴和薪水 而且保镖该做的事 我可一件都没机会去做 那他大概是觉得 你保护我安全就行了 其他的没必要跟你说 持非是盯着火光 等易容脸被烧得差不多了 才丢到墙角 想了想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殷曲延南早晚也得知道 干脆就自己说了 我之前在青山第四医院 住过一阵子 别跟我提早心理医生 聊天这种事 殷曲延南一愣 干笑两声 老板 开玩笑的 没开玩笑 持非是转身 把外套脱下来 丢进那辆黑色截路池 Zalas的后备箱里 被柯南看到过的衣服 可不能再穿了 不过 我确定 我没病 呃 嗯 殷曲延南只能点头 突然觉得 未来不仅会一片黑暗 还会很考验神经 持非持懒的解释 去车上拎了飞翅和飞沫 锁好车门 准备换车回家 解释不清 那就爱咋想咋想吧 西多摩市双塔大楼 遭遇恐怖袭击 长盘集团社长长盘美絮身亡 日本话大师如月风水杀人 相关新闻报道 直火了两天 热度又很快 被新鲜事盖了下去 很多与这件事无关的民众 大概过上一段时间 就会将之彻底遗忘 公寓十一楼阳台上 辉元I坐在玻璃园桌边 翻看着报纸上的报道 心里有些感慨 放下报纸 拿起下一份 娱乐类报纸 苍木蚂蚁新歌 Always 首周有望冲击公信榜冠军 苍木小姐发行新歌了吗 辉元I问道 池飞驰擦着头发 从洗手间出来 昨天 苍木蚂蚁那边的速度 好像慢了一点 作为剧场版 《通往天国的倒计时》的主题曲 大楼都炸完两天了 这首歌才发行 我昨天出门买东西了 没留意网上的消息 会员I拿起桌上的包装礼盒 给你买的礼物 其他人的都送了 我也有 池飞驰把毛巾送回洗手间 才出了客厅到阳台 之前一直不知道 送你什么好 池飞驰认真解释着 果然 池飞驰还是在意的吧 周围人都送了 就他没有 我还以为 你不会跟我客气 池飞驰坐到圆桌旁 辉元I一猛 还能这么想 现在拆 池飞驰问了一声 辉元I点了点头 又发现 池飞驰盯着礼物和没动 不又问道 怎么了吗 池飞驰 我想一下 惊喜这个表情怎么做 辉元I 不用吓我 最终 池飞驰还是放弃了 做出惊喜表情 面无表情的拆盒 面无表情的看了看 盒子里的游戏瓷盘 面无表情的看完说明书 辉元I默默喝了口果汁 这反应 跟他想象中 没什么出入 恐怖探险类游戏 什么时候发行的 池飞驰把瓷盘放回盒子里 好像就在前两天 池飞驰想了想 又道 那天打电话给你说我出事了 故意下你 是江湖川的主意 不过我也同意了 今天他和毛利大叔 小兰姐姐 去和歌山县那边旅游了 池飞驰懂了 意思是 柯南又跑出去躲他了 想了想 柯南走了 可惜我这边好像没什么事 需要委托少年侦探团 辉元I无奈 你果然是 避着江湖川委托啊 嗯 他是温神 最好避一避 池飞池考虑了一下 他也很久没给少年侦探团 发活动经费了 还是打了个电话过去 至于委托内容 最近有人跟踪明也 拜托你们去查一下 具体情况 你们去娱乐公司找明也了解 完成委托之后 来找我拿委托费 没一会儿 辉元I就接到了 我知道了 我在飞驰哥这里 那我了解一下情况 再去找你们会合 辉元I挂断电话 有些无语 池飞驰就是觉得他们太闲了 对吧 那么 具体情况呢 真的有人在跟踪他 不仅是跟踪 还有恐吓性 池飞驰到 辉元I一愣 认真了一些 有没有怀疑对象 当初他们那个乐队 只有鼓手去了 Thank公司上班 键盘手和被厮守人品都不好 提出想去公司的时候 被他拒绝了 还有一些他以前的酒肉朋友 那些想去公司 却被拒绝的人 都有可能对他心怀怨恨 具体的 你们去问他 我也不是很清楚 池飞驰直接当甩手掌柜 拿出手机看了看邮件 没急着回复 抬头看辉元I 继续道 调查不用急 我希望你们把有可能的人都调查一遍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对他心怀怨恨 为什么怨恨 又怨恨到什么程度 池元I认真点头 这是可能关系到Sank的发展 确实不能大意 池飞驰 然后再一起收拾掉 池元I 送走池元I 池飞驰也出了门 给英曲延南打了个电话 让英曲延南去开车 等英曲延南将黑色节路池 Zalas开到新宿区 池飞驰已经换好那张欧洲青年义容脸 等在路边了 恋马区 恋马医院 池飞驰上了车 对英曲延南说了一句 将打开的电脑放在膝上 看着上面跳动的绿点 拿出手机给勤九打电话 勤九 被袁家明送出去的资料有人打开 位置已经锁定了 恋马区恋马医院附近 具体位置我共享给你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 我和福特加在松护士 大概晚上八点能回到东京 有需要再联络 行 我去医院附近看看 你安排一下接应 池飞驰挂断电话后 看了看时间 下午四点二十一分 等勤九回来 估计他这边已经把情况探查清楚了 英曲延南 一路避开一些拥堵的街道 将车速飙到最快 池飞驰看着电脑 发邮件联系人 先去查看情况 如果对方关闭了电脑 或者发现了资料在传递位置 那追踪可就没用了 必须有人先去查看情况 了解到底是什么人拿到了资料 周围又是什么情况 勤九给他发了五个组织外围成员的名单 都是位于恋马区内的人 五个人都洒出去了 而绿川沙西不在那一带 过去也来不及 池飞驰就只联系了那边的乌鸦 过去看情况 确认具体的位置 确认周围情况 确认可疑人物 一个多小时后 黑色车子在恋马医院附近的 僻静街道停下 池飞驰给英曲延南套了一层一绒脸 将笔记本电脑递给英曲延南拿着 下车后 一边往医院走 一边给勤九发邮件 电脑上的定位已经消失了 说明对方已经关了电脑 一开始定位是在恋马医院后的街区 外围成员过去看过情况 是一栋住宅楼 按照正常流程 是让外围成员去敲过门 了解那栋住宅楼里的住户情况 不过行动才一开始就被迫终止 第一个进大楼的人 不到一分钟就失联了 根据蹲在附近的外围成员传递的消息 在电脑上的定位消失后不久 住宅楼里出来了七个人 看情况 那栋楼里住的都是一伙人 有一个或者多个看到了被袁家明窃取的资料 发现资料有用 将他们派去大楼的人控制住之后 又离开住处 打算将磁盘带到其他地方交给其他人 目前有三个外围成员 已经偷偷开车跟了上去 剩下一个还在住宅楼附近守着 他和英曲阎南会从医院天台观察一下那栋大楼 确认资料到底是不是那七个人带走的 邮件发出去没多久 勤九就打了电话过来 驰飞驰出了电梯 走向医院顶楼的天台顺手接通了电话 有点麻烦了 勤九直接道 看他们传过来的信息 那些家伙的穿衣风格一致 应该是一伙的 但不是暴力社团的打扮 至少不是大社团的打扮 不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手 勤九那边果然也派了人在查 池飞驰心里了然 又问道 你也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吗 波本应该知道 那家伙消息很灵通 你联系他 勤九道 我现在要见交易人 一个小时之后 柯恩会来接我 我会尽快回去 好 池飞驰挂了电话 给追踪对方车子的外围成员发信息 要求提供照片 或者具体着装描述 在等回复的时候 池飞驰用望远镜看了一下对面大楼 发现没什么人影 又打电话 换了嘶哑的声音 让手在大楼外的外围成员进楼查看消息 带着英曲延南转身出医院天台 哪怕他知道对方是动物园组织的人 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 要假装 这是他让别人调查出来的 英曲延南忍不住出声 老板 我也可以帮忙的 抱歉 一个人习惯了 而且等你进了组织有个代号 帮忙才会方便一点 池飞驰出了天台 进了电梯 因为是顶楼 电梯里没什么人 英曲延南笑了笑 直白道 你一会儿等这边的消息 一会儿等那边的消息 一会儿联系这个 一会儿联系那个 我担心 你忙不过来 只是一条线 不至于忙不过来 池飞驰神色如常 你才请酒一天几条线 英曲延南 这么说 请酒那边比这复杂 不敢想象 心里想好具体的行动方案 就不会乱 池飞驰算是传授一下 自己开多线的经验 电梯下了两层楼 等在电梯外的两个人抬头 看到电梯里搭了两个 高个子黑衣男人 其中一个戴了覆墨镜 一看就不像好人 另一个看似是年轻外国青年人 却也神色冰冷 两个人一愣 迟疑着 要不要进电梯 池飞驰抬眼 一容出的冰蓝眼眸里 一片残虐肃杀 好像他们上电梯 就死定了一样 抱 抱歉 两个人连忙离开电梯前 电梯门关上 继续往下 池飞驰低头看了一下邮件 跟着对方车子的外围成员 已经把照片发过来了 有从车子后面拍的车牌照片 有从侧面车子拍的车上的人的打扮 直接转发给某个加入组织后 就没联系过的邮箱 波本 知不知道这群人的身份 Ricky 丁 电梯门再次打开 池飞驰抬眼 把人吓退 关电梯门 继续往下 殷曲严难喊了又喊 老板这是 用目光威胁别人 不准进电梯啊 老板 是不是太张扬了一点 如果之前联系的外围成员里 有人是卧底或者叛徒 发现这个任务很紧急 很重要 猜到联系他们的我会过来 在附近布置埋伏 锁定了我们 池飞驰低头盯着手机邮件 一边看信息 一边跟殷曲严难解释 你觉得在哪里抓捕最方便 换做是你 殷曲严难遗憾 低声道 电梯里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上了天台 只要在下面的楼层 分散布置人手 一层安排一两个人上电梯 等人手就一起上 逮捕我们 电梯里空间狭窄 我们根本没办法跑 而且也可以保证 不误伤民众 他懂了 池飞驰 为什么用眼神把别人吓退 不让别人进电梯 就是防止有人设计了陷阱 将他们围堵在电梯里 如果刚才那几个人坚持进电梯 就应该趁早离开电梯 池飞驰低头看着手机 低声道 有些事不一定会发生 但一定要保持警惕 学学请酒 又狗又阴 才能嚣张得更久 不过 老板 我们为什么不从楼梯下去 殷曲严难问道 如果有陷阱 走楼梯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道里肯定有人 等我们走楼梯到了底下几层 体力消耗得差不多 池飞驰话没说完 电梯在十一楼停下 电梯门盯一声打开 抬眼 继续用杀气腾腾的目光 盯着外面的人 门外 一个男人扶着一个穿病服的女人 看到电梯里的情况后 默默离开 电梯门关上 池飞驰闭了闭眼 拨通了请酒电话 喂 请酒 我这边出事了 猎马医院里有人埋伏 卧槽 殷曲严难惊愕 转头看池飞驰 啥 真的有问题 什么情况 他怎么没发现 哪里有问题 能解决吗 请酒在电话里问道 能 医院里的普通民众 还没有疏散 我们可以混进人群 直接离开 G&D在附近 要是跑不掉 接下来只要拨一次 他的电话 不管你这边有没有接听 他都会掩护你撤离 OK 池飞驰挂断电话 没有下电梯 将手机紧急拨号 调成G&D的号码 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盯着电梯显示的数字 英取 到了一楼 自然一点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出医院大门 到了街上之后 跟紧我 现在不能下电梯 等到了一层 混进普通民众里 让对方喂手喂脚 不敢贸然行动 才是最佳选择 如果没有英取延男跟着 他直接跳楼都能溜 不过带着英取延男 也不是溜不了 要是一楼有异常 他也可以用魔术手段 或者召唤乌鸦过来制造混乱 带着英取延男离开 能跑掉 问题不大 叮 电梯在三楼又停了一次 这一次 就连英取延男 都发现了不对劲 门外的一女两男 打扮得像是 来探病的年轻人 被池飞池眼神一下 那个女人依旧想进电梯 只是被两个男人 悄悄拉了一下 才放弃了 本来这很正常 或许是那个女人 胆子比较大 又有逆反心理 不过他很清楚 老板那眼神 有多森冷恐怖 一个打扮不算乖张 身上没有透出一点 危险气息的女人 怎么都不太可能 不被吓住 再者 那三个人的眼神交流 也有点诡异 到了一楼 电梯门打开 池飞池带着英取延男 直接出了电梯 穿过有着普通民众的大厅 见医院外 没有被封锁的迹象 又往人群汇聚的地方走去 隐约听到一声乌鸦鸣叫 低声道 走 开车直接扯 英取延男 跟着加快脚步 到了停车的地方 两人立刻上车离开 是非是上车后 就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邮件 五分钟前 波本发来的 好像是敌对怪盗基德的 一个组织 不敢肯定 我需要再确认 波本一分钟前 进了住宅楼搜查的 外围成员发来的 我已经进了住宅楼 我们的人 被绑在大楼一个房间里 已经死了 大楼里没有其他人 有一台电脑还在发热 之前有人用过电脑 池飞池没急着回复 用嘶哑声音 问英取延男 有没有可疑的车子跟踪 没有的话 找个地方检查车上 有没有窃听器 或者发信器 现在还不确定 车上有没有被装窃听器 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真实的声音 英取延男 不时瞄后视镜 听懂了池飞池的提醒 故意压低了嗓音 没有车子跟着我们 一个小时后 练马驱 一条僻静街道上 英取延男将车停下 下车和池飞池 一起检查完车子 确认没有发信器 或者窃听器之后 没急着上车 点了支烟 正追着一群人查呢 结果突然冒出 一群人要抓他们 这生活真是太刺激了 我知道了 池飞池打完电话 转身回到车前 英取延男立刻抬头 老板 情况怎么样 后面去大楼里看情况的人 被判了 那家伙有去到 联系日本警示厅的公安 实非是简单说明 不过他不知道组织多少事 反馈到公安那里的信息不多 那些公安 似乎只是把我们 当成了暴力社团处理 他之前在大楼前盯着时 就联络了公安 那群公安 正好在我们进医院的时候 看到了我们 锁定了我们 趁着我们在天台看情况 临时安排的埋伏 他们离开之后 基安帝还留在附近大楼 看情况 之后进去的家伙 确实将死了的同伴带出来了 不过转手 就送给从医院出来的那群男女 基安帝是想把那个叛徒解决掉 不过勤久考虑到 那个家伙知道的是不多 想把为什么会有人埋伏这件事 调查清楚 又又又没给基安帝扣班机的机会 从之后的调查情况来看 确实不是冲组织来的 公安甚至没有算到 他们会去医院天台 只是他们去的时候 不小心被看到了 他也挺无奈的 差点被自己人给蹲了 不过 警示厅公安 和警察厅公安的任务不一样 算起来警察厅公安 还是警示厅公安的上层 那些人也不了解多少情况 更不用说 似乎警察厅公安也不认识他 那就是 我们今天运气太差吧 英曲严男无奈笑道 池飞池默默反思了一下今天的行动 没有贸然去住宅楼 随便选了一个地方观察情况 这个选择没错 安排人蹲守住宅楼 追踪 也没有错 之所以出意外 还真是运气不太好 巧到这份上 也是没辙了 这运气也就比被无辜炸死的龙蛇栏好一点 非要说的话 在公腾新一还没变小的云霄飞车事件那时候 勤九和福特加坐个云霄飞车 观察附近的地形 情况 突然就被牵扯进杀人事件里 被列入嫌疑人之中 被一大群警察围着 那情况大概就和他们这次差不多 所以 接应还真是有必要的 这一次 就算他没察觉异常 还有勤九那边安排的接应 要是他们出事 基安帝就会把消息传递给勤九 勤九再安排人救援 随便制造一个意外 他们就可以安然撤退 不过 老板 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 殷曲严男问道 那对男女有什么问题吗 以前他觉得自己已经够机灵的了 可是跟着老板的时间越久 就越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不太够用 十一楼是妇产科 时飞迟到 殷曲严男一愣 他倒是没留意几楼是什么科 不过 那个时候穿病服的 确实是个女人 一个母亲 怎么也不会随便丢下刚出世的孩子 自己搭电梯离开大楼 或者跑去其他楼层 时飞迟垂了垂眸 轻声道 如果他愁眉苦脸 那还可以猜测 是流产 家庭不合 抛弃孩子等情况 可偏偏 他一脸幸福笑容 依偎在旁边男人的怀里 而看样子 那个男人似乎扮演着他丈夫的角色 一对夫妻这么丢下新生儿 搭电梯离开 更不合理 察觉有些奇怪之后 只要再仔细确认一下 就会发现他并服腰侧有凸起 应该是对讲机 男人一只耳朵里 也戴着耳机 那只扶着女人的肩膀的手 有长期使用枪支的痕迹 另外 没有结婚戒指 两人手指上都没有 英曲严男 居然有这么多破绽 再联想到上一次电梯停下的楼层 看到的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假装在听音乐 耳朵里也有耳机 就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迟飞迟看向英曲严男 对耳机之类的通讯工具敏感一点 特别是同一环境下 有多个戴耳机的人 英曲严男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记下了 又问道 老板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那群人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迟飞迟抬头看天空 去等装备 请酒快到了 事业 霍博奇术团表演会场外 一辆车停在露天停车场 四景黄之助陪 黑羽快斗站在车旁 快斗少爷 请务必不要乱来 我知道了 洪子说今晚很热闹 飞迟哥可能也会过来 现在那个说什么 也不肯放弃的中森警官 一定还带着一堆刑警 在会场里监视 知道警方动向的 那个组织的那伙人 八成也早就做好了 完全的准备 再加上飞迟哥 黑羽快斗戴着鸭舌帽 仰头看着大楼 漫不经心地说着 拿出一副墨镜戴上 露出一个恶趣味的笑 真是热闹到不行啊 而不远处的一座大楼上 一架武装直升机 正在慢慢靠近 降落 英曲严男 组织还真有武装直升机 还是武器全搭载的 阿帕奇直升机 火箭发射器 单管链炮 反坦克导弹 玩这么大 是不是太恐怖了点 不过 看老板和勤九的脸色 他选择沉默 时飞时心情 确实不怎么愉快 今天运气好像不太好 能愉快就怪了 勤九心情也不怎么愉快 组织安全是他负责的 居然露了一个 需要注意的外围成员 虽然是巧合 但也差点把拉克坑了 还是在他离开东京 不方便及时行动的时候 能愉快就怪了 心情也不怎么愉快 下了直升机后 连对英曲严南这个生面孔 都好奇不起来了 他在大楼上盯了半天 连叛徒身份都确认了 他完全可以一枪把人解决掉 帅气扬长而去的 结果又又又不给他开枪的机会 只能眼睁睁看着枪口下的目标 跟着公安扬长而去 能愉快就怪了 既然大家心情都不怎么愉快 那就有人要倒霉了 勤九下了直升机 目光沉冷 那群人进大楼了 磁盘还没有交出去 似乎是急着 去拿那颗宝石 在原那家伙删除操作记录的那天 怪到积德 给双宝挺博物馆发了预告函 又没有过去 这群家伙 当时大概就在那一带 原那家伙 应该就是 把刺盘交给了他们 持飞持低头看手机上的邮件 由于基安帝在场 用了嘶哑的声音 我已经安排人进去了 如果能拿到宝石 就将他们引去顶楼观景餐厅 全部解决掉 如果拿不到 有人会盯着他们 只要他们撤离 就能一路跟到他们的老巢 要不是组织的存在 不能暴露在外 可以直接拿把机枪进去 把人全秃秃了 晚上8点30分 会场 魔术表演开始 黑羽快豆 冒充了负责表演的魔术师 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表演 可是中途突然出现了一个假怪到积德 将警方都引了出去 现场突然硝烟弥漫 在人群慌乱逃窜时 黑羽快豆 连忙带着霍博奇术团的团长 宝石飞红之类的拥有者 朱棣霍博 撤往后台 而后台已经一片狼藉 霍博奇术团的其他人 都被打倒在地 代号毒蛇的八字湖男人 穿着棕色的风衣 带着棕色礼帽 带着一群同样打扮的人 拿着枪 嚣张出现 一脚将一个老头踩在脚下 大小剑 请赶快逃走 老头喊道 而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一个小黑对着耳机低声道 拉客 警方已经被引走了 对 七个人都在 还有他们的头领 东西没交出去 确定 还在那七个人手里 他们拿着枪 后台出了一点乱子 明白 我会找机会抢宝石 后台走廊上 毒蛇用枪 指着朱蒂霍博 放心 我还不打算杀害任何人 我数到三 如果不想留下痛苦的回忆 就马上 把那块宝石交出来 被踩在地上的老头连忙道 绝对不可以 大小剑 那个宝石是 一 毒蛇又一脚重重踩在老头背上 打断老头的话 罗伯特 朱蒂霍博连忙跑上前 二 毒蛇枪口对准朱蒂霍博 继续数着 三 平 扳机被扣动 一颗子弹飞出 易容成魔术表演者的黑羽快斗 及时上前 借着自己穿了防弹背心 挡住了这一枪 毒蛇突然开枪 吓到了其他人 不过角落里的小黑可没愣着 快速冲上前 一把拽下朱蒂霍博 挂在衣服上的飞红之类 回头开了两枪 趁其他人躲避之余 掉头往顶楼跑 可恶 追 毒蛇立刻招呼人追上去 黑羽快斗一愣 突然想起小泉红子说的 今晚迟飞迟会来 有点怀疑 是不是自家冷漠连老哥跑来了 他的老哥呀 这块宝石可不能透 那是人家的 他也是来守护的好不好 不二 朱蒂霍博没急着追宝石 扶着黑羽快斗易容的男人 黑羽快斗解释了一下 自己是怪到积德 穿了防弹背心 顺便撤了易容 带着朱蒂霍博往上追 不对 他家冷漠连老哥 要是过来玩 应该会以魔术的方式参与 而不是用直接抢了跑 这么没品位又粗暴的手法 那绝对不是他家冷漠连老哥 顶楼观景餐厅 月光透进环形的玻璃落地窗 将餐厅照得一片雪亮 小黑听到耳机那边说 确认磁盘 走到窗户边 打开窗户 将宝石拿起 做事要往下丢 追上来的毒蛇一群人立刻停步 到底是什么人 毒蛇气恼地看着对面那个戴着帽子 夜市眼睛的家伙 闷的人拿了存有 我们组织资料的磁盘 小黑出生道 磁盘交给我 宝石给门 毒蛇疑惑 磁盘 什么磁盘 啊 是那个 一个男人从棕色风衣口袋里 拿出一张磁盘 对毒蛇解释道 上面有一些政要名单和药物 程序研究资料 我本来想这次任务之后 再交给您的毒蛇沉生道 交换 磁盘给他 他们的目标 是能让人长生不老的潘多拉宝石 拿一张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磁盘 换一颗可能是潘多拉的宝石 不亏 可是 那个男人本来还想说 那张磁盘上的东西 真的很不一般 不过被毒蛇一眼给瞪了回去 拿着磁盘走上前 好了 交换吧 不准耍什么花样 毒蛇用枪指着某个小黑 如果不是担心对方把宝石丢下去 他早就开枪了 而快跑到顶楼观景餐厅的黑羽快斗 突然停下 疑惑拿出手机一看 陌生号码的邮件 别去观景餐厅 我是飞沫 真是的 黑羽快斗 无语收起手里 观景餐厅怎么就不能去了 不去 他还怎么把宝石抢回来 还非莫发的邮件 怎么不说是非赤发的 就黑羽快斗耽搁的这一会儿功夫 上面观景餐厅里 拿磁盘的男人已经走到了小黑身前 探手将磁盘慢慢递过去 交换吧 小黑将宝石丢过去 一把抢过磁盘 咧嘴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 忽然转身跳出窗户 毒蛇一群人有些发猛 不过还是连忙去接宝石 不远处的夜空中 一架直升机已经靠近了观景餐厅 直升机上 驰飞驰切断耳机那边的通讯 东西到手了 开火 请酒目光森冷地盯着显示屏 看了组织的资料 还想活着 做梦 基安D脸上带着暴虐的笑 操作着直升机控制台 了解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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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机开始围着环形的观景餐厅绕行 搭载的机枪不断喷吐着火光 一颗颗子弹快速飞进玻璃窗口 打在餐厅里的一群人身上 观景餐厅通往下层的楼梯间 黑羽快斗刚探头 就差点被乱飞的子弹扫中 连忙拉着朱迪霍博 又趴了回去 直升机上 池飞驰听着耳机那边另一个小黑的汇报 人都倒下了 看不清具体情况 不确定有几个活着 那七个都中了蛋 不过那个头领滚下了楼梯 那家伙应该没看过磁盘的内容 跑了 就跑了吧 至于剩下的那六个 勤酒沉声道 基安帝 最后送他们一程 基安帝默默丢了个两个炮弹下去 撤离 哄 剧烈的爆炸 足够将整个观景餐厅炸平 中了子弹的人根本没法跑 再挨这么一下 绝对死定了 不远处的大楼上 殷曲严南 默默转身撤离 对组织又多了一些了解 这种打完就跑的作风 确定很难让人锁定 是谁做的 警方都来不及过来 估计又会跟双塔大楼的事一样 被当成恐怖袭击 还有 老板那群人心情爆炸的时候 真的很危险 黑羽快痘 已经带着朱迪霍博 撤到了楼梯下方 听着上方传出的爆炸声 又转头看着 一路滚楼梯下来 倒在楼梯边 一声是血的毒蛇 喂 你 你没死吧 毒蛇亮呛着起身 警惕盯着怪盗基德打扮的黑羽快痘 抬起手上的枪 没死就好 黑羽快痘松了口气 也警惕着毒蛇手里的枪 他虽然穿了防弹衣 但旁边的朱迪霍博可没有 而且上面的情况这么恐怖 他也想快点撤了 把你手里的宝石交出来吧 不然我不会放你离开的 除非你能保证 立刻用枪杀死我们两个 不然刚才这么大的动静 警方会在二十分钟内赶到 你可就走不了了 毒蛇咬了咬牙 将宝石丢给黑羽快痘 举着枪后退到楼梯口 快速转身离开 告诉你们老大 我怪盗基德 总有一天 会将你们那个组织消灭殆尽的 黑羽快痘忍不住喊了一句 不过 看到地上的血迹 又有点不忍 这家伙一向都是 带着一群人嚣张出现 现在孤家寡人一个富商离开 背影是那么落寞 他再喊这种话 好像有点残忍 算了 喊都喊了 基德 一旁的朱迪霍博出声 黑羽快痘 转身看了看朱迪霍博 心情复杂 完全生不起辽媚的心思 一日 四锦黄之柱的桌球士 再次提前停止营业 绝对是你们 那个组织做的 对不对 黑羽快痘拍着桌子 情绪很激动 表示自己真的难以接受 七个人啊 全部死了 持飞驰垂谋 喝着咖啡 不禁死了 还是连尸体 都凑不起那种 怪到基德从不杀人 无法接受 也是很正常的 小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 非黑即白 飞驰也叹了的头 悠悠盯着黑羽快痘 吐舌兴子 这是怪他家主人了 好久没咬黑羽快痘了 怀念口感 似锦黄之柱 在一旁看着两人 心里遗憾 一个啪啪拍桌子 一个冷眼看着 总觉得气氛不太妙 这算是观念不合的碰撞吧 会不会引发兄弟矛盾 担心 黑羽继续啪啪拍桌子 你知不知道 我昨晚的心情有多复杂 持飞驰起身 去榨了杯果汁 放在桌上 黑羽快痘 依旧在啪啪拍桌子 我没想过事情 会变成这样 持飞驰又给自己加了点咖啡 坐下 准备继续看黑羽快痘拍桌子 我 黑羽快痘发泄了一通 无力坐下来 洪子说 昨晚持飞驰会去 他没发现持飞驰的人影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持飞驰去了 在直升机上 所以他没看到 而且他很清楚 这就是持飞驰那个驱狼竹虎的计划 虽然早就想过 两个组织会火拼 有点心理准备 但他昨晚听着上面 噼里啪啦 轰隆不断 还是心情复杂 这是火拼吗 这分明是屠杀 持飞驰见黑羽快痘不吭声了 抬眼问道 说完了 黑羽快痘 突然觉得心口有点发闷 端起桌上的果汁 闷声道 没有 我只是渴了 想喝口水 歇一会儿 飞驰 四锦黄之柱 那是柠檬汁 持飞驰提醒 黑羽快痘 黑羽快痘 已经喝了一大口 脸色发僵 转过头 扑一下全喷了 持飞驰继续道 不知道你喝不喝甜的 所以我没加糖 黑羽快痘缓了缓 指着持飞驰悲愤指控 你就是故意的吧 你觉得是 那就是 持飞驰道 黑羽快痘 突然就有点委屈 我又没说你啊 他早就知道 持飞驰跟他的观念 有些不太一样 既然愿意处 就已经默认了 而且当初的计划 他是同意的 就是结果有点出乎意料 他本来以为 双方会打起来 互相牵制 也能让他和持飞驰 醒不少事 谁能想到 突突突就完了 其实昨晚他就想过了 首先 引起火拼 就可能造成伤亡 他同意就该想到这一点 只是场面爆炸的 让他内心无法接受 其次 持飞驰是想帮他 持飞驰没看黑羽快痘 当着他的面 说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有理由怀疑 黑羽快痘在暗戳戳埋怨他 这是最后一次了 啊 黑羽快痘双手抱头 趴在桌上 苦恼挠头发 这没法解释了 好吧 我心里可能是有一点点不平衡 不过真的没有埋怨你的意思 是有一点埋怨我自己 不过蜘蛛是我的目标 持飞驰继续道 我盯了很久 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 黑羽快痘坐直了身 他最近好像在欧洲巡演吧 毒蛇这边受了这么大损失 你觉得他还能坐得住 持飞驰反问一句 又道 其实七个人没达到 我心里预期 我原本觉得 最后要牵扯进十多个 还有 昨晚毒蛇也没死 黑羽快痘一事无话可说 愣愣看着持飞驰 憋了一会儿才闷闷道 说好了 那是留给我的对手呢 他怀疑持飞驰能帮他把人全部清了 还是尸体 拼都拼不起来那种 都说了 这是最后一次 持飞驰道 蜘蛛我自己去 不牵扯组织 黑羽快痘 偷偷撇持飞驰 不确定持飞驰有没有生气 索性直白道 你可不能不管我 不过也不用把他们都清除了 就算要清除 也请温柔一点 要求真多 持飞驰打断 明天要不要跟我去大阪 是对 THANK公司的邀请 应该会有很多明星过去 好啊好啊 黑羽快痘欣然答应 又顿了顿 回想了一下 不行 明天约好了 要跟亲子去海豚乐园 持飞驰 没办法 他已经念到好多次了 黑羽快痘到 等有空我请你吃大餐 你想去哪里吃 就去哪里吃 那个 飞驰哥 能不能帮我带一张 苍木小姐的签名啊 亲子想要 对了 如果可以的话 多带几张 几张 这是还打算送谁 持飞驰对黑羽快痘 彻底无语 行 四锦黄之柱 心里松了口气 还好 看样子 矛盾没爆发 聊了一会儿 持飞驰没留下吃晚饭 去流水亭 跟少年侦探团碰面 柯南看着这家 在室内布置了绿植 小瞧 水渠的日式料理店 不由想起之前那起事件 店内依旧想着轻缓的情音 流水汤汤 前台 穿着和服的安息金子 发现一群孩子进门 一眼就看到了柯南 笑着迎上前 弯腰跟一群孩子打招呼 欢迎各位光临 柯南 好久不见了 金子姐姐 好久不见 柯南乖巧打招呼 池先生在一号房等你们 我带你们过去 请跟我来 安息金子转身带路 柯南 你来过这家店啊 袁太好奇问道 以前跟毛利叔叔来过 还遇到了池哥哥 和他的大学教授在吃饭 正好就在我们隔壁 柯南一边跟着安息金子 往一号房去 一边怀念道 如果不是另外一个 包房的大学教授遇害了 我都不知道 原来他在隔壁 那时候他还没有毕业 真持宠物医院 也还没有开业吧 那次之后 我们停业了一段时间 安息金子笑着接过话 一个月前重新开业 最近人气才刚刚恢复过来 辉元矮转头看柯南 今天你们又凑在这里 真的没问题吗 这两个人就地重游 不会又把人家店给祸害一次吧 喂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柯南半月言 要说温神 持飞池那家伙 才是温神好不好 到了 安息金子将推门打开 侧身道 请 辉元矮走了进去 江湖川回来了 柯南 对了 他去南极白冰旅游之前 貌似打电话 骗持飞池 说辉元矮出事 想看持飞池集一集 结果被看穿了 去旅游一趟 他居然把这事忘了 持飞池那个小心眼 不会在里面 等着坑他吧 辉元这是带他过来卖他 持哥哥 持哥哥 不美 袁泰 光艳 进门打招呼 柯南只能跟着进门 笑咪咪打招呼 持哥哥 努力卖个萌 说不定持飞池就不忍心跟他计较了呢 持飞池压根就没把那事放在心上 柯南跑出去 和歌山县那边躲他 他就觉得够有趣的了 我已经让店里准备了特色菜 你们好像没什么不喜欢的食物和过敏食物 寿司和鱼类 料理我也都点了一些 是 谢谢 谢谢持哥哥 请我们吃饭 辉元矮看着柯南跟其他三个孩子 一起装乖宝宝 先在持飞池左手边坐下后 嘴角悄悄扬着 柯南跟三个小鬼一起道谢 坐下心里松了口气 看来持飞池没放在心上 那就好 一转头 发现辉元矮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顿时明白了 我说你啊 看来辉元矮是早就知道 持飞池没放在心上了 进门的时候 还故意说一声江湖川回来了 害得他 还以为持飞池等着找他算账呢 怎么了吗 辉元矮一脸从容地反问 柯南 这喜欢欺负他的坏毛病 是跟谁学的 光燕坐下后 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 神色认真的 看向持飞池 那么 我们先说一下委托调查结果 其他人也拿出自己的随身记事本 包括柯南也一样 持飞池看到了柯南的举动 问道 柯南也参与调查了 柯南昨天去南极白冰丸 又遇到了杀人事件 昨晚提前回来了 今天早上就和我们一起去调查 不美帮忙解释 毕竟他也是少年侦探团的一员嘛 袁太道 持飞池点了点头 那说说结果 光燕清了清嗓子 看着记事本道 我们找明野哥哥问过 可能对他心怀怨恨的人 一共有九个 这么多人怨恨他 真的很可怕啊 袁太感慨道 可是 明野哥哥又没有做错什么 不美忍不住道 他只是不再唱摇滚 去开公司了 那些人要是愿意努力 明野哥哥也不会拒绝他们进公司 但是他们分明 只是想去偷懒混日子嘛 怎么能让那种猪虫混进去呢 不过他以前那些朋友 没几个好人 这是事实 辉原哀看着记事本 经过我们调查 其中六个人 只是因为要求进入公司 被拒绝而有点怨气 他们只是 不想再跟明野哥来往 算不上怨恨 值得注意的人有三个 柯南接过话 认真到 首先是他以前 那个乐队里的键盘手 那个头发很长 染成金色 耳朵还戴着耳环 很像女人的人 光艳正色 将记事本递到池飞池面前 池飞池垂眸看去 记事本上画着简笔画 嗯 特征很清楚 金色长发 两个圆耳环 眉毛很细 眼白多 眼睛只是个黑点 就是组合起来一看 比较像个张牙舞爪的妖怪 飞池也好奇探头看着 吐了吐蛇性子 画得不错眼 池飞池 比起飞池这个灵魂画手来说 是很不错了 记恐贺心的人不是他 不过他和明野哥哥的关系 好像有点古怪 光艳思索着道 根据我们去公司了解到的情况 他是最先提出 要明野哥哥带他进公司的人 被拒绝之后 还去公司找过明野哥哥 不过最近消停了 我们去他家拜访的时候 他还说 公司不是明野哥哥一个人的 他会体谅 他可不像一个会体谅别人的人 柯南皱眉 而且我们问过他家周围的邻居 他最近都没做什么工作 一直闲着 可是他家里的电视机换了新的 喝得酒价格也不便宜 似乎还打算去4S店买新车 他恐怕是在勒索明野哥哥 就是用明野哥哥 曾经勒索别人的那件事 明野哥哥 不是已经跟警方认罪了吗 袁太疑惑 而且之后的拘留 保释都是正常手续 没有违法呀 因为现在的 Thank公司经不起丑闻 特别是社长的丑闻 很容易被对手当成攻击的靶子 会员挨解释了一句 看向池飞池 虽然能理解 但我不觉得 这件事必须要解决 像威胁妥协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柯南点头 他去4S店看新车 大概是打算过一段时间 再去勒索明野哥哥 不美一脸担心 可是 我们去找明野哥哥问这件事的时候 他却说 他要赶着去录节目 明天还要跟情人去度蜜月 让我们调查清楚 就来找你 根本不愿意跟我们多说 这样下去可不行 光焰正色道 一直被勒索 勒索那个人的胃口 只会越来越大 明野哥哥受不了的时候 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这种事 根本就不能妥协 袁太也道 这是我知道 池飞是平静道 我以前跟明野说过 如果有人拿以前那件事勒索你 他有钱就给他 哎 五个小鬼头 起起变了脸色 包括辉原哀的淡定神情 都有些崩 从公司成立的时候 我就考虑 过明野当初勒索过别人那件事 会带来的麻烦 池飞是道 别担心 一切都在计划中 等第五期节目开播就结束了 计划 会员哀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那第五期节目 明野哥哥会登场吧 对 借助登台表演的机会 让他将这件事主动爆出来 做一个深刻的检讨 另外再谈谈他的心路历程 池飞池给几个孩子面前的茶杯倒茶 以现在节目的热度 几乎是面向全日本坦白 当然 这一点 我们当初也跟小田 借敏郎叔叔说过了 他也同意明野这么做 舆论肯定会有 不过 比起被动曝光 主动一点 我们能做好准备 将舆论的风潮控制在我们手上 最后帮他彻底 把这件事的隐患消除掉 再者 节目的热度 需要舆论推动 节目会更火爆 我们赚的会更多 那为什么要等到第五期呢 光艳不解 一开始被威胁勒索的时候 因为价值吧 会员哀算是懂了 跟其他三个孩子说明 安排在第五期能获得的价值 远远超过基于勒索方的那点钱 所以 比起将明野哥登场的时间提前 飞驰哥和明野哥 选择了先给钱稳住那个家伙 持飞驰点了点头 利益权衡 第五期很重要 节目热度可以再狠狠提升一次 公司价值 节目价值 都会得到一个提升 先稳住它 别影响赚大头 这就是资本家 灰云哀无语对其他三个孩子的 恐怕还有一个原因 柯南半月眼看持飞驰 等节目上 明野哥哥自己将事情说出来之后 他就会报警去逮捕那个家伙了 对吧 勒索罪 根据勒索金额来量刑 那个家伙勒索得越多 他判的刑就越重 以他的情况来看 至少五年以上 这是拿钱养勒索者 等勒索金额达标 直接把人多丢监狱里几年啊 持飞驰点了点头 表示柯南猜得没错 明野不告诉你们 大概是担心小孩子藏不住秘密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 要请你们保密 至少要保密到计划结束 没有几天了 我们才不会到处乱说 袁太道 放心 光燕也认真道 我们会保守秘密的 不美重重点头 嗯 柯南一头黑线 持飞驰 果然还是那个持飞驰 坑得人头皮发麻 另外 他怀疑持飞驰 还套路小孩子 先说小田倩明 也担心小孩子藏不住秘密 又表示自己相信他们 如果他们说出去 就等于辜负了持飞驰的信任 这三个 小鬼感动又要考虑着 不能辜负持飞驰 恐怕对谁都不会说出去的 比啰嗦 不能说不能说效果要好得多 不过这是虽然是个陷阱 但也不算违法操作 还是怪那个勒索的家伙 想不劳而获 他也懒得管 我肯定不会说 会原爱看向柯南 他觉得 柯南才是最需要注意的一个 你呢 江户川 我知道了 我也不会说的 柯南无语道 侦探本来就要为委托人保密的呀 那么 剩下两个需要注意的人呢 持飞驰问道 有一件事 他没说出来 人一旦有了不劳而获而来的大笔金钱 就会膨胀 去做一些之前不敢做的事 小田窃明 也已经找人盯着了 那个家伙 还做了一些别的丑事 比如花钱找人去打人 比如骚扰女性 再比如 吸食为敬品 到时候 恐怕不止五年 既然已经设了局 与其让对方心怀怨恨 以后出来盯着他们报复 不如直接踩到底 而且 他没有让人去引导 算是人之一尽了 只要那个家伙品行好一点 不做其他出格的事 最多就是五年 不跟这群小鬼头说 就是担心这群人突然 来个同情心泛滥 跑去给那个家伙告密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人 光焰翻了一下 放在池飞池前面 桌上的记事本 露出下一个人的简笔画像 他是明野哥哥的粉丝 池飞池看着上面的人画像 特征一样画得很明显 瘦个子的女人 发型很特别 一边编了很多辫子 一边是短发 戴着长耳环 衣着风格也比较浮夸 还是很喜欢明野哥哥的那种粉丝 不没补充 袁泰一脸怀疑 虽然很难相信 明野哥居然也会有粉丝 别小看明野 迟非迟到 他的摇滚唱得确实不错 如果不是他之前脾气臭 太任性妄为 又有小田窃敏郎叔叔的阻挠 早就有经纪公司找他签约了 光焰继续说明情况 这个粉丝名字叫停倒灵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觉得唱地下摇滚的明野哥哥 才是他喜欢的明野哥哥 而被公司束缚的明野哥哥 已经背叛了他们 背叛了摇滚 也背叛了他们的摇滚精神 之所以说这个人需要注意 是因为他有些想法很极端 灰云哀道 柯南神色凝重道 我们是一座社会调查去他家里的 他家里有一些明野哥哥的照片和海报 但都用刀子哥的粉碎 还用红色游信笔 写了叛徒之类的字样 搞不好他会做出什么危害明野哥 人身安全的事 不美道 我们已经提醒过明野哥了 最后一个 就是这次忌恐喝性的人 光焰又把记事本翻到下一页 池飞池看向画像的目光一顿 皱了皱眉 清水粒子 画像上的人难得画得好看了不少 特征同样很明显 大波浪长卷发 一双明媚温柔的眼睛 微扬着显得很自信的嘴角 虽然是简笔画 但清水粒子的头发幅度画出来了 正好吃飞吃忌的 对方耳根旁边的卷发幅度很大 毕竟清水粒子 是柯南剧场版里出现的大美人 还是蛇仙美人 他印象比较深刻 眼睛像贝尔摩德 刘海则像宫藤有希子 耳根旁边的卷发幅度却比较大 对外表现的性格比较活泼 莫德媲美 哎 原太意外 光燕也有些惊讶 池哥哥认识他吗 横滨海洋大学的学生 池飞池找了个理由 好像在联谊活动上见过 柯南无语吐槽 那你记得还真生刻爷 只看这种画像 就能把人认出来 毕竟人漂亮 我多留意了两眼 池飞池手指点在人像画头发上 发型特别 漂亮就留意了一下 有毛病吗 还真没有 本来他前世就是觉得这妹子好看 才把人记住的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没想到池飞池这家伙 还会留意漂亮女人 他的情况很奇怪 光燕疑惑到 明也哥哥收到恐吓信的两天 都有人看到 他匆匆离开公司附近 昨晚明也哥哥又收到了第三封恐吓信 他正好也在附近 所以我们才跟了上去 确定了他家的住址 今天早上去了他家里 同样是以社会调查为理由去的 不过看他家里的情况 不像是明也哥哥的粉丝 甚至本身好像不怎么喜欢摇滚 跟他聊摇滚的相关知识 他也不怎么了解 柯南正色道 可是我在他家楼下的垃圾回收处 找到了被剪碎的报纸 我认为他就是忌恐吓信的人 光燕 我觉得他没有理由忌恐吓信 光燕接过话道 还是那种一看言论 就知道是极端粉丝 才会忌的恐吓信 而且 那个姐姐很温柔 又很漂亮 不没补充 我们问东问西的 他也没嫌我们烦 袁太爷忍不住认可 还给我们吃零食 池飞池看向柯南 他有没有注意到 你们在调查什么 这群孩子能活着回来 真是幸运 应该没有 柯南回想着 在垃圾回收处 看到剪碎的报纸 是因为袁太要去丢零时代 我就顺便看了一下 在他家里的时候 我们也问了一些社会调查的问题 作为掩护 布美笑着解释 因为本来就有社会调查的课外作业 我们还顺便去了那栋大楼里的其他人家做调查 不过 到底是不是他记得恐吓信 如果是他 他为什么这么做 辉员哀悼 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 池飞池思索了一下 应该是他记得 这是你们不用管 我去解决 我说 柯南笑明明看着池飞池 也遇到 池哥哥 你和清水小姐 真的只是见过一次吗 只是联谊会上见过 你看照片 或许能认出来 但看那种画像还能认出来 你应该 对他有些熟悉才对 而他明明不是明眼哥哥的粉丝 本身也不喜欢摇滚 却寄了那种恐吓信去Fank公司 我想 他该不会 是想吸引某个人去调查吧 他可不信 池飞池是个断情绝爱的人 上次池飞池对连续袭击女性的犯人的心理分析 有的话连高木警官都听猛了 他想想都觉得脸红好吗 这绝对是个到处沾花惹草的家伙 池飞池 柯南这是一言不合 就给他丢个锅 而且他还很难解释清楚 这么推理 确实符合逻辑 这么说的话 难道说 元太 光艳 不美 转头丁池飞池 眼里冒着八卦之光 就连灰云埃也看了过去 盯房间里的提示灯亮起 提醒他们的餐送到了 窗外水渠上 一艘漂流过来的木船上 摆满了料理 池飞池起身过去 帮忙端菜 等会儿把他的地址给我 剩下的不用你们操心 算了 懒得解释 这锅他背 一群孩子乖乖帮忙 然后入座 我要开动了 温 池飞池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 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 按下接听 明一眼 飞池出事了 小田窃敏也的声音还算沉稳 带着一丝凝重 今天下午 听到小姐被发现死在公寓里 警方通过他房间里被割碎的我的照片 找到了我 我现在在警示厅搜查一课 配合调查 听说那群孩子 今天还去他家里调查过 木木警官希望能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不知道 能不能带他们到警示厅来一趟 好 他们就在我这里 我们马上过去 池飞池挂断电话 拎起桌上茫然的飞池 看向一群看着他的小鬼 听到小姐下午被发现死亡在公寓 木木警官让我带你们去一趟警示厅 明爷也在那边 柯南脸色一变 立刻站起身 听到铃 小田窃敏也那个极端粉丝 啊 听到小姐出事了 怎么会这样 一群孩子放下筷子 站起身 池飞池带一群孩子出门前 回头看了一眼刚摆上桌的饭菜 心里叹了口气 又是不能好好吃顿晚饭的一天 而且他不记得有这个案子 该不会是因为他给了少年侦探团委托 导致死神小学生的光环 笼罩到了其他人 柯南真的够邪门 昨晚才回东京 今天跟一群孩子一起调查 结果又查出 一起命案来 离开店里前 池飞池找到安息金子 出钱让安息金子 将东西打包 送到警示厅 他就不幸 今晚这顿晚饭吃不了 一个小时后 警示厅 池飞池刚跟着下楼接他们的高幕社 带着一群孩子上到二楼 就看到跟着一个警察走过来的白马探 白马 飞池哥 白马探有些意外 看了看一群孩子 柯南也在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袁泰 又是一个认识池哥哥 又认识柯南的人 不美 不会又是在什么事件里认识的吧 光燕 他们背着我们 到底参与了多少案子啊 柯南 答对了 这个也是在事件里认识的 有个案子 有人死了 池飞池直接问道 要不要去看看 好啊 有人死亡的话 你们是要去刑事部搜查一课 对吧 白马探欣然答应 转头对身旁的警察道 我去搜查一课看看 等会儿会跟飞池哥他们一起离开 那个警察点点头 转身往走廊镜头走去 池飞池看了牌子一眼 这里不是负责抓捕基德的搜查二课 而是原搜查四课 现在的组织犯罪对策部 那个警察进的门 牌子上写的是组织犯罪对策第五课 专门管理枪炮 以及药物类案件 看来白马探是来了解 昨晚那个观景餐厅被机枪扫射 又被炸的是 见池飞池看门牌 白马探凑近池飞池耳边 低声解释道 昨天基德取消了前两天发的预告 不过昨晚又出现在现场 那个大楼的顶楼 当晚发生了爆炸枪击事件 死了七个人 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不过当时警方都被怪盗基德吸引了注意力 赶到的时候 爆炸已经发生十多分钟 现在警方无法确定 对方是冲怪盗基德来的 还是恐怖袭击 池飞池点了点头 他是主谋 还真不好说什么 大哥哥 你又是什么人啊 元泰看着白马探跟池飞池说悄悄话 出声问道 高中生侦探 白马探 白马探一边自我介绍 一边跟池飞池一起往楼上走 又是高中生侦探啊 光眼心里有些感慨 辉元哀撇了撇柯南 语气玩味 日本的高中生侦探还真多 我不知道 你们认识哪个高中生侦探 不过我呢 刚从英国回来没多久 白马探不急不缓道 对日本其他高中生侦探 也不怎么了解就是了 白马能力不错 池飞池道 白马探失笑 能得到飞池哥的认同 是我的荣幸 那么这次要不要再比一次 柯南心里隐隐有点小激动 他也要比 他也要比 你胜负心什么时候那么强了 池飞池无语 好吧 可能是上次被你抢先 我有点不甘心 白马探笑道 既然出了人命 确实不该再说什么鄙视 那就正常破案吧 前面休息室就到了 高木舍转过走廊 被无视了一路 他也要找点存在感的好不好 而且 日本的高中生侦探 已经不少了 为什么又多了一个 从英国回来的 还没到休息室门口 休息室的门就被打开 木木十三 陪着小田妾敏郎出门 木木十三心里汗 没办法 牵扯到部长的儿子 部长肯定要来看看 但上司 都关注着这起案子 让他压力有点大 小田妾叔叔 池飞池打了声招呼 小田妾叔叔 白马探也打了招呼 小田妾敏郎抬头 飞池 白马 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 木木十三抬头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这是他们警示厅 最大的老大家的 下话线 不会也要跑来 掺和这个案子吧 也就是说 白马警示总监 也可能会关注这个案子 一瞬间 压力更大了 我在楼下遇到飞池哥 听说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 想跟来看看情况 白马探对小田妾敏郎解释 又对木木十三道 抱歉 打扰了 啊 不 木木十三挠头 嗯 小田妾敏也跟出门 打亮了白马探两眼 你是 白马警示总监家的 高木舍淡定的神色 渐渐僵硬 这 他突然不想要什么存在感了 三分钟后 一群人在休息室落座 那么 具体情况呢 白马探直接问道 木木十三 看向高木舍 高木舍拿出三张照片 放到桌上 下午四点多 我们接到报警电话 报警的是 被害者廷岛林小姐的房东 听他说 廷岛小姐已经拖欠了一个多月的房租 昨天晚上突然打电话跟他说 我明天会将房租补交 另外再交完今天的租金 能不能麻烦你 明天到我家里来一趟 死者打电话的原话 池飞池确认着情况 对 高木舍点头 房东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今天按照约定好的下午四点登门 却发现廷岛小姐家的门锁上了 敲门也没人音声 他以为廷岛小姐在耍他 所以就打电话过去 准备好好说一说廷岛小姐 不过电话铃声却在屋里响起 又因为楼上的住户说 听到廷岛小姐半个小时之前 好像在跟人争吵 他们觉得不对劲 就开门看了情况 结果发现 廷岛小姐倒在玄关不远处 头上满是鲜血 就打电话报了警 池飞池和白马探 看向桌上的照片 柯南也挤到两人中间 探头看照片 三张现场的照片 尸体不同的角度 死者身上 头上裹着浴巾 趴着倒在玄关口 看起来像是洗澡出来后 发现有人在屋里 往门外跑 跑到玄关处后 被后面的人追上 头部被重击 导致死亡 尸体旁边还有一把吉他 凶器是这把吉他 池飞池问道 没错 高木舍看向照片 当时这把吉他掉落在死者身边 经过现场勘察 上面没有检测出血液反应 不过鉴定之后 吉他下脚 与廷岛小姐头上的伤口吻合 窗户锁上 有从外面撬开的痕迹 死者死亡时间 是在三点到四点之间 木木十三道 我们推测 应该是在廷岛小姐洗澡的时候 凶手从窗户潜入了他家 他洗澡出来后 发现了凶手 质问并跟凶手发生了争执 之后发现 凶手想伤害他 他就准备跑到门外 向其他人求助 不过他逃跑的时候 凶手拿过吉他 从后面追上了他 并且将他打死 高木设看着记事本道 那把吉他上 之前应该包裹着塑料布之类的东西 不清楚是廷岛小姐 原本用来装吉他的袋子 还是凶手带过去的 不过之后 凶手就将那个袋子带走了 原因应该是 袋子上不小心留下了他的指纹 或者别的痕迹 在现场附近 没有找到那个包裹吉他的东西吗 柯南问道 没有 我们调查过死者房间 公寓楼 周围的垃圾桶 公园厕所之类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有卢米诺反应的 能包裹住吉他的东西 高木设道 木木十三看向一群孩子 我们想知道 你们是什么时候 过去廷岛小姐家的 那个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奇怪的事 我们是吃过午饭 大概一点半到那里的 光焰回想着 那时候开门的廷岛小姐 大概刚睡醒没多久 还穿着睡衣 她有点不耐烦 所以我们没有在她家里待多久 我们进门之后 就看到桌子下 胡乱丢着明夜哥哥 被割碎的海报和照片 不没补充 三个孩子说了一下 当时问的问题 大概就是社会调查的一些问题 另外 还问过廷岛林喜不喜欢摇滚 尹廷岛林 说了小田切明也的事 暗戳戳 探清了廷岛林 对小田切明也的态度 所以我又成嫌疑人了 小田切明也无奈摊手 之前枪击警察的案件 他还被当成嫌疑人 这次又来 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我一个人开车从涉谷回家 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就有可能是我并没有去涉谷 而是跟他在家里见面 争吵之后 下手杀了他 楼上住户 没有听到跟听到小姐 争吵的人的声音吗 白马探问道 他说听不清楚 只是听到听到小姐的声音 因为听到小姐 平时说话嗓门也很大 小田切明也道 他还听到听到小姐 大声喊了一句叛徒之类的话 所以我在等警方 去我路过的地方 调查不在场证明 只要有人坐证在 涉谷那边看到过我 我就可以洗清嫌疑了 明也哥哥的嫌疑 真的很大哦 袁太瞥小田切明也 光艳干笑 我倒是觉得 那个楼上的住户 也蛮可疑的 哦 木木十三看向光艳 因为我们正好要完成 社会调查的课外作业 不没解释 所以在离开听到小姐家之后 就打算顺便在大楼里 问一问其他住户 不过他住的二楼 都没有其他住户 袁太道 我们去了三楼 才敲开了他 房间正上方那家的门 那个大叔说过 听到小姐最近一个多月 喜欢在家里弹吉他 大喊大叫地唱歌 跟他提出来 他还发脾气 之后二楼的其他两户人家 都搬走了 三楼只有他再住 一楼除了一个仓库 还有一对老夫妇 不过一周前 那个老婆婆生病住院了 最近两个人都在医院里 那个大叔觉得 听到小姐很讨厌 不过因为最近 经济条件不好 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租住 才忍受着住在那里 从一个多月前开始 白马探看向小田切明也 是因为听说明也哥 去开公司了吗 或许是 小田切明也不确定 我也记不清我 参加过什么商业活动 不过从综艺节目播出以来 Saint公司的名字 传得蛮开的 特别是第一期节目 非迟让主持人 一直报公司的名字 之后有记者查出 我是社长 并且有过采访报道 大概就是那段时间吧 白马探点了点头 另外 那个房东也有杀人动机 辉元I补充道 听楼上的住户大叔说 听到小姐是房东叔叔的女儿 柯南神色凝重道 租住在那里 经常拖欠房租 因为听到小姐 把其他住户赶走了 他们吵过很多次架 大叔听到听到小姐埋怨过 那栋楼原本是 他已经过世的父母的 是房东大神 抢了他家的房子 木木十三 立刻转头看高牧社 高牧 这个情况 我们并没有了解到 高牧社忙道 我这就去核实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怀疑对象 木木十三收回视线 拿出一张照片 放到桌上 清水小姐 光艳有些意外 三个孩子又叽叽喳喳 把之前调查结果说了一下 无非是清水粒子 就是送孔贺信 给小田切明也的人的事 三个孩子 是在上午十点去清水粒子家 而整个下午 清水粒子声称 一个人待在家里 没有出门 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小田切明也凑上前看了看 疑惑道 可是我不认识他 他在帮听到小姐 送孔贺信 池飞池 看向木木十三 清水粒子是犯罪研究社团的成员 可以说是一个心里 已经扭曲掉的妹子 之后 剧场版和其他两个社团成员 一起抢银行 就是为了满足策划犯罪的欲望 给小田切明也送孔贺信 自己却不喜欢摇滚 对小田切明也没有多少了解 他就猜测 清水粒子 恐怕是看到了什么犯罪契机 打算策划一场犯罪 另外 听到林对小田切明 也明明心有怨恨 却什么也没做 也不对劲 他当时的猜测有两个 一个是清水粒子 从某个渠道知道了 有人对小田切明 也心怀怨恨 打算杀了小田切明也 然后将罪 推到对小田切明也心怀怨恨的人身上 另一个就是清水粒子 和听到林串通在一起 想通过由清水粒子 去送孔贺信的事 谋划点什么 让两人中的一人 在杀害小田切明以后 安然脱罪 嗯 是啊 木木十三有点好奇 是非是怎么会知道 不过先还是说明了情况 我们一开始 是通过通话记录 找到清水粒子小姐的 在下午三点左右 听到小姐有一通 打到她家里坐机的电话 我们找她了解情况 在听到听到小姐遇害之后 她就主动坦白了 和听到小姐之间的事 她以前在酒吧里喝酒的时候 被混混骚扰 是听到小姐帮她赶走了那些混混 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之后听听到小姐 说了明也的事 听到小姐拜托她去送孔贺信 她就答应了 她的电话有自动录音 根据她的电话录音 听到小姐打电话给她 也确实是在说 送孔贺信的事 而她似乎不打算再送下去 两人吵了两句 就挂了电话 因为这个 她就帮别人送孔贺信啊 小田窃明 也一头黑线 木木十三干笑 我们也已经跟她说过了 孔贺是犯法行为 不过 这样一来 清水小姐好像就没有杀人动机了 光燕摸着下巴思索 就算是她不想送孔贺信 而听到小姐不同意 逼她继续送 也不至于杀人吧 如果她不愿意继续送孔贺信 而听到小姐 又以她已经违法为由威胁她 她受不了 也是有可能杀人的 木木十三道 而且 她没有不在场证明 所以我们也让她到警示厅配合调查了 柯南 看向木木十三 木木警官 关于送孔贺信的原因 清水小姐 没有在说什么吗 木木十三回想了一下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柯南疑惑 也就是说 她之前那个清水粒子 是为了池飞池送孔贺信的推理 完全错了 池飞池说 她去解决 只是因为 看出了清水粒子 是在帮别人送孔贺信 而清水粒子本身对小田窃明 也没有敌意 所以不用他们操心 还是说她的猜测没错 池飞池跟清水粒子确实认识 而清水粒子 对警方隐瞒了自己的真正动机 池飞池这家伙 当时也不解释一下 让他完全没法判断 木木警官 警方事后确认过 那个楼上住户的房间 还有房东身上的随身物品了吗 白马探问道 木木十三点头 确认过 都没发现有卢米诺反应的 塑料布之类的东西 动动 门被敲响 请进 木木十三道 安息金子在一个警察的陪伴下 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 那个 池先生 东西已经送到了 池飞池转头问白马探 你吃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 白马探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已经晚上八点十一分零三秒了呀 我从下午一点就到警示厅了 本来是打算离开警示厅之后 再回家吃饭的 明眼 我也还没吃 下午五点左右就到警示厅来了 木木警官 你呢 池飞池又看向木木十三 我 木木十三疑惑指了指自己 一脸呆萌 从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我们就去了现场调查 之后又带案件相关人回警示厅问话 也还没吃晚饭 那就一起吃点 池飞池看向安息金子 安息小姐 麻烦你了 稍等 安息金子转身 招呼同伴将饭菜送过来 两个人开始一盘一盘上菜 池飞池在流水停点的是桌服料理 又称长崎料理 是中国式的料理 桌服料理的特色 就是所有人围着一张桌子 所有饭菜都放在一张桌子上 一开始是七道小菜 还有鱼赤青汤 茶 大盘 中盘 炖品 年糕小豆汤 水果 另外 池飞池还点了一些三文鱼寿司 再加上圆太的鰻鱼饭 由于要过来警示厅 考虑到其他人估计也没空吃晚饭 还加了几道小菜 白马炭 虽然大家都没吃饭 让人送饭菜来 一起吃点也没什么 但这么一大桌 是不是有点太讲究了 木木十三 随便吃点便当不就好了 看着这一大桌菜 他有点慌 小田窃密 有种在警示厅腐败的感觉啊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他老爸看到这场面 是会选择打死他 还是会选择打死木木警官 少年侦探团认出来了 这是他们之前在流水亭 还没来得及吃的那一桌 请慢用 等菜摆好 安息精子又聚了一躬 退了出去 之前我带这群孩子去吃饭 还没来得及吃 就接到了明也的电话 时飞时解释 所以就让店员把东西送过来了 了解完情况 正好可以让孩子们在警示厅吃点 也对 让一群小鬼饿着 实在很麻烦 小田窃密也释然了 而且丢在那里 确实很浪费 白马炭也释然了 这么合适的理由 那就吃呗 吃好一点当然好啊 我要开动了 元太 不美 光燕 也确实饿了 迫不及待开餐 一群人欢欢乐乐开吃 唯独有些不自在的 大概就是木木十三了 木木十三心里五味杂陈 在警示厅大百言席 真的不好啊 他要不要阻止一下呢 还是硬着头皮 陪三位大少爷和一群孩子吃 不过好像已经开吃了 那他也吃 大不了吃快点 小田窃密也发现 木木十三吃东西速度神快 不由侧目 木木警官是不是早就饿了呀 也是被案子耽搁了吃饭时间吧 真是辛苦了 虽然精致的料理需要慢慢品味 但这时候还是算了 白马炭也微笑道 辛苦了 木木十三 谢谢 不过他觉得 陪这群人倒是更辛苦一点 吃饭期间 除了三个孩子 不时赞叹一下 食物好吃 其他人都没多说话 池飞池 白马炭 柯南三个人都没有聊案子 心里有点想法 但还需要确认 等吃完饭 小田窃密也的不在场证明 也找到了 确认在案发时间 不止一个人在涉骨 见过小田窃密也 小田窃密也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那就证明我没时间发案了 已经九点多了 我先走了 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 那么 如果需要配合调查 我们会再联系你 木木十三政色道 小田窃密也点了点头 又看向池飞池 飞池 你还要调查这个案子吧 我去案发现场公寓 看一下就行 迟飞池道 行 小田窃密也疯疯活活起身出门 还不忘提醒道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那我也先去案发现场的公寓 看一下好了 白马探问木木十三 木木警官 可以吧 木木十三点头 案情都说了 他还用说不可以吗 赶紧破案吧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吗 光焰问道 不美 袁太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木木十三 木木十三叮嘱 去了之后 可不能乱跑 乱碰案发现场的东西 是 晚 九点四十九分 公寓楼二楼 高木舍打开房门 池飞池自觉从口袋里 拿出一双衣用手套 拆带 戴上 白马探也自觉从高木舍口袋里 拿了一双手套 戴上 柯南晚了一步 仰头看高木舍 高木舍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口袋 他改天是不是要多戴几双备用手套 这些侦探 怎么一个个都喜欢从他口袋里 随便拿手套呢 柯南看了看高木舍 转身去池飞池身边 池哥哥 池飞池收回看天花板的视线 走向窗户的同时 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装着衣用手套的塑料带给柯南 柯南果断结果 不美 光焰 袁太 池哥哥 没了 池飞池道 你们用自己的手帕 三个孩子 柯南偷偷羊嘴角 他就知道 池飞池既然戴了手套 肯定还会有一双备用的 但肯定不会戴太多 还好 他下手快 一旁 汇圆哀无语看了看柯南 跟上池飞池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 柯南一夜 好像还真没什么好得意的 查案要紧 木木十三在门外转头跟房东聊了几句 一回头 就看到一群人 已经在房间里到处乱窜 当即一头黑线 说好了不乱跑 不乱碰东西呢 手法大概明白了 池飞池往门外走 痕迹比较明显 确实 柯南点了点头 沉思着跟着往外走 不过 这个手法所有人都能做到 也都有可能做 照这么看 其他三个人 没有不在场证明 都没必要这么做 白马探也脱下手套往门外走 唯一有不在场证明的明野哥 反而最可疑 不过他也做不到 汇圆哀 高木舍 木木十三 这三个人 是不是有点嚣张了 进去才几分钟就往外走 做案手法明白了 还痕迹比较明显 不 还有一个人可疑 池飞池纠正白马探的推测 还有一个 白马探疑惑 柯南也想了想 然后和白马探一起七七一乐 一副我明白了的表情 这么说起来 柯南又想了想 看向池飞池 那个东西原本就在房间里 好像不能成为证据 白马探也看向池飞池 就算塑料布 胶带上 只发现了一个人的指纹 也不能说明什么 可以说是凶手戴了手套 池飞池沉默着 靠在门框边 缺了最后证明推理的东西 陷入死局了 这个时候 按照科学套路 应该有一个 嗯 这个角度和方向 好吧 巧合般的证据来了 池飞池抬眼 就看到悬观对面的窗户 提醒其他两个人 证据 白马探和柯南转头看去 眼睛一亮 白马探 嘴角扬起笑意 依旧盯着窗户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最好明天过来最合适吧 我明天有事 池飞池道 柯南迟疑了一下 我明天也有事 白马探一夜 摸了摸下吧 嗯 那就用探照灯吧 那个 高木舍干笑 这三个人 在说些什么 我说 木木十三也半月眼瞥三个人 能不能说句 他们能听得懂的人话 啊 抱歉 白马探对木木十三和高木舍 歉意笑了笑 又看向池飞池 那么 我对推理不感兴趣 池飞池直接出了房门 辛苦白马哥哥了 柯南笑咪咪对白马探说了一句 也转身跟着池飞池出门 既然有人推理 他还是低调一点吧 白马探疑惑问木木十三 东京的侦探都不喜欢推理吗 呃 不 木木十三脑海里冒出一个人 五 土 碧 飞池 费